面对未婚妻的强势退婚 我刚想喊出默契少年穷 却又飞快地闭上了嘴巴 只因我发现自己不是沦为废物的天命主角 而是家事背景显和无比的大反派 退婚这剧情简直是双喜临门啊 不仅能甩开这个自以为是的蠢货女主 还能远离天命之子这个扫把心 身为21世纪的西哥马男人 我岂会被你这个小小女人给拿捏了 想到这我当即点头同意 好啊我答应你的退婚请求 我的话让程子柔突然一愣 原本以为还要多费一番口舌 没想到对方竟然这么容易就妥协了 果然和夜战哥哥说的一样 有情人终成眷属 爱情的力量是人世间最伟大的力量 程子柔含情默默地看着旁边的夜战 然而我的下一句话让他突然喘祸起来 既然你要退婚 那彩礼钱得退给我 当初程家落魄 谷家正好借着那次婚约给了很多的资源 不过拿了多少就要退婚了多少 我可不会像个舔狗一样倒贴 程子柔当即皱着眉头说道 退婚是你我二人的事 何必牵扯到双方家人 听到这我笑了 程子柔你在想批吃 管家你去把这些年 程家从我们谷家借走的资源 以及人情都拿出来 给这位程家的大小姐看看 既然想断 那就断得彻底 把这些年吃我谷家的 用我谷家的都吐出来 还有今日不是你程子柔来退婚 而是我谷家不要你了 老子压根看不上你这个 没脑子的丑八怪 我刚说完 身后管家已经拿了 几本厚厚的账单出来 程子柔此时确实急了 谷川你就不能看在 往日的情分上不要这些 而且这个世道的女子生存艰难 如果我被你退婚 会被他人怎么看待 而你是谷家少主 没有人敢对你说什么 你就不能为了我牺牲一下吗 说着还摆出一副弱女子之相 我简直看得要脱了 程子柔你是脑子有坑吗 我都说同意退婚了 这些是你应当付出的代价 程子柔感觉眼前的谷川 突然间有些陌生 只能一副哀求的样子 看着身边的叶战 希望他能为自己解婚 谷川你堂堂一个谷家少主 这么为难一个女人 难道不怕人笑话吗 叶战自以为是的开口 子柔只不过是想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你现在对他的不是爱 而是一种病态的束缚 你如果真的想要子柔好 那就应该成全子柔 听到这我更无语了 还真是天遭地设的一对啊 叶战你脑子也有坑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不答应退婚了 谷川 你真答应退婚 就不会拿这些微末小事来说了 我看你是贼心不死 不过子柔喜欢的人是我 不是你 听到这我笑了 口口声声说他喜欢你 那你呢 天命之子的共同点我可太清楚了 个个都是太迪金转世 既然程子柔这么爱你 那你敢不敢向天道立誓 你叶战这辈子 除了程子柔不再碰其他任何一个女人 否则必备天前 只要你敢发誓 那程家这些年拿走的东西 我谷家就不再追究了 说完我玩味地看着叶战 我的话直接让程子柔心里一心 在他看来叶战是真心喜欢自己的 只要他一句话 自己和程家都能好过 但让他失望的是 夜战听到我的建议后犹豫良久 依然是没有答应发誓 而是为自己开脱道 我不是不立誓 而是立誓后有天道约束 会影响我的修炼速度 在场的都知道只要不违背天道誓言 对修炼完全没有影响 这只不过是个借口罢了 但有一人却是十分的幸福夜战 那就是程子柔 果然夜战哥哥不是不爱我 而是怕立誓影响自身修炼 想到这里 程子柔眼里的爱意更是指不住的意了出来 要不是现场这里人多 指不定这样人会来一场真人批评 既然你不敢 我古川也不为难你们 只要你替程子柔把欠古家的战缓了 我古家以后也可以不追究了 如何啊 夜战却是把崩坏的剧情强行拉回原位 古川你不要再胡言乱语 今日子柔来退婚只是小事 更重要的是 我夜战要挑战你古川 夜战终于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这几日来他在龟云城内 不断地挑战各个势力的填交 龟云城有一种说法 只要能战胜龟云城内的所有填交 便会得到龟云城契运的亲爱 古川 我们来战上一场如何 只要今天我赢了 那么成家欠你们的就一笔勾销 说完也不等我是否答应 直接跨过而出冲向了我 在他心里 自己提的这个要求就像是恩赐一样 大不了等会下手轻点 留他古川一条小命 小子你敢 我身后的祖佬顿时不乐意了 夜战这几日在龟云城内连挑树加添交 其实力更是高于古川一个大定点 想要拿古家的少主当他脚石 他们当然不愿意了 就在古家一众祖佬想要动手给他点教训时 一道巨大的威压铺天盖壁而来 堂堂古家大族竟然也会欺负小辈 真是丢我世家大族之脸了 一道苍老却穿透性十足的声音传来 落在古家每一个人的耳中 夜战带着必胜的心态 携带着辉弘的气势朝我冲来 古川 今日你便是成就我夜战的太脚石 你应该感到荣幸 今日之后我夜战将崛起于龟云之 突然之间 原本还意气风发 打算一举突破 五王境的夜战戛然而止 那样子仿佛是被掐住了脖梗的压力 就这 就你这样还想让我古川当太脚石 这可是我第二次穿越了 第一次我穿越到了荒谷世界 成为一名大族天骄 虽然被那个丢了至尊谷的家伙给捶死了 但是对付这个小世界的人 还是没什么压力 只见我一掌抓住了夜战进攻而来的拳头 在他一副不敢置信的目光中 反手就是一个巴掌 瞬间把夜战刚刚凝聚起来的气势打了回去 这怎么可能 你不是只有武士境界吗 怎么是武宗境界 你们古家英王 夜战脸色争鸣 古川 祖人成道如杀人父母 今日你就是个武王 我也能迷而发之 受死吧 夜战通红着双眼 直接爆发全部实力冲向武 我吃笑一声 同境界要是连你这种过色都对付不了 那我在大慌真的是白呆了 眼看夜战被我打成了狗 那苍老的声音突然又是一声大吼 够了 今日我们认灾 我们走 听得出来这声音有些气急败坏 我完全没有理会这道声音 依旧猎狗一般的殴打着夜战 我说够了 你没听到吗 这次的声音很显然带了怒意 一股扑天带地的威压朝着我碾压而来 呦 打了小的来了老的 你让本少主够了就够了 那本少主的面子往哪放 老东西我要是翩翩不住手呢 说话间我又是一拳干翻夜战 直接一脚踩断了他的右腿 数子无礼 你古家就是这么教你没大没小的吗 今日我便替你家大人好好教训教训你 这老者也是看出来我的不简单了 想趁早将我抹杀掉 一道巨大的掌印向着我碾压而来 显然已经动用了权力 他要趁古家几个老怪物 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灭杀我 呵呵呵 王老头只要你敢动我们家小川子一根毫毛 你今天就休想离开古家 大哥 要不要我现在去王家走一遭 去拍死几个王家的小子 让这老货长长记性 两道不着调的声音传来 那掌印画作轻风消散在天地间 我们走 一直在暗处的王老头出现在了古家大门口 看着我没有丝毫掩饰自己的杀影 我朝他比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看着在程子柔搀扶下想要离开的夜战 上前直接又是一脚踹了下去 我说过让你们走了吗 古川 我今日认栽了你还想怎样 夜战看着我咬牙切齿 想他从来到归云城的那一天起 哪天不是顺风顺水 不成想败在了古川的手 我有些好笑地望着夜战 先前你不是说只要你赢了 那程家的账就一笔勾销吗 但这次是你输了 所以你也要向我付出同等的东西 古川你休想 我没答应过你这条件 你休想从我这里拿走任何东西 夜战 这世界不是你一个人说的算 今日你要是不付出代价 就休想离开我古家 我抬头看着满脸杀气的王老头 这不是在打商量而是在通知 与此同时我身后两道独属于武皇的气势冲天而起 狠狠地压向了王老头等人 我们给 最后迫于压力 王老头保下了夜战 直接大出血 当然夜战也不好过 浑身上下被我扒了个惊光 现在我可以走了 夜战愤怒地看着我 这么多年来就数今天最憋屈了 滚吧 在夜战转身的刹那 我又是一个飞脚 准备把夜战踹出家门口 可就在这时 一道鞭子突然抽了过来 直接抽向古山的脑袋 那可是太阳穴的位置 住手 不准欺负我夜战哥哥 夜战哥哥你怎么了 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我给你报仇 古家大门口处急匆匆地走进来一位少女 这是古家的直系子弟古宁儿 在家刁蛮任性无人敢惹 却唯独对着夜战服服帖帖 在系统给的时间线中 古家被夜战灭亡 其中古宁儿功不可没 不断为夜战偷取修炼资源 不断地带着古家人为夜战打架 可最后换来了什么 古家被霸占 强得有天赋的都死绝 只剩下一些小鱼小瞎 还美其名曰是为了古家更好的发展 古宁儿深信不疑 以为古家死的都是毒瘤 剩下的才是真正为古家好的人 之后便与夜战和夜战的后宫们 过上了没修没造的生活 宁儿妹妹 你古家的代课知道 我是理会过了 从此以后 我夜战再不会踏入你古家一步 夜战在程子柔的搀扶下 艰难地走出了古家大门 头也不回 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样 夜战哥哥 你肯定误会了 就在今日 古宁儿在听说夜战要挑战古家时 他是万分高兴的 急急忙忙从远方回来 准备一睹夜战的风采 但没想到 最后回来会是这样的情况 想起刚刚夜战的模样 古宁儿就心痛万分 他们怎么敢 怎么敢把自己的夜战哥哥伤成这样 不知道自己已经在酒楼 为夜战哥哥定了庆祝宴席吗 都是你 都是你 都是你古川 都是你害的夜战哥哥 以后都不来古家了 都是你 我要给夜战哥哥报仇 我要你去给夜战哥哥下跪道歉 让他原谅你 原谅古家 古川你给我死来 第五章 要回聘礼 古宁儿气急败坏 又是一鞭子抽向了古川 从其力度上来看 根本没有丝毫的留守 古山对于这个脑残堂妹 也是极为的无语 哪有人希望自家人败在外人面前的 也就是这种奇葩了吧 古宁儿你够了 他夜战今日试过来 拿我们古家当魔刀石的 古川一把拽过古宁儿手里的鞭子 对着他怒喝道 谁料古宁儿根本不理会 还是一个劲地对着古川动手 他生怕夜战走远了 没机会向夜战认错 都是你 都是你 夜战哥哥拿你当魔刀石怎么了 你就不能给他磨一磨吗 又不会少块肉 你快去给我向夜战哥哥下跪道歉 不然我就去找老祖宗 老祖宗最喜欢天才了 他们定不会饶了你 还在门口的夜战 见古宁儿的作为 心里一暖 他夜战果然没看错人 这古宁儿是个重情义的人 不惜和家人翻脸 也要古川向我下跪道歉 这不是情义是什么 在夜战的认知里 只要是对自己好的人 不管那人做出 如何违背三观的事 他都觉得 这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古宁儿 你放肆 啪 古川忍不住愤怒 直接一巴掌 重重打在了 还在撒泼的古宁儿脸上 他夜战是要来拿我古家 荡榻角石 要夺我古家的气云 你知不知道 一旦被夜战压制住我古家 我古家就会被打入深渊 你的那些对你好的叔叔 婶婶姑姑都会成为奴隶 你的那些有天赋的兄弟姐妹 都会被打杀 难道你古宁儿 想要让你的亲人全部死绝吗 古川贺问着古宁儿 本来指望古宁儿能明白事理 但没想到 我愿意怎么了 我古家家大业大 分给夜战哥哥一点气云又怎么了 以后夜战哥哥均临八方的时候 肯定不会亏待古家的 倒是你 让我古家失去了一个崛起的机会 你才是古家的罪人 还不去给夜战哥哥下跪道歉 兴许夜战哥哥心情好了 还能饶你一命 古宁儿的无礼 虎脚蛮缠 让古川彻底失去了耐心 而门口的夜战 听着古宁儿的话停下了脚步 握住了拳头 还是宁儿最懂我 待我均临天下之时 就是你古家的灭亡之时 我今天所付出的代价 日后会加倍奉还的 给我等着吧 夜战背地里正暗暗地下着决心 不过古川的下一句话 直接让他脸飞如炭 君临八方 我告诉你古宁儿 只要有我在一天 他夜战就休想君临八方 就算他君临八方 那也是在我古川的脚下 古川毫不客气地打击着古宁儿 这种奇葩女人的出现 古家也是没办法 没有做好正确的引导 因为现在的古家出现了一个断层 古川父亲被叔叔背的人 都因为在一次族战中死绝 剩下的都是一些 要么实力不高 要么没有魄力 没有才能的书背 所以古家的两个老祖宗 干脆放权 现在古家的当事人 就是古川 来人 把古宁儿压到后山关禁闭 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再出来 古川挥了挥手 让人把一脸不服气的古宁儿压走 这种脑残女人 古川真的不想多费力气 古川你干嘛 我不去关禁闭 我没有错 我要找老祖宗 我要他们为我和夜战哥哥主持公道 几天后 古川带着人如约来到了成家门口 管家上前敲开了门 此时成家门外 早已围满了吃瓜群众 路人甲 哎 你听说了吗 听说几天前 成家的小姐 带着拼头上古家退婚去了 路人姨 我怎么没听说啊 我当日还在场亲眼看到呢 那拼头被古家少主打得叫一个惨啊 后来就是王家的武皇出面 都被落了面皮 嘖嘖嘖 路人秉 活该 这对狗男女 暗门村的习俗 都是要进猪笼的 竟然还敢公然带拼头去挑衅正牌 也就是古家少主心吼 要是换作了鞍 鞍非得给他们屁吃不可 路人町 我是来看热闹 凑字数的 一共凑了十五个字 成家人看到古家来人急急忙忙的进去通知家主 家主成开元带着人匆匆而来 成子柔蹲在成开元身后 面色复杂的看着古川 古川 你还真懒 难道就不顾及往日的一点情面吗 成子柔现在对古川很失望 哪有男人是这样的 让自己一个小女子受委屈 另一方面他又有些惶恐 因为那次去退婚是他自作主张 成家根本不知道 等到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 古川贤侄你来了 快快快 里面坐里面坐 成开元看着身侧的女儿 脸色很是不好 小声的训斥道 我说什么了 那夜战不是个好东西 你偏偏不信 现在好了吧 我们成家一家的命脉 可都掌握在古家手里 现在你满意了 成开元的话 反而激起了成子柔的脾气 我做错什么了 我只不过想要追求真爱 我只不过想要为自己而活 夜战哥哥才是我的良人 我有什么错 要不是你们 我早就和夜战哥哥在一起了 都是你们害的 成子柔自顾的狡辩着 他没想过这些年来 自己过的衣食无忧 都是有古家的庇护 要不然被仇家追杀 连生活都困难的人 哪来的时间去情情爱爱 古川摇了摇头 果然女人不能惯着 叔父 既然子柔已经说到这份上了 我古川要是再不退却 就是不知好歹 棒打鸳鸯了 我今日来 就是和子柔解除婚约的 我已经将文书带来 和欠古家的一阴归还 那我们两家就一刀两断 子柔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也干涉不了 不然 他成子柔顶着我古家 未来二席的身份 和其他男人腻尾 我古川自问忍不下 古川有条有理 有依有据 一旁的吃瓜群众们 都对古川竖起大拇指 贤知 贤知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子柔这孩子还小 我近些年太忙太放动他了 我立马让他和你成婚 立刻 成开源急了 他作为一家之主 自然知道 现在有多依赖古家 要是古家不再提供庇护 不出医院 他成家就会给归云成的 这些恶狼吞噬 第六章 成家成墙 成家 古川等人走后 成家人聚拢在一起商量对策 成子柔 你看你干的好事 退婚这么大的事 不声不响不说一声 你现在让我们怎么收场 成开源看着成子柔 眼里满是恨其不争 看来以前是对他太纵容了 我有什么错 我只不过是追求自己的爱情罢了 我不喜欢古川 凭什么要和古川过一辈子 这对我不公平 成子柔现在满脑子都是凭什么 凭什么我不能拥有自己的爱情 凭什么我的人生要被安排 根本就没想过 他现在的生活是古家给的 现在成家的一切都是依靠古家才来的 就像是电视剧里的那些 刁蛮任性的小姐一般 一边恨命运不公 自己的人生被安排 没有自由 另一方面 又心安理得地享受着 现在优渥的生活 认为这些都是应该的 这些人就是想要把所有的好事占尽了 既要物质上的享受 又要精神上的富足 把痛苦都留给别人 可是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 好了好了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就少说两句 想想 怎么应付古家的逼迫吧 成母看不得自己女儿挨骂 赶忙转移话题 都是被你惯的 现在还能怎么办 砸锅卖铁的还呗 成开元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便甩袖离去 我去找夜战哥哥 他肯定能想到办法 成子柔自以为是的 冲出了成家大门 在他心里 夜战就是无所不能的 不过这次夜战 注定要让他失望了 面对成子柔的寻找 夜战避而不见 开玩笑真当他夜战是冤大头啊 不说现在身无分文 就是有钱 他夜战也不坐着冤大头 对付女人夜战是有一手的 随便安排个人 对着成子柔一顿忽悠 成子柔就相信 夜战正在闭关 准备为他找回场子 成子柔听后 就满心欢喜地离开了 成家没有一时间归还聘礼 古家出手了 折头山上成家的两座矿山 直接被古家派人镇压收回 这片山脉本来就属于古家的地盘 归云街上的几间酒铺客栈 古家直接派人接管 也不管有没有地气 在归云城这地方古家的能量 还是很大的 没有人敢说什么 成家的大小产业 被古家用强势手段拿回 不服的就打到他服为止 这几日感受变化最大的 便是成子柔 往日里 他在各大家族聚会的时候 都有人过来套近乎 他总是一副 高冷巨人千里之外的样子 而现在 别说摆着一副冷脸了 就是主动去问候别人 别人都不带理会的 不止如此 成子柔每月的零花钱也变少 往日里看到喜欢的东西 想买就买 现在没有想的三四次 砍个半天价都买不下来 他把这一切的原因 都归结到了古家身上 是古川害的他 过上现在这样拮据的生活 他根本没想过 他如今的生活 还是比普通人好得多得多 这一日 缩头许久的成家 突然开始敲锣打鼓 张灯结财起来 好像往日的阴霾 被一扫而空 成子柔一打听 原来是成强回来了 成强可不得了 当年便是成家第一天才 天赋甚至比古川还高 之后在古家的引荐下 败入了当今首屈一指的 大势力赤阳宗 现在更是成了赤阳宗的掌门 亲传弟子 要说这成开源 怎么会这么隐忍 原来是等在这里 成强回到家 见到家里的情况后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旁边的成子柔 更是添油加醋的 说了古川一顿 成强直接带着几个 师门来的师兄弟摔门出 直奔古家而去 家主 成强这么冲动没事吧 那可是古家 有族人担心的 向着成开源问道 成开源微微一笑 眼中恢复了往日的自信 怕什么 赤阳宗可不比古家差 加上成强是掌门弟子 他古家还不让他三分 就算他古家不服气 但这是小辈之间的事 古家那两个老家伙 可不好插手 成开源的眼里 闪过一抹金光 前后都被他算计得清清楚楚 他自信古家的年轻一辈 根本不是成强几个师兄弟的对手 这也是成子柔和叶湛没说过 古川已经突破五宗境界了 不然成开源不会这么冒失的 此时的古家 古川正在拿着 从夜战身上得来的东西 一阵摆弄 古川拿出一个戒指 敲了敲 有老爷爷在吗 老奶奶也行啊 上届女战神有目有 国破家王的公主在吗 让古川失望了 这戒指就是一个普通戒指 什么都没有 古家大门口 城墙气势汹汹的带着人过来 想他自从进入赤阳宗以来 何曾受过如此的侮辱 哪怕是家里也不行 站住 你们什么人 来我古家可否有拜天 古家的守卫 见来者气势汹汹 顿时叫人通知内服 城墙还未说话 他身后的一位师弟 直接跃众而出 一脚踢在守卫身上 守卫吐血重伤捶死 古家好大的口气 一个小小的守卫 竟然敢这么和我赤阳宗掌门 清传弟子说话 活腻了吗 接着这师弟 又是一脚踢开了古家大门 城墙见此也没阻止 反而心里对这师弟的做法 很是满意 古川得到通知马上出来 作为古家现代的主事人 基本所有的事都他处理 上面那两位老祖宗 没有大事都放人不管 哪怕被打破门庭 都还在悠然地喝茶聊天 只不过这次多了一人 大哥 你说 这老杂毛来我们古家这么嚣张 是不是过几日 我也去他吃阳宗走一走 二弟 我们被狗咬了一口 还要咬回来一口吗 我教你啊 被狗咬了 就要去起锅烧油 把他那狗腿卸下来炖了 再买一壶好酒 这才是报复啊 二弟 啊 大哥说的是 小弟受造了 看着眼前的二人一唱一和 来人脸色都黑了 但没办法谁叫自己理亏呢 人家两个武皇 自己打又打不过 两位老兄 门内弟子少不经事 还经海寒 多多见谅 改日我吃阳宗一定登门赔罪 来者是吃阳宗的一位太上长老 是吃阳宗这一代掌门弟子的护道者 他也没想到 这城墙竟然如此无脑 这古家的高端战力 可是不弱吃阳宗的 哪怕近几年 死了很多中流之辈 但任何势力都不敢小觑 见眼前二人不再理会自己 这人眼中露出一丝怒意 快了 再过一段时间 我吃阳宗第三位武皇出事 看你们到时候如何嚣张 第七章 打死鸭的 古川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如此对待我成家 你是活腻了吗 城墙冷声开口 声音里全是不屑 曾几何时 自己进这古家大门 都是小心翼翼刻刻气气的 可谁能想到 现在自己打破古家门亭 对方连一个屁都不敢放 城墙心里很是得意 就像是一个忘恩负义 顿进尺的小人 古川带着同一辈的 古家重青少年出来 年龄大谢的祖老 已经被上面两位老祖宗知会过 年轻人的事情年轻人处理 其他人不要掺和 城墙 谁给你的胆子 胆弄坏我古家门亭 你是不想活了吗 古川眼神一利 看着城墙一众人 露出了杀意 一个家族的门亭代表着门面 今日古家的门亭被生生打破 如果一个处理不好 日后不知道有多少人要笑话古家 小子 怎么说话的 城墙师兄 可是我赤阳宗的掌门青传弟子 今天来你古家是给你面子 实相地赶快跪下 给城墙师兄道歉 兴许城墙师兄念及旧情 还能饶你一命 这天下 哪里都少不了狗腿子 城墙不用开口 已经有师弟开始献殷勤了 城墙很是满意这位师弟的表现 抬起高傲的头颅 看着古川道 废话少说 我今日来 就是为城家讨回公道 古川 听闻现在古家你主事 只要你把古家一半的家产赔给城家 并去给子柔表妹下跪道歉 这次的事情我就当算了 不然 今天可不是古家的门庭被踏破了 古川不知道 赤阳宗是怎么选掌门弟子的 难道是比脑残吗 以城墙的脑残强度 估计整个赤阳宗他第二 没人敢称第一了吧 古家在桂云城是什么地位 就算在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 都能说个一清二楚 难道他城墙不知道 或者是赤阳宗的授意 不管是怎样 今天这场子是要找回来的 城墙 当年你城墙逃那来 要不是我古家收留 能有你城墙的今日吗 你还记得 当初你像是个哈巴狗一样 在我古家面前 祈求百伟吗 要不是我古家的介绍 有你城墙的今日吗 不 我说错了 就是条狗都知道感恩 你城墙恩将仇报 连条狗都不如 古川的一番话 直接戳到了城墙的痛处 那是他不愿回忆的往事 当初城墙逃难 除了巴结古家 没有其他出路 在巴结古家的同时 他又暗恨古家 为什么城墙会败落 而你古家 却还能高高在上 凭什么城墙经历磨难 而你古家 却能顺风顺水 他根本没想过 古家也是 经历了一次次磨难 才有了今天 古川 你找死 城墙面色猙獰 脑海中出现了 一幕幕不堪回首的记忆 他今日定要让古家 也尝尝当年城墙的滋味 城墙因为掌门 清传弟子的身份 这次回来 跟在屁股后面 拍马屁的赤阳宗弟子 可不少 听说要去古家找场子 直接聚集了50来号人 此时正叫嚣着 给古家一点颜色看看 古家小子 你想找死吗 城墙师弟的身份 是你能亵渎的吗 你古家今天 要是不跪下磕头道歉 是看我赤阳宗没人了吗 对对对 我看是这古家后继无人了 堂堂古家 竟然让一个后辈主持 我看离家道中落不远了 我们杀进去 打死古家这帮狗日的 给城墙师兄找回场子 不能落了我赤阳宗的威风 城墙人多势众 再长的古家小辈 加起来也才30多人 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 因为事发突然 有很多在外的 不能及时回来 面对城墙人多势众 古川没有理会 而是对着身后的古家小辈 大声问道 古家的儿郎们 我问你们 有人踏破我古家门庭 我们当如何 当面 古川身后众人紧握双手 大声地喊道 古川在问 有人如我古家颜面当如何 当诛 有人忘恩负义 恩将仇报 我们又当如何 当杀 古家众人被古川挑起了热血 各个摩拳擦掌 准备好好收拾 一番城墙等人 那好 今日他城墙忘恩负义 打破我古家门庭 如我古家颜面 你们还不动手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给我关门放狗 打死这鸭的 用他们的脑袋 来维护古家的颜面 都给我杀 古川一声令下 身后的众人 嗷嗷叫地冲向了城墙等人 城墙大怒 他古川竟然 丝毫不将自己放在眼里 那就别怪自己下手无情了 上 都给我上 打死古家 这群狗日的 我吃羊东的名头不能落了 双方一触即发 基本上都是半斤八两 跟着城墙来的 一般都是屈炎富士之辈 实力也高不到哪去 而留在古家的 一般都是享受着父辈的庇护 吃喝嫖赌行 打架也行 但就是实力也不咋样 但这里是古家的主场 由古家长辈暗中出手 只要哪个不敌 就会暗中出手 古家的小辈是越打越欢 差点没飘到天上去 误以为自己是战神在世了 这里面最让古川刮目相看的 古家是一个衣裳朴素的同辈 只见他以一敌三都不落下风 而且游刃有余 从前身的记忆里得知 这人叫古风 是古家的庞系子弟 三年前来投奔主家的 但不被重视 在组里待遇不怎样 还经常被人欺负 古川一看 我的天 这不又是一个妥妥的主角模板吗 随后 系统的声音 直接肯定了他的想法 定 检测到天运者 请宿主小心应对 果然 与夜战一样都是系统所说的天运者 也就是气运之子 在系统给的剧情线里 古风因为不满家族的对待 之后又惹到强敌 古家不肯保住他 古风便直接与古家反目成仇 跑出了古家 哪怕最后 古家被夜战所灭 他也没有回来 只是说了一句活该 这些事情先抛在一边 古川此时对场上的现状 很是不满意 我说过 放我古家者当杀 当猪 当灭 你们都是娘们吗 一个个拳头软绵无力 就你们这样 春花楼里的姑娘们 都瞧不上你们 古家之人不敢下死手 古川很是不满 难道之前自己说的话 都是废话 川哥 他们是赤阳宗 我管他什么赤阳宗赤阴东 今日如我古家者 一个都别想走 给我杀 古川话落 古风是第一个下手的人 只见他 直接一脚踢碎了一人的胸膛 又一手扭断了一人的脖子 瞬间两人毙命 古川很满意 这些天运者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心狠手辣 第八章 小母牛坐飞机 古川你敢 城墙眼见两位同门丧命 顿时怒不可遏 他古川怎么赶下杀手 这可是赤阳宗的弟子 不怕赤阳宗报复吗 我有什么不敢的 我古家虽然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凡是惹到我古家头上的 一律杀之 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 难道你们想在春花楼 和姑娘鼓掌的时候 被赤阳宗的人暗杀吗 我告诉你们 到时候 你们连个风流鬼都做不成 古川的一声大喝 直接让古家的众多顽固 杀红了眼 瞬间又是几个赤阳宗弟子死去 古川 城墙不傻 知道擒贼先擒王 直接提剑向着古川杀去 古川 下去给我赤阳宗的弟子陪葬吧 城墙杀鸡毕露 在他眼里 古川的武士境界就是只蝼蚁 他城墙一个能打十个 他已经准备好 接受古川的求饶 然后在古川最绝望的时候 一剑结果了他 一剑刺来 城墙在原地留下一道道的残硬 正当他以为这一剑要正中古川时 城墙突然间手腕一通 只听咔嚓一声 在城墙不敢置信的目光中 古川硬生生地越过剑身 一手卸掉了自己的手腕 当朗朗常见落地 城墙满眼的不敢置信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也是武宗境 这不可能 以你古川的资质 根本不可能这么快突破到武宗境 一定是你嗑药了 一定是 城墙双目泛红 以往被古川压制的一幕幕情景在线 从见到古川时起 他城墙不管是家事 眼界 修为都弱了古川一头 后来好不容易检测出资质比古川好 他城墙便日夜苦修 希望的就是 有一天能压古川一头 可没想到 古川竟然也突破到了武宗境界 凭什么古川什么都比自己好 凭什么自己那么努力达到的境界 对方能这么轻易地达到 老天不恭啊 城墙满脸的不甘 极度已经让他面目全非 他也不想想当年 要不是古家的收留庇护 他城墙能有今天吗 不思感恩也就罢了 竟然还一直认为是古家的问题 才埋没了他这匹千里马 古川 不要以为你突破到武宗境界 就能为所欲为了 今日只有你的血 才能洗刷我的耻辱 城墙大喝一声 一道红色的光芒 从丹田处绽放而出 古川一阵莫名其妙 我什么时候为所欲为了 我什么时候给你耻辱了 你是在想屁吃吗 随后他终于知道 城墙这么无脑的一个人 为什么能当上赤阳宗的掌门 清传弟子了 古川 准备迎接我的攻击吧 我城墙一路走来 费尽苦心 终于练成了 我赤阳宗的赤阳真身 就算是武王之境当面 我也能抗衡一二 古川 是我城墙 投胎的时候长点心 下辈子不要再遇到我了 城墙一副高人的模样 眼里目空一切 仿佛现在 他就是指掌 生杀大权的绝世强者一般 这一刻的城墙 仿佛觉得自己 化身成了太阳神 世间万物都要向他朝拜 浑身滚烫的热血 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 冲向了古川 但这一幕落在古川眼里 这城墙就是个大火球 圆滚滚地向着自己冲来 虽然威势惊人 但在古川眼里 也就那样了 古家的后院中 原本老神在在的两位古家老祖 变得担忧了起来 换成了赤阳宗的太上长老 嘚瑟了起来 来来来 两位继续喝茶 年轻人的事 就让年轻人自己解决 我们这些老头子 就不要缠火了 赤阳宗的太上长老 虽然语气轻松 但目光却紧紧地 盯着面前的二人 虽然打不过二人联手 但他自信组一组对方 还是行的 赤真子 如果我家小川子 有个三长两短 你那掌门清传弟子 也不用活了 古家梁祖也知道 现在出手已经迟了 只能用言语威胁 但赤真子 这位赤阳宗的太上长老 不为所动 先前门人弟子死去 自己迫于二人压力 憋屈得不能动手 现在有机会找回场子 谁还会在乎区区言语威胁 再说回场中 城墙浑身赤红 一股股的火焰 从其体内生出 继而化作一道火流 向着古川袭去 火流沿途所过 空气中生出巨大的水蒸气 那是被高温灼烧的结果 正当城墙 以为自己将要以雷霆之势 镇压古川之时 城墙突然感觉左眼一黑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右眼又是一黑 紧接着 腹部突然传来一股剧烈的疼痛 整个人比来时 更快的速度倒飞而去 城墙一脸猛逼 只以为古家的那两位出手了 两位前辈 堂堂古家以大欺小 是不是过分了 城墙十分的憋屈 自己的护道者呢 师父不是 说此次出山 会有一位太上长老 跟着自己的吗 怎么自己被人偷袭 也不见他出来 等这次回去 一定要向师父告一状 让师父为我主持公道 正当城墙满脸戒备的时候 他身边的一位师弟 实在看不下去了 拉着城墙的袖子 小声开口道 师兄师兄 刚刚没有人偷袭你 是那古川出的手 这人话还没说完 就被城墙打断了话 不可能 古川这种 祸色我一只手就能解决 偷袭我的 肯定是这古家的武皇 城墙本还没想说些什么 可看到周围师兄弟的眼神 他突然一副被掐住了嗓子的鸭子一般 支不了声 古川 刚到我没准备好 才被你偷袭得手 这次我要出全力了 城墙睁大眼睛 一脸戒备地看着古川 出手间不留一分力 古川好笑地看着城墙 就城墙这种威莫的手段 不说跨境界战斗 就说同境界他一个 打他三十个完全没问题 逢管他什么体 古川有不下二十种方法对付 好歹他第二世 在大荒的时候 那也是一带天骄 城墙 你以为你是小母牛 坐飞机牛逼上了天吗 别以为区区一个赤羊真身 就能在我谷家横行霸道 今日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做真正的小母牛坐飞机 城墙还在疑惑 什么是飞机的时候 突然眼前又是一黑 这次他是看到古川 是如何偷袭的了 在他眼睁睁的目光中 沙包大的拳头 直接印在了自己脸上 第九章 论功行赏 结局已经不言而喻 城墙在古川手里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几个回合之下 就被古川像是拎小鸡仔一样 掐住了脖子 任凭城墙如何反抗 古川的大手就像铁钳一般 紧紧地鼓着城墙的脖子 此时的赤羊真身 就像是个笑话一般 哪怕城墙将体内蒸气 催发到极致 身体已经像是一个轰炉一般 四周的空气 被蒸发出大量的水蒸气 古川依旧纹丝不动 仿佛眼前的热量 微不足道一般 放 放开我 城墙扒拉着古川的手臂 从嗓子里 艰难地挤出这几个字 古川文言 好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一般 城墙我问你 如果今日是我古川打破了 你赤羊宗的门面 你赤羊宗会如何 城墙满脸通红 双目血光流淌 答不上话 古川接着说道 你们肯定会与我不死不休是不是 那同龄 你城墙今日打破了我古家门面 辱了我古家的面子 那只有你的人头 才能洗刷我古家的屈辱了 古川的话很多 就像是个战局优势的反派画牢 古川很喜欢这种感觉 将敌人的底气一层层打掉 让他们陷入绝望 估计那些死于话多的反派 当时也是这种感觉 住手 这次我们赤羊宗认栽了 赤羊宗的太上长老终于坐不住了 这局势反转得太快 让他有点猝不及防 贤侄 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啊 城开元的声音 也在此时急冲冲地传了过来 他此时是一巴掌拍死程子柔的心 都有了 古川突破到武宗进步说 连夜战被打败也不说 要不是自己多留个心眼问了一句 那后果真是不敢设想 不过此时也好像来得迟了点 听着这两道声音 古川嘴角勾起 他就要在城墙生起希望的时候 把他一把掐面 没什么是比这个更痛快得了 你以为他们能就得了你 古川微笑地看着城墙 城墙的脸色从露出希望再到疑惑 他真的敢杀自己 不怕赤羊宗和城家的报复吗 随着喀崩一声脆响 城墙的脖梗瞬间被捏碎 在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中 躺在地上抽搐了两下 便没有了声息 不 古川你怎么这么心狠 他城墙也是你的兄长啊 你怎么下得去手 城开元满面愤怒 但却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发火 毕竟自家有多少实力还是知道的 根本不够古家一只手丸的 城开元能这么快熄火 还能说得过去 但那位赤羊宗的强者 竟然就这样没了后续 让古川着实有点不解 对着城墙的尸体 仔细地一感应 古川露出了原来如此的表情 古川上前 直接伸手扎入了城墙的丹田之中 一拉一拽 一颗赤红的珠子 带着鲜血出现在了古川手中 小子你敢 那是我赤羊宗的赤羊猪 快些放下 不然我赤羊宗 赤羊宗的太上长老 这次是真的急了 他作为护道者 护的并不是人 而是城墙体内的这颗赤羊猪 这可是赤羊宗的宝贝 城墙正是得到了这颗赤羊猪 才成为这一代的赤羊宗的掌门弟子 不然以他的脑子 想都不要想 赤羊宗的太上长老话 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你这老小子想干嘛 不就是一颗珠子吗 难道比我谷家的门脸还要重要 看着眼前蠢蠢欲动的谷家二祖 赤羊宗的这位太上长老 还是压下了愤怒 如果动手指不定 自己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今日的耻辱我赤羊宗记住了 等来日我赤羊宗定会前来讨回公道 那赤羊猪就交给你谷家大为保管 如果丢了 赤羊宗的太上长老走了 出了谷家大门 就放了一堆狠话 古川看了看家族的后山 按道可惜 家里的那两位老祖爷 还是不够果断 既然已经结仇 那就直接留下这人 日后也会少很多的麻烦 古川你 哎 小川子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们还能撑个十几二十年 这归云城 我们两个老家伙 还镇得住 两道不同的声音 在古川的脑海中响起 古川点头表示知道 古川在自己的房间里 研究着身上的系统 发现除了一个新手大礼包 加一个系统商城外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系统商城倒是应有尽有 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古川看了也是择折 什么透视眼啊 怪兽召唤卡呀 凹凸慢变身棒什么的 只不过都要天命点来购买 所谓的天命点 就是打压或者击杀 这个未免的天运者获得 古川看了下 页面上的200点天命点 发现自己好多东西都买不起 自己难道注定 要成为反派文中的反派了吗 靠打压主角来提升实力 古川摇头 把杂七杂八的想法甩出脑海 起身出了房间 今日古家要开会 论功行赏的大会 距离上次城墙的事 已经过去三日 当日在场的同辈都到场了 一个个满脸热切地看着古川 古川在古家之中 还算得上浮重 除了几个刺头之外 古川的能力和实力 还是得到了大部分古家人的认可 各位 我古家 能有今日都是 每一个古家人 在外抛头颅洒热血 才打出了我古家的赫赫威名 虽然我们的父辈 大多都遭遇了不错 但就是因为如此 我们才要更加团结奋进 不落了我们古家的名头 上次的是 两位老祖爷对我们都很满意 出力者当有奖 古川看着这些很是高兴的年轻人 直接手一挥 一堆的资源被抬了出来 看得众人心里直痒痒 古风出来 这是你的 古川直接从怀里 掏出一颗赤红色珠子 扔给了古风 这是赤羊珠 少主怎么把赤羊珠给一个螃蟹啊 我们这随便哪个 不比古风的资质高 有人很是不愤 看着古风手里的赤羊珠 心中一阵火热 怎么 你们有意见 古川环视了一圈 见很多人脸上不服 你们要是不怕赤羊珠的追杀 你们可以拿走 古川的一句话 直接打消了这些人的心思 他们倒是忘了这赤羊珠的烫手 第十章 十三皇子 怎么 你也不敢要这赤羊珠 古川看着古风犹豫的样子 以为古风没有魄力 拿下这赤羊珠 古风此时还是有些不敢置信 自己只不过一个螃蟹而已 平时家族给的资源都少得可怜 就算这赤羊珠烫手 那也是了不得的修炼资源 这古川竟然就这么给了自己 难道有什么阴谋 在脑子里不断的出现 直到脑海里出现了一道声音 让他放下了心 逢二 把这赤羊珠收下 你们古家 这少主不简单 不会为了这区区赤羊珠而害你 古风心中大定 手上用力一握 我古风有什么好怕的 承蒙少主看中 古川满意的点点头 虽然他有一个踩主角的系统 可他古川可不是那些反派文里的那些白痴 遇到一个主角 不管对方有没有得罪你 都要上去大张旗鼓的找着借口踩他 况且 这系统里面的东西对古川的吸引力真的不是那么大 还有 我在这里说明一件事 我古家以后没有庞系嫡系之分 只要你是古家的血脉 那么能折上庸折下 想要在家族里享受更多的优待 那你就自己努力 要么就让你老子努力 古川说完话后便散去众人 接下来的日子过得很平静 赤羊宗没有派人打上门来 承家也不敢有什么动作 老老实实的 不过几日后的一行人 直接打破了古家的平静 这群人骑着高头大马 身披黑甲 手持长枪 腰配弯刀 以前面的银甲青年为首 这是大洲皇朝军队的特制装备 大洲皇朝是这个世界的超级大势力之一 有五圣高手镇压着整个王朝 五圣可以说是这个世界的巅峰战力了 这个世界五圣级的势力屈之可数 一个大洲皇朝 一个水云圣地 还有一个武盟 明面上只有三个五圣级高手在世 背地里到底有多少个 也没人能统计得出来 十三皇子 这里就是古家了 想必抢走你机缘的那个小子 就躲在里面 一位黑甲将领 拍马赶上前方的银甲青年 低头恭敬地说道 哼 一声巨响 古家大门直接炸裂开来 古川满头黑线地走了出来 一跃之间 自家的大门竟然被踢了两次 我古川还要不要面子打 让你们古家的主持人出来 这是我们大洲皇朝的十三皇子 还不快来接见 黑甲将领 手中长枪一指 威风凛凛地看着古川众人 先前就是他一枪砸碎古家的大门 我就是古家的主持人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就算你大洲皇朝有武圣横压当事 但我古家也不是泥捏的 古川看着银甲青年一行人 他没有直接动手 早两年我就听说古家没落 今日一见果真如此 偌大的一个古家 竟然让一个小辈来执掌 我看古家真是后继无人了 银甲青年看着古川 脸上露出了不屑的表情 有时说是 没事赔钱滚蛋 古川可没功夫和这些人在那扯嘴皮子 在自己的地盘上 有两位老祖撑腰的他 还怕谁 猪嘴 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 这可是我们大洲皇朝的十三皇子 身份地位 岂是你一个区区古家可比的 还不贵下认错 黑甲将领直接长枪一指 对准了古川的眉心 只要古川不贵 他就一枪捅穿古川的脑袋 黑甲将领和古川一样都是武宗的修为 但让古川忌惮的不是他 而是那十三皇子身后的一个黑袍人 黑袍人让人的感觉很阴郁 浑身上下的气息 让古川感觉到有一丝危险的感觉 不过那又如何 有人敢拿枪指着自己鼻子 就算是大洲皇朝的武圣来了 古川都敢掀了他 只见古川右手一握 微笑地看着眼前的黑甲将领 说道 你知道吗 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的生命了 黑甲将领好像听到了什么笑话一般 那又如何 老子拿枪指着你 你就得受着 这些大洲皇朝的人都有一个通病 个个自大无比 以为全天下都是他大洲皇朝的 古川不答 没什么是比拳头更有说服力的了 古川的右拳直接化为一道幻影 左手一把抓住对方的长枪 一拳轰在了黑甲将领的胸口 黑甲将领起先不屑 可下一刻突然感觉 已经跟不上古川右拳的速度 想要躲避 却是已经有些迟了 住手 手下留人 十三皇子和他身后黑袍人的声音响起 古川却是已经破开了黑甲将领的胸口 握住了对方的心脏 黑袍人想要动手救下黑甲将领 可一股磅礴的压力 直接出现在了身上 让他不敢动弹 前辈 我乃大洲皇朝十三皇子 你们古家如此待刻之道 就不怕传出去让人笑话 十三皇子脸色很不好的开口 他怎么也没想到古家敢动手 更没有想到自己的贴身护卫 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 饶 饶命 黑甲将领求饶 平时他威风惯了 哪里的势力都会给大洲皇朝一个面子 更不用说还有十三皇子当面了 可他没想到 这次竟然遇到了一个愣头青 一点也不讲人情事故 而且还是一个铁板 我们古家的代客之道 就是客人来了有美酒 恶人来了有拳头 管你是什么皇朝地主 还是街头乞丐 来了我古家 就要尊我古家的规矩 古川看着十三皇子等人 直接捏碎了黑甲将领的心脏 这番作为 让古家的一众小辈 都是佩服不已 浑身热血沸腾 十三皇子脸色铁青 不过最后 他还是压了下来 这次来他还有更重要的事 腾青他死有余辜 本殿下今日来此事 为了一件更重要的事 你们古家有个小贼 偷了我们大洲皇朝的祭物 如果不交出来 来日我大洲铁骑 定会踏上你古家 让你古家鸡犬不宁 十三皇子脸色阴沉地 看着人堆里的古风 都是这小子的错 要不是他 自己怎么可能会 落了这么大的面子 古家就没一个好东西的 都给本皇子等着吧 来日定会带我大洲铁骑 踏平这归云城 拿你古家人头祭骑 十三皇子 暗暗地下着决心 第十一章 拿人头换胆气 来了 这就是剧情里 古风逃出古家的桥段吗 不过现在古川来了 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还会发生 他可是有把古风 培养成古家接班人的打算 让着古风去和夜战斗一斗 看着两个气韵之子 到底谁更厉害 古川脸色一沉 故作生气地朝着古风说道 古风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拿了大洲皇朝的祭物 古风在看到十三皇子来的时候 就知道不妙了 本来还期望家族能够帮他 但看到古山的这副样子 就知道不可能了 古风还是一个有魄力的人 哪怕被十三皇子身后的黑炮人盯着 也是丝毫不虚 少主 天地宝物本来就是有缘者得知 况且那东西又不在他大洲境内 我在他们之前得到 那就是我的 古风不卑不亢 态度坚决 到现在古家的两位老祖都还没出面 他心里有些失望了 果然 庞系子弟就是庞系子弟 认你说破天了 还是偏向嫡系子弟 古风的拳头拽得更紧了 住口 大洲皇朝的祭物 那是多么重要的东西 怎么可能你一句话就是你的了 我告诉你古风 大洲皇朝武圣坐镇横压当时 这祭物 大洲皇朝怎么会弄错 还不赶快拿出来 古川对着古风大声一鹤 古风在一阵憋屈和不情愿中 从怀里掏出了一块 散发着灵性的绿色木疙瘩 大洲皇朝的十三皇子很是满意 看来先前是自己误会 这古家的主事人了 这小子还是很有眼力见的 看来日后踏平这归云城之后 考虑考虑 让这古家当调狗也不错 还算你们有眼力见 放心 我大洲皇朝也不是个欺负人的势力 既然你们古家帮我们拿到祭物 我们也不会吝啬 十三皇子拍了拍手 立刻有人从马背上解下一个黑色木盒 打开 里面装着金银珠宝和一些上了年份的灵草 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这里面的价值不抵古川手里的木疙瘩一半 古家人虽然都有些气愤 但又有些无可奈何 古家在这归云城是一等一的大势力 但放在人家大洲皇朝面前 顶多算是凶猛一点的老虎 人家大洲皇朝光武皇级高手就有五个之多 十三皇子满脸得意地走向古山 伸出手想要拍拍古山的头 以做鼓力 这是他收服手下的惯用伎俩 他很享受这种感觉 就像是驯服恶犬一般 但今天在古川面前显然是行不通的了 只见十三皇子刚伸出去手 古川便一手甩开了他 接着说道 这祭武我古家可以给你大洲皇朝 但 你们无故打烂我家大门 这是怎么算 十三皇子文言一愣 原来是还想要补偿吗 真是贪心啊 十三皇子又拍了拍手 又是一个同样规格的墓盒 送到了古山面前 还不够 古川看也不看面前的东西 十三皇子的脸顿时拉了下来 你什么意思 区区一个大门 我这里的金银财宝 就是做个一百面一千面都够了 我要是把你大洲皇朝的金鸾殿给砸了 再给你修一个 你觉得怎么样 古川轻飘飘的一句话 直接像是惹了众怒一般 大胆小儿 竟敢亵渎当今圣上 再敢多言一句 我就撕烂你的嘴 十三皇子的一句话 直接让大洲铁骑提起长枪 对准了古家众人 随时准备冲锋 你看看你看看 既然你家的大门这么重要 那我古家的大门就不重要了吗 你以为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吗 好家伙 古川直接把十三皇子这群人比作了阿猫阿狗 前几日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子 也是像你们这般 已经被我剁了脑袋 城墙的是 大洲皇朝的这伙人也有耳闻 但当时都不当回事 这次如此莽撞的踏进古家大门 也是因为听闻了这件事后的一个恶趣味 他们就是想让众人看看 他大洲皇朝的威风 别人不能干的事 他大洲皇朝偏偏干了 而且还要古家服服贴贴地送出来 不过他们算盘打得虽好 但好像古家的这小子并不识趣 反而大洲皇朝的一伙人像是入了套一般 把我大洲的记录交出来 不然改日 我大洲铁骑到来 你古家全家鸡犬不留 十三皇子知道 今天的事不能好过 直接开口威胁 改日我古家好不好过我不知道 但今天你大洲十三皇子 想安然无恙地走出古家大门 那就付出你应有的代价吧 古川丝毫不惧十三皇子的威胁 反过来威胁起了十三皇子一群人 顿时 这群大洲铁骑组成战阵 准备迎敌 那气势直接让古家一众小辈弱了一头 古川看到这种情况 眉头一皱 这算什么 魏战先妾 以后别说大洲皇朝的战斗了 就是归云城古家 能不能再待下去 还是个问题 古风 这是你惹出来的 你自己解决 还有那位前辈 我家的两位祖爷脾气可不是很好 你要是有个什么动作惹到了他们 我也是无能为力 古川开口威胁着十三皇子 身后的黑袍人 黑袍人文言没有言语 而是将十三皇子拉到了身后 不敢轻举妄动 这边古风听了他的话后 乃还不知道古川的打算 这是再给他脱底了 是 少主 我古风惹出来的是自己处理 请少主放心 大洲铁骑我古风早就文明已久 就让我今天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 古风一声大喝 冲向了严阵以待的大洲铁骑 铁骑的黑甲将领已经被古山解决 剩下的都是些五宗镜的铁骑 与古风的境界相差不大 古川看着虽然浑身带伤 但越战越勇的古风 心里不是很满意 到底还是太嫩了一点 所有古家人听命 五宗镜或五宗镜以下族人 只要杀一个大洲铁骑 维护我古家的脸面者 赏五年修炼资源 古川的一句话 顿时让古家所有人沸腾了 古家的修炼资源 可不是一般人家可比 有两个五王镜的肃劳也是摩拳擦掌 可奈何古川不让 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 古川就是要拿着大洲铁骑 来锻炼锻炼古家这一倍的胆气 至于后果 死伤总会有 但古家人多啊 没看见好几个 才武士境界的古家人 都组队上去搏一搏了吗 第十二章 夜战百类 古家的那两位祖爷 还是太合乎了 除了两个倒霉弹 被铁骑拼了一命外 其他人都没有生命危险 这让古家的许多人 都自信心膨胀了起来 自己竟然能打杀大洲的铁骑 众所周知 大洲铁骑 可是大洲皇朝的骨干势力 总共不超过二十支队伍 每个都是精挑细选的人才 这位古家少主 不要太过分了 我大洲的一对铁骑人头 换回你古家颜面 足够了吧 十三皇子身前的黑袍人 脸色阴沉地看着古川 当务之急 是保证十三皇子的安全 这古家年轻的主事人 根本不按常理出牌 他就不能为古家的大局想一想吗 你以为一对铁骑的人头 能和我古家的颜面比 古川的一句反问 直接让黑袍人气急 但现在形势逼人 他又不能反驳什么 五圣前辈早已仰慕已久 你二人把身上的所有东西都留下 我给五圣前辈一个面子 放你们走了 古川那一番话 直接让所有人愕然 什么叫给五圣前辈一个面子 要知道 如果大洲皇朝的五圣真的来了 古家所有人一起上 都不够人家一只手拍的 是可杀不可辱 要么你就杀了我们 要么就让我们走 或许是大洲皇朝的五圣 给了他勇气 十三皇子突然间 一副宁死不屈的样子 古川却是看也不看 来人 把这二人扒光了 扔出古家 弄死他们 大洲皇朝十三皇子的最后结局 是光着屁股被扔出了古家 据外人所说 是当日古家破碎的大门里 突然被甩出了两个猛脸男人 有好事的人起哄道 别捂脸 男人脸都一个样 要是下面赖东东被比下去 就真丢脸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 两个赤条条的男人 当即互相看了一眼 最后年轻些都捂了脸 年纪大些都捂了下面 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赤阳宗 一个王家 一个大洲皇朝 古川盘点着这段时间 惹到的敌对势力 饶势以他的心性 都感觉有些压力了 古川一度怀疑 自己是不是被这世界的主角 降至光环给影响了 每次做事都那么冲动 不过那夜战也不在这里 难道是古风 古川疑惑的 看了一眼古风所在的方向 又甩了甩头 暗道不可能 我这么一个英俊潇洒 被系统选中的反派角色 怎么可能被降至 归云城这段时间很是热闹 据说是有人 在归云城摆起了擂台 归云城的擂台 和一般的擂台可不一样 众所周知归云城 是一座被气运所中的城市 归云城的原住民 或多或少 都沾有归云城的一丝气运 如果有人 在归云城摆下擂台 击败归云城所有的挑战者 那这人也会得到 归云城气运的忠意 就像是先前夜战挑战 归云城各家天才一个道理 只不过摆擂台 比先前的难度更加的大 因为他要面对的 不仅仅是归云城的人 真是没事找事 多事之秋啊 古川本来还想猥琐发育一番 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 但没想到这夜战这么能做 归云城有个规矩 只要摆下了擂台 归云城各家 就要派人前去应战 这不仅是维护归云城的脸面 也是保住归云城的气宇 三日后 归云城肋骨响彻云霄 古川看了下古家老小 武王晋只有两个年迈的老头 武宗晋加上自己也才八个 基本上都是用宝物堆积上来的 好家伙 这擂台还在自己上 古川不争气地看了一眼古风 那大洲皇朝看上的祭物都还给他了 怎么还是只有武士的修为 古风被看得一脸猛逼 暗想自己这几天也没做什么错事 古风 你太让我失望了 古川在古风莫名其妙的眼神中摇了摇头 擂台上 夜战意气风发 闭着眼睛站在擂台上 等着人来挑战 程子柔一副花痴的样子看着夜战 在他心里 夜战哥哥才是最厉害的 什么古川在他面前都没存在感 台下的人都差不多到齐后 夜战双眼一睁 一股凌厉的气势油然而生 我夜战 今日在龟云城摆下擂台 斗胆效仿大洲皇朝的武圣前辈 各位想要挑战的都来吧 夜战的一句话 瞬间就激起了老一辈的怒气 当年他们就是和大洲武圣同一辈的人 那年龟云城的仲天骄 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大洲武圣也是以龟云城荡塌脚时 晋级到了武皇境界 这一件事成为了当年龟云城的耻辱 因为那大洲皇朝武圣摆下擂台时 目中无人 骂遍了龟云城各大家族 将龟云城之人贬得一文不值 更是当着龟云城所有人的面 挖走了龟云城擂台上的天珠 导致这些年龟云城气运不能凝聚 诺大的一个龟云城 一个武圣境界的高手都没有 小子不要嚣张 我龟云城 岂是什么人都能摆下擂台的 给我下去吧 有人看不惯夜战嚣张的模样 直接飞上擂台 可想法是好的 但是实力不允许 夜战只是三招 就让那人败北 惹得一群外人直叫好 龟云城的擂台 按照惯例要摆个七天七夜 第一天挑战的人全部被夜战打败 第二天第三天也是一样 到了第四天 龟云城十大家族才派人出来应战 依然全部败北 这让龟云城的人陷入了一股焦躁之中 第五天 龟云城十大家族就圣古家没有人上擂台 龟云城之外的人一个个摩拳擦掌 准备截胡 到了第七天 夜战依然保持着全胜的战绩 许多未嫁的姑娘看到夜战的模样 一度地幻想着夜战是自己的白马王子 其中以程子柔的想法最多 他一度认为夜战会以最强者的姿态来到自己面前 带着自己脚踢谷穿 拳打鼓家 让鼓家一众人跪在程家的面前 为以前的事忏悔 之后解决这些俗事后 自己便与夜战过上没修没造的生活 游山玩水 好不惬意 想着想着 程子柔的面部出现了一阵陀红 第十三章 五王静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只要再过这一夜 这夜战就能成为继大周五圣之后 又一个在归云城百类成功的人 鼓家的小子 该你上了 不要藏着夜着 我们归云城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李家的五王静家主李夜紧紧握着拳头 几十年前 大周五圣在归云城百类 生生轰杀了他的父亲 到现在 这位李家的家主 只要看到有人在归云城百类台 就有一种不共戴天的感觉 同一时间 原本在类台上闭目养神的夜战 也是看向了古川 看来归云城十大家族也不过如此 鼓家主 你鼓家难道怯占了吗 夜战挑衅的看着古川 我看 这鼓家真的不行了 偌大的一个家族 让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做主 我看是真的要败落了 是啊 想想几年前 鼓家的实力 可是能排进归云城前五的 可现在 不敢就把归云城十大家族的位置让出来 不要站着毛坑不拉屎 下去小子 滚回去喝奶吧 猫肿懦夫 简直是丢我们归云城的脸面 下方起哄声一浪高过一浪 显然是一些支持夜战的势力找来的托 来制造声势 给古川压力 因为只要是这几日 在归云城的人都知道 古川一揍夜战 二杀赤阳中真传 三打大洲皇朝十三皇子 这几日 古川的大明 可是在归云城各大势力都传了个遍 不孝子 你安心的去吧 这些小杂鱼我来给你料理了 李业手一挥 身后的李家人立即动身 去寻纳在场上胡咧咧的人 古川对李业抱了抱拳 以示谢意 随即直接上了擂台 夜战 既然你找死 那本少主今天就成全了你 古川看着诋毁自己的声音少了很多 心里也舒畅了许多 古川你别得意 上次只不过是我大意罢了 这次我 啊 古川你不讲武德 第十四章 大型双标现场 住手 夜战你卑鄙无耻不讲武德 竟然趁着我们少主突破之际偷袭 古风等人在擂台下大呼小叫 王前辈 请为我们归云城做主 夜战这种不讲武德的垃圾 怎么配在我归云城摆擂台 古风不卑不吭地向着王老头开口 他看到自家的两位老祖已经赶到 王老头看了看古风 摇了摇头 故作一脸深沉地开口道 小伙子你还小 这里面的人情事故你掌握不了 有些话不能乱说 里面是有忌讳的 你还小 不懂这里面的套路 有些话说出来 冥冥之中你的生活就会改变轨迹 看似简单的一句话 将会影响你的一生 你没有能力把握它 所以听老父一句劝 闭嘴吧 王老头说完这句话就离开了 古家那两老头现在就是疯子 自己还是少惹为妙 古风又看向了自家的表姐古尼儿 古尼儿哼的一声转过头去 古川多行不亦必自闭 他活该有此一劫 早就让他给夜战哥哥跪下磕头认错了 爱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古尼儿一副恨古川不争的样子 完全没在意古川要突破的状态 把先前嘴里的武德扔在了一边 古风又看向了程子柔方向 程子柔此时正满眼星星 看着夜战那如同天神下凡一般的身影 此时恨不得夜战早点一巴掌拍死古川 哪还管什么武德不武德啊 古风看得自己简直是要怀疑人生了 到底是社会太复杂 还是自己太单纯已经分不清了 让他分得清的是 现在他知道女人这种生物是多么的可怕了 擂台上的夜战意气风发 就算你要突破五王镜又怎么样 我还是一样把你轰杀了 夜战的拳头带着破风的气势 垂向了古川的心口 只要再过一个呼吸 拳头就能落下去 夜战的呼吸变得急促 越来越兴奋了起来 可是下一刻 夜战突然又感觉到了一股久违了的感觉 就像是第一次去古家时的那种难受 他没感觉错 只见夜战的拳头被古川直接握住 接着就是对着手腕狠狠一扭 啪哒一声 夜战的手腕直接骨折了 接着 古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直接绕过夜战手臂 反手握住夜战的脖子 砰的一声 夜战被重重地摔在了擂台上 鲜血随着擂台上的裂纹组成了一道红色的蜘蛛 古川用了一手上一世学到的结脉手 只要夜战的身体部位被古川触碰到 古川就能让夜战体内的真气运行不畅 就像是现在这般 打得夜战毫无还手之力 怎么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突破得这么快 夜战感觉到不可置信 前前后后才几个呼吸的时间 古川怎么就能够突破到五王境了 夜战的眼睛里充满了不甘 可又无可奈何 他算是看清楚了 在同境界自己根本就不是古川的对手 我认 夜战举手准备投降 可古川怎么会如了他的意 直接飞身上前 一拳打在夜战的脸颊上 夜战不能出声 接着又是一脚踢在夜战的肚子上 夜战呕屑不止 看在擂台下的程子柔和古妮二女 心疼不已 一直在骂着古川不是人 古川一脸笑意地看着两个女人 你们再骂我一句 我就打夜战一拳 古川你不得好死 啪 古川你住手 碰 古川你再敢 碰碰碰 啪啪啪 夜战被古川逗得体无完肤 夜战看着程子柔和古妮二女 眼里露出了哀求 两位大小姐求求你们别说话 你们再说我就要死了 二女终于闭了口 古川也终于清静了一回 耳朵清静了 你也带上路了 古川握住夜战的脖子 想要直接截裹了他 你 你不能杀我 你可知道我是谁 我可是 可是大洲皇朝的 的驸马 夜战断断续续的话 让古川有些疑惑 你是驸马跟我说干嘛 我又不是大洲皇朝的公主 夜战的眼神里露出了恐惧 这个古川在他眼里 就是个二愣子 自己当初干嘛要惹他 住手 快放了我家相公 董将军 救人 几道马蹄声 伴随着一声女子的娇喝声传来 一道枣红色的猎马 驮着一个英姿萨爽的女子 快速而来 这 这是大洲皇朝的七公主 他说放了他相公 难道 卧槽嘞 夜战这狗东西 什么时候勾搭上我的女神的 古少主快杀了她 七公主口中的董将军在听到命令后 毫不犹豫从马背上跃到了擂台之上 全然不顾擂台上的阵法保护 以五皇境的实力强势破开 一掌袭向了古川 古川急忙扔出夜战后退 可奈何实力悬殊 还是被击中了一掌 住手 古家两老族想要上前 却被王老头和赤阳宗的太上长老给拦住了 看着落在自己马背上 满身伤痕的夜战 大洲皇朝 七公主一阵心疼 想起以前和夜战甜蜜的时光 眼里布满了杀意 程子柔和古妮儿二女 也是急冲冲地跑过来 一起小心地照顾着夜战 这三个女人 此时竟然异常地和谐 董将军 给我杀她 七公主满面寒霜地开口说道 董将军点头领命 看着眼前的少年有些唏嘘 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像古川的天骄 死在自己手里了 给我住手 大洲皇朝 这是要向我古家开战吗 古家二祖拼命想要上前救人 可却被两块狗皮膏药给粘住了 小子 投胎的时候 记得董某人的样子 下辈子看到董某人 记得走远点 董将军 伸手就要截裹了古川的性命 可突然间 一股大恐怖出现在他心头 危险 董将军顾不上其他的 直接一个赖驴打滚 想要躲开这种致命的危险 可这股危险 就像是狗皮膏药般盯着他 让他不敢丝毫大意 你以为就你这样 也想要我的命 记住了 我叫古川 下辈子投胎的时候绕着点 古川以牙还牙凝笑着开口 一张让董将军感觉致命的卡片 出现在他手中 住住手 有事好商量 董将军额头冒汗 心里直骂七公主白痴 什么人能惹 什么人不能惹都不知道 古川不理会董将军 直接抛出了武皇一击卡 系统出品 必属精品 这武皇一击卡 就属于那种巅峰武皇的权力一击 以董将军的实力 根本无法抵挡 一道刀芒 直接从武皇一击卡中出现 瞬息间 董将军已经人头落地 第十五章 夜战败逃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假的吧 武皇竟然被一招秒杀了 他用的是什么东西 那肯定不是他自己的力量 董将军的死瞬间 让全场呆滞了下来 一个武皇的死去 换代平常 他们是想都不敢想的 赤阳宗的太上长老和王老头 也是内心悚然一惊 急忙抽身离开 七公主快走 保护七公主 大洲铁骑的首领声音颤抖 那可是大洲皇朝的五大将军之一 竟然就这么死在自己眼前了 马背上的七公主 也是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 大洲皇族的虎须都有人敢捋 不过这大洲皇朝刁蛮的七公主 心里的骄傲不容许他认怂 直接停马出道 大胆狂徒 竟然敢公然杀害我大洲皇朝将军 还不速速自财谢罪 不然等我大洲五圣将领你骨架 就等着灭族吧 七公主的无脑宣言 直接让马背上的夜战无语 人家都敢杀你将军 还会怕你这恐吓吗 走 快走 马背上的夜战焦急地喊着 七公主还想放几句狠话再走 却被谷川一句话给对了回去 急忙逃命 别说你大洲皇朝多厉害 就是你大洲皇朝的五圣在这 我谷川都有把握斩了他 谷川霸气地开口说道 听听 听听 这是人话吗 在他眼里 这谷川就是脑残 人家在这好好地跟你说话 你非要直接把底牌都给人家暴露了 擂台赛还没结束 夜战你往哪里跑 谷川这次不想让这夜战跑了 这夜战太会做了 谁知道 下次会给自己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还是一拳打爆他的好 谷川 你不要欺人太甚了 这擂台赛 我认输 快快快 护驾 快护驾 七公主和夜战同坐一匹马 看着杀来的谷川 有些慌不择路 助手 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不要再一错再错了 大洲铁骑的首领 硬着头皮上前 这么一个斩杀武皇的凶人 他可没把握对付 哼 给老子滚 谷川愤怒出手 同境界的大洲铁骑首领 在他手上走不过一招 谷峰 交给你们了 谷川直接绕过大洲铁骑 将这些杂鱼 就给谷峰等人 放心吧少主 这大洲铁骑 一个也别想跑 谷家儿郎们 给我杀呀 谷峰等人 嗷嗷叫的冲向了大洲铁骑 都是年轻人 血气比较旺 谷峰自己也没发现 在这段时间以来 自己对谷家 越来越有认同感了 夜战 今天谁也就不了你 三番四次与我谷家为难 真以为我谷家是好脾气吗 给我去死吧 谷川凌空而下 一掌拍向马背上的七公主和夜战 七公主脸色惶恐害怕至极 疯了疯了 都是疯子 竟然敢对自己出手 就不怕祖爷亲自降临吗 战马速度虽快 但谷川更快 就在谷川即将要灭杀夜战的时候 一道身影突然跑了出来 住手 不许你伤害夜战哥哥 谷尼儿的身影突然出现在面前 眼里充满了死质和爱意 夜战哥哥快跑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即使是死我也心甘情愿 谷尼儿满脑子都为了夜战 但谷川根本没有理会他 只是一个劲的催促战马快跑 谷川最后还是收了手 虽然他很想一巴掌拍死他 但身后的两位劳族肯定不许 谷尼儿父母对家族的贡献很大 谷川绕过谷尼儿 想要继续追击 可谷尼儿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 谷川住手 你要赶他上前一步 我就死在你面前 谷尼儿面色绝绝 一把匕首放在脖子上 他莫名的有一股自信 谷川不会不管他的死活 但现实却让他失望了 谷川转身直接一巴掌打了过去 谷尼儿满口白牙都被打碎 躺在地上支支吾 一脸的不可置信 他可是老祖最宠爱的人 他谷川怎么敢 要死早点去死 不要在这丢人现眼 不要以为宠着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你父母对谷家是有贡献 但你身后的族人 哪个父母对谷家没有贡献 就你恃宠而骄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 把你父母用生命打出来的谷家 拱手让人 那这谷家你也不用呆了 谷川毫不犹豫地打击着谷宁儿 谷宁儿悲愤欲绝 一脸怨恨地看着谷川 谷川脚下不停 一路追赶 就在又一次快追上夜战之时 一道灵力的攻击 直直地向着谷川的面门袭击而来 谷川毛发倒树 急忙躲避开来 这又是一个武皇强者 这夜战的命还真大 看着面前出现的人 和远方渐行渐远的夜战 谷川感叹 这夜战的运气真好 都这样了 还有人相助 小友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何必赶尽杀绝呢 一道老神在在地身影传来 谷川皱眉 又是一尊武皇强者 怎么最近和捅了马蜂窝一般 一个接着一个 是神龙剑尾不见首的无觅老人 无觅老人最爱打抱不平 逞强扶弱了 有人已经认出了这人的来头 谷川面无表情地看着面前的老头 前辈 如果改人换成是我 他夜战会饶了我一命吗 谷川向着无觅老人问道 无觅老人一愣 这不对啊 正常人不都是先拜会自己的吗 怎么这小子 直接问出这么刁钻的问题 不过这难不倒老狐狸般的无觅老人 当即摆出一副高人的模样 摸着胡须道 当然 如果哪日 你也拜在夜小友的手下 我相信 夜小友肯定会大度量地放你一马 这意思是在说 谷川是个斤斤计较 度量不大的小人 那你敢对天发誓吗 今日 我放过那夜战一命 日后夜战要是敢为难我谷家 那你无觅老人 将会天打五雷轰万劫不负 谷川的话 让无觅老人一愣 这都识跟什么 跟你有仇的是夜战 跟我有什么关系 就算有关系又怎么样 夜战到现在 估计早已跑远 追是追不上了 唉 这位小友 不要胡搅蛮缠了 无觅老人故作叹息一声 就想退走 可谷川哪里会让他如意 你既然敢出手救下夜战 那你就要做好承受他恩怨的准备 两位祖爷上 弄死这老东西 五王进阶的谷川 有了传音入密的手段 早就暗地里舒服了谷家的二老 此时一招呼 谷川在一边压阵 他倒要看看谁敢动手 第十六章 恩情拿命来偿 谷大谷二你们干嘛 你们疯了吗 跟你谷家有仇的是那小子 犯得着和我拼命吗 无觅老人很郁闷 现在的人都怎么了 就不能好好沟通吗 我家小川子说的对 既然你敢就夜战 那小子就是接下了我谷家的恩怨 谷家的二祖爷开口 手上的动作丝毫不慢 他就喜欢这种 直来直去用拳头说话的感觉 我只不过是还夜战那小子 一个恩情罢了 没有与你们谷家为敌的意思 无觅老人有点急了 他在五皇境也只是个普通的存在 怎么可能是谷家两个老家伙的对手 既然夜战对你有恩 那你就拿命来偿还吧 谷家大祖爷开口 他是真的豁出去了 陪着谷川去闹 王老头快快助我 李家的还不敢快帮我 这谷家的两个老东西疯了 无觅老人一面艰难的抵挡着谷家两位老祖 一面向着在场的武皇强者求救 可却无人回应 他们看着谷川那虎视眈眈的样子不敢赌 那一击必杀武皇的手段实在让他们胆寒了 这也是无觅老人来迟了一步 要是早一步到来 看到谷川的手段 估计现在还窝在角落里不敢出来 谷家两位老祖招招致命 无觅老人最后历劫 被谷家二祖爷一箭消售 哈哈 痛快痛快 老头子已经很多年没这么痛快过了 别拿我谷家这些年的忍让当懦弱 只要我在一天 谷家就不会人人欺负 谷家二祖爷霸气侧漏 屁腻四野 踢着无觅老人的脑袋消失在众人身前 他要回去养伤 无觅老人虽然较弱 但武皇境界的强者拼命起来 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眼见事情结束 谷川带着谷家众人准备回去 谷风突然开口道 少主 这人我们怎么办 谷风指的是躺在地上双目无神的谷宁儿 谷川上前看了一眼地上的谷宁儿开口道 你走吧 从此以后 谷家就没你这好人了 你想干嘛就干嘛 去寻那夜战也好 去自寻短见也好 我谷家都不会管你了 谷川的话让谷宁儿一愣 什么意思 他这是要把自己逐出谷家 谷川你想干什么 我爹娘为了谷家甘愿放弃自己的生命 你就是这么对我的吗 谷宁儿愤恨地看着谷川 自己虽然很想离开谷家 但并不是想被逐出谷家 谷宁儿也是一个好面子的人 你爹娘给你的庇护已经被你消耗完了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下一次 你要是还这样 我会直接杀了你 谷川眼中的杀义谷宁儿感受的真切实意 谷川走了 只留下谷宁儿在一旁大声哭泣 述说着自己的委屈 述说着自己爹娘的不值 为这么一个没有人情味的家族 送上自己的生命 简直是可笑 孰是孰非 不说谷家众人 就是龟云城 这些外人都看得出来 只有这刁蛮任性的谷宁儿 将所有的不甘 推在别人的身上 都没有想过自己的问题 回到谷家后 谷川便闭关了 他要着手突破五皇境 这个世界的能量架构很简单 他一个从大荒而来的高手 要是连小小五皇都突破不了 多一些时间 他都能突破了 春去秋来 寒来蜀网 秋收东藏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 谷川没有通过系统 就顺利地突破到了五皇境界 这两年时间 谷川一直奇怪 那大周皇朝的人 怎么没有一点脾气 自己杀了人家一个五皇 打了一个皇子 吓傻了一个公主 这两年来 竟然什么事都没发生 就连赤阳宗 也是没有丝毫的动作 这让谷川不得不怀疑 有什么内幕了 值得一说的是 这两年中 程子柔在承开甲的 劝说下嫁人了 只不过 他没嫁给自己的 梦中情人夜战 嫁给了一个小家族 天天为着生计在奔波着 程家在少了谷家的支撑后 日子也是很不好过 每当程子柔和程开甲 路过谷家时 都会叹一口气 生活的艰难 已经让程子柔 体会到了不容易 没有面包 哪来的爱情 他为当初做过的事情后悔 本来好好的一个 谷家少奶奶不当 非要去寻那所谓的爱情 他还听说了 他的梦中情人夜战 一年前成为了 大洲皇朝的驸马爷 要多威风就有多威风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程子柔哭了好久 他相公知道后 醋意大发 狠狠地揍了一顿程子柔 老子每天辛辛苦苦地 卫生计打拼 你倒好 不体谅自己 这也就算了 竟然还为以前的旧情人 哭了一整天 饭也不做 衣服也不洗 要干嘛 两年里 谷风也突破到了武王的境界 谷家的整体实力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从前的顽固子弟 都成熟了不少 起码出去能独挡一方了 这一天 谷家的大门口 突然来了一个衣裳破烂的人 一阵功夫后 有人来谷川面前通报 说是谷宁儿回来了 正跪在谷家的大门口 谷川让人把他轰出去 可听说这谷宁儿 不知怎么突破到了武王境界 一般人都奈何不了他 谷川一来 谷宁儿便咚了一声 磕了一个响头 说道 我错了 夜战他不是人 忘恩负义 回我清白 原来谷宁儿 在被赶出谷家后 便踏上了去大洲皇朝的路 几经周折 他终于找到了夜战 起先二人过着 亲亲我我的生活 但到了后来的某一天 夜战成为大洲皇朝驸马的消息 突然传来 谷宁儿正在为夜战开心 想着日后 自己是做大好 还是做小好的时候 一军蒙面人突然杀了进来 两年来 谷宁儿到处躲藏 被人追杀之下 他遇到了一处武王的船城 幸运的是 这船城竟然和他十分的契合 后面更是突破到了武王境界 反杀了数人 但最后敌人还是太多 他才无奈选择回家族寻求帮助 谷山听得一阵奇怪 怎么听着像是个主角模板一样的机遇 可他看了看 谷宁儿也不像是主角的样子 第十七章 战书 谷宁儿想要寻求家族的庇护 谷川当然不答应 那我当初说过的话 当放屁吗 正在这时 谷家的门口突然围了一群人 这群人各个带刀 为首的是五个武王境高手 里面的人听着 我们乃大洲铁骑 奉命前来逮捕朝廷要犯 我不想与你谷家有冲突 希望你们谷家不要自悟 谷家的兄名早已在大洲皇朝传遍 这几个武王境的头领心里也在犯怂 谷川听了皱眉 向着身旁的人开口道 去把谷风叫来 让他把外面的那些苍蝇都给解决了 谷川的话 让谷宁儿深深地输了一口气 虽然谷川没答应 让自己回到家族 但把那些追兵全部解决 自己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想要回到家族 看来还得从两位老祖那下手 谷宁儿心里暗道 这两年来谷宁儿在外 他是深深地感受到了 有家族有势力的好处 打不过可以呼朋唤友 还有实力强大的人撑腰 那感觉比谷家寡人可舒服多了 要是谷宁儿这想法被谷川知道 估计谷川会直接一巴掌拍死他 免得他之后再祸害其他人 谷宁儿只想到了家族给予他的好处 却没想过要为家族承担什么 这与两年前的谷宁儿有什么区别 要说有区别就是 心思沉重了一点 为人稳重了一点 一盏茶功夫后 谷宁提着两个脑袋回来了 杀了两个 还有三个我打不过 谷川点了点头 没有说什么 能打杀两个 这已经是十分好的战绩了 谷宁儿回来 谷川能预感到 又是一个多士之秋要来了 果不其然 之后的第四天 谷川收到了一封战书 战书是夜战下的 他想让谷川去大洲皇朝 和他一决生死 来洗刷自己生命中的屈辱 谷川看到这战书后 直接理都不理 哪有人挑战别人 还让别人上你家去的 也只有夜战 那傻逼能想得出来 挑战的日期临近 谷川没去大洲皇朝 大洲皇朝的铁骑 却是将龟云城 包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龟云城各大势力 顿时着急跳脚 大洲皇朝 这是准备要拿下龟云城了 果不其然 夜战只是将大洲皇朝一围 龟云城内十大家族 便有四个投靠而去 选择支持夜战 一夜之间 龟云城的大半地方 被大洲军队攻陷 龟云城剩余势力 全部归缩在了一处 简直是欺人太甚 那几个吃力爬外的家族 也让我找到机会 不然我弄死他们 李家的家主 恶狠狠地拍碎了一张桌子 这一夜 是龟云城不想投降的 势力的一次聚会 古家古川让古风代表参与 他现在可也是一尊武皇了 怎么可能参与这种家主聚会呢 古风小子 你们家的少主是怎么想的 现在还不出手吗 一个中年男子 忍不住开口问古风 古川的实力 他们都听自家武皇高手说过 在同境界 自己不是对方的议和之敌 他们都把宝压在了古川身上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这些不肯投降的势力 不是跟大洲皇朝有过节 就是和投靠大洲皇朝的势力有过节 就算是现在投降了 也没好果子吃 我家少主 已经和各家老祖交代过了 明日晨时 大家一起去会会大洲皇朝 这两年 古川把家族的一些事物 渐渐地交给了古风 古风也养成了 一副宠辱不惊的态度 第二日 龟云城一方 加上古川总共13位武皇境界高手 而大洲皇朝一方 足足有26个武皇境界高手 龟云城一方 早已被古川的实力折服 以古川为尊 大洲皇朝一方 夜战成为了代表 仇人见面 愤外眼红 古川一出现 夜战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古川已经成为了夜战的心魔 如果不除掉古川他 这辈子都别想达到五胜境界 古川 你就是个孬种懦夫 连一个挑战都不敢见 夜战言于打击古川 企图为他挫败的自尊心 找回一点自信 古川听了好笑 既然他这么想挑战 那自己就再成全他一次 夜战 既然你想挑战 那今日我便向你下战书 以天道为事 来一场生死局 你敢不敢 古川的一番话 让夜战抓紧了拳头 那些被古川支配的回忆 出现在脑海中 想要脑子一热答应下来 但心中的理智和懦弱 却让他开不了口 夜战在大洲皇朝的时候 研究过古川 他知道古川为人很宅 轻易不会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 所以他声势浩大的 在大洲皇朝下的挑战书 他知道古川不会理会自己 所以心安理得 但现在又是怎么回事 古川不是应该 根本不会在意自己的挑衅吗 怎么可能还会向自己挑战 做这种无聊的事情呢 根据他的研究 这古川也不是这种喜欢张扬的人 哼 我大洲驸马爷 是何等尊贵的身份 岂是你一个小小势力能挑战的 让我大洲武状元来会一会你 夜战这种人 从来不会缺少狗腿子 就算没有狗腿子 也会莫名其妙的 有人出来为他顶当 古川一直待在归云城没有出去过 所以古川的实力如何 外人是根本不知道的 这大洲的武状元 是今年刚比试出来的 是一名刚进节武皇进不久的高手 此时任摩拳擦掌 准备在大洲驸马爷的面前 好好地录一回脸 他可是知道 这位驸马爷在大洲的能力 丝毫不亚于上面最厉害的几位皇子 说句大逆不道的话 来日这大洲皇帝的位置 是不是那几个皇子来坐 还说不定 大洲武状元向着古川飞身而去 手指成爪 想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古川 好在夜战面前邀功 可下一刻他就知道自己的想法有多离谱了 只见大洲武状元刚进身 就被古川抓住了手腕 接着便听到咔嚓一声 大洲武状元的手臂连着骨头断裂开来 啊 大洲武状元吃痛大叫 下一刻 古川伸手在他脖子上一抹 一颗大好头颅飞了起来 一番行云流水的动作寂静四座 让在场的所有武皇境界高手 都是脖子一凉 那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而是一位强大的武皇高手啊 怎么就怎么就这么死了 所有人都有些不敢置信 第十八章 过去的终究过去 夜战 上次被你侥幸逃走 今日你送上门来 我看你往哪里走 古川看着前方的夜战 一股杀意几乎凝成了实质 这夜战太讨人厌 三番五次的跟自己做对头 只有把他脑袋拧下来才能安分 来人 给我上 谁要能杀了 古川我赏他一颗大还蛋 夜战脸色阴沉的开口 这次要不是来这龟云城有重要的事 他才不想见到这古川的面 大还蛋对于武皇境界的高手 也有很大吸引力 大洲皇朝二十多个武皇都很心动 但先前古川的表现实在是太凶了 谁都不想坐着出头羊 古川能不能打得过二十多个武皇不知道 但有一点可以知道 那就是出头羊必死 夜战口中的大还蛋还不值得冒险 夜战看着杀来的古川 心中一颤 看着一众无动于衷的武皇境高手 心底暗恨 要是武圣在此 他们怎么敢如此态度 夜战脚底抹油 逃到了炮灰军队的后面 企图让这些境界不高的士兵 来拖延古川的进攻 谁要杀了古川 我给他奎木之惊 夜战咬着牙 说出这么一句话 奎木之惊 可不是大还丹能比的 奎木之惊 可是能延受的作用 就连突破武圣境界都有作用 夜战的话 顿时让三个命不久已的武皇境老头心动了 三个白发白胡子老头 互相看了一眼 随后连妹而出 阁下 让我们三个老家伙 来会会你吧 三人走出阵列 拦在古川前面 古川抽刀 刀随身形 凌厉的刀芒呼啸而出 刷刷刷三刀 三个满是褶皱的人头 抛飞而起 众武皇心头大害 这还是人吗 同境界竟然不是一和之敌 其实这就是将尾打击 古川以大慌的眼界经验 来对付这种小地方的人 根本就是杀鸡用牛刀 古川 你想干嘛 我可是大洲皇朝的驸马爷 你要是敢动我 一根毫毛 我大洲武圣 定会让你古家鸡犬不留 夜战色力内忍地说着话 想要用武圣的招牌 来吓退古川 眼见古川不为所动 夜战也是牙一咬 直接向着古家的族地跑去 他要用古家族人的性命 来威胁古川 这样古川兴许还会有顾忌 自己还能扳回一局 古家两个老祖 想要去支援古川 却被大洲剩下的武皇给留住了 他们是不敢跟古川对杀 但阻挡这些人 还是做得到的 不然回去被大洲武圣知道了 估计也要被扒一层皮 起码现在有了借口 自己等人不是没有出手 古川的速度终究比夜战快上一筹 追上后古川一拳轰在了夜战的背上 好巧不巧的夜战 竟然直接落在了程子柔的家中 正在家中 洗衣的程子柔 被这从天而降的人吓了一跳 待得看清以后 心下一颤 不敢置信地开口问道 你你是夜战 夜战倒是很快地认出了程子柔 忍着身上痛楚快速道 子柔是我 我此次来本想为你斩杀了古川 但古川卑鄙无耻 我中了他的诡计被打伤了 子柔你帮帮我 古川那恶人快要追来了 等我躲过这次 我夜战一定会来娶你的 夜战的眼里露出柔情秘义 想用自己的诚信打动程子柔 程子柔将夜战藏在了卧房里 夜战用出了龟西术 全力收敛这一身的契机 古川来到程子柔家中 程子柔脸色复杂地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曾经以为的顽固子弟 如今变得如此优秀 而曾经以为的天命之子 却躲在了自己床底下 要说这命运果真是琢磨不清 人在哪里 古川也不废话 直接开口道 程子柔的内心狠狠地挣扎了一会 待看到门前才两岁的娃娃时 心里立马下定了决心 程子柔伸手向着里面一指 小声开口道 在床底下 古川一脚踹进卧房 直接一脚掀翻了木床 夜战躲逼不及之下 又挨了一拳 这夜战果真是气韵深厚之人 一般的武皇赵古川这般的攻击 早就没有还手之力了 而这夜战竟然还能蹦打 夜战眼见暴露 哪里还能不知道为什么 脸色猙獰地对着程子柔一吼道 贱人 你竟然出卖我 枉我对你以前真心 夜战恨不得杀了这程子柔 在他心里 自己以前对程子柔那么好 这次他竟然忘恩负义 程子柔搂着自己的宝宝 被丈夫护在了身后 此刻他的心反而释然了 夜战你不用嘴巴说得好听 要是念旧情这两年 怎么一次也没来看过我 倒是这次有性命之威了 才想起我 你说我怎么可能会陷我的家人于不顾 现在的你已经对我没那么重要了 看得出来程子柔还是喜欢夜战的 但他更爱自己的儿子 更珍惜现在的生活 他不想这样平静的生活 被一个过去的人给打乱了 夜战 躲在女人后面算什么本事 有种堂堂正正的和我斗上一场 你赢了这归云城都是你的 我赢了你只要把你脑袋留下来就行了 怎么样划算吧 古川咄咄咄逼人 夜战呕了一口血 只得继续夺命而逃 快了 马上就到古家了 到时候 我让你古家所有人的性命来陪葬 夜战心里安安的想着 夜战距离古家还差二百来米 就被古川一脚踩在了脚下 正当古川一鼓作气 想要立刻解决夜战时 一道霸气威严的声音怒吼而来 给本王助手 一个身穿金黄色蟒袍的中年人 出现在了古川面前 这中年人实力十分不俗 远超武皇境界的高手 夜战在万分之一的情况之下 被救了出来 看着眼前的男人夜战高兴的大喊道 皇叔弄死他 快弄死他 古家不尊我大洲皇朝 我要古家全族鸡犬不留 夜战嘶吼着 眼里全是恨意 没出现 一个小小的武皇镜都打不过 让你做我大洲皇朝的驸马 真是丢了脸了 中年男人嫌弃的一把 将夜战丢在了地上 继而看向了古川 我乃当今大洲皇朝镇南王 小子我看你很不错 假如我大洲皇朝如何 我大洲皇朝的公主郡主随你挑 只要你看得上 就算是已经嫁人的七公主 我都有办法让她改嫁于你 中年男人郑南王招揽着古川 虽然他嘴上说夜战多无能 但他心底很清楚 夜战的实力在武皇境界 那几乎已经是巅峰的存在了 古川看着眼前的郑南王 没有理会他的话 而是饶有兴致地开口道 半步无声吗 有意思 郑南王见此 虽然爱财 但他更不想拥有如此可怕的敌人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死吧 死在本王手下你也算是荣幸了 郑南王不给古川反应的时间 直接出手 第十九章 威胁 郑南王是厉害 但他遇上了古川 只见古川直接用了一手大荒的秘书 修为又暴涨了一劫 起先郑南王还能凭借修为 压制古川一两招 但到了后面 郑南王越打越心惊 自己半步无声的修为 竟然已经被压制住了 要是再过个一时三刻 自己还不败下阵来 夜战 去把古家的人都给我抓出来 郑南王知道 再拖下去肯定不妙 直接让夜战出阴招 夜战也看出不妙了 直接一脚踏进古家大门 准备将古家所有人秦下 用作人质来威胁古川 可他一进门 却只看到一个人 古风坐在一把椅子上 静静地看着闯进来的夜战 来了 当年你来归云城之时 我就想和你斗上一场 可你不识好歹 非要和我家少主作对 今天终于有机会了 让我看看 当年在归云城搅风搅雨的天骄 现在还有几分能耐 来吧 古风站立而起 浑身的气势不断地攀升 不知是用了什么方法 竟然从武王的境界 直接突破到了武皇 古风也是没办法 组里现在最厉害的就是他 他不抗谁来抗 古风和夜战的战斗一触即发 夜战强攻招招致命 古风全力防守 拖延时间 他只要等到古川回来 现在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古川这边 他已经开始按着郑南王在打了 郑南王想跑 可古川却像个狗皮膏药一般粘着 让他脱不开身 古川够了 我大洲皇朝这次认输 郑南王服软了 他不想把自己的性命 交代在这里 打不过就认输 你以为这天下是你大洲皇朝一个人的呀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古川不依不挠 趁着郑南王出神的功夫 一拳落在对方的胸膛上 古川乘胜追击 郑南王节节败退 最后在古川的一记重拳下 永远地倒在了地上 当古川踏进古家的时候 夜战已经擒下了古风 身后是一群古家人被捆在一起 一旁竟然还站着古宁儿 古宁儿一副情深意怯 见到了很久没见的老情人一样 双眼泛出了春光 眼睛里全部是夜战的身影 至于倒在地上的古风 他看都未看一眼 哈哈 古川你没想到吧 你的族人性命都在我的手中 只要你敢动手 我就杀光他们 夜战神色猙獰地看着古川 脸上泛起病态的笑意 他以为古川会束手就擒 现在 你给我跪下 要是不跪我一个呼吸 杀一个人 夜战把手中剑指向了一个古家老头 得意地威胁着古川 少主 不要管我 我已经老了 已经没几年好活了 你千万不要受这狗杂碎的威胁 等到日后你给我报仇就行了 少主 我死后请善待我的孙子 老朽走了 这古家老者也是个硬骨头 看不得自家少主受威胁 直接胸口一挺 插在了夜战的箭上 少主 请善待我家子孙 少主 我们走了 记得杀了这个杂碎 转眼间又是几个古家族人 自杀在夜战面前 夜战看得脸上青睛直冒 好好 你们都是硬骨头是吧 我看你们是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硬 夜战气得快要发疯 为什么每一次遇见古川 发生的事都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杂碎 有种冲我来 你这样以强气弱算什么英雄好汉 古风目刺欲裂 但却躺在地上无法动弹 他拿眼神看向古宁儿 古宁儿却是装作没看见 就算古家的族人 一个个死在自己面前都无动于衷 他的夜战哥哥刚刚跟他说过 等他处理了古川后 就带着他双宿双飞 这大洲皇朝的驸马爷 他也不当了 至于古家的这些人 夜战给的解释是 这些人不安分 这是为了给古宁儿 当年被逐出家族 没一个人求情时出气的 我知道你有手段 只要你帮我这一次 我就帮你一次 如何 古川说了一句 在场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的话 古宁儿以为古川在向他求救 神色有些不屑的开口说道 晚了古川 你不记得 我已经不是古家的人了吗 要不你求我啊 你好好地求我 我说不定还能留下这几个人的性命 古宁儿等着古川向他跪地认错 他和夜战一样 古川早就成为他心中的不甘 当初凭什么 将自己逐出家族 自己这两年来 有多不容易知道吗 就算自己回来 跪在他面前认错 他还不让自己回到家族 这些人 夜战哥哥说的对 都是些唯利仕途 只会拍马屁 鳄鱼奉承的人 自己当初已经低声下气地认错了 竟然没有一个向自己说情的 这些人论关系 还是自己的书败兄长姊妹啊 他们怎么能这么狠心呢 就在夜战和古宁儿 想要让古川下跪磕头的时候 被束缚在地上的古风 眼神突然一变 一股冲天的气势勃然而发 直接一下掀翻了夜战 将一众古家族人护在了身后 接着一道沙哑的声音传来 这可是你说的 我希望你能说话算话 古风像是换了一个人一般 说完这句话后 气势便弱了下去 就这么一下 古川已经寻到了机会 直接出现在夜战的前面 毫不留守 一拳击打在夜战的面门上 砰 你以为自己能威胁我吗 就你这智商 除了会骗小姑娘 还能干吗 砰砰砰 古川一拳拳地 砸在夜战身上 夜战拼命抵抗 却无能为力 这是为二叔公打的 他已经九十多了 就几年的时间了 你竟然还不让他好过 这是为古辣族兄打的 他的儿子才刚一岁啊 去死吧 古川气也出得差不多了 准备直接了结了夜战的性命 古宁儿却是从一旁冲了出来 住手 他已经废了 你饶他一命吧 古宁儿趴在夜战血肉模糊的身上 哭泣哀求着 画面转换太快 古宁儿都有些不适应了 他派人追杀你 你忘了吗 古川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好奇的开口 他实在有些看不懂了 夜战哥哥说了 那是大洲皇朝的七公主自作主张 他根本不知道 他已经向我保证了 等这次回了大洲皇朝 他就休了七公主 把我光明正大的娶了 古宁儿的眼中露出了憧憬之色 小孩都不相信这种鬼话 估计也就这活在自己的爱情幻想中的女人才会信 我以前说过 你要是再拦着我 我会杀了你 古川说完也不让古宁儿搭话 直接一把扭断了古宁儿的脖子 夜战 你得下辈子好好做人 不是什么人你都能惹得起的 古川拿过一把刀 准备一刀 结果了夜战 可意外又发生了 第二十章 姨父子 一道巨大的气势 突然在古家外面升腾而起 古川感受到了威胁 不过这股气势飘忽不定 一会极其强势 一会又变得弱小无比 感受到这股气势后 已经奄奄一息的夜战瞬间大喜 皇爷爷回来了 皇爷爷从闺须之地回来了 哈哈 古川你们要完蛋了 古川不语 手上动作丝毫不停 更是加快了三分 皇爷救我 夜战恐惧地叫道 夜战口中的皇爷爷 估计就是大周的武圣了 至于他在归须之地干了什么 古川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现在只想把夜战轰成渣 在千军一发之际 夜战的脑袋 瞬间被古川一拳粉碎 古川也受到了大周武圣的攻击 最后这大周武圣 没有对古川出手 而是捞起夜战的尸体 直接走了 古川看得出来 这大周武圣 应该是受了重伤 不想在节外生枝 而更让古川可泣的是 那夜战竟然还没死 在系统上显示着夜战的还未死亡 只是气运值降到了很低 果真是打不死的小强 这世界天道的亲儿子 三番两次地在古川面前逃走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 夜战逃走 大周武圣退走 场中的局势成了一面倒 归云城大圣 古家当之无愧地成为了 归云城的第一家族势力 至于大周武圣 从古川等人的眼皮底下归须之地 得到了什么 古川根本不在乎 哪怕归云城的一众武皇很是急切 想要古川带着归云城打上大周皇朝 逼迫大周武圣拿出东西 对于这些 古川丝毫不理会 在把古风脑子里的那人问题解决后 他将古家扔给了古风打理 就这样 三年又三年 六年后 古川没有丝毫压力 顺顺利利地突破到了武圣境界 闲得没事的时候 他把古家的所有武学 功法等级都提升了一遍 要不是这世界的规则所限 没有东西能呈在古川脑海里东西 古川甚至能把武圣境界之上的功法都拿出来 几年时间里 不知道为何大周皇朝发了疯一样 一次次的调动大军 围剿归云城 但没有一次成功过 大周皇朝这几年强制征兵 再加上庞大的赋税压在百姓身上 大周皇朝上下早已怨声载道 要不是有一尊武圣压着 估计早就有人把他推翻了 大周新立一十八年 大周皇朝军队又一次功法归云城失败 有臣子联名上书大周当今皇上 请求给大周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 但都被大周皇上驳回 连带着上书之人都被抄家问战 史官称这段时间是大周的黑暗历 这一天 古川带着古风走出了古家 看到这一幕 所有归云城的势力都兴奋了 古川这是要对大周皇朝出手了 归云城的大小势力都在摩拳擦掌 准备奋一杯羹 而古川确实是准备对大周皇朝下手了 准确地说是要对夜战下手了 让夜战狗活了这么久 古川承认自己是一个很大度的人了 大周皇朝皇都 作为当今为数不多的有武圣坐镇的势力 这里还是很繁华的 古风亦不亦趋地跟在古川后面 这几年来在古川的调教下 古风已经有武皇巅峰的实力 只要有一个契机 古风就能突破武圣境界 来到大周皇都后 古川也没做其他无聊的事 直接带着古风踏上了大周的皇宫 古风一脚踢碎了大周皇宫的宫门 算是报了当年的仇 也在这时 大周皇宫中一股武圣的气势压迫了过来 但又被古川反压了回去 由大周武皇供奉出手 全被古风堕了脑袋 看着眼前不断走过来的年轻人 大周武圣周康雄叹了口气 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可笑那夜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竟然和你这般妖孽的人结仇 周康雄鹤发童年 穿着金丝黄袍 身后跟着大周的骨干 夜战呢 古川看着眼前的周康雄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古怪 但哪里古怪又有点说不出来 哎 夜战当日已经死在你的手下了 我带回来的 只不过是个没有脑袋的尸体罢了 你又何必纠缠着不放 周康雄神色哀伤 好像是想起了一些不好的回忆 古川 你不要太过分了 虽然是夜战得罪了你 但他罪有应得 已经死无全尸了 难道你现在连他的尸体 都不想放过吗 大周皇帝满脸恨意 就是眼前的年轻人 让大周皇朝的脸面丢尽了 要是可以 这大周皇帝恨不得喝古川的血 吃古川的肉 这是夜战的儿子吧 古川看着被周康雄 护在身后的一名孩童 孩童四岁左右 跟夜战有三分相似 正一脸好奇地 看着场上的众人 他不明白 本来还玩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间 所有人都不跟他玩了 古川 你想干什么 你一个堂堂武圣 难道还想对一个孩童下手不成 大周皇帝 把自己的外甥 牢牢地挡在了身后 我记得 夜战是六年前 死在我的手上的吧 我看着孩童的古灵 怎么只有四岁左右 难道夜战死了 还能去地府 回来心房不成 古川装作好奇地发问道 你没听说过一父子吗 夜天是我跟夜战的一父子 可恨这孩子 小小年纪没了父亲 都是因为你这心狠手辣的屠夫 七公主紧紧地把孩子搂在怀里 大声痛斥着古川 按照他的意思 古川倒成了罪人 古川就应该伸着脖子 等着夜战来宰 要不然 他家儿子怎么会成为锅呢 一父子 这夜战当真是有本事 就连他的一父子 都一父了两年才出事 你们当他儿子是哪吒吗 古川的回答 让在场的所有人一愣 他们虽然不知道哪吒是谁 但被这么一点拨 瞬间有点细思极恐 就好像是突然之间 被包开了一丝云雾一般 对啊 就算是一父子 也不应该迟了两年才出事 难道夜战真的还活着 要不然 这古川还寻到这里做什么 夜天出生的那天 因为周康雄高兴 接连摆了三天三夜的流水席 所以没有人敢往这方面想 就算是有怀疑 也不敢说出来 此刻所有人的心里 都冒出了一个疑问 夜战是不是还活着 第二十一章 大型骨科现场 此刻的周康雄 早已脸色铁青 像是被抓住了什么把柄一般 满口胡言 夜天是我的外孙 我周家的事 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插嘴了 阁下要是没什么事 就请离开吧 我大周皇朝不欢迎你 周康雄下了逐客令 这古川的话 实在是太多了 我来此当然有事 夜战不用再装了 别人认不出你 我还认不出你吗 从你惹到我的那一刻 你就应该知道 会有今天 古川的话没头没脑 夜战 这里哪有夜战 夜战现代的坟头草 估计都有三尺高了 不过随后他们都发现 古川是对着周康雄说的 难道周康雄是夜战假扮呢 大周皇帝疑惑地想着 可随后又否定了 自己的爹自己知道 这个人是他爹周康雄 大周的武圣无疑了 想着想着 突然一股不妙的想法 吸上了大周皇帝的心头 难道 难道 大周皇帝不敢再想下去 周康雄还想反驳 古川直接用出了 当初系统大礼包 开出来的真心话卡 你自己说 是不是夜战 古川再一次发问 真心话卡的作用下 夜战本想继续否认 可话到了嘴边 突然变成了 我是夜战怎么了 我就是夜战怎么了 难道你们不惊喜吗 大周皇帝听后 只感觉自己脑袋一阵眩晕 差点就气得背过去了 自己堂堂大周圣皇 竟然喊自己的女婿 喊了这么多年的爹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可是你皇爷呀 大周皇帝质问着 我为什么这样 还不是这老东西不识相 我让他把从归须之地 得到的东西给我 他就是不肯 你们也知道 我的肉身被古川毁了 我就剩下一缕魂魄 没办法 这老东西既然不给 那我就只能自己取了 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我的好花 夜战像是一个 压抑了很久的变态 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口 述说着自己那些疯狂的作为 那 那夜天呢 是怎么回事 古川身后的古风 忍不住开口 那有什么好隐瞒的 夜天就是我的儿子 我夜战的儿子 他才不是什么一父子 而是我夜战真枪实弹 生出来的儿子 夜战的话 瞬间就毁了所有人的三观 乖乖 这夜战竟然这么变态 夺舍了自己老婆的爷爷 竟然还用老头子的身体 和自己老婆生了个儿子 让自己的老丈人 喊自己爹 德国骨科都不敢这么演啊 啊 夜战我要杀了你 大周皇帝 眼睛都要瞪出血来了 这简直是大周的侮辱啊 大周皇帝 不是现在夜战的对手 一巴掌就被拍在了地上 给老子滚 你要是听话点 我给你当个好儿子 要是不听话 这大周你也不用管了 夜战不懈地看着 自己脚下的老丈人 曾几何时 这老东西 也是多么地看不起自己 大周皇帝转身 看着面前的七公主 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 不是人的东西 我平时怎么教你的 礼仪廉耻 都被你喂狗了吗 被质问的七公主 非但没有后悔羞愧之意 竟然还义正年词地反驳道 那都是皇爷爷的错 夜战哥哥都那么求他了 他怎么能那么狠心 他如果早点答应夜战哥哥的要求 还会变成如今这样吗 都是皇爷爷旧由自取 大周皇帝已经被气得 说不出话来了 古风又在后面 弱弱地问了一句 那 那夜天又是怎么回事 他实在是对这是太好奇了 夜天 夜天当然是我和夜战哥哥爱的结晶 我们的爱情 早已经冲破了世俗的约束 你们根本就不懂 七公主抱住 被夜战夺舍的周康雄和夜天 一阵的甜蜜 古川看着眼前的 大型伦理家庭纠纷剧情 心中已经无语到极致了 你那哪里是挣脱世俗的爱情啊 活脱脱的 就是脑子有坑 外加精神疾病患者啊 古川 你给我用了什么写法 夜战此时回过神来了 刚刚不知怎么的 控制不住 把憋在心里好久 想说又不能说的话给说了出来 不用再狡辩了 总之 今天你是周康雄也好 是夜战也罢 今天你都要死 古川出手了 五圣的威势一出手 就是天地变色 夜战连忙抵挡 亦是五圣的实力 将大洲皇宫掀得天翻地覆 第二十二章 这帽子颜色不对 一处虚无缥缈的空间之中 古川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系统声音再一次在脑海里传来 此次世界任务完成 天命点正在结算中 临天命点结算完成 天命点剩余八千点 是否前往穿越下一个事件 八千点的天命点 古川感觉属实有点少了 不过古川也没怎么在意 对于这个系统 古川有了一点大概的认知 这系统应该是提供在各个位面穿梭的一个工具 好像是因为什么缘故 需要剥夺那些气韵之子身上的气韵 来修复自身 继续前往 古川感兴趣地回答道 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中 夜晚的灯红酒绿早已搔手弄姿 忙碌了一天的小姐姐们 穿上了黑丝 露出了大长腿 打扮得花枝招展 准备开始夜生活 放松一天的压力 搬了一天砖的年轻率小伙们 打开了某英某手 吃着五块钱的泡面 刷着五百块的礼物 不为什么 就为了那一句甜甜的谢谢哥哥 一辆超豪华轿车里 后座的满天星车顶下面 坐着一个神色争鸣 双拳紧握的年轻人 年轻人现在的火气很大 因为他收到了手下的消息 说是自己的未婚妻 在酒吧喝酒 被一个人给勾搭走了 他现在要去捉奸 让他最为生气的是 白天的时候 他未婚妻还跟他高冷地说 在结婚之前 他不会让任何一个男人碰的 青年信以为真 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十大体 懂廉耻 正三观的女人 还在那里高兴不已 然而到了晚上 青年竟然收到了手下传来的信息 起初他是不幸的 他的未婚妻冰清玉洁 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可在随后传来的视频中 青年知道自己错了 视频里的女子 穿着紧身短裙 脚上穿的是黑丝 画着妖娆魅惑的妆容 手中拿着酒杯 和一个健壮的男子 开心地聊着 男子趁着酒吧里暧昧的气氛 不时地往女子身上摸一把 开着油 女子非但不反抗 反而摸着男子的腹肌 勾着细长的手指挑逗着 接着男子霸道地一把抓过女子 将她带出了酒吧 青年看到 这简直是不敢置信 这还是自己那高冷 不识人间烟火的女神吗 在自己面前 别说短裙黑丝了 就连多露出一点肉来 都怕被自己占了便宜一样 更不用说这种肌肤知青了 随后 青年火急火燎地 带着手下赶了过来 他怕再晚一步 头上的帽子就扣下来了 一个高档小区里 保安室里的人 本想出来拦车 可看到车牌后顿时放行 那可是华融城谷家的 顽固大哨 在这谷家得罪了 谁都不能得罪了这位 因为这位整起人来 一套一套的 什么上厕所的时候 马桶突然爆炸 吃饭的时候 吃书翔来 都是小儿科的 快快快 都给老子快一点 把照相机给我带上 青年杂杂呼呼地大吼 车门一开 就急呼呼地冲进了电梯 带着身后的三个保镖 青年万分忐忑地 来到一处门前 哪怕不希望心中的事情发生 可事实就在眼前了 给我踹门 青年一声令下 早有准备的保镖们 拿着破门工具 轰得一声破门而入 青年一入门中 客厅里的一幕场景 差点就让他晕了过去 只见客厅的沙发上 他那魂牵梦绕的未婚妻 正在背叛自己 可以看出来 在青年破门而入的前一刻 两人还在信头上 你 你怎么来了 下一刻 女人看到面前的来者 大声地尖叫了起来 这不是自己的未婚夫吗 她怎么出现在这里 要完蛋了 女人的心里羞愧地想着 可下一刻 她突然感觉到很是刺激 特别是看到自己身上面容坚毅的男子时 心里止不住地涌出一股安全感来 给我滚出去 不然死 女人身上的男子抱着女人 伸手矫健地坐了起来 拿过边上的衣服 盖住了二人的关键部位 女人的尖叫声 让男子十分疼惜 本来今日她准备在酒吧烈焰 以为碰到了一个女海王 但没想到 这温柔妩媚的女人 竟然还是个厨 这让一直在战火纷飞的世界里 闯荡的男子 感到了一丝温暖 从女人的惊叫声中 她知道 来人和女人的关系不简单 但那又如何 自己可是狼王啊 世界拥兵组织里最强的那个人 要是换在别的地方 眼前的青年 早已经被自己扭断了脖子 让她知道 打扰了狼王好事的后果 不过 这里是法治国家 眼前这青年的身份应该不简单 她不想给自己增加麻烦 田佳佳 你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青年气急败坏地开口 狼王怀里的女人不敢回答 也不敢看身后的青年 把头埋在狼王的胸口 这里给了她很大的安全感 给我滚 没听到吗 狼王的眼神透出了杀意 一股正常人看不到的威势压了过来 青年身后的三个高大保镖 都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狼王一怒 浮尸千里 这是世界拥兵组织里 流传出的一句话 在拥兵组织里 狼王的名头十分的响亮 曾经在一个小国 即将被对头势力负灭的时候 他们花费极大的代价 雇佣了狼王 据说当时狼王只带了一对雇佣兵 就解决了一个军团 这里面虽然有夸张的成分在里面 但狼王的实力也不可小觑 狼王的气势袭来 眼前的青年根本无法抵抗 情不自禁地就后退了一步 接着只感觉全身无力 脑袋里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古川来了 看着眼前这精致的装修 让他感觉回到了蓝星 可在接受了脑子里的记忆后 古川知道 这是一个和蓝星高度相似的世界 心里避免不了有些失望 接受了前身的记忆后 眼前的情景直接让古川脑门一黑 这都什么跟什么 老子怎么又被莫名其妙地戴帽子了 这到底是狗系统有毒 还是狗坐着有毒啊 穿越就穿越 就不能穿越到一个正常人的身上吗 古川心里骂骂咧咧着 不知道自己还要被动地戴几次帽子 不知道下一次是未婚妻给他戴 还是女朋友给他戴 还是老婆给他戴 古川越想越是气愤 他砸了这狗系统的心思都有了 第二十三章 预判走位 眼界面前的青年没有理会自己 竟然还开始揉起了自己的眉心 一瞬间狼王的脸色就拉了下来 他感觉自己的颜面受到了侮辱 既然不滚 那就把你们的眼睛留下来吧 狼王轻轻地把田佳佳放在沙发上 接着脚下一蹬 大腿的肌肉被压缩到了极致 浑身的肌肉线条都在快速地蓄力蠕动着 拥兵借得狼王腰间裹着T恤衫 像是一头恶狼一般向着古川袭来 古川感受到面前呼啸而至的恶风 面不改色 慢 狼王的动作在普通人眼里已经很快 但在古川的眼里却感觉很慢 就像是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童一般 感知是快 但是现在这具身体却是有点跟不上古川的感知 终于在千钧一发之际 古川直接从身后的保镖腰间掏出一把手枪 直接预判了狼王的走位 碰 枪声响起狼王的大腿被击中 直接倒在了古川的面前 这距离只要狼王一伸手就能够到古川的脖子 他的反应怎么这么快 狼王忍着腿上的痛楚 内心冷静地想着 这点伤对于一个终日在枪林弹雨中的他来说 都是小儿科 肯定是运检 狼王不管腿上的枪伤 又一次发动了攻击 这一次他要先从左边虚晃一招 再从正面直接突击 这是狼王糊弄对手的常用手段 可是下一刻 碰 狼王又中弹了 怎么可能 他竟然能预判我的走位 怎么可能 狼王内心不敢置信地想着 接着就是 碰碰碰 古川一次又一次地预判了狼王的走位 让狼王失去了反抗能力 你 你到底是谁 狼王从没有遇到过这么可怕的对手 就算是拥兵界的狙击之王 在近身的情况下 都不能做到这种预判 龙国果然是卧虎藏龙 自己不该如此自打 狼王为自己的大义悔恨 我是谁 我是他未婚夫 你不知道吗 古川一巴掌打在狼王的脸上 接着吩咐手下上去群殴 住手 古川你干嘛 这里是我家 你想到出人命吗 田家家的心情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 本以为狼王是战神一般的存在 没想到 竟然被古川这顽固几枪就放倒了 贱女人你还好意思说 你给老子戴绿帽子 老子还没找你算账了 古川上前啪啪就是两巴掌 打得田家家缩在沙发里 不敢吭声 他今天有点不认识古川了 平时自己说什么古川都会听自己的 怎么这次就变了 变得一点都不认识了 住手 不要打他 这次是我的不对 我认栽了 放我 我是狼王肖江 这次事就当没发生过 肖江开口 神色很是巨傲 狼王肖江这几个字的能量代表着什么 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人都知道 肖江相信 只要自己报上名号 对方肯定会稀释宁人 因为没人能承受得住世界佣兵组织的怒火 听了他的话 古川身后的保镖一阵紧张 古川上前就是一人一脚 瞧你们那点出现 这里是哪里知道吗 这里是龙国 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 在这里是龙你的趴着 是狼你的狗着 我们龙国的宗旨是人人平等 你不知道吗 古川上前又是一巴掌打了过去 还别说狼王脸还真有弹性 打在上面手一点也不疼 人人平等你还打我 肖江的眼里冒出怒火 是人人平等啊 可你不说你是狼王吗 你不是人啊 来 抖个乖 叫两句听听 古川冷漠地看着肖江 枪已经顶在了肖江的脑门上 肖江心中一慌 这是什么眼神 哪怕是在战场上纵横百合的狼王也是没见过 那眼神淡漠的 好像根本就不把人命当回事 鬼使神差的肖江张开了嘴 汪汪汪汪汪汪 古川露出了一丝笑意 害了拍肖江的脑袋 真是一个乖狗狗啊 古川还在想该怎么弯弯着眼前的狼王时 内心中突然感觉到一股惊剧 一道红外线突然出现在古川的脑门上 古川卧倒转身 直接向着对面楼层上的玻璃窗 就是砰砰两枪 趁着这功夫 狼王大叫一声 直接向着窗户跑去 砰的一下撞碎了玻璃 跳了出去 乖乖 这可是十三楼啊 古川带着保镖好奇的上前看去 只见肖江显知又显的落在了一处空调外机上 蹦蹦跳跳的就下去了 临走时还留下了一句话 你给我等着承受狼王的怒火吧 结果古川一辆枪 狼王就不见了 你们给我去喊抓流氓 古川吩咐着保镖 抬头看了一眼对面的窗台 对面的一个楼层内 一个穿着休闲服的男人趴在地上 心里害怕的不敢大声喘气 摸了摸胸口处的伤口 男人瞳孔一阵收缩 太可怕了 我估计都已经跟阎王喝啥去了 也不知道狼王怎么弄的 一回来就惹了这样的人物 古川的三个保镖得了古川吩咐后 直接杂杂呼呼的跑了出去 抓流氓了 抓流氓了 抓强奸犯了 抓强奸犯了 抓变态了 变态不穿衣服裤子 专门喜欢偷女人的那衣裤 都小心了 一瞬间 全小区个人都知道了 热情似火的居民们 拿着家伙就出来找了 弄得肖江躲躲藏藏藏不敢出来 实在是太丢脸了 肖江偷偷摸摸地躲在一处垃圾桶边 前面已经走过去两批人了 他倒不是怕这些普通人 而是怕被古川发现 一个八十多岁的阿婆 拿着垃圾出来 准备扔垃圾 眼神不错的阿婆 一眼就看到了没穿衣服的肖江 看着肖江那件美的肌肉 阿婆紧了紧衣服 咽了咽口水 小伙子 年纪轻轻的 当什么不好 偏偏要当流氓 阿婆有低保 不如就 肖江愤怒地满脸通红 但他怕眼前的老太婆大叫 被古川发现 只能憋屈地跟在了阿婆身后 唉 这就对了 小伙子 我不会亏待你的 阿婆神色高兴地 在肖江的屁股上 掐了好几把 这身材 这肌肉 小伙子的体力肯定很好 第二十四章 清理公司败类 田佳佳 我真的是高看你一眼了 还以为 你真的是一个是贞结如命的人 没想到啊 没想到 话说回来 你挑哪个男人不好 非要挑一条狗吗 难道你喜欢人出这种重口味的吗 古川已经带入了自己的角色 这是属于穿越者必备的自我修养之一 我做什么 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给我滚 田佳佳愤恨地看着古川 就是他今天让自己颜面尽失的 古川掏出手机 打开锁屏 递到田佳佳面前 田佳佳不解 给安保局打电话 就说 你被公衰女干了 古川给手枪装满了子弹 古川没有第一时间 用系统给自己提升实力 他已经对前世摸都摸不到的手枪 有点爱不释手了 就用这个世界的力量来打败这个世界的人 也挺有意思的 我不打 我是自愿的 田佳佳倔强地看着古川 打电话报警 到时候多丢人啊 古川看了看自己的头顶 怎么感觉颜色越来越亮了 你是要诚心与我作对吗 一定要丢我古川的脸 古川想做点什么 好挽回自己的脸面 我没有 我就是自愿的 肖江是无辜的 你怎么能这么对他 田佳佳非但没有悔改之心 竟然还怪起了古川 既然如此 那你田佳的那些工程也不要做了 所有与我古川有关的项目 你们田佳都休想染指 古川你不能这样 这是我们两个的事 你怎么能拿家族企业来赌气 田佳佳听到古川的话 终于有些慌了 田佳这些年能发家 就是靠着古川的扶持 如果古川不管田佳了 田佳不出三个月 就得滚出华融城了 古川是我的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可以容许你田佳 吸我古川的血 但我也可以随时收回 古川扔下一句话后就离开了 留下田佳佳一人光着身体 在那担忧不已 你成功地打击了气韵之子的脸 奖励天命点100点 你成功让气韵之子颜面无存 奖励天命点200点 系统的声音 一道接着再一道地传来 古川已经坐在车上回到了别墅 打开手机玩了几把 好久没玩过的 《王者峡谷5v5》游戏 回顾了一遍 和蓝星老师们 大同小异的扑克教学 古川心满意足地 躺在席梦斯上睡了过去 第二日 古川见过了这一世的父母后 就去了公司 这公司是股夫交给古川来打理的 想让他尽快熟悉业务 以后好接手古家的所有东西 可前身就是不争气 竟然拿着一个 市值50多个亿的公司去泡妞 而且可耻的是妞也没泡到 还鸡飞蛋打了 一座33层楼高的写字楼下 保安十分恭敬地 打开古川车门 迎接他们的老板 这整个写字楼都是古川的 古川一般很少来公司 所以当公司员工看到古川的时候 都很好奇 这顽固少爷 怎么今天有空来公司 怕不是又要弄出什么要额字吧 前身为了追求田家家 做了许多的蠢事 现在公司里的高层管理员工 有一大半是田家的人 什么田家家的表姐啊 姐夫啊 堂弟啊 姑妈呀 等等多不胜数 再加上古川很少管事 公司几乎成了田家的一言堂 古川到来的时候 正发现公司内部正在发生争执 田总 我觉得田螺公司的造价太高了 几乎超了市场的三倍 我想我们可以换一下别的公司 你懂什么 你是总经理 还是我是总经理 同意哪个公司接项目 我说了算 再多嘴 你就滚蛋 这样的事每个月都会发生 这些超出市场价格的项目 基本上都是田家人接走的 在田家家成为了古川的未婚妻后 这田家更是变本加厉 像是吸血鬼一般 没日没夜地吸着古家的血 这几年公司的盈利 基本上全部落在了田家手里 田家对此还不满意 更是打起了公司股权的主意 钱身虽然傻 但也不会笨到那种地步 股权这方面 他还是牢牢地抓在手里的 古川推门而入 看见一个颇有姿色的女子 正一边化着妆 一边看也不看 随手签着合同 合同拿过来我看看 古川拿过员工手里的合同 三秒后直接撕拉一声全给撕了 这哪里是高于市场三倍的价格 这明明是高了市场最高价的三倍价格啊 什么是最高价 那就是百分百可以往下谈的价格啊 古川的动作直接让所有人一愣 老板今天这是怎么了 那个正在化妆的是田家家的表姐田宇 就算是古川进来 他也是无动于衷 待到古川撕了合同后 他才如一个泼妇一般站了起来 古川你干嘛 那可是我今天要签的合同 你给我重新去打印一份 不然你自己看着办 田宇大声的质问着古川 他已经习惯了古川在面前讨好自己了 我干嘛 你这总经理是怎么当的 有位公司考虑过吗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田宇将不再担任本公司的总经理职位 古川对着所有人宣布 古川你干嘛 你疯了吗 田宇不解的看着古川 这家伙今天怎么了 难道吃错药了 他不想让自己在田佳佳面前多说好话 让田佳佳多陪陪他了 我说什么你没听到吗 今天现在开始 你不再是我公司的总经理 你被开除了 古川的话 终于让田宇回过神来了 这家伙既然要开除自己 他就不怕田佳佳再也不理他吗 古川对田佳佳的表现 那可是人尽皆知 就是被一条田狗一样 田佳佳要什么都会满足他 田宇急忙给田佳佳打了一个电话 他听到田佳佳支支吾吾的 就知道这是要玩完了 田宇灰溜溜的走了 田佳的所有人也在古川的雷厉风行之下都开除了 至于人员空缺 那根本就不存在 田佳的那些人都是些酒囊饭袋 除了上班睡觉 聊天打牌外 什么都不懂 就是他们走了公司也照常运行 老板这是怎么了 好解气啊 早就看这些人不爽了 你不知道吧 我跟你说 你别跟别人说啊 上次我在酒吧看到老板的未婚妻 那个田佳佳跟一个男的走了 哦 公司的角落里 两个八卦的姑娘 正一脸兴奋的讨论着什么东西 第二十五章 订婚宴 这边 田佳正带着谷家的几个人 怒气冲冲的找上了田佳佳家里 此时 田佳佳一家三口正在吃饭 田佳等人一上来就大声的质问着田佳佳 田佳佳你搞什么鬼 那古川怎么把我们都开除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给我一个解释 田佳佳低头不语 田佳佳父母听着田佳佳等人的说法 才知道出了这么个事 还不等田佳佳父母询问怎么回事 田佳佳的爸爸田正娘的手机 就一个接一个的想了起来 喂 张总啊 什么 你说不跟我们合作了 工程队都要走 喂 王总啊 你说什么 你说那笔贷款下不来了 喂 刘总啊 你说什么 我们的产品质量有问题 不要我们的产品了 几分钟的时间里 田正阳手里的电话 一个接着一个 几乎都是些停止合作 要求尽快还钱的通知 田正阳瞬间就萎抿了下来 田佳佳能走到这一步 在华融城立足 可是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心血啊 怎么会闹成现在这样呢 田佳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给我个说法 田正阳大声地质问着田佳佳 他知道 现在这情况 肯定是古川那边出问题了 田佳也是着急地质问着 都说 让你别整天庄清高调着古川 适当给他点甜头 你倒好这一下 直接把他给吊死了 看着眼前的田佳佳人 田佳佳突然感觉有点陌生 他们以前都不是这样子的 怎么会都变得这么可怕 那些和蔼可亲的家人们都去哪了 在众人的质问下 田佳佳支支吾吾的说出了 昨天晚上的经过 田正阳闻言大怒 直接一巴掌甩在了田佳佳的脸上 不要脸 一个陌生人都可以给 你怎么就不给古川一点甜头 田佳也是嘲讽地说道 啊 看不出来啊 平常我还以为佳佳妹妹有多高了 多保守呢 原来也是个浪货啊 田佳佳回过神来后 大哭地反驳道 我有什么错 我又不喜欢古川 是古川他非要缠着我 是你们非要逼着我嫁给他 田正阳没有理会田佳佳的哭诉 而是从田佳佳的话里分析到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佳佳 既然古川让你报警 就说明他还对你有想法 再过一个月 就是你们的订婚宴了 到时候 你给古川认个错 这几天先让他静静 不要再惹到他了 田佳佳想要继续反抗 可看到父母和众多亲戚的样子后 只能委屈地点了点头 田佳佳和古川 虽然已经订了婚 可订婚宴却一直没办 以田正阳对古川的了解 到时候 只要田佳佳服个软 跟古川道个歉 这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另一边 萧姜在逃走之后 回到了自己的地盘上 此时的萧姜 正躺在床上养伤 想起昨晚的事情 就是一阵不甘 他要报复古川 可在这种法治社会 他不能直接动手 或者说 直接动手做不到一击必杀 老大 你昨天惹到的什么人 太可怕了 差一点我就回不来了 这是昨晚的那个狙击手 到现在 他还是一脸的心有余悸 我也不知道是谁 好像是 昨晚那女的未婚夫吧 萧姜也是一阵郁闷 怎么一出去 就惹到了这种人 小米 给我查一查 昨晚那女的未婚夫是谁 我要让她知道 拥兵界的狼王 不是那么好惹的 一个月后 田家家和古川的订婚宴 准时举办了 古川本来以为 田家会放弃这次订婚宴 没想到 竟然还如期举行了 而且自己是最后一个 被通知到的 既然你们想完 那我就陪你们玩玩吧 古川离开了公司 坐上车 准备去参加订婚宴 订婚宴 是在华融城最好的酒店里 举办的 以古家的名义 田正阳请来了 几乎华融城 近七成的知名企业和家族 哈哈 亲家来了 快快快 里面请里面请 田正阳满脸笑意的 招待着古川的父母 亲家 古川没和你们一起来吗 田正阳疑惑的问道 那混小子 整天游手好闲的 谁知道在干嘛 古父随口回了一句 田正阳后 就不再理会 看得出来 他对田正阳也不是很满意 田正阳笑笑根本不在意 他只要拿下古川 以后古家 还不是有他的一席之地 田正阳算盘打得叮当响 眼见宾客都到了 古川却是迟迟不来 田正阳是越等越急 一直催促着田家家打电话 电话接通 古川说马上就到了 这让田家家对古川的感官 立马好了不少 这古川还是有许多可取之处的嘛 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呢 古川来到酒店后 田正阳立马带着田家家上前 让田家家给古川道歉 可田家家面对古川头一歪 根本就不作声 要道歉 也是他先道歉 上次他打了我 几巴掌我还没打回来呢 凭什么我来道歉 他还以为古川还是像以前那样 只要自己嘴一撇 就知道自己不高兴 要想招法的来红 可让他失望了 古川笑了笑说道 不用了 今天我过来 本来就不是要订婚的 古川的话 直接让田正阳心里一个咯噔 田家家的母亲田凤差 上前推了推田家家 想着自己这个女儿 平时都挺聪明的 怎么到了现在 反而变得反应这么慢了 田家家无法 只能撅着嘴上前道 对不起 之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古川父母上前询问是怎么回事 田正阳急忙解释道 没事没事 两个年人闹别扭呢 古川也是一父母放宽心 没什么事 之后在主持人的介绍中 古川隆重地上台讲话了 今天 很高兴各位亲朋好友的到来 我在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宣布 田家家因为做出一些不当的行为 导致我们的感情出现了破裂 所以今天我宣布 我和田家家的婚约取消 以后他走他的阳光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我们谁也不干涉谁 古川的话顿时引起了一片哗然 行为不当是什么意思 难道 所有人的内心此时都是一个想法 第二十六章 主角要抢婚 古川你住口 你血口喷人 田家家愤怒地反驳着 这里几乎汇聚了大半个华融城的上层人士 要是被坐实了 他田家家以后该怎么混 女婿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女儿不是那样的人 田正阳也是装作一脸无辜的样子 他没想到 古川竟然会来这一手 果然这是对所有男人的影响都很大 果然 女人不到最后一刻 都是不会承认的 古川直接吩咐手下 播放起那日的录像 顿时 所有人都变成了吃瓜群众 那女的是谁 是田家家吗 这腿可真真大 呸这胸可真长啊 呸这 不可否认 田家家的身材还是很好的 嗨 你看那男的身材 好壮啊 怪不得田家家会喜欢这种男人 哎 古川好惨 被戴绿帽也就算了 竟然以前连一根毛都碰不到 真是可惜了 你懂什么 这就是既当婊子 又立牌方 打的一手好牌啊 田家家羞愧难当 直接上前砸了机器 古川你干嘛 你非要置人于死地吗 田家家已经恨死了古川 他就没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 你不是说 血口喷人吗 我这是提供证据啊 古川疑惑得到 这事就真当这么重要吗 田家家恨得咬牙切齿 要是目光能杀人古川 早就死了八百次了 这个你问你爸 要是你不是 你跟你妈生的 你爸会怎么样 古川的话 直接让田凤差心里一抖 就要上前打圆场 那你呢 你整天夜生哥 你们男人可以天天玩女人 我们女人就不行吗 田家家继续追问 古川一个顽固子弟 身边整天女人环绕 自己就一次而已 最后还没成功 怎么错就都在自己身上了 可没想到 古川的下一句话 直接让田家家闭了嘴 不敢置信地看着古川 只见古川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说道 我 我还是一个楚男 你以为我会像你一样 是个随便的人吗 我的第一次 可是要给以后后 私守终生的人 田家家被打脸了 曾几何时 自己也是这么对古川说的 正当田家家感到无地自容 想在地上找一个裂缝钻进去时 一道温暖有磁性的声音响起 家家 跟我走吧 跟着古川你是不会幸福的 肖江像是电影里最后一个出现的抢婚者一般 自以为是的深情又伟大 可让他有点奇怪的是 这些人怎么都这样看着我 在得知了 今天是田家家和古川的订婚宴时 肖江便有了打算 他打算在众目睽睽之下 抢走田家家 这是报复的第一步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怎么自己一进来 众人看自己的眼神都怪怪的 可到底哪里怪他又有点说不出来 是你 你来了 田家家又惊又喜的说道 那个晚上他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被眼前这个男人给迷住了 鬼使神差的就跟着他走了 要不是古川的打扰 他们会很温馨的过一个晚上 可恨的古川 是的 我来了 家家跟我走吧 肖江故作深情的说道 对付女人他天生的就有一套 好 我马上跟你走 说着话的功夫 田家家直接跑到肖江的面前 拉起了他的手 这一切也太顺利了吧 肖江有点不敢置信 怎么不拦住我呀 怎么都没有人说话 快来一个人拦住我呀 肖江疑惑的站在了原地 本来他来就是想打古川的脸的 让所有人都知道 古川喜欢的女人喜欢的是自己 怎么现在这剧情有点不对啊 随后他就从阵阵议论声中 知道了怎么回事 你看 是他是他 就是他 刚刚影像里的男主 我的乖乖 这是情夫找上门来了呀 哎 姐妹们你说他有多短 刚刚视频里的真的假的呀 俨然 肖江成为了他们的议论对象 在田家家的小声解释中 他知道了原因 该死的 古川这人怎么这么没脸没皮 这种事情都好意思放出来给别人看 怪不得还是个储男 活该是个储男 肖江感觉事情已经脱离自己的掌控 要是自己早那么一会道 在视频播放之前 倒也不会出这种事了 肖江现在有点后悔 路上逞英雄 来一场英雄救美了 这些是交给安保局的人不香吗 住口 都给我闭嘴 谁要是再多说一句 我狼王就撕烂他的嘴 肖江十分霸气地说道 狼王 什么狼王 很厉害吗 没听过呀 难道 难道是世界拥兵组织里的那个狼王 我的乖乖 这古川不得了啊 竟然惹到了狼王 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 我看过狼王的照片 好像和他还真有几分想 狼王的名号一出 顿时引起了所有人的京剧 那可不是自己等人能惹得起的存在 现在所有人看田家家的目光都不一样了 田家傍上了狼王的大腿 以后在华荣城还不起飞 哼 不知道的人称你一声狼王 可我知道 你是一条狗王 来狗王给我叫两声听听 叫得好听了 给你跟骨头啃啃 古川的话 让肖江回忆起了一些不好的回忆 拳头握得紧紧的 要是看不出古川的身前 他就上去给古川一拳了 这边肖江还没说话 顿时有华荣城的大势力站出来替他说话了 这是准备结交狼王了 住口古川 没大没小的 赶快给狼王道歉 不然等狼王发起火来 你古家都保不住你 这是华荣城的一个老牌家族势力了 这老头一直是个精明的人 他的特长就是不断的巴结有前途 和那些势力强大的人 显然 今天这狼王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老头 我劝你少管闲事 兴许还能多活个几年 对于这种老人 古川丝毫没有尊老的打算 这些都是旧社会的坏人变老了 是旧社会留下来的顽固分子 都是影响社会安定的潜在因素 是社会的独流 你你 气煞我也 古家怎么教出来 你这么个东西 老头子气得浑身打颤 他身居高位 什么时候有人敢这么说他了 第27章 后悔药可没得吃 古川 你们骨家虽然是大 但狼王真的不是你们能惹得起的 听我一句劝 给狼王道个歉 狼王见你年少无知 不会跟你一般计较的 又有人出来准备当和事佬了 我给他道歉 你去问问那狗王 就算我给他道歉 他敢接受吗 古川依旧这么刚的态度 让所有人都起了一丝疑惑 这人真的是狼王吗 被一个顽固子弟这么讽刺 都没什么反应 本来田正阳夫妇还是挺高兴 自己女儿搭上一个更大的大腿 到时候田家的所有难题 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可现在这种情况 又让他不得不怀疑 这是不是他们口中的狼王 要是弄错了 就真的无法挽回古家 得不偿失了 我能肯定那就是狼王 我在世界地下论坛里 看过狼王的视频 我的天 这古川也太猛了 竟然敢正面钢狼王 而且看样子 狼王还拿古川无可奈何 我宣布以后古川就是我的偶像了 在华融城谁要是说古川的坏话 我跟他急 一些年轻人早已议论纷纷 确认了肖江的身份 又狠狠地佩服了古川一把 肖江有些进退两难 他真想自己下暗号 让等在不远处的狙击手 直接击毙了古川 可这次他回龙国 是有更重要的事 不能耽搁在古川这里 让你的那头猪队友 把家伙收起来 不然你就等着收尸吧 古川看了一眼 大厅窗户外的一个方向 肖江亚然 那里正是自己 队友狙击手呆的地方 这古川怎么会知道 肖江脸色阴沉地挥了挥手 酒店对面的一处高楼上 狙击手小米 顿时放松地喘了口气 狙击枪瞄准古川的时候 他便出现了一种预感 自己要是开枪 就会立刻死在这里 我们走 肖江咬牙切齿地 拉着田家家走了 一场闹剧就这么结束了 所有人都看出了 古川的不简单 一个能让世界知名的 傭兵之王吃亏的人 怎么会简单 先前为肖江出头的几人 也是面色异景 得罪人了 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这些人连忙向着古川的父母套近乎 古川的父母到现在都是一脸猛 自己的儿子什么时候这么猛了 不过随后就是一阵自豪 宴会里的闹剧结束后 古川在家中看起了戏统 古川看到了 自己已经三次改变剧情走向 第一次是那一个晚上 第二次是公司里的吸血虫 第三次就是这次订婚宴了 在原来的时间线里 古川那一晚愤怒地踹门而入后 直接被肖江打了个半残废 但哪怕是这样 事后他依旧讨好着田家家 以为田家家是被肖江给骗了 田家家也这样一面吊着古川 一面偷偷地跟着肖江私会 田家之人更是联合起肖江 把古川的公司直接掏空 更是在订婚宴上 当着所有人的面抢走了田家家 狙击手一枪抱了古川的头 古父为了报仇 更是被肖江用计 直接骗取了古父的所有资产 最后古父古母双双入狱 一家三口很是凄惨 在原来的时间线里 古川看到田家家 说了很有意思的一句话 这句话大概是这样的 古川 你要是真的爱我 那你就要让我幸福 而我跟肖江在一起 才是幸福的 言外之意就是 你要努力赚钱 花钱养着我和肖江 到时候 我幸福了你 也会幸福的 这种话 当时古川竟然还信了 不断地给肖江和田家家提供钱财 让他们游山玩水 直到死的那一刻才知道 女人的嘴骗人的鬼 就这样 肖江正式地住进了田家 成为了田正阳名义上的女婿 田正阳有了肖江的资金帮助 最后又盘活了自己手上的公司 但华融城的人 谁也不敢太过帮助田正阳 因为古川 现在让他们真的有点看不透了 田正阳手中的公司 虽然被盘活 但田家能管事的真没几个 让他们游手好闲 吃喝玩乐可以 但让他们管公司 简直就跟当初上学一样 一听老师讲课 就头大想睡觉 不仅如此 田家的人 借着自己的地位和关系 更是挤走了好几个 真材实干的人 现在他是终于知道了 开公司赚钱的不容易 以前那乃是赚钱啊 而是古川再给他们送钱啊 到了现在 田正阳越发地想起了古川的好 对自己一家人尊敬不说 还一直扶持自己手下的企业 乃像现在的这位狼王 整天不知道干什么事 不是天天和他女儿溺位在一起 就是不拿正面看田家人 田正阳夫妇也是敢怒不敢言 这位可是个狠人 不是古川那种呼之急来 挥之急去的田狗 而肖江作为雇佣兵 在刚到田家的那一两天 还是挺新鲜的 各种事都帮忙着做 可几天后他就厌倦了 他是谁 他可是拥兵界的狼王 岂能天天干这种普通人的事 随后 肖江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 整日留恋于夜店等场所 夜不归宿 田家家问一句 就直接被甩开 肖江野狼一般的性格 岂是一般女人能降服得住的 田家家原先对未来的憧憬都破灭了 更让田家家气愤的是 这肖江竟然和田羽搞在了一起 要不是田羽主动告诉他 他还一直被蒙在鼓里 现在他终于想起以前古川的好了 肚子疼的时候 古川会第一时间带着要过来嘘寒问暖 心情不好的时候 古川会是一个出气筒 乃像现在这个肖江 要么不回来 一回来就是床上的那些事 事后就呼呼大睡 管都没管过田家家 田家家以前还抱着一丝期待 联系上了古川 他以为只要自己像以前那样撒个娇 道个歉 古川还会像以前那样原谅自己 但他发现他错了 古川现在早就忘了他了 田家家感叹 这古川的无情无义 这么久的感情也能说忘就忘 田家妇女虽然受够了肖江 但他们不敢反抗 现在田家要是没了肖江的资助 会一瞬间就打回原形 第二十八章 让你劳作川 肖江是土生土长的龙国人 因为从小就成勇好斗 加入了拥兵组织 成为了一名拥兵之王 这次回到龙国 是因为接了一单任务 要不然以肖江这种人的性格作风 他才不想待在龙国这种戒备森严 规矩又多的地方 走两步就有安保局的人在巡逻 一个拐角都有监控 他更喜欢那种战火纷飞 无拘无束的国家 在那里谁的拳头大谁就有理 接任务的过程 就跟狗鞋小说里面的剧情一样 肖江在一次战斗任务中 碰巧救了一大一小两姐弟 根据主角的需要 肯定是姐姐大 弟弟小 姐姐肯定生的陈于洛艳 弟弟肯定是个不懂事的小孩 之后肯定是几人同路 肖江把姐弟二人 护送到了安全之地 接着 姐姐就在拥兵组织里 下了一个任务 这任务是替姐弟两讨回公道 姐弟两婴亲人的去世 家里的财产都落在了书败手中 这种任务 一般都是势力间的内部争斗 吃力不讨好 平常人都不会去接 而且是在龙国境内 一些外籍的佣兵 想要完成任务 更是难度细数倍增了 姐姐眼见无人愿意接受这个任务 又加大了筹码 只要能帮助他姐弟二人 夺回家族的一切 那他这辈子 就给那人做牛做马 依据主角的尿性 肯定是早不出来晚不出来 偏偏会在这个时候出来 肖江接过任务后 还假嘻嘻地来上这么一句 我不是贪图你的美色 而是太久 没回龙国了 正好借着这次机会回去看看 姐姐听到这话 更是下定决心 这辈子 非这个男人不嫁了 那个女的叫古杰 想起那恶魔多姿的身段 肖江就忍不住心里一阵火热 看着身边的身段 同样不俗的田家家 直接被子一掀 古杰两姐弟的家族 并不是在华融城的古川家 而是比华融城 还要繁华好几倍的天海市 之所以肖江要先来华融城 是因为他发现 天海市的势力 他根本介入不进去 所以想以华融城为跳板 整合华融城的地下势力 以华融城为突破口 打入天海市的地下势力 到那时 他就有资本帮助古杰姐弟了 而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整合 肖江已经把华融城 大大小小的势力都给收服了 在收服后的第一天 他就向古家下手了 首先是古家的各大娱乐场所 全都被人砸了一遍 会所里的姑娘 都被别的会所抢走 导致这几日来古家连日亏损 古富级的焦头烂额 但对这种不讲规矩的小混混 又无可奈何 古川给父母买了一张机票 让他们先到外面玩一段时间 等过段时间回来 这事肯定被摆平了 老板 老板 我们最后一家会所 也被人给砸了 现在怎么办 古川的会所负责人 急冲冲地跑了进来 心急如焚地报道着 这些可是都和他的绩效挂钩的 要是再这样下去 估计他就要喝西北风了 知道了 你下去吧 古川挥手让他下去 手指快速地转动着笔杆 大壮 视频都收集回来了吗 大壮是古川那晚的三个保镖之一 这三个保镖是三胞胎 几年前就开始跟着古川保护他了 都收回来了老板 我让二壮和三壮带过来给你 早在第一家会所被砸的时候 古川就让人在自己的所有会所上 都安装了360度的高清摄像头 什么人来打砸了他的会所 什么人打了他的员工 早就被记录的一清二楚 这是个法治的社会 古川当然准备拿起法律的武器 来捍卫自己的权益了 把这些事情全部拷贝一份交给安保局 到天海市找最好的律师 把里面的人都给起诉了 被打的员工全部给我带在医院里 工资照发 还有 前几日市里不是有个环保工程吗 给我投三千万进去 在古川的一系列安排之下 华融城的高层对这件事引起了高度重视 几日下来 参与打砸古川会所的人就被抓了八成 本来这些人还以为和往常一样 只是走个过场 在里面蹲个几天就有人把他出来了 可这次 他们失算了 古川请来的律师一上来 就给他们带上了各种罪名 被打员工的验伤报告 累得一落落的 因为古川一句话 伤得越重者 奖励就越高 所以 那些只是被推倒在地的人 也住进了医院 要求验伤 验伤之前 一个个去厕所 原地转了五十圈 狠狠地抠了几下喉咙 个个都和医生说 恶心想吐 头晕脑胀 有些对自己狠的人 更是自己打自己 让伤势更加的严重 等到医生询问病情的时候 就在那发呆 迟疑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一样 这些员工平时上班不怎么样 一听说躺着都有钱拿 一个个卖力的演戏 医院写了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报告 必须留院观察 必须马上控制打人者 在律师义正言辞的控诉下 这些小混混都傻眼了 自己不仅要赔钱 还要坐牢 平常的时候 哪有这么严重啊 打杂之后 不就是在看守所里面 待几个月就出来了吗 一群混混把求救的眼神看向自己老大 那些老大也是心头发出 怎么情况会变得这么严重 开庭时 古川更是请来了这些小混混的父母 这些当家的父母 见到自己的儿子这么不争气 个个气得要死 有几个严重的 要是赔不起钱 就要盼了十几年 等出来的时候就都晚了 而且 未来这些人都要上征信黑名单 对以后孩子的就业上学都有影响 简直就是造孽啊 顿时 法庭上响起了一阵接一阵的哭声 他们不好好读书 好狠斗勇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妹子能看上自己 觉得当蛊惑仔潇洒帅气 能去学校里 逞威风逞能耐 好泡几个未成年的小妹妹吗 可怎么突然间就要承受这种代价了 有些刚辍学跟父母闹矛盾的小年轻 听了自己要坐牢后 顿时哇哇大哭 对着自己父母说道 爸 妈 我要上学 我要读书 我再也不认性了 我后悔了 呜呜 可惜 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要 只有做错事后 要付出的代价 第二十九章 小目标 这次开庭 古川早已经请来了新闻媒体记者 时时转播着这里的情况 其实古川也没期望 自己能挽回多少损失 他就是想让那些毫无顾忌的小混混们看看 法律的武器也能如此犀利 古川的作为 引起了华融城大部分人的叫好声 特别是那些身受小混混荼毒的普通人 安保局虽然能保护你的人身安全 但也受不了这些小混混 无时无刻的骚扰 这些小混混的通病是什么 都是想着我什么都没有 我无所谓 我顶多进去待个两天 而你有家有工作 所以 但如果把进去的时间换成两年 这些人估计都会掂量掂量了 现在的社会日新月异 别说两年 就是你两个月不出门 都感觉已经和社会脱节了 到时候 你插别人的 就不是一两步的事了 这是一出 地下势力浑黑之人的日子 瞬间不好过了 手下招不到不说 还有很多人走了 有些是被父母拿着棍棒抓走的 有些是为了儿女的前程走的 他们想好好的工作 而不是整天的打打杀杀 一个高端会所的华丽房间里 大圆桌上坐着七个人 五男两女 这七个人 可以说是华容成地下势力 真正的偷偷了 这些人各个面色难看 却又不说话 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人一般 终于 在五个男的等得快没耐心的时候 门开了 一个面容刚毅的男人 龙形虎步地走了进来 一屁股直接坐在了主位上 小老大 你说现在怎么办 我手下的人走得走 跑得跑 再这样下去 我们就没人了 是啊 我们的头脑 没那些生意人那么灵光 要是没人守着 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会被别的势力给吃斑抹尽了 萧江刚一坐下来 就有人迫不及待地开口了 豹子 你耸什么 萧哥自然会有办法 大不了 我们再带人 把谷家的所有公司都给砸了 一个坐在萧江旁边的 红衣年轻女子开口 满脸的不屑 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是主角出没的地方 肯定会有年轻的漂亮女人身居高位 也不知道是凭什么手段 在一群老油条中生存的 而等到主角一到 这些女人的势力 都成了主角崛起的资本 这红衣女子 看她靠近萧江的样子 估计是早已经被萧江拿下了 哼 红林你说得到轻巧 那让你的人来打头阵行不行 只要你带人打头阵 我们绝不会二话 豹子的话 直接让红林无话反驳 让他先带人上 他又不是傻子 这几日下来 他的手下也散了好几个人 都是那什么征信黑名单害的 要不是这东西 也不会有这么多人会有 在场的几个人 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怎么可能会随便 让人几句话就忽悠了 当初臣服萧江是实在没办法 这狼王是个杀神 动不动就杀人 在座的有好几个 都是重复的转正的 都是古川那砸碎害的 道上的就按道上的规矩来 哪有像他那样坏的规矩 当真是该千刀万剐 红林搂着萧江的手臂 狠狠地说道 好了 都到此为止 这次是我其差一招 明日我去挥挥补川 萧江知道 现在要安定人心 要不然好不容易打下来的势力 人心散了 这事例就完了 当天晚上 古川就收到了一封书信 信里让古川明日晚上 到山间小楼一续 古川不知道 萧江要搞什么名头 把信一丝 直接走入房间里 打开一个暗柜 暗柜一开 里面是各种样式的枪械 有手枪 步枪 机枪 冲锋枪等等 为了这些东西 古川可是花了好大的代价的 拿出一把勃来塔手枪 古川咔咔几下就上堂了 我倒要看看 你萧江要闹什么幺蛾子 古川知道 以现在的这副躯体 哪怕已经开始锻炼了 在短时间内 如果不用系统 是很难对付得了萧江的 而且 古川目前也没有依靠系统的打算 他要用这个世界的力量体系 来对付这个世界的人 这样才更有意思吧 第二日 古川带着大壮二壮三壮去赴宴了 古川看着对面的萧江 这段时间显然过得很不错 萧江脸上都长肉了 狗王 找我什么事快说 我事情多可没功夫和你瞎扯 古川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看着对面的萧江 大胆 你敢侮辱狼王 我要把你剁碎了喂狗 来人啊 红灵听到古川喊萧江狗王顿时大怒 这可是他看中的男人 容不得他人侮辱 萧江拍了拍红灵 示意他靠后 看着古川说道 古川 这次是我奇差一招 这次就这么过去了如何 萧江很少跟人妥协 这还是他人生第一次跟人妥协 他心里想的是 等到这次任务完成后 在离开龙国之前 直接以催枯拉朽之势 解决掉古川 现在就在让古川嘚瑟一段时间 好啊 一个亿 给我一个小目标 这事就过去了 古川眯着眼 笑意满满地说道 让他撤诉就这么算了 怎么可能 他可是要用这次事件 狠狠地打击一下 那些混混的内心 让那些想当古惑仔的小孩 引以为戒 正一正那些孩子三观 古川 过分了吧 就算你所有的赔偿 也用不了一个亿吧 五千万 我给你五千万怎么样 萧江虽然有钱 但他大手大脚的花销也大 加上这段时间 田家要了一笔又一笔钱 只有付出没有收入 一个亿对现在的萧江来说也是 伤筋动骨了 别跟我讨价还价 不给拉倒 古川站起来就想走人 萧江见此 还是咬牙开口道 好 一个亿就一个亿 我答应了 哈哈 狼王就是狼王有魄力 我古川也不是个小度鸡肠的人 这事就过去了 随着一个亿的金额到账 古川高兴地说道 又是一个小目标完成了 这时 古川突然也看到了 田家家也在这里 直接愉快地和田家家打了声招呼 家家 你老公在这里偷心 赶快过来抓 古川在红铃咬牙切齿的目光中走了 挥一挥手 不带走一片云彩 第三十章 不讲江湖规矩 而到了第二天早上 古川又收到了一封书信 古川疑惑地打开 顿时脸色就不好看了 信中写道 你父母现在在我手里 实相的话就马上撤诉 并准备三个亿的现金 记住标报警 不然 看到这里 古川一拍桌子 混账 大壮 这信是谁送过来的 老板 是一个小孩送来的 估计是个不知情的 给我把人召集起来 都给我去找人 古川吩咐了大壮之后 带着两把家伙 就杀了出去 与自己有过节的 除了肖江古川 已经想不出来 还有谁了 古川单枪匹马地 杀向了田家 田家别墅里 肖江还在睡觉 突然间一股杀意惊醒了他 多年来的警觉 直接让他翻了个身 躲在了床后 肖江你给老子出来 拿我父母 做威胁算什么本事 有种出来真刀真枪的蛋啊 别墅里的保安 已经被随后赶来的 大壮等人控制住 田家人都还刚起床 就看到了古川 杀气腾腾地闯了进来 龙国有一个潜在的规则 那就是 势力间不管你斗得多凶 只要不波及到普通人 国家都不会管你 有一句话说得好 流水的王朝 铁打的世家 龙国内有些家族势力 都传承了上千年 所以 对于这种家族势力的争端 龙国都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 只有一个原则 那就是 不能伤害到普通人 如果一旦越界 龙国的军队 他现在只感觉到 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在田家家一阵害怕的眼神中 肖江摸出了抽屉里的枪 他倒要看看这古川 是不是真的三头六臂 古川你干嘛 这里是我田家 不是你古家 不是你能任性撒野的地方 田正阳气急败坏地 从卧室里出来 他以为大早上的 是谁在扰人清梦呢 要是其他人莫名其妙地闯了进来 他田正阳还会掂量几分 但是古川嘛 他早就习惯了遗址气势 可下一刻 田正阳还没要五阳威多久 脑门上就被顶上了一把枪 他什么时候见过这种阵仗 他只不过试着爆发户 靠着女儿 才有了现在的资产和地位 古 古川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田正阳颤抖地开口着 肖江 你给我出来 我父母要是少了一根毫毛 我就将你千刀万剐 不要怀疑我 我说到做到 古川看着楼上的墙角处 古川能感觉到 肖江就躲在那里 对于这个世界的人来说 古川的第六感 就是在降维打击 虽然被系统压制 不能用零食 但第六感准确的 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所能想象到的 古川感觉脑门处 有一丝良意 瞬间右手往后一滑动 砰砰砰 连着三枪看也不看 这三枪打出的 都是同一个位置 子弹先后而去 穿透玻璃 打在了一处 别墅外的一处高楼上 狙击手小米 惊骇地躺在地上 眼睛里都是金锯 太可怕了 怎么会有人做到这种地步 这种直觉 这种反应 就是狙击之王也做不到 要不是这次 他穿了防弹头盔和防弹衣 他就真的要死在这里了 他已经顾不上狼王的生死了 枪声响起的刹那 萧江看到机会 直接冒出头来 对着古川砰砰两枪 古川早已躲开 却是吓坏了田家人 古川 你什么意思 说好了 井水不犯河水 你今天算几个意思 萧江躲在墙后 大声地质问着 放你妈的狗屁 萧江你还是拥兵界的狼王 竟然做出绑人父母的够当来 我看就是一条狗 都比你知道江湖的规矩 古川一步步地走上楼梯 萧江一伸手 砰的一声 手掌被打出一个窟窿 萧江被古川全面压制着 从房间出来的田家家 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古川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萧哥可是狼王啊 他那伸手那体力 我可是亲身见过的 田家家惊讶地闭不了嘴 现在他真的是 有些后悔了 早知道古川是个这么厉害的人 当初自己怎么还会拒绝他 怪只怪古川自己 当初为什么在装 还让自己误会 田家家心里的女权主义 又在作祟了 把一切的不好 都归结在男人的身上 古川你不要血狗喷人 我萧江出来混 什么时候不讲过江湖规矩 更不会做出 拿他人父母做妖协这种事 萧江憋屈地解释着 这古川根本就不是正常人 有热武器的情况下 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古川已经来到萧江面前 把信扔给了他 萧江拿过来一看 心里一个咯噔 不会是那个姑奶奶吧 萧江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那你知不知道是谁 古川看萧江不像说谎的样子 举着枪问道 古川倒是想一枪解决了这个萧江 但在枪队上萧江的那一刻 古川感觉到了一股危机 看了看萧江头上刺眼的主角光环 古川放弃了这个打算 我不知道 萧江眼睛直直地看着古川 丝毫没有拘异 那既然如此 大撞我们走 把这华融城的地下势力 都给我抄了 我就不幸 找不出一个知情的人来 古川走了 萧江果断地松了一口气 接着他迅速拿起手机 打了一个电话 但却没有接通 干什么干什么 快接电话啊 该死的 萧江一把将手机扔在了地上 简单地包扎了下伤口 急急忙忙地就出了门 希望自己想的是不要发生 古川和萧江走后 田家众人过了好一会才缓过来 一个个害怕地咽着口水 家家 这古川这么厉害的一个人 你以前就没发现吗 田正阳不甘心地向田家家问道 要是 要是古川是他的女婿该多好 他田正阳估计能在华融城横着走了 哪像现在这般 面对萧江的时候 都要小心翼翼 生怕惹对方一个不高兴 就被秃秃了 田家家回过神来 脸上也不是滋味 要是自己当初不那么做 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第31章 莲香西域 不存在的 古川也不管是不是大白天了 带着人就上了豹子地盘 豹子在华融城 是主要经营地下赌场的 手下的打手 都是当地有名的刺头 不过遇到古川带过来的人 就有些不够看了 这段时间 古川在公司的保安部 投入了大量资金 找的人手 基本都是退伍兵出身居多 或者是有特殊手段特殊能力的人 豹子的地盘上 双方一交锋 就被古川的人打得节节败退 豹子的人手 虽然各个凶狠 但凶狠归凶狠 实力归实力 况且 古川人多势众 没几分钟 就打到了豹子的眼前 豹子想放几句狠话 古川抬手 对着豹子的大腿跟 就是一枪 我说 你答 要不然下一枪 我就不知道会不会手抖了 豹子捂着伤口吓到了 差一点自己的兄弟就没了 到时候 要是兄弟没了 哪怕打下再多的地盘 也没人享受 我爸妈在哪 古川问道 豹子听了有些猛 不过随即就反应过来 古川 我没绑架你爸妈 我知道不是你干的 我就是来问问 你知不知道 古川的话 让豹子有些崩溃 你知道 还下那么重的手 豹子感觉自己有些委屈 同时又暗恨萧江 没本事干嘛惹古川这种人 现在好了 自己成替罪羊了 有可能是红林下的手 他和萧江走得近 上次我就看他想报复你来着 豹子不敢隐瞒 直接把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 古川也不去证实 问出红林在哪后 直接拉着豹子出发了 玲珑会所表面上 是一家大型的娱乐会所 内地里却是藏污纳垢之地 各种吃喝嫖赌 数不胜数 说起红林来 也是华容城道上的一个传奇人物 当年他出来乍到 硬是带着一群姑娘 在一群大佬下面 打出了一片自己的地盘 玲珑会所前 古川也不管什么大庭广众 直接带着人就闯了进去 玲珑会所的打手 也很快反应过来 但没一会功夫就被镇压了 会所中的一处办公室内 一位打扮性感火辣的年轻女孩 直接闯入了里面 这种不规矩的行为 要是放在平时 揍一顿都是轻的 但不等红林开口 年轻女孩的话 就让红林脸色一沉 红 红姐 不好了 古川带着人打上门来了 现在怎么办 年轻女孩气喘吁吁的 显然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 被吓得不轻 红林脸色很不好看 这古川是什么意思 难道发现 还这么嚣张 你去通知豹子他们 让他们尽快带人过来 不用了 豹子我已经带过来了 红林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古川一脚踹开大门 大壮把还在流血的豹子 直接扔在了红林面前 哎呦 轻点轻点豹子疼得大叫 红林 我爸妈在哪 马上给我交出来 古川没有废话 直接步入正题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古川我劝你 赶快带着人给我走 要不然我报警了 红林也没想到 古川竟然这么晚 道上的规矩 不都是先派人过来询问 扯皮然后斗殴的吗 哪有这样直接带人打上来的呀 红林的面容娇好 肤色白皙水润 身段恶挪多姿 该大的地方大 该小的地方小 哪怕生气的站起来 也是一道不错的风景线 不过 随后的一声枪鸣 直接让这风景现叠血 古川的枪管冒着热气 红林捂着肩膀 看疯子一样的看着古川 我再问一遍 我爸妈在哪 不然下一枪就是你的头了 古川丝毫没有被红林的美色诱惑 什么见到美女就迈不动腿 这些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再说 他肖江玩过的古川也看不上 古川你这疯子想干什么 我说了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是谁绑架了你父母 你现在带人离开还来得及 这是我不计较了 红林服软 心里有些怕了 这古川根本就不是正常人 古川收了枪 上前直接一把抓住了红林的头发 将他的上半身 按在了办公桌上 红林的身材确实不错 挺翘的臀部被勾了出了弧形 前胸贴在桌子上 像一个椭圆形的 在场的众人看了都直咽口水 豹子一看 好像有了反应 但又牵动了大腿根部的伤势 只能一边咬着牙 一边忍不住偷瞄着 大壮等人见此 以为古川要办事 急忙扯着豹子 关上门 准备离开 古川一脸黑线 大壮你给老子滚回来 都他妈的想什么呢 叫你们不要 天天看那些老师 一个个的思想这么黑暗 古川可没有怜香惜玉的想法 直接拿过桌上的小刀 放在了红林的脸上 我想 如果把你这张脸给剐了 你说 那肖江还会不会喜欢你呢 古川拍了拍红林的小脸蛋 好奇地说道 这种与肖江有瓜葛的女人 古川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会和肖江有一腿 小说里不都是这么写的吗 果然 就在古川说完的前一刻 本来还想顽抗的红林 顿时身子一抖 他害怕了 就像古川说的一样 他害怕毁容了之后 肖江就会离开他 作为一个开封乐场所的人 他最懂男人的心了 特别是肖江这种人 有人会说 他不会找一个爱他的男人吗 这道理谁都懂 但真的遇上了自己喜欢的人 不管对方怎么样 都会奋不顾身的 后悔只会留在以后 你爸妈没事 我把他关在一处地下室了 红林最后还是妥协了 他又暗恨自己 怎么这么没用 本来是想帮助肖江找回场子的 怎么现在自己变成街下囚了呢 压着红林 古川终于找到了父母 在确定他们没事后 就让大壮先送回去了 在父母的口中得知 二老是因为担心古川应付不过来 所以根本就没离开过华容城 被红林的手下刚好看到了 所以才有了接下来的一幕 现在可以放我走了 红林恶毒的眼神看着古川 想着接下来要怎么报复 他好 碰 一声枪响 古川学着电影里的样子 吹了吹枪管子 扭头就走 看也不看到在地上的红林 这女人的心思手段太恶毒 不顾江湖规矩 这种人留着只会徒增事端 古川也不废话 果断地给了一枪 肖江到来的时候 地上的尸体让他大怒 这女人可是他回国以来 最舍不得的一个 各种姿势都会不说 还精通各种服务模式 让肖江一直流连忘返 古川 我与你不共戴天 肖江抱着红林的尸体 怒不可遏 第32章 天海是古家 接下来的时间倒是相安无事 古川与肖江算是井水不犯河水 古川是见肖江脑门上的光环挺亮的 如果想解决 他估计要多花许多功夫 索性就放养着 肖江是打算等他走的那一天 心愁就愁一起算 直接把古川给一窝端了 虽然他打不过带着枪的古川 但这个世界 不是靠个人力量 来衡量实力的 肖江在这次事件后 直接花大力气 整顿了一番华融城的地下势力 告密的豹子 因为怕肖江的报复 现在成为了 古川公司保安部的一员 时常与一众保安 吹嘘着自己曾经的风光 时间刚刚好 肖江在整合了 华融城的地下势力后 就接到了古杰的电话 古杰已经回到了古家 正在和一众输败打官司 古家的继承人和财产纠纷 正在如火如荼的上演着 天海市在华融城的隔壁 其面积是两个华融城 加起来都不止 经济建设和GDP产值 更是华融城拍马也赶不上 肖江以红灵会所为突破口 邀请了几位天海城 地下势力的华氏人 然后借着九会的名义 直接强势镇压 将这几个华氏人 收拾的服服贴贴 就这样 天海城的部分地下势力 也被肖江收在手中 借着这个机会 肖江又派出了 大量的华融城的手下 加入天海城的几个势力 就这样一个一个地盘 被打了下来 在普通人还在 朝九晚五的时候 地下势力的华氏人 早已换了一个 哪怕普通人知道了 也不在乎这些 他们只要知道 在龙国他们的生命有保障 收入稳定 日子有盼头就足够了 至于这些地下势力 开的各种会所 反正去了也是一样的服务 换谁来不都一个样吗 肖江也就敢动动 这些地下势力罢了 要是他敢动名面上的势力家族 估计以他的身份 会被群起而攻之 当然 以他的主角光环哪怕动了 估计也不会有什么事 只是收服起来麻烦了些 古家的议事厅内 此时古家的高层主事人 正在开家族会议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面前的梁姐弟 古杰在得到了肖江的消息后 也没有了往日的胆怯 直接上到主卫拿过话筒说道 各位在座的数百兄长姊妹 我古杰的话料在这了 古家以前的主事人是我父亲 现在我父亲去世 这古家里应让我弟弟来继承 古杰的话顿时引起一阵哗然 各种充满讽刺的声音响起 我说古杰侄女 这古家可不是让谁主事 就谁主事的 况且 就算让古萍继承他父亲的位置 他这么年幼 守得住家族的这份家业吗 因为古家的中年人不满的开口 他还算客气得了 就是就是 你以为都是陪你过家家啊 要是受不住这份家业 你们姐弟俩 就是古家得罪人了 古杰被说的脸色苍白 但他的目光依旧坚定 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弟弟继承父亲的位置 一时听太过吵闹 古杰直接一拍桌子 让全部人安静后说道 我不管什么家业不家业的 古家一直是我这一系继承的 这一系没有断 就应该按照规矩 让我弟弟继承 古杰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古家的主事人 向来都是能者居之 你父亲和你爷爷能做化石人士 他们有这个能力 就是把话说回来 网上数三代 这古家的主事人 也不是你这一系的吧 也是你爷爷从古有那一系抢过来的 是不是应该给古勇当了 古杰被说得毫无还嘴之力 但他的神情却是更加的倔强了 古杰 不要再闹了 这古家的主事人 不是古平小小年纪能当的 这样吧 你三爷爷 我保你姐弟二人 这一辈子一时无忧如何 这也算是全了你父亲的念想 古家的一位长辈开口了 其实这种事 他们根本不用开会 只不过 这古杰手里握着两家规模很大的实体企业 这也是古杰父亲留给女儿的后手 能让他们姐弟俩 在这社会立足过得好一些 可拿想这古杰并不满足 以这两家实体企业低价出售为要挟 让古家的众人回来开家族会议 这两家企业对于古家来说也是一块大肉 如果真的被有心人利用了 会对古家的其他行业造成冲击 三爷爷 我多谢你的好意了 但今天我古杰就是铁了心 一定要让我弟弟 继承古家主事人这个位置 我们这一戏不能断 古杰仿佛魔争了一般 眼神里充满讽刺 你们这些人的嘴角 终于露出来了吧 就像是小说里 争夺家主之位的剧情一样 古杰觉得自己和弟弟才是嫡系 这些人凭什么抢走自己的位置 他根本就没想过 这位置代表着什么 要承担着什么 只是单纯的 想坐上自己的位置 拿回自己的东西 就像是小孩一样 这种女人 基本上是主角前进路上的伯乐 正常般情况下 在主角的帮助下 女人会顺利地夺取家主的位置 然后在主角和各大势力的争斗中 不断地把家财支援过去 哪怕倾家荡产 也要支持男主 这还不止 他还会派家族之人去帮助主角 最后家族里的人死的死 伤的伤 家族也会入不敷出 换来的就是 女人和主角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过着有山有水的幸福生活 把家族的任务一扔 直接让其他人接班了 美其名曰 这家主的位置不适合我 既然不适合当初为什么要抢呢 还要搭上那么多的人力财力 虽然以后 主角也会不遗余力地帮助这个家族 但人没了 帮助再多有什么用 这些都是本来可以避免的 而在女主的坐之下 还美其名曰把家族带上了一个新高度 这么说的 当然都是在拍主角的马屁 到底怎么样的情况 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只是迫于主角的压力 再加上这些人都是男主一方的 所以也就不会说坏话 反而会歌颂起男主女主 这其中的委屈 只有为家族尽心尽力 而死去的那些人才知道了 第三十三章 肖江想偷梁换柱 眼见骨节如此顽固 根本不像是商量的样子 众人也是纷纷起身 愤怒的便是离开 不和一个小姑娘玩了 至于那两家实体企业 你爱干嘛干嘛 顶多谷家损失一些利益罢了 站住 我谷节的话还没说完 请你们先稍等片刻 谷节的拳头握得紧紧的 心里想着肖江怎么还不动手 这群唯利是图的人 等会一定要好好地给他们一个教训 谷节的话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可随后跑进来的一个人 却是让他们大惊失色 不好了不好了 三叔 五叔 有人打进来了 一个中年人慌张地跑了过来 你说什么 谁打进来了 被叫做三叔的老者不解地问道 在天海市 谷家的势力虽然不是最大的 但那也是排的上号 数一数二的 再说 这几年谷家安稳发展 也没得罪过什么大人物 怎么可能会有人打上门来呢 是董刘子 是董刘子集结了一帮人打进来了 他们当中有几个身手特别厉害 我们根本反应不过来 听到这话 谷节顿时放下心来 应该是肖江带着人来了 他的心上人来了 三爷爷 我说了 让你们等一会 你们就是不听 谷节笑容满面 感觉自己已经占据了上风 是你 是你搞的鬼 你为什么要这样 外面的那些都是你的族人 听着嘀嘀哒哒的枪响声 老者心里满是痛楚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为了这点争端 送上自己族人的性命 谷家的族地 在天海市的一处郊区内 这里住的基本上都是古姓之人 加上这属于势力之间的争端 并没有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 所以 哪怕安保局的人已经知道了 他们也不会插手 这是龙国的潜规则 这也是为什么 萧将要在华融城 收服一些势力的原因 虽然凭借他的本事 带几个队友 基本就能把谷家的事摆平了 但有些规矩就是要守着 老者的话 并没有让谷节有半点羞愧 而是嘲讽地说道 成王败寇 这不是当年您说的吗 既然你们都不想 我坐这个位置 那我就自己来拿 谷节畅快地大笑着 没一回功夫 萧将就带着人 走进了议事厅 看着坐在主位上的谷节 萧将直接上前一把搂住 当着众人的面调笑道 怎么样 我是不是很厉害 谷节搂着萧将粗壮的胳膊 娇羞道 是厉害 看着在唧唧我我的两个人 老者无奈的一蹬拐杖 造孽啊 造孽啊 谷节丫头 你赢了 这谷家主事人的位置 就给你弟弟吧 另一个老者开口 现在形势没人强 只能妥协了 就在一众谷家人 以为事情要结束时 怎料萧将枪锋一转 对着所有人道 谁说要把谷家主事人的位置给谷平了 这谷家的位置给谷节 听到没有 萧将突然想到一件好玩的事 要是自己和谷节结婚 让自己的儿子继承谷家的主事人位置 那到时候 整个谷家就是萧家的了 这样 他萧将在龙国 也算是有根了 在原来的剧情中 也正是这样的 萧将帮助谷节 坐上了家主之位后 就和谷节结婚了 婚后生了一个儿子 谷家在最后 也变成了萧家 萧将完美地来了一个偷梁患主 萧将的话 直接挑战了谷家的逆龄 主事人谁当都没事 但让一个要嫁人的女子 来当这绝对不可能的 不可能 谷家从来没有女子当主事人的例子 这人刚想义愤填膺的说几句话 没想到直接就被萧将给秃秃了 这一手直接震慑住了众人 比起谁当家 还是自己的姓名更重要一点 谷节 这是你的意思 三爷爷 我都听萧将的 他让我做我就做 他不让我做我就不做 这女人已经完全陷进去了 根本没有理智可言 姐 你不是说谷家主事人的位置是我的吗 你怎么 谷平也很是不解 姐姐明明是帮自己争取的 怎么一下子就她自己要做这主事人的位置了 谷平 这谷家还是你的谷家 只是你还年幼 有些事 你姐姐出面会好一点 萧将忽悠着她的小舅子 至于以后这谷家的主事人的位置给谁 还不是谁拳头大就给谁 谷家的事算是结束了 许多谷家人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谷家的主事人就已经有人做了 天海城亦是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 不过随后 这些势力第一时间都送上了鹤里 对于他们来说 谷家谁主事都一个样 这种内斗也是他们喜闻乐见的 这事过了没多久 谷家的一番操作又惊带了天海城的大小势力 这一天 谷家突然寄出了一封封的喜帖 喜帖里的内容是谷家的现任主事人要结婚 邀请众势力参与 喜帖一封接一封的派送了出去 不过让萧将没想到的是 这喜帖有一封到了谷川手里 他要是知道 谷川也是这天海市的分支 估计他就要掂量掂量了 不过萧将根本就没往这方面去想 华荣城的谷家才总共才三个人 虽然在华荣城算得上还不错 但和天海市这个谷家比 还真是提携都不配 所以萧将根本就没往这方面想过 谷川拿到这封请帖的时候 也是很惊讶的 他也没想到 自己和天海市的谷家有关系 不过 随后在谷父谷母的解释中知道 当年谷川他爷爷和家里闹矛盾 所以 自己一个人独自出来闯荡了 谷川本来是不打算去的 可看到请帖上的萧将时 谷川顿时感觉有趣 这萧将不会以为 娶了一个谷家的主事人 就想指挥自己了吧 婚礼的日期 被定在了5月21日13点14分 寓意着我爱你一生一世 话说回来这萧将 还是挺会讨女人欢心的 5月21日也就是后天 谷川收拾了一下就动身了 他倒是要去瞧瞧 这萧将到底打着什么样的心思 婚礼这天 天海市的上空 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烟花 各种豪车在谷家门前排起了长队 天海城的势力 也派出代表前来恭贺 萧将的朋友 也在这两天 从五湖四海赶了过来 大多是一些佣兵和杀手 都是些常年在刀口舔血的人 这些大多是龙国人 还有些外国人 为了给萧将助兴 更是偷渡而来 第34章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婚礼上 谷川被安排在了末尾的一桌位置 因为不被重视的原因 没有和谷家的人坐在一起 而是跟几个雇佣兵凑了一桌 天海城来的宾客很多 正商两届的人不说 奔着萧将佣兵借狼王名头来的人 更是少不了 神父正在叙叙叨叨地念着贫穷与富贵 最后双方交换戒指 在所有人的目光中 甜蜜地接吻 啪啪啪 掌声雷动 所有人都在为他们鼓掌 兄弟你知道吗 狼王可是我们佣兵界的无冕之王 他现在结婚了 我真的好感动 谷川看着身边的大块头 很是无语 人家结婚你 感动的毛线 大个子 你跟这种小白脸说什么 狼王那种人物 是他这辈子都渴望而不可及的存在 换作平时别说贱了 就是听都没听说过 也就是今天沾了你谷家身份的光 另一个人见谷川无所谓的态度 以为是谷川见识短 没见过大世面 我怎么会不知道他吗 狗王嘛 我让他在我面前学几声狗叫都可以 你们信吗 谷川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微笑地对着同桌的几人说道 几人文言一愣 下一瞬间就开始大怒 大个子更是一把抓住谷川的衣领 神色猙獰地说道 小子 你想死吗 要不是现在是狼王的婚礼 不宜见血 我早就把你大鞋扒快了 大个子越说越是生气 狼王在他们的心目中 可是神一样的存在 怎么能随便让人侮辱呢 大个子抡起菩萨大的巴掌 就想给谷川几个教训 可下一刻一根冰冷的枪管 就像是毒蛇一般 阴冷地顶在了大个子的下巴上 大个子傻眼了 怎么会这么快 自己根本就没反应过来 就被枪指着了 这小白脸到底是什么人 有时候在生命危险面前 心目中的神 也会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饶命 饶命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大个子很识趣地求饶 边上的几个佣兵不屑 人家就一把枪 难道还能一下 打死我们十个人不成 当即就有其他人看不过去了 直接一拍桌子 就要起身 下一刻 扑斥一声 男人的脑门出现了一个血洞 身子立马软了下来 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弹 大个子一看 好家伙这人 竟然还随身带着消音器的手枪 在萧江等人的禁酒声中 根本没有人察觉出来 又有几人想要出手 古川的速度更快 扑哧扑哧几声 这些人屁股还没离开椅子 就已经没了呼吸 大个子头上的冷汗直冒 一桌人转眼间 就剩下自己和那杀神了 大个子感觉自己夸下凉嗖嗖的 去 把那些人的姿势都摆正了 别让人给发现了 古川夹起一块甜品扔进嘴里 吩咐起了大个子 因为是在最后的一桌位置 所以引起人的注意很少 哪怕有人看见了 也不想多惹是生非 大个子偷偷摸摸地 将几个身子不正的尸体摆正 前一刻大家都还在嘻嘻哈哈 下一刻大家就天人两格了 越是摆弄这些尸体 大个子越发地感觉恐怖 这些人脑门中弹后 竟然只流出了一点点的血 就像是那颗子弹 在脑子里爆炸后堵住了伤口 大个子能听到这些尸体 脑袋里晃动的哗啦啦水声 酒终于进到了古川这一桌 萧江还未靠近 就远远地闻到了一股血腥味 但他现在喝了太多酒也没在意 在场的都是他狼王的朋友 谁敢在这里生事 这位是随行的人刚想要介绍 萧江直接打断了他的话说道 这个不用介绍 这是我们拥兵界的大地龙小队 我们以前和合作过 萧江醉醺醺醺的说道 要是换代平时 大个子听到萧江的话 肯定要高兴死了 可现在只能摆着一副 比哭还难看的笑脸 至于背对着萧江的古川 萧江只感觉有点熟悉 却一时半会想不起来是谁了 这位是 萧江晃了晃脑袋 疑惑地开口 这位是我们谷家的一个分支 前来祝贺的人士 是叫古川 随行的人翻着花名册 还未等他说完 古川突然一个转身 笑着对着萧江说道 surprise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古川一回头 萧江原本醉醺醺的样子 立马醒了大半 直接一个大步 跳到了后方三米远 脸色不好地看着古川 你怎么在这里 萧江真的是被吓到了 这古川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 难道是暗杀我的 这话说的 不是你寄来的情帖吗 也真是的 结婚这么大的事 也不说一声 害得我都没功夫 给你准备一份大礼了 古川笑意满满地看着萧江 古杰还以为 古川是萧江的好朋友 也是上前来准备敬酒 不过他摆着 一副古家主事人的样子 态度高傲 古川是吧 你你们这一只 在外面做得很好 任后祭祖的时候 一起回来吧 回来见见族人 以后出去了 也好有个关照 古杰仿佛施舍一般 可他不见古川有丝毫动作 直接就怒了 现在正是他刚接手 古家的关键时刻 自己的威严 绝对不能被人践踏 古川 你什么意思 不要以为你是狼王的朋友 就能成为古家的特例 二叔 古川目无家主 将他们这一只的月钱 都给我全部扣下来 古杰一夫 好像什么都知道的吩咐着 他以为古川一家 也和其他在外的族人一样 每个月都享受着 家族给的月钱 二叔尴尬地说道 家 家主 古川这一只 早就没有拿过家族的一分钱了 古杰听后 仿佛自己的颜面 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一般 自己作为古家的主事人 竟然连族人的情况都不知道 那就给我把古川这一只的人 都给我一出族谱 古杰的行为 像是为自己先前的无知找台阶 古川没有在意古杰的所作所为 或者说他根本没将古杰放在眼里 全当他是个笑话罢了 第三十五章 抓狂的古杰 肖江 怎么样是不是很惊喜啊 哦对了 我还有一个大礼准备给你 古川笑了笑站起身来 一拍桌面 那些刚被大个子摆好的尸体 顿时都瘫软在了地上 啊死人 死人 杀人了 杀人了 快报警 报什么警 就算我们报警了 安保局的人也不会受敛 人群乱作了一团 被眼前的场景吓到了 他们都是早已习惯 养尊处优的一群人 平常杀鸡杀鸭都没见过 更不用说见过死人了 古杰的脸色也是瞬间一白 不过涌现的更多的是怒气 自己刚刚继位 他怎么敢 这明显就是挑事啊 来人啊 把他给我抓起来 家法伺候 古杰生死历劫 他感觉今天古川来 就是为了踩他脸的 然而甘大的是 现场的古家人 没有一个动手 没有一个人听他的话 他就像是一个 孤独无助的光感司令一般 你们 你们 好好 你们都不听我话是吧 姜哥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几天前 萧江如天神下凡一样 助他快速掌握了古家 再加上这段时间 外人对萧江的推崇 现在萧江在他心里 就是无敌的代名词 哟 狗王果然是狗王啊 这真是狗性不改啊 前脚还在和华容成的 几个女人混在一起 这才几天啊 就又和别人结婚了 古山一个人 啪啪啪的的鼓着掌 他发誓只是嘲讽 真的不是羡慕嫉妒 古山的一具狗王 顿时像点燃了炸药桶一样 今天来的宾客 有大半是冲着狼王萧江来的 这大半里面 又有许多是他的生死之交 根本不容许古山 如此辱骂他们的狼王 狼王一怒 众狼就会一拥而上 但今天萧江这头狼王 显然有点不对劲 到现在都没开口说话 小子 你是想找死吗 本会我会把你的骨头 一根根的拆下来 让你跪在狼王面前忏悔 跟他废话什么 直接弄死他 萧江还没发话 那些长得凶神恶煞的佣兵们 就已经忍不住了 他们要为自己的狼王出头 上 别让这小子死得太快 一瞬间 七八个人一拥而上 准备将古川给拿下 要是今天能在狼王面前露脸 他们以后在佣兵组织 肯定能得到关照 与此同时 古杰的脸上 也露出了畅快的笑意 心里想着 看吧看吧 这就是狼王的实力 我老公的势力 都不用说话 都有人帮他把事给办好了 古杰正在暗暗得意着 然而 想法是美好的 但现实是残酷的 虽然几人的伸手展开 各个都是 能打十几个普通人的存在 但古川手里的枪更快 只见他在腰间一抹 细长的手枪 在他手中来来回回地 转了十几个圈 接着砰砰砰 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只能硬着头皮 希望古川的枪里 没有子弹了 古川的枪里 是没有子弹了 但他十分淡定地 换了一个弹夹 在对方拳头离自己 还有0.1米的距离时 砰的一枪 对方的拳头 被由下而上的子弹带偏 在不甘的眼神中 这人还是倒在了古川面前 还有六发一子弹 你们要不要来试试 古川用手指头 转动着手枪 十分惬意地看着那些 本来在大怒的人 古川 你够了 今天是我的婚礼 我们的恩怨以后再说 今天给我一个面子 怎么样 先前的一番战斗 虽然让肖江看到了 战胜古川的希望 但他不敢赌 他还没布局好 对付古川的策略 只能妥协 所有人都不敢置信 这还是他们认识的狼王吗 那个一言不合 就大开杀戒的狼王 怎么今天的行为 如此反常 看着像是 怕了眼前的小子一般 所有人都哑火了 先前叫嚣着 把古川大卸八块的人 都缩在了后面 生怕古川 突然就一枪过来了 狼群就是这样 谁强大谁就是狼王 既然肖江镇不住古川 那么也就没人 会替他卖命 这是人的社会 比狼的社会更现实 看着肖江头上的主角 光环黯淡了许多 系统叮叮叮的响起了 得到天命点的提示音 古川还是非常高兴的 这家伙一直在找自己麻烦 自己今天也来找找他的麻烦 我今天本来就没想过来闹事 是你们咄咄逼人 我实在没办法了才出手的 古川两手一摊 表情有些无辜 肖江气急 但没办法 今天只能先应付了他再说 来日再连本带地的讨回来 既然如此 那我们夫妻二人 就敬古兄一杯 肖江拉着极不情愿的古捷 给古川敬了一杯酒 古捷实在想不明白 这古川到底有什么好怕的 不就是有枪吗 在场人这么多 只要你狼王招呼一声 用尸体堆都能堆死他 古捷想得理所当然 他以为全世界都围着他转扬 说什么别人都会听他的 古川十分大气地 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潇洒地一转身 就要离开这是非之地 一道老迈的声音 却突然叫住了他 等一等 古川你先等一等 古川不解地回头 看到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 拄着拐杖 在一个中年人的搀扶下 快速地走了过来 古川你等等 老头子我有话和你说 老者气喘吁吁地 来到古川面前 旁边的中年人开口介绍道 古川 这是你三爷爷 之后一片寂静 古川等着下文 而中年人和老者 也是眼巴巴地看着古川 这不对啊 现在不是都提倡尊老爱幼吗 怎么老头子都累成这样了 这小子也不问一句啊 竟然连爷爷都不叫 真不知道这小子 怎么当孙子的 可嗨嗨 老者无奈 假装咳嗽了几声 缓解着尴尬 你就是古山是吧 果然和二哥当年有点像啊 爱当初要不是二哥他 可惜了 可惜了真是可惜了 老者话说一半 一直在摇头叹息着 可看到古川转身就要走的动作 直接就装不下去了 这小子 怎么就一点都不好奇呢 老头子透露了这么多 这小子不是应该一副好奇 忍不住想要知道答案的样子的吗 第36章 古川出手 古川你等一等 我有件事要和你商量一下 老者实在是忍不住了 古川的出现给了古家希望 他们没想到 自家的一个子弟竟然这么刚 连狼王都不放在眼里 而更不可思议的是 这狼王看着 好像还很忌惮古川一般 古川 我知道当年是古家对不起你爷爷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有时说是 不用这样攀亲戚 老者本来想小之 以情动之以礼 让古川满满的认同古家 可没想到 这孙子竟然这么直接 老者被掖得不轻 往常自己都是德高望重 到哪里都会收到尊敬 哪会像现在这般 被一个小辈这么羞辱 或许在这种 以老卖老的人眼里 古川这句平平无奇的话 就是一种羞辱了吧 只有那种 在面前卑躬屈膝 虚寒问暖的 才是尊老 老者虽然心里不舒服 但他有求于人 只能忍着了 古川 古家需要你主持公道啊 老者直接一声哀鸣 开始卖残起来 这时候的古节 也是知道不对了 就是再傻他也看出来了 这个古川不简单 能让肖江如此忌惮的人 肯定有什么特殊之处 三爷爷你干嘛 他已经不是古家的人了 我已经把他逐出古家了 古节赶忙和古川撇清关系 让古川不要多管闲事 哼 我们古家的规矩 就算是家主 也没有说 把人赶出家族 就赶出家族的权利 想要把人逐出古家 需要古家一半的人同意 仿佛是找到了主心古一般 老者说起话来 也硬气了许多 而古川 我们古家并没有一半人同意 把他逐出古家 所以你说了不算 老者得意得看了古节一眼 小样 就你这样 还想和老头子斗 老头子我吃过的药 比你吃过的盐还多 古节恨得牙痒痒 但他又拿着老头没办法 古川被说的有些莫名其妙 你们古家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是你们天海城的古家 没兴趣 我走了老头 古川果断转身就走 没有一丝继续停留下来的意思 老者见此事真的急了 古川 古川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只要你为古家主持公道 古家愿意把三层的资产给你管理 古家三层的资产是多少 估计有数十个华荣城古家那么大吧 不过古川依然没回头 五层怎么样 古川还是不理会 六层 七层 古家家主让给你当怎么样 最后一句老者是嘶吼出来的 他见古川这处事不关己的样子 真的有点怕了 他怕古川走了之后 古节和肖江秋后算账 到时候 他一把老骨头 还不被拆得七零八岁 古家的主持人对于古川来说 依然没有丝毫的诱惑力 这些世俗的东西 他没多大的兴趣 不过老者随后的一句话 却让古川止住了脚步 古川难道你想以后 让肖江的儿子当古家的家主 到时候 估计他会在族谱里写 古川一脉 是他肖家的孙子 这老头有极致 眼见利益诱惑不了古川 就换了一种思路 显而易见 这番话起作用了 古川停下了脚步 虽然他不在意什么族谱 但如果真像老头说的一样 到时候也是挺隔应人的 古川停下脚步 顿时让古杰和肖江 感到一种不妙 老头你胡说什么 我肖江可不是这种人 肖江十分正气地辩解着 至于心里怎么想的 没人知道 三爷爷 你不要老糊涂了 我只是帮我弟弟 代理掌管古家儿子 古家真正的继承人 是我弟弟 怎么会是我和肖哥的儿子 古杰神色伶俐 眼睛直直地看着老者 这老东西的话 实在是太多了 早知道就听肖哥的 直接把古家 不听话的人都清洗一遍 还是自己太心软了 古杰这样想着 嗯 老头你说的对 我可不想 让一个外星人 胡乱地修改古家家谱 所以 那位女家主 你还是退位吧 古川转身 像是经过了一番 深思熟虑地说道 古川 你不要不知好歹 我已经说过了 古家的继承人 是我弟弟古平 我只是代理 三爷爷他老糊涂了 分不清楚 古杰面色阴沉地 向古川说道 现在这结果眼上 他不容许出任何差池 不然 他和他弟弟二人 就真的要无家可归了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我们古家这么大的一个家族 怎么能让你一个 二十来岁的毛头小子来代理 就算让你代理 你做过什么功绩吗 你除了你爸是族长以外 没做过任何一件 让族人服气的事 你说 你拿什么来代理 老者的一番话 让古杰有些接不住 事实上 他除了那所谓的大意外 其他方面 还真没什么见数 要非说有 那就是嫁给了肖江吧 你听到了 老头子都这么说了 我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意思 但让你管理古家就是不行 古川不想多废口舌 直接掏出了手枪 这东西 可比拳头好用多了 看到古山掏枪的动作 古杰下的一个后退 但随后又觉得 受到了侮辱一般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古家本来就是 我们这一系的 我死也不会让的 古杰绝强地看着肖江 想要这个狼王 为他主持公道 小杰啊 你就不要这么固执了 如果你有带领古家的本事 我们又怎么会反对呢 这古家的主持人 不是谁都能当的 自古以来 都是有能者拘之 你也当年 虽然也是 用一些手段得来的 古家家主之位 但他自身的本事 也是实打实的呀 老者苦口婆心地劝说着 他也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大 到时候起了争端 死的还是古家人 别看在场的人 现在和古家的关系有多好 真要到了那个时候 下手比谁都狠 够了老东西 你不就是 看不惯我这一脉 接受家主的位置吗 不用在这假惺惺的 今天就是说破了天 我也不会把古家家主的位置 让出来的 小哥 麻烦你了 早知道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 只怪我太心软了 拿他们当家人 他们却不拿我当家人 古家熄义的目光 看向肖江 希望肖江能为他出头 第37章 古家的末路 一分钟 两分钟 肖江丝毫没有动静 那紧锁着的眉头 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古家见此 心都乱了 他的盖世英雄去哪了 怎么不为自己出头 怎么看到委屈的自己 不把自己搂在怀里 然后霸气地给敌人痛击 要是患在平时一般的敌人 肖江肯定会一把 搂过自己被欺负的女人 然后在他的面前 狠狠地击败对手 这是他以前的惯用手段 被他这样救下的女子 没有一个不以身相睡的 但今时不同往日 就在刚刚 他本来想动手拼一把 试试看 能不能把古川留在这里 可他得到狙击手的消息 说他的家伙还没到 现在还不是起冲突的时候 肖江又一次憋屈地忍了下来 古家见肖江还没出声 就想继续为自己的位置反驳 可下一刻 肖江一把拦住了他 在古家惊喜的目光中 肖江说道 好 这古家的家主之位 我们不要了 肖江的话 顿时让古杰变了脸色 他一把挣脱开肖江的手 不可以 绝对不行 这古家的家主之位是我的 肖江你不帮我也就算了 怎么也和他们一样 古杰看着肖江的样子 突然间他感觉到了一丝后悔 后悔自己 干嘛要答应和肖江结婚 怎么一下就被冲昏了头脑呢 肖江你 只是我花钱过来的 你没资格替我决定 古杰继续撒泼着 他已经潜力计穷了 啪 一声响亮的巴掌声响起 肖江实在是受不了 面前的傻逼女人了 他怎么就一点也看不出来呢 你打我 你竟然敢打我古杰摸着脸 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 他从来没想过 肖江会打他 他们不是应该幸福快乐的 生活在一起吗 怎么会变成现在这种模样 我说不要了就是不要了 你听不见吗 肖江对着古杰大吼着 现在他比谁都要压抑 最终 肖江带着古杰想走 临出门时 古杰看着古川的背影 面色阴毒 都是这个突然出现的男人 要不是他 今天自己应该风风光光的 他为什么要出现 一直待在华容城一辈子不好吗 古杰越想越气 神色更是猙獰了起来 鬼使神差的 古杰一把抓过旁边餐桌上的水果刀 给我去死吧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你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 给我去死吧 古杰直接扑向古川 按理说 这时候的肖江是可以阻止古杰的 可他没做 反而更快地向外走去 这种傻逼女人 肖江也不想要了 碰 一声枪响 古杰洁白的额头上 多出了一个血洞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古川 没想到这个古川 竟然会和他一个小女人计较 不是应该大度地放过自己吗 哪怕被自己捅了一刀 接着 他又看到了 向着门口走去 头也不回的肖江 古杰用最后的力气 嘲讽地说了一句 哼 男人 对与不对 古杰都把错怪在了男人的身上 不管我做了什么事 反正你们男人就得受着 还要宠着我 让我任性妄为 古川把枪收了回来 一脚踢开眼前的蠢女人 真是给你脸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地花之秀 都没你这么秀 肖江的地盘上 肖江召集队员 组织了一场会议 各位兄弟 今天你也看到了 这古川如此三番五次地针对我 简直就是个神经病 如果这次我不把场子找回来 我也没有颜面 混迹在拥兵界了 肖江脸上一片无奈的样子 好像是再说 不是我想找古川的麻烦 是古川一直在找我的麻烦 现在我不得不出手解决麻烦 一下子就把自己拉到了道德的制高点 大哥 干他 今天要不是你拦着 我铁牛早就上去手撕了他 他奶奶的小白脸竟然把这么嚣张 一个大块头怒气冲冲 像是一头暴怒的黑牛 是啊大哥 你今天怎么这么胆小 不像是你以前风格啊 这次开口的 是一个长相阴险的男人说的 这男人在队里的代号是阴鬼 哼 我又何尝不想动手 是小米和我说他的家伙还没到 等到了 我们一起去收拾了他 所有人的目光一起看向了小米 小米干大地笑了笑说道 姜哥说的没错 我全新定制的狙击枪还没到 那谷川不是简单的人 我们要严阵以待 这里面的几个人 就小米是知道情况的 根本不像肖江说的那样 是谷川一次又一次的找他麻烦 相反的反而是 肖江一次又一次无缘无故的找谷川麻烦 小米知道肖江的为人 喜欢美女 时常为了他的红颜知己 拉赏他们打架 他们这个队伍本来是五个人的 但就在上一次 谷节被海盗绑走的时候 本来他们小队已经完成任务了 可肖江非要英雄救美 被乱枪射死了 小米救你最怂 管他什么简单不简单 难道白天的时候那么多人 而且都是冲着大哥来的 只要大哥一句话 一条人命一颗子弹 都能耗死他 铁牛的想法和那谷节一样 认为这些人给肖江卖名 是正常的 也不想想凭什么 凭肖江头上的主角光环吗 都不要吵了 小米说的对 这谷川确实不简单 我和他交过几次手都 奈何不了他 铁牛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面对敌人 就是一只兔子你 也要拿出全力 铁牛是肖江的终极脑残粉 肖江的一句话 就让他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小米 你说的家伙到了吗 到了的话 我们就 肖江的眼里闪过一缕寒光 现在是时候对谷川下手了 姜哥 我的东西明天晚上就能到 小米看了看手机上的物流信息 确认了一下时间 那好 我们就等明天晚上肖江很想看看 到时候 谷川被自己打败的嘴脸 第二日 风雨欲来 谷川一大早就将谷家 手无附机之力的人 都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以他的感觉来看 估计是肖江忍不住了 要对自己动手了 大壮二壮三壮 你们也走 留在这里 只会增加死亡人数 谷川套在老板椅上 双脚交叉 手里不停地摆弄着 系统里换来的手枪 这把手枪没有其他特点 就是子弹多 基本上可以说是 只要枪不坏 子弹就打不完 老板我们不走 不就是几个佣兵吗 我们这么多人 还怕他们不成 大壮绝强地拒绝着 大壮三兄弟 从小就在谷家长大 父母也是谷家的雇佣 谷家对自己人这方面 是好的没话说 他们父母临走前 还让大壮三兄弟 帮着谷川点 不然他们一身肉都白涨了 想法是很好的 但在现实面前 许多时候 人多是没用的 反而会成为负累 走吧 都去照顾好我父母 三人实在拗不够谷川 只能带着人走了 凌晨两点 是人最困的一个时间段 华容城里 除了在花天酒地的人 全部都进入了梦乡 谷川可没有坐着干等的意思 十点的时候 就已经洗澡睡下了 肖江等人猫着腰 熟练地穿梭在谷家别墅区里 几人脚步很轻 崇明声很好地掩盖住了 几人的发出的轻响 这种事 他们是专业的 第38章 这子弹会拐弯 谷家别墅区里很安静 安静的肖江等人 怀疑谷川已经逃走了 可肖江知道 谷川就在别墅里面 他已经派人在外面盯了一天 卧室里 熟睡中的谷川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看向了门外 哼 下一刻 撞翰破窗而入 哈哈 你上当了 给我铁牛去死吧 铁牛兴奋地看向谷川 借着破窗而入的冲击力 整个人像是一头 得了杨巅峰的风牛一样 扑向了谷川 谷川不慌不忙地 从枕头下拿出手枪 砰砰砰至三枪 命中铁牛的心脏 就算如此 铁牛依旧没有停歇 反而更加猙獰地 扑向了谷川 与此同时 卧室门口突然传来 肖江的声音 谷川的你的死气到了 轰的一声 房门破碎开来 肖江和英鬼 直接端着两把 AK47就冲进来 对着谷川床上一阵扫射 呵 老套的声东击西 谷川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又不得不承认 直气确实不错 要是换做普通人 早就被打成塞子了 但谷川一个伸手 直接把近在眼前的铁牛 一个四两拨千斤 铁牛巨大的身体 凌空360度飞起 直接越过了谷川 落到了谷川的另一面 成为了一个挡箭牌 大哥助手 是铁牛 鹰鬼眼疾手快 在铁牛落地的一瞬间 就收起了枪 肖江虽然很不甘心 但也收起了枪 和鹰鬼一左一右 躲在了门后 谷川 你真卑鄙 有种把铁牛放了 我们真刀真枪地 打上一场 肖江压抑着心中的愤怒 谷川却被肖江的话 说得一愣 我卑鄙 明明是你偷偷摸摸地 跑进人家屋里 准备谋财害命 怎么就成了 我卑鄙了 谷川对肖江的脑回路 是满脸的问候 什么时候 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 加害者变成受害者了 肖江我如果卑鄙 那你又算什么 难道要我把脖子 伸到你面前给你 才算不卑鄙吗 谷川好奇地问道 肖江没有回答 他在无线耳机上 轻轻地敲击了两下 远在别墅之外 一千米的一处高楼上 一扇窗户被开了一条缝 小米戴着一个防弹头盔 手里架着一米多长的狙击枪 耳机里传来两声敲击 小米舔了舔舌头 小宝贝 让我看看你的威力吧 小米瞬间把狙击枪的枪口 对准谷川 之前他不敢瞄准谷川 是因为他怕谷川像上次一样 还没开枪就被发觉了 砰 狙击枪响 同一时间 谷川快速地偏过头去 子弹贴着谷川的脸颊 射进了墙上 怎么可能 远处的小米 满脸的不可置信 竟然有人比子弹还快 而且 这是狙击枪的子弹 这把狙击枪 无论是射程还是威力 都是经过加强改装的 小米还想继续瞄准射击 可他发现 谷川竟然对着他的方向 连开了三枪 小米本来还想嘲笑一番谷川 自己这次的距离 可是足够远的 不是一把手枪的射程能达到的 不过下一刻 小米就惊掉了下巴 只见谷川射出的子弹 一前两后 后面的子弹 不知道为什么 速度比前面的子弹 还要快上一些 在第一颗子弹加速度还没结束时 第二颗子弹 就已经撞在了第一颗子弹上 接着就是第三颗 第一颗子弹 在后面两颗子弹的冲撞下 有了更强的动能 直接跨越一千多米的距离 射在了小米的防弹头盔上 小米被吓得 顿时趴在地上不敢动弹 在他眼里 谷川简直就是一个恶魔 这世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可怕的人 这完全违背了他的物理知识 谷川的表现 更像是一个体育老师教的物理知识 被实际运用到了现实之中 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这段时间说来话长 其实只是过了三秒钟而已 面前的铁牛一愣过后 又狠狠地扑了过来 谷川有点好奇 都在心口放了三枪 这大块头怎么一点事都没有 难道心脏在右边 谷川将枪口对准了铁牛的右胸 也就这一刹那 铁牛原本向前扑去的身体 瞬间一个偏移 子弹从右心口处射了出去 差一点就命中心脏了 可嗨嗨 被你发现了 我从小心脏就长在右边 可惜 可惜太迟了 铁牛嘴里咳着血 大声笑着 萧江也在铁牛的笑声中走了出来 铁牛从小体质就异于常人 他不仅心脏长在右边 而且还长着六个肾 身体比一般人要强壮得多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谷川好像从萧江的这句话里 听到了极度 谷川 束手就擒吧 你手里的沙漠之鹰就七发子弹 铁牛身上中了四克 小米娜打了三克 你现在就是叉翅也难逃了 萧江兴奋地述说着 谷川打出的每一发子弹 他都记着 现在只要不给谷川换弹夹的时间 那胜利就是自己的 萧江不愧是拥兵之王 计策一环套着一环 声东击西 只是掩人耳目 他真实的目的就是让肉盾和射手吸引火力 谁和你说我这枪只有七发子弹的 还有我这可不是沙漠之鹰 而是沙漠之雕 谷川看着萧江一副不相信的样子 对着萧江就是砰砰两枪 两枪不够 接着又射了十多枪 把萧江三人吓得躲在墙后不明所以 这世界还有这种手枪 我狼王怎么不知道啊 就算是龙国造的九十二十 也只有二十发子弹吧 这谷川手里的什么沙漠之雕 都打了三十多枪了 难道是哪个势力刚研发出来的型号 大哥 对方火力压制太大 我们反击不了啊 鹰鬼灰头土脸的说道 这回的功夫都开了上百枪了 怎么还有子弹 鹰鬼都要怀疑人生了 萧江又敲了敲无线耳机 想要小米给予远程支援 可小米刚一冒头 铺天盖地的子弹 就排着长龙向他飞来 吓得他狙击枪也不要了 直接躲在了一旁 准备好的防弹玻璃里面 江哥 这谷川太邪门了 我看我们还是撤吧 小米慌张的声音 在几人的耳中响起 萧江几人正准备撤退时 铁牛一声大叫响起 这 这子弹竟然会转弯 他奶奶的 这怎么打 铁牛哀嚎一声 双腿重弹倒在了地上 不能走了 大哥 鹰鬼你们先走 不要管我 铁牛也知道自己走不了了 让萧江二人赶快走 第39章 科技术点歪了 谷川的身体素质 虽然赶不上萧江几个 但技巧手段等等 是萧江几人渴望而不可及的 谷川一个甩手 子弹就像是长了眼睛一样 直接一个甩尾 追上了墙壁后的萧江 萧江忍痛 不顾重弹的地方 也不理会地上的铁牛了 红着眼睛 就准备冲出去 谷川自然不会让他如意 从卧室内走出 砰砰两枪 直接打在了萧江的大腿上 萧江与铁牛一般 一个踉枪都倒在地上 阴鬼想要回去救援 可看到谷川后 心里一狠 以更快的速度向外跑去 嘖嘖嘖 这是谁啊 不是我们的狗王萧江吗 怎么今天有空来我这做客 谷川手上转着手枪 对着萧江调侃道 他知道反派死于话多这个道理 但他就是忍不住嘚伞 这种赢了对手后 当面羞辱的行为 爽不爽 只有做过的人才知道 谷川 要杀药寡随你便 萧江知道 谷川不会放过他 开口十分果断 嘿小白脸 你有种的放偶大哥 有什么手段都冲我来 你牛爷爷我 铁牛话还没说完 就被谷川一枪打烂了他的嘴巴 你不知道配角也会死于话多吗 不对 好像配角话多 还能为主角拖延时间 铁牛说话的空档 萧江疯狂地敲击着无线耳机 想要远处的狙击手 为他们提供火力支持 可小米一冒头 咬牙中了几蛋倒地后 依旧无法给萧江提供火力支持 就这么一会 除了鹰鬼逃走后 萧江的拥兵小队已经全军覆没了 谷川上前 正要一个一枪送走他们的时候 那已经逃走的鹰鬼突然回来了 同时带回来了一个童颜鹤发 穿着练功服的老头 谷川直接开枪 那老头竟然直接一闪 一把拉过地上的萧江和铁牛 还一边生气地说着话 我跟你们说了 有事要帮忙 就早点找我 你们他娘的看看 现在都几点了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老头子吹胡子瞪眼 很是生气 但手上的动作却是丝毫也不慢 王老 实在对不住你了 你也看到了 情况紧接 要是你晚来一步 我大哥他们就没了 鹰鬼松了口气 还好及时赶上了 谷川有点疑惑 这个不是都市科技的事件吗 怎么还有点武侠的意思 怀着一问 谷川看向了系统 果然这世界的主角发生了改变 或者说出现了一个气运更大的主角 龙国之所以不介入势力间的争端 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 这群人的存在 这世界由古时传下来的武者 武者的超越凡人界线的境界 是先天武者 也叫做武道宗师 一个单兵作战能力非常可怕的人 达到这种境界的高手 已经不怕一般的子弹攻击了 哪怕是小型炮弹 只要不再近距离爆炸 都无法伤害到他们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谷川嘴里说道 哎 人老了 反正也睡不着 就当早起运动吧 好了 都走吧 带坏老头子的孙儿就行了 从始至终 鹰鬼口中的王老都没看过谷川一眼 萧江等人也觉得理所当然 鹰鬼上前就想扶起铁牛 此时谷川在他们眼里 已经不算什么了 喂喂 喂喂喂 老头你是隔壁天天和傅大妈跳广场舞 把刘老头气得杨颠锋的王老头吧 谷川咔嚓一声 手枪上膛 顶在了想要上前的鹰鬼脑门上 谷川 我劝你不要自悟 王老可是你得罪不起的人 萧江的底气突然足了起来 这才是他萧江今晚最大的依仗 这世界远没有看到的那么简单 王老听到谷川的话 才抬眼打量了眼谷川 还十分不好意思的说道 哪里哪里 没办法都是老头子我舞跳得好 他们都是被老头子的魅力吸引的 谷家的小子 你还小 听老头子一句劝 这世界的水比你想象的深多了 今晚看在你们谷家做了老头子这么多年邻居的份上 这时就算了 你和萧小子的恩怨就算是解了 王老头是两年前突然住进谷川家隔壁的 说是隔壁 其实两栋别墅间隔了差不多一公里了 那我要是不能 这王老头也不是个好东西 在前身的记忆里 这老头经常仗着自己的本事到处勾搭妇女 在这别墅区的范围内 基本上有些姿色的他都要去勾搭一遍 哼 废话真多 谷家小子不要以为有一手枪术就了不起 那东西对我没有用 今天你就是不答应也得答应 不然明日你父母回来可就有得哭了 那就来试试 谷川剑没有一言之和 直接就开枪了 砰砰砰 子弹被谷川玩出了花来 前前后后 左左右右 上上下下 子弹一颗接着一颗将王老头给包围了 王老头一声冷哼 身上出现了一个透明的光照 子弹撞击在光照上 泛起一片涟漪 全部无功而返 小小年纪不学好 敬酒不吃吃罚酒 老头子 今天叫你知道 什么叫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今天献你一条胳膊 让你知道 有些人 你是惹不得的 王老头哭瘦的手指一曲 呈胡爪状态 直接抓向了谷川持枪的右手 谷川眼疾手快 飞速地后退 可还是晚了一步 手臂出现了五道身 可见谷伤痕 王老头拿着谷川手里夺来的沙漠之雕 他一早就看上谷川手里这东西了 哎 怎么回事 怎么射不出来王老头疑惑地扣着扳机 老东西你老了 赖东东早就不行了 你还想射出来 你是痴人说梦话吧 谷川无情地嘲讽着 王老头暴怒 他最恨别人说他不行了 那谷川口中的刘老头 当初就是这样说他的 所以就扬颠锋了 去死吧 老子堂堂一个先天宗师 起事本能亵渎的 王老头含怒出手 房间里刮起了无缘之风 嗨 老东西 看看这是什么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自不刺激 谷川肩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火箭筒 笑嘻嘻地看着老者 第四十章 萧江的末日 王老头看着谷川身上的大家伙 顿时就不淡定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 谷川是怎么拿出这东西的 哈哈 谷家小子 开玩笑开玩笑 都是开玩笑的 你那东西 可不能随便开啊 先天宗师虽然厉害 但要是被火箭筒给击中 那起码也是要重伤的 谷川 这东西是龙国明令禁止的 你用这东西对付我们 就不怕明天就有人找伤你吗 萧江看到这东西 也是有些怕了 龙国是禁止热武器私人持有的 一般的枪械在大势力手里 他们可以当作没看见 但如果谷山手里一样的重武器 被他们知道了 龙国的特殊部门 就会找上来和你喝茶聊天了 这也是萧江来到龙国后 一直不敢用重武器的原因 要是用了他们一个小队 恐怕都离不开龙国 任何时候 都不要对一个国家机器掉以轻心 更不用说 是像龙国这样的大国家了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但现在 我看这个老东西 很不爽 谷川一扣扳机 一道巨大的火花从背后冒出 手臂粗的炮弹 发出猙獰的嘶吼声 王老神色紧张地拉着萧江后退 至于鹰鬼和铁牛 他已经顾不上了 毕竟那人说过 只要保护萧江一人就可以了 哄 一声轰鸣 炮弹在王老头的位置上爆炸 谷川躲在墙后捂着耳朵 这东西可真带劲 据想过后 谷川眼前的房间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铁牛和鹰鬼躲避不及时 已经变成了一滩烂肉 灰头土脸的人走了出来 呵呵 要不是老头子 我还有几把刷子 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王老头扭了扭僵硬的脖子 看着谷川 目光猙獰是血 火箭炮一次只能射出一发 第二发就要填弹了 王老头躲过了这一炮后 变得有些飘飘燃起来 在他眼里 谷川已经是个带宰的羔羊了 只要在谷川填充炮弹之前 直接将其抹杀就好 对此 王老头有百分百的把握 哟 王老头你果然老当一壮啊 不愧是广场舞界的扛靶子 老太太们的偶像啊 既然如此 那就看看你能吃下几炮 谷川把火箭筒往身上一扛 直接就扣动了扳机 王老头本来想要嘲笑一番 可下一刻 毛骨悚然的感觉布满全身 怎么可能 你怎么还会有炮弹 王老头神色慌张 拉着肖江一个劲地躲避着 谷川这火箭筒 在系统里换的也是比较普通的 除了无线炮弹外 什么红外线瞄准 GPS热 追踪都没有 不过谷川有预判啊 王老头在谷川的预判下 直接落在了炮弹的旁边 要不是浑身真气保护着 马上就要迭血了 谷家小子 误会误会 都是误会 住手啊 都是老头子犯贱 老头子我该死 老头子没见识 这肖江我不救了 随你怎么处置 王老头把肖江一扔 就想远离这是非之地 他自己都不知道 遇上了哪种变态 王老头你敢 你可是答应过灵奇的 肖江也是嘶吼着 谷川一连套的不按套路出牌 已经让肖江 彻底没有找他麻烦的心思 想小子 灵奇的人情 我日后慢慢还 这次老头子也是有心无力 你自求多福吧 王老头心里有愧 脚底抹油 跑得更快了 老东西 你知道有句话 叫有因必有果吗 今天你的报应就是我 谷川丝毫不理会 被扔在一边的肖江 扛起火箭炮 就预判了王老头的走位 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邪 这次王老头就没那么好运了 直接被炮弹炸断了一条腿 疯子 你这疯子 王老头咬牙切齿 显然谷川是和他杠上了 肖江趁着这个功夫 使出了吃奶的力气逃跑 此刻是 恨不得爹妈能给自己多伸两条腿了 谷川一剑 立马调转炮头 来了还想走 你当我谷家是洗浴中心吗 哄 炮火轰鸣 肖江惊恐的眼神中 一发炮弹 直接落在了他的脚下 严辰散去 肖江竟然还没死去 下半身被炸得稀碎 只剩下上半身 拼命地向着门口爬去 他要逃离这个地方 逃离谷川 这辈子都不想见到谷川了 真是身残之间啊 不过活着也是痛苦 不如我好人做到底 送佛送到西 谷川不要 我觉得还能抢救一会 肖江哀求地说道 谷川没有理会 直接一发火箭炮 肖江变成了一地的碎肉 接着谷川又把炮筒 对准了想要逃离的王老头 谷家小子 这世界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王家哪一个鼓舞家族 族里高手辈出 你如果杀了我 后果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是厉害 难道你能时时刻刻 保护你爸妈吗 王老头眼看谷川不听好话 直接开口威胁了 既然你王家那么厉害 那我等会就去评论你王家 免得日后麻烦不断 谷川的一句话 直接让王老头闭上了嘴 在谷川的预判之下 王老头很快就被轰得 缺胳膊断腿 饶 饶命 在死亡面前 什么先天宗师 都不能保持淡然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死的 说完话 谷川直接打破了王老头的丹田 让他成为了一个废人 杀人很简单 可让一个人无能为力地 活在后悔之中 才是更好的报复方式 看着满目疮痍的院子 谷川觉得一阵头大 在还保存的相对完好的房间里 谷川从中找出了一张桌子 几包茶叶 之后在系统里兑换了一颗核弹 坐在上面烧了一壶水 沏了一壶茶 等着朝阳生气 现在几乎是已经把萧江已经死去 代表着一个气韵之子的终结 天命点疯狂地结算着 哪怕是谷川兑换了一枚核弹 天命点也还有结余 王老头他们有一句话说得不错 使用了重武器后 龙国特殊部门就会找上门来 就是不知道自己屁股底下的 这东西震不震得住他们 才没一会功夫 一辆黑色汽车就停在谷家别墅门前 上面下来了三个男人 谷川斜眼看去 心里有些疑惑 怎么回事 一般不都是两男一女 或者两女一男的组合吗 怎么到我这里 就是三个大男人了 还有一个梳着大背头 明显是个骚包 谷川心里想不明白 平常主角等人的时候 不是都有一个身材好 脸蛋好的美女过来的吗 哎 我果然没有主角的命 谷川心里哀叹着 哎 我去 这是怎么回事啊 梳着大背头的骚包男 看着眼前的场面 嘴巴都合不上了 他们接到举报 有人使用重武器 他们这个小队三人组 就立马赶了过来 原本以为只是规模不大的 重武器使用 可没想到 现场的样子 早就超出了他们的处理能力 第41章 特殊行动处 闭嘴巴好见 这里的情况已经出乎预料 不是我们能够的处理的 赶快通知上面 这是一个高瘦的男人 神色明重的说道 他怀疑 如此大规模的动用重武器 里面可能存在一批武装分子 仅凭他们三人 根本处理不了 这边高瘦男子刚说完话 骚包男好见 就早已进了别墅里面 看了看四周发现 只有谷川一个人在喝茶 也就放松了警惕 呦 Man 你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们是龙国特殊行动处的 接到热心群众的举报 这里有人使用重武器 好见眼看四周无人 狠自来熟的过来搭讪 还得自己倒了一杯茶 只是没有凳子 让他有些遗憾 谷川看着眼前披着黑色风衣 梳着大背头 带着金链子的骚包男 有些无语 谷川感觉得到 这三人都有常人没有的实力 可眼前这个男的 怎么看 怎么像是二哈呢 哦 你说重武器啊 这个吗 是我用的 谷川直接从地上抓起火箭筒 放在了桌子上 顿时 骚包男像是炸锅了一样 一跳三米远 直接远离了谷川 另外二人此时也赶了过来 看着眼前的谷川 神色凝重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投降书一半 阿胚嘴瓢了 不好意思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从现在开始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会成为呈堂正供 好见戒备地看着谷川 跃跃欲试地 想要拿下眼前的人 我是特殊行动处的方正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这是那个高瘦的男子 我是好见 他是吴勇 骚包男不忘给自己 和另一个胖子介绍着 这三人到底 是个什么奇葩小队啊 自己屁股下面 做着这么大的东西 他们六只眼睛都看不到吗 谷川无奈地敲了敲 屁股下面的东西说道 你们无不无聊 一直说一直说 烦不烦 三人的眼神 也随着谷川的手看向 那笔水桶还粗的核弹 方 方 方正 那东西好见咽了口唾沫 有点不敢置信 没错 这应该是一枚核弹 胖子吴勇也是冷汉直冒 他刚刚在废墟里 发现了一个还活着的老头 上前一打量他就惊呆了 这不是王家的那个先天宗师吗 自己的处长 见了都要给几分面子的人 怎么现在成这副模样了 吴勇看着谷川细思极恐 大 大哥 有话好好说 我们不是敌人 肯定有什么误会 好见心脏不争气地 扑通扑通跳着 身怕一个不小心 惹了谷川不高兴 和整个华戎城同归于尽了 你们三人做不了主 三人像是小鸡仔一样 紧张兮兮地坐在地上 不敢动他 几分钟后 十几辆黑色汽车包围了别墅 一个大富翩翩的中年人 穿着小了一号的睡衣 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打眼一看 情况果然不妙 谷川 你有什么事和我说 不要自误 你爸妈可是还在华戎城内啊 中年人在来的路上 就已经得到了谷川所有的信息 能做主的终于来了 谷川也不废话 直接开口说道 我也没有想要自误 只是不想进进处处太麻烦 谷川的意思 中年人懂了 他不想因为使用重武器而被抓捕 所以用核弹威胁 听听这是人话吗 你放心 这次我调查过了 是有人挑事在先 你使用热武器是为了自卫 我们特殊行动处 不会追究你了 这是我们的处长 他叫周福云 和你爱好一样 最喜欢喝茶了 骚包男好见 又忍不住插嘴介绍道 好 我还有一个要求 谷川看着眼前肚皮 都露出来的中年人 又说了一句 你说 我也要加入特殊行动处 嗯 就和他们三人一对就可以了 谷川要为自己谋一个身份 日后出现什么事 也好应对一些 周福云没有思考多久 几乎是一瞬间就答应了 不就是一个职位吗 当务之急 是先稳住这位大神 盖章 手续 几乎是三分钟 就走完了全部的流程 谷川拿到了 那本特殊行动处的证件 谷川 你现在已经是我们 特殊行动处的一员了 那么你坐下那颗核弹 周福云小心地说道 这东西吗 你们想要就拿走吧 我还有很多呢 谷川一脚将圆滚滚的核弹 踢到周福云面前 吓得周福云是三尸神暴跳 这刮娃子 怎么就这么糊呢 其实周福云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这颗核弹系统出品 已经被改造过 炸不炸 都在谷川的一面之间 还有很多 周福云一听 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东西可是国之重器 一般的小国家都不可能有 这谷川怎么会有它 实在是想不出来 不过谨慎起见 还是先稳住谷川 之后在报告上面 让上面的大佬来处理吧 周福云带过来的人都走了 只留下郝剑方正和吴勇三人 一脸呆愣愣地看着谷川 这以后就是他们的队友了 可一定要伺候好他 要不然一个不高兴赏你一个和弹 这谁吃得笑啊 郝剑 我叫郝剑 因为我爸爸喜欢军剑 所以给我取名一个剑 他希望我像军剑一样 乘风破浪 方正 我叫方正 我爸爸 希望我做人堂堂正正 吴勇 我叫吴勇 我妈妈希望我勇敢不怕困难 谷川 谁让他们自我介绍了 不是介绍过一次了吗 队长好 三人介绍完之后 对视一眼 很默契地开口叫道 嗯 很好 方正 好剑 吴勇 以后大家多多关照 谷川直接当上了队长的位置 不用什么勾心斗角 特殊行动处内 周福云将谷川的情况上报后 将这枚核弹 运往了天海的一处武器研究所 研究所的人 一大早就对这核弹做了研究 最终的结论是 这核弹是真的 里面存在巨大的能量 如果爆炸大半个天海都会没了 同一时间 周福云也接到了上级的指令 让谷川就职特殊行动处 以便日后观察 特殊行动局的人员档案里 记录着谷川的信息 其中一条是这么写的 谷川 热武器枪斗数高手 疑似存在空间异能 有未知数量热武器 危险等级SSS 第42章 冲突 华融城的特殊行动处总部 在一处郊外新区 谷川来到这里 感觉还是挺新奇的 今天是第一天上班 好见在前面领路 见人就说一句 看到没 这是我们六队的队长 我们六队也有队长了 看谁以后还敢欺负我们 好家伙 谷川怎么感觉自己 使来背锅的一样 六队的办公室里 加上谷川野财 一共四个人 其他小队的人数 基本保持在30左右 队里各种岗位人员健全 而到了六队 基本上是方正一人身兼数职 在谷川来之前 方正一直是六队的代理队长 至于为什么六队这么惨 谷川已经打听出来了 这六队以前也是个大队伍 可后来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 在处理一块核化物的时候 队内人员除了这三个刚入职的 全部被感染死亡 之后 周福云也安排过其他人 来填充六队的人数 可奇怪的是 安排到六队的人 一个个都会在任务里 莫名其妙的死亡 久而久之 六队成为了一个 谁也不想来的地方 只剩下小于三只 让人欺负了 也没本事讨回公道来 谷川观察了一下 六队的里里外外 他也没有发现 什么诡异的存在 那些人死亡 估计只是运气差了一些 任务大厅里 看着不断滚动的长平 谷川也感觉挺有意思的 什么柳山区出现变异人 天海市海岸线 出现巨型怪鱼 华容道出现异能恐怖分子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谷川感叹道 以前接触的 都是这个世界的表层 现在才是这个世界的真面目 这世界上有异能者 主要在西方世界 龙国界内最多的是古武 有一套从古代流传下来 完整的修炼体系 六队里方正正是一位 古武修炼者 刚刚三流舞者的境界 还是个刚入门的菜机 好剑好像是一名异能者 有很强的第六感 只是实灵实不灵 吴勇也是一个异能者 不过他的异能很普通 好像是胃部消化能力很强 所以他兼修一些古武 大厅里的任务难度等级 被分为ABCDF级 上面更高的是S级 SS级和最高的SSS级 这只是普通任务大厅 级别最高的是一个A级任务 打击一伙跨国贩毒分子 就那个A级任务了 古川一眼就相中了 这任务地点是一处公海上 能出去看看海景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对 队长 你不再看看吗 这可是A级任务啊 我们就四个人 好像有难度 好剑声音颤抖着 他们小队就从来没有 接过一级以上的任务 这一下子跳到A级来 属实让他有点接受不了 瞧你那点出现 没本事 你梳个大背头 披着床单单马 去给我接下来 古川不耐烦地吩咐着 好剑上前颤抖地 接下了A级任务 拿到任务凭证后 和吴勇两个 已经在想着 要怎么写一书 花呗要给谁继承好 古川等人正想走时 门口突然冲进来了一伙人 和他人交谈两句话后 突然朝着古川等人大喝道 站住 把你们刚刚接的A级任务交出来 一个穿着背心 浑身肌肉的光头男人 走上前来 大金刚你想干什么 这是我们六队先机的任务 好剑冲在前头 现在他也是有队长照着的人了 哼 滚开吧 你们六队还是去接那些 抓小猫小狗的任务吧 大金刚一把推开好剑 大手一把抓向吴勇手里的任务凭证 古川拉过吴勇 沙漠之雕出现在手中 你好 我现在是六队的队长 有什么事和我说就行 他们现在我照着 古川的一番话 顿时让好剑热泪盈眶 队长简直太帅了 我要抱紧队长的大腿 你就是六队刚来的队长吗 你以为就凭一把手枪 就能打倒我 大金刚不懈地看着 自己一头的古川 不是他大金刚吹牛 这种柔弱的小白脸 他能打一百个 哎 这就是六队的队长吗 真有魄力 年纪轻轻的就来送死 我看他现在六队的诅咒 还没落在他身上 就要被大金刚给捏碎了 上次那个敢顶撞大金刚的小子 到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几乎是一面倒的 一润传入古川的耳朵 古川掏了掏耳朵 叫来吴勇 既然这个对付不了你 那这个怎么样 吴勇的肩膀突然一沉 一个火箭筒就出现在他肩上 吴勇胖胖的身体一个颤抖 脸色都白了 火箭筒的前方正是大金刚 瞧你那怂样 古川生气的 一脚踹向吴勇的屁股 大金刚浑身毛发树立 一股危机感笼罩全身 接着在古川的目光中 大金刚的全身 浮现出一颗颗密密麻麻的钻石 眨眼间就包裹住了全身 六队的这里是特殊行动处 你想干什么 大金刚愤怒的后退着 没干嘛 你不是想要A级任务吗 那就看你敢不敢要了 古川十分认真地看着大金刚 大金刚愤恨地转身 有这么玩的吗 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呢 古川等人正要走时 又传来了一道声音 不同的是 这道声音像是百零鸟一般很好听 能将A级任务 让给我们小队吗 你们小队人少 可能完成不了 这是一个穿着黑色紧身服 前凸后翘 肤美貌白的 长腿欲解 让人一看就眼前一亮 好好好 给给 给你 吴勇断断续续地开口 一张胖脸 顿时变得通红 这是马上要进化成舔狗的征兆啊 长腿欲解 鸣嘴轻笑 那谢谢你了 你叫吴勇是吧 吴勇疯狂地点头 哪怕被叫错名字 也无所谓 奈何 现实总是会棒打鸳鸯 不 是棒打舔狗 等等 这是我们六队的任务 不是你一张嘴就能要走的 古川上前一把拿过吴勇手里的任务凭证 果断地拒绝道 吴勇顿时一副失落的模样 搭拉着脑袋 像是一条鲶鱼 哈哈 既然这样 那这任务我也不强求了 对了 我叫摩飞 是五队的队长 就在你隔壁 欢迎来串门哦 古川的阻止 摩飞也没有生气 迈着大长腿就走了 第43章 单身狗的恋爱经验 吴勇长长地叹了口气 可怜兮兮地看着前面那个窑窕身影 胖子 追女人 不是你这么追得好吗 你这是舔狗 古川一脚揣在吴勇屁股上 好见和方正 很认同地点点头 来 拿着 你去邀请他来一起做任务 奖励可以由他先挑 古川把任务凭证塞给吴勇 胖子吴勇神色慌张 一张大圆脸更加的红了 支支吾吾的说不出完整的话来 我 我他他他他 你我他干什么鬼 上啊 怕什么好见和方正 一把将吴勇推向前去 吴 吴组队长 吴勇刚开口 又被古川拉了回来 古川 叫什么队长 叫摩飞妹妹 好见 摩飞妹子也可以 方正 还是叫摩飞吧 这样也正经点 吴勇 勇敢牛牛不怕困难 勇敢牛牛不怕困难 三个单身狗 突然化身为经验丰富的恋爱导师 再叫另一个单身狗 怎么谈恋爱 吴勇终于鼓足了一回勇气 脸色通红的叫住了摩飞说道 摩飞妹妹 阿不摩飞妹子 阿不对 摩飞我们队长说了 说可以让你们小组一起参加任务 到时候 任务奖励全都给你们 这个任务凭证你拿着 还有我叫吴勇 不叫吴勇 吴勇一口气说了一大堆 最后蒙着脸就跑了 也不管人家有没有听到 哎 这个败家子 怎么能把任务奖励 都给他们舞队呢 好剑嘀嘀咕咕地吐槽着吴勇 但没办法 兄弟要泡妞 做兄弟的 只能义不容辞地支持了 出任务的时间到了 吴勇让好剑帮忙竖了个油头 和方正去买了一套和珅的衣服 向古川借了那把沙漠之雕 别在腰上 怎么看 都有种人类高质量游物的感觉 轮船在海上快速地行驶着 摩勇那傲人的身材 站在甲板上 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古川三人正在为吴勇触谋划策 古川 不对不对 你应该过去搂着他的腰 你知道泰坦尼克号吗 当时我就在那艘船上 方正 步行队长 你那样太直接了 会被摩勇队长一脚踹进海里的 应该先上前搭讪 问他吃了吗 在干嘛 无不无聊 要不要一起喝杯茶 好剑 不行不行 你们那些都太老套了 吴勇你应该去和他说 你好像优了美啊 他肯定会回答 啊我是奶茶 你再回答 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捧在手心里了 吴勇 到底是我在谈恋爱 还是你们在谈恋爱 怎么你们比我还兴奋 好像你们也是单身狗吧 你们在聊什么呢 摩勇早就看到 在身后嘀嘀咕咕的四人了 终于忍不住好奇地凑了上来 嗯 胖子有话和你说 我们走 别打扰他们了 古川连忙拉着两人跑路 留下吴勇一人在风中凌乱 吴勇仔细地回忆 刚刚几人的讨论 好像根本就没讨论出个什么东西 摩勇疑惑地看着眼前的胖子 这胖子喜欢自己 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只是摩勇的眼光很高 他喜欢的人一定是个盖世英雄 要踏着七彩祥云来接他 摩勇 我能抱着你吗 哦不对 摩勇你像奶茶 吴勇又开始无语伦比了 说着话的时候还想上手 结果啪的一声 半张脸就更红了 哎 这个吴勇真是没用 教了他那么多 竟然一招都用不出来 真是白下了这么好的名字 谷川杂杂呼呼地恨铁不成钢 估计单身狗最大的乐趣 就是教另一个单身狗 如何谈恋爱了吧 你们以为 谷川是真的没事找事吗 其实不是的 在看到摩勇的第一眼起 谷川就收到了系统的提示 这摩勇是气韵之子的女主 你想想 把一个长得这么好看 实力又很强的女人 安排到华融城这种小地方来 不就是为了等待主角的出现吗 而且谷川估计 这次的任务 八成和这次的主角有关 在看到吴勇面对摩勃的时候 谷川心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要强扭一个瓜出来 让吴勇这胖屌丝逆袭 可气的是 这吴勇一点也不争气 不就是泡个妞吗 三两天就能倒定了 这是来自一个单身狗的莫名自信 到达公海后 谷川四人加上摩勃带来的两人 一共七人乘着快艇 向着公海的区域出发 公海上的一处无名小岛上 谷川等人的快艇 在五公里以外就停下来了 换了一艘皮划艇 准备悄悄地划过去 谷川的座主下 吴勇和摩勃二人共划一条船 其他人挤在另外两艘皮划艇上 前方安全 没有发现守卫 这是摩勃带来的一个人 势力是常人的武备 用作侦察最好不过了 加快速度冲倒 摩勃一声令下 吴勇呼吱呼吱地 把胳膊都快划断了 几人上岛后 发现一伙武装人员 正在倒的另一处巡逻 并没有发现另一伙人的踪迹 应该是还没到交易时间 我们先藏起来 摩勃有丰富的外出经验 谷川几人也没意见 三天后 在几声快艇的轰鸣声中 倒上来了另一伙武装分子 这伙武装分子 黑眼睛黄皮肤 明显是东方人的特征 其中还有几个龙国人 谷川恰好还认识一个 正是肖江的狙击枪小米 这小米也是命大 连中谷川几枪都还没死 反而混进了贩毒小队 小米这些日子过得很憋屈 自从肖江死后 他的海外银行账户 突然用不了了 平常大手大脚惯了 身上根本就没有多少积蓄 小米已经有点维持 不住基本生活了 没办法 小米只能出来搞漂大的 这世界不简单 小米也早就知道了 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接触到 在遇到谷川前 肖江就像个绝缘体一般 他所在的小队 遇到的基本上 都是一些厉害的普通人 什么异能者 鼓舞高手 他们一个都遇不到 那个王老头 还是肖江意外 救了灵气后介绍给他的 说这老头关键时候能保命 但在谷家别墅的那次后 这世界就突然变了 什么变异人 鼓舞家族一个接一个的 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小米这才知道 自己以前就是个井底之蛙 刚好他听说这次的交易 有一个叫做X药剂的东西 听说那东西能让人有异能 小米听了这消息后 花了大代价 进入了这次交易 他不想再做一个 庸庸碌碌的普通人了 第44章 主角和女主的相遇 与普通的贩毒集团不同 这活武装人员贩卖的 主要是一种叫做 TY的致幻药剂 这种TY药剂 如果普通人服用 会迷失在幻觉中不能醒来 所以 它的主要售卖对象 是体质强大的鼓舞者和异能者 当然 普通的毒品 也是他们贩卖的物品 毕竟 这是来钱最快的一种方式之一 钱带来了吗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来人是一伙龙国的贩毒分子 这伙人很是可恶 杀人放火 什么都做 在龙国境内有庞大的关系网 基督部门不止一次抓不过他们 可都被他们给莫名其妙的逃脱了 这次的任务消息 还是一位基督卧底警员 冒着生命危险传递出来的 直接被挂到了特殊行动处 待会 趁他们交易的时候 我们直接出手 将他们都请下 这样人赃并货 看谁能为他开脱 魔飞躲在一处石头后 迷眼看着远处正在交易的两伙人 为什么不直接杀了这伙人呢 古川有些疑惑的道 队长 上面想要活的 你不看任务的吗 大背头好见小声的说道 他很怀疑 他这个队长根本就没看过任务内容 纯属是过来找乐子的 等会我们小队先上 你们 魔飞说完就不再说话了 他完全对六队的几个菜鸡不报 任何希望 上 魔飞一马当先 他应该是速度型的异能者 只见傲人的身材 在一身化落后 就变成了一条黑色的幻影 直接消失在了眼前 魔飞后面跟着他的鼓舞队员 古川估摸着 大概有二流舞者的实力 另一个眼睛很好的异能者 也拿出了一把狙击枪 开始远程狙击起来 队长 我们怎么办 郝剑三人有些猛 这场面 他们一次都没遇到过 一时之间都不知道干嘛了 全都呆愣愣地看着古川 看什么看 去帮忙啊 古川拿出火箭筒扔给吴勇 这家伙的体型 就适合扛着东西 又在系统里 兑换了两座迫击炮 让方正和郝剑去轰炸 结果显而易见 几轮重武器的轰炸下 两伙武装分子 除了几个有实力的异能者外 全部都支离破碎了 摩飞也是呆愣了片刻 这都是什么鬼 谁出任务 会带这么多重武器 这古川就是个活脱多的武器库 这六队是真的捡到宝了 摩飞三下五除二的 抓住了那个龙国犯罪头目 其他人都被全部击毙 古队长 你这是空间易能吗 竟然能携带这么多热武器 摩飞好奇地问道 一旁扛着火箭炮 摆着一副自以为很帅姿势的胖子 顿时感觉十分的失落 你答应和胖子 去看电影我就告诉你 古川露出洁白的牙齿 摩飞笑笑没有说话 哒哒哒哒哒哒 突然 一架直升机飞速地朝着这边靠近 一股大风在直升机的带动下 呼啸而来 直升机刚到小岛上方时 突然一道人影 从直升机上跳了下来 人影落地 看着眼前的场景有些诧异 不是说这里有良火武装分子 要帮忙处理一下吗 怎么看情况都已经解决了呀 来人是一个高大帅气 穿着一身迷彩服的男人 他正准备上前询问古川几人时 摩飞手里的犯罪头目 让他突然一愣 紧接着一道实质般的杀意 铺天盖地的袭来 把他给我 迷彩服男人命令般地开口 完全不容许别人有丝毫质疑 摩飞的压力很大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人 但他不可能把这头目交出去的 你是什么人 这犯罪头目是我们抓到的 凭什么要交给你 摩飞反驳道 迷彩服男人没有继续说 一个字的打算 脚下一动 直接像是一头猎豹一样 冲向了摩飞 摩飞也不甘示弱 他向来就是个不服输的性格 转眼间 两人就缠斗在了一起 只是摩飞完全不是对手 迷彩服男人 像是细耍一般 跟着摩飞交手 还十分淡然地在指点道 这招是用的不对 应该这么用 这招也不对 力道不是你这么发的 摩飞的身体 在迷彩服男人的手下 抓了又捏 捏了又抓 让摩飞脸红羞怒不止 这就是主角和女主第一次相见吗 果然是老套的误会开局啊 古川看着迷彩服男人 一边装着高人 一边对着摩飞 上下起手不停地卡油 再看看一边的胖子乌勇 那眼珠子都快要凸出来了 哎 胖子 你愤不愤怒 生不生气 古川好奇地问道 乌勇起先握紧了拳头 但后来又突然松开 垂头丧气地说道 哎 我愤怒又怎么样 生气又怎么样 我没那个男人那么厉害啊 乌勇也是看出来了 这突然出现的迷彩服男人 估计是对摩飞有好感 所以本来几秒钟 就可以解决的战斗 偏偏斗了这么久 摩飞还一副不服气的样子 以为自己和他是旗鼓相当 果然只有男人才最了解男人 瞧你那点出现 古川一脚揣在胖子屁股上 接着从系统里 兑换了一架穿甲炮 直接扔在了吴勇肩上 来 给我瞄准他 这武器有自动追踪的功能 你只管开枪 其他的都不用管 此时的摩飞 已经被迷彩服男人 双手反绑在身后 迷彩服男人 正一脸饶有兴致地 打量着摩飞 他在边疆多年 已经很久没见过 这种肤白帽美大长腿 身材又好的女人了 现在看起来 真的有些赏心悦目 本来是一个主角和女主 增加双方印象的机会 偏偏在这个时候 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传了过来 给我放开他 迷彩服男人 感觉到了一股危机感 打眼看去 一个胖子 竟然拿着一架 穿甲炮对着他 迷彩服男人瞬间愤怒 什么时候 竟然有人敢拿武器 对着自己 想想上一个 这么对自己的人 坟头草估计 都已经三尺刀了吧 不过看到对方 是龙过人后 迷彩服男人又忍了下来 解释道 我是林奇 这犯队头目 牵扯到一桩我的案件里面 我要把他带走 林奇是谁 在场的估计 除了古川外 所有人都听过他的大名 那是一个武学奇才 年纪轻轻 就突破到了先天宗师境界 后来加入军队 在边疆战场上 厮杀出了诺大的名头来 换作平时 吴勇听到这名字 肯定已经瑟瑟发抖了 可他现在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我说 你放开他 你没听到吗 吴勇硬刚了起来 我要说不能 林奇一把将魔匪拉到身后 神色很是不悦 第四十五章 戏剧性 这么刚的吴勇好剑和方正 还是第一次看见 好剑给吴勇竖起大拇指 把他的黑色披风 穿在了吴勇身上 胖子 你牛逼 魔匪你到这边来 他要是再敢动你 我就一枪拘了他 吴勇现在热血上头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怕 只知道 不能在女神面前弱了威风 魔匪看了眼林奇 他知道林奇没有恶意 但如果一个先天宗师 发起火来 也不是六对几人 能承受的 吴勇 他没有恶意的 把枪收起来吧 魔匪正想上前劝说吴勇 可林奇却突然伸出手 想要抓住魔匪 这一下 立马就踩到了吴勇痛处 林奇高傲惯了 再加上他的身份 他以为没有人敢对自己动手 起码在龙国同辈面前是这样的 因为他已经领先同辈太多太多了 然而 林奇根本不了解 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人是什么想法 只见吴勇眉头一拧 我不管你是谁 我说要让你放开魔匪 既然你不听 那就给我去死吧 咔嚓一声 扳机被扣动 林奇浑身毛骨悚然 一股巨大的危险 在急速靠近 让林奇愤怒的 不是这股危险 而是这胖子 竟然敢真的向自己出手 那边那个胖子 你死定了 林奇推开魔匪 急速地向左一闪 躲开迎面来的穿甲弹后 直接快速地向着吴勇冲去 穿甲弹虽然对仙天宗室有危险 但那也要打中才行啊 林奇感觉到 危险并没有消失 转头一看 好家伙这穿甲弹 竟然还有自动追踪功能 林奇左躲右闪 根本无法躲开穿甲弹 最后无奈只能硬钢 一个无形的气缸成型 穿甲弹落在上面 竟然无法穿透 仅仅是让气缸出现一丝裂纹 就这 就凭这也想击败我 吴勇这时候才回过神来 腿肚子开始发抖了 刚刚他干了什么 他想起来了 他竟然对着边界战神开枪了 这不是老兽心上掉贤命长吗 林奇继续嘲讽着胖子 他最喜欢这种感觉了 从一个猎物变成一个猎人 让原先的猎人变成猎物 再让敌人绝望 在绝望中将他杀死 林奇在边界被称为人魔 他做的最多的事 就是让敌人感到绝望 林奇住手 我们是华容成特殊行动处的 这都是误会 你要是犯罪头目 我们现在就给你 魔非有些急了 这是归根结底 还是因他而起 他不想出现人员伤亡 林奇看了一眼魔非 依旧没有停下脚步 一步一步 就像是踩在无勇的心脏上一般 误会 完了 敢对我林奇出手 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觉悟 林奇仿佛化作了一头恶狼一般 看着眼前的羔羊 随时就准备上前把他撕碎 穿甲弹一般一次只能使用一颗 所以林奇丝毫不慌张 就算对手的装弹速度再快 他都有信心比对方更快 头上直升机的枪炮 也对准了古川等人 好像林奇已经胜券在握 可下一刻 只见慌张的胖子 死命地扣动着扳机 一下 两下 三下 十一下 一连十一下的扳机扣动 让林奇笑出了声 是猎物已经慌张的不知所措了吗 接下来就是猎杀时刻 还没等林奇动手 所有人除了不知道什么时候 跳上直升机的古川外 都目瞪口袋的傻眼了 只见手臂粗细的穿甲弹 一颗接着一颗 像是一根直线般呼啸地冲向了林奇 林奇终于保持不住 那股装十三的动作了 神色也开始紧张起来 这都是什么玩意啊 就算是在边界 他也没有被这么多的 自动追踪穿甲弹打过啊 没办法 现在林奇只能硬钢了 躲又躲不了 避又避不开 气缸在林奇面前 形成一个弧形光照 林奇手里握着一个龙形玉佩 一股能量不断地传输到林奇体内 补充着真气的消耗 终于 十一颗穿甲弹 被艰难地抵挡了下来 林奇面前 气缸形成的光照 也破碎开来 龙形玉佩 化作了粉末 吴勇见林奇如此厉害 害怕地还想发射 林奇见此 急忙大喊 住手 我是林奇 隶属于边界熊士军团 这一切都是误会 这犯队头目 你们带回去 我不要了 林奇认怂了 他真的快挡不住了 要是再这样放几枪 他还不得被分尸 吴勇就是个耸人 听他这么一说 反而不知道怎么好了 跳下飞机 一脚就踹在吴勇屁股上 耸货 瞧你那点出血 听听人家刚刚是怎么说的 他说晚了 得罪他 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看看看看 你怎么就学不会呢 再这样下去 你的魔妃就要被他炮走了 到时候 你去哪哭去 古川恨铁不成钢 怎么人家一句话 就能化干戈为玉伯 一句话就能决定别人的生死 怎么你就这么愿意配合呢 古川的一句魔妃 直接点醒了吴勇 吴勇继续瞄准林奇 学着他刚才的话 磕磕巴巴的说道 误 误会 已经 已经晚了 晚了 得罪 得罪我们 我们六对 你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血的代价 吴勇说完 就要继续扣动扳机 可下一刻 一道黑色的身影 直接让他慌乱了 魔妃 你干什么 快走开啊 放心有我在 他伤害不了你的 魔妃挡在了林奇的前面 他知道劝说不了古川 只能向吴勇开口道 吴勇 给我一个面子 算了吧 都是自己人 没必要打声打死的 好家伙 先前灵奇要向吴勇动手时 也不见魔妃这么挺身而出 只是说了一句话 就不再阻止了 反而到了灵奇 这就开始舍身取义了 吴勇焦急地看着魔妃 放下武器 张口就想答应 古川直接又是一脚踹了过去 这一脚 但是让吴勇有一种开窍的样子 眼珠子一转说道 放了他也不是不可以 除非 除非你陪我吃饭看电影 魔妃没好气地点了点头 吴勇高兴地都快飞起来了 后面的灵奇握紧了拳头 一遍一遍地看着眼前几人 他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屈辱了 他要把这些人都记在脑海里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等来日再一一回报 第四十六章 古川出头 一行六人挤在一架飞机上 飞机下吊着犯罪头目 古川等人就这么走了 留下灵奇两人在风中凌乱着 回去交完任务后 古川便在家里开始躺平了 系统里得到了多少天命点 他也不在意 对于打击气韵之子这件事 古川都是抱着随遇而安的态度 他不来惹自己 自己也不想搭理他 这一日 古川起了个早 他不知道为什么这灵奇会来到华融城 而且就住在他这一片别墅区里 灵奇每日都有早起晨练的习惯 这不 古川出来时 他已经在呼吱呼吱地打着拳了 按照主角的尿性 估计等会会有一个身份高贵的老头 在晨练的时候突然晕倒 然后灵奇就会一阵猛如虎的操作 把老头给救回来 接下来 老头就会千恩万谢 记着这份人情 在日后灵奇遇到麻烦的时候 都给他解决了 这个推论 古川三天前就想出来了 只是这几日的观察 根本就没发现任何有身份的老头 难道是自己的推论有错 古川在自我怀疑着 又过了半个小时 正当古川以为和往常一样 不会发生什么时 一阵喧闹的声音传来 站住 不要跑 一道英姿萨爽的声音传来 有眼极近 是一个穿着警服的大萝莉 正在追着两个歹徒 站住 快把包还回来 警服大萝莉胸前的警服有点紧 拖着两个负重 徒手追击着两个拿着包和金项链的男人 滚开 你要是再追 我们就不客气了 两个歹徒手里拿着刀 根本就不怕身后的警服大萝莉 路上的行人也是快速地躲避着 生怕一个不小心 惹祸上身了 站住 帮忙拦住他 滚开 滚开 谁要来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两个歹徒手里挥舞着匕首 竟然好巧不巧地冲向了林奇的方向 给我滚开 没听见吗 两个歹徒想要攻击林奇 林奇直接两拳 两个歹徒已经倒在地上半死不活了 古川一拍脑门 果然来了 主角出没的地方必有美女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定律 虽然剧情不是自己想的那样 估计也差不了多少 果然在下一刻 一个年迈的身影快速地冲了过来 脚步稳健 竟然比年轻人还快上三分 待看到警服大萝莉没事后 才重重地松了口气 溺爱地说道 林儿 我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这么冒冒失失 你说 你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怎么对得起 你父母啊 警服大萝莉 手脚麻利地 将两个歹徒绑起 对着老者撅嘴说道 爷爷 我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跟着我不要跟着我 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您这老胳膊老腿的 要是一不小心被人撞倒了 别人还以为你碰瓷呢 老者无语 简直要被笑死了 接下来的剧情 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无非是警服大萝莉 认识了一番灵奇 老者也发现灵奇后 竟为一方天人 之后就是双方越看越顺眼 越聊越投机了 投机的老者 都想把警服大萝莉 嫁给灵奇了 这些不都是主角剧情里的 正常操作吗 古川走了 他没有继续留着的意思 这几天在这里 他只不过是好奇 主角的机遇路线 是怎么走的 现在亲眼目睹 他也没想过要去截胡 打击主角气遇 获得天命点的 古川感觉这样没意思 还不如体验一下 这世界的风土人情 来得有意思 古川刚走 灵奇就往这边看了过来 他已经注意 古川好几天了 古川的面孔 他记得比谁都清晰 那天就是这个人 一直在挑拨离间 主角就是这样 古川正常的鼓励无勇 追求自己喜欢的人 教他怎么对付情敌 如何提升自信心 这一切本来应该 都不关灵奇的事 可灵奇就是认为 古川在挑拨离间 他与魔妃的相遇 就应该所有人 都静静地看着 见证着美丽的一刻 而不是有人跳出来 惹是生非 灵奇握紧双拳 他很想去挥挥古川 可他得到消息 说古川可能是 空间细异能者 在特殊行动局秘密档案中 被评为SSS及危险级别 仅凭这一点 灵奇都要掂量掂量了 就这样的 一丝莫名其妙的恩怨就产生了 三天后 古川回到特殊行动处六 对办公室 看着挨头叹气的几人 有些疑惑 你们几个怎么了 死了爹妈 还是老婆被抢了 哎 队长你终于回来了 我们爹妈没死 胖子的老婆 是真的要被抢走了 原来 那天魔妃答应 陪着吴勇约会后 吴勇信冲冲地 和魔妃去看电影 可没想到 在路上正好遇到了灵奇 结果可想而知 没有古川帮衬 吴勇直接就被灵奇的跟班给收拾了 方正和好剑赶去帮忙 结果忙没帮上 反而三人都被胖揍了一顿 魔妃也被灵奇抢走了 关键是 魔妃也没反抗 也没阻止几个被揍 出息 就这古川很不爽 自己的手下这么没出息 被人揍了 只会在这哀声叹气的 简直是太没出息了 队长 你冤枉我们了 不是我们没出息 而是灵奇那帮人 竟然也加入了特殊行动处 这几日 他们就天天堵着我们 我们任务也接不了 训练室也去不了 好剑埋怨着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分钟 古川不喜欢做保姆 也不像那些主角一样 喜欢为人出头 但六队现在是自己的六队 堵着这几个没出息的 就是不给自己面子 走 我带你们去坐回来 我倒要看看这灵奇究竟想干什么 古川一拍桌子 直接摔门而出 哦 队长万岁 队长威武 好剑先前不高兴的情绪 顿时一扫而空 他等了这么久 不就是想让古川出头吗 现在他们六队 也是有头头的人了 不是谁都能惹他 古川无语 感情除了胖子以外 这两个憨货就是装的 仅此一次 下不为例 打铁还需自身硬 明天开始 我就对你们进行课训 课训目标为 打倒灵奇 这灵奇竟然敢抢魔飞 魔飞竟然不拒绝 听到这里 古川就不干了 魔飞和吴勇 可是他强扭的瓜 怎么可能会半路 就让人给摘走了 第47章 猖狂的代价 古川四人一出办公室 特殊行动处里的人 都沸腾了起来 快快快有好戏看了 赶紧去拿小板凳 什么好戏啊 卧槽六队队长回来了 快快快把我那 包八二年的瓜子拿出来 27队 这是特殊行动处 刚刚扩编的队伍 由灵奇带来的六人 组成的一个队伍 周富云不知道 为什么要这么安排 他只知道 军部的人跟上面打了关系 要将灵奇七人安排在这里 27队办公室里 六个大男人或站着 或躺着 或抽烟 或打游戏 丝毫不像是 纪律严明的军队出来的人 看他衣服都不整齐的样子 更像是混迹在军队 混吃混喝的冰牛子 虽然形象不怎么样 但无可否认的是 这六人的实力 都是一等一的 都有一流武者的实力 可以说 加上灵奇 这支27小队 就是横扫华荣城 特殊行动处 都没有丝毫问题 古川四人走在路上 摩飞急冲冲地赶来 阻拦在了前面 古川你们要干什么 这里是特殊行动处 不能乱来 摩飞张开双手 想要拦住古川几人 干嘛 你不知道干嘛吗 古川问道 那都是误会 摩飞解释道 误会 他们打我的人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这么拦着他们 怎么不见 你说这是误会 你是不是急着想甩掉胖子 和灵奇约会去 我告诉你 想都不要想 你答应胖子的事情 要是不做到 我见你们五队的人就揍一次 古川一把推开摩飞 他可没有怜香惜玉的习惯 摩飞大吉 当日他也不知道怎么了 直接鬼使神拆的 半推半就的 就跟着灵奇走了 或许在他心里 吴勇真的不如这灵奇的魅力大 二十七处的人 早就听到动静了 可他们丝毫不在乎 灵奇不在这里 他们反而会更加的无法无天 好见一脚揣开房门 办公室里乌烟瘴气 六人还是各干各的 根本没看古川几人一眼 好 很好 都这样牛逼的吗 既然这样 古川直接在系统里 用天命点 兑换了一把超级加倍麻醉枪 枪刚一逃出来 六人的神情顿时一变 像是恶狼一般 一股破人的气势和杀意 弥马出 小子 我劝你收起那东西 不然等会我把你们的脖子都拧下来 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男人开口 还自以为似的露出一个争鸣的笑容来 古川可不怪着他们和他们废话 直接就是一枪过去 几人瞬间动了 办公室呼啸起一股恶风 六人的眼睛里露出杀意 对于赶向他们出手的人 他们会把他生生的撕碎 这是他们在边界战场的手段 他们的 一个个牛逼的不行 给你们脸了是吧 竟然都这么能装逼 这些人虽然厉害 但古川直接几个预判 六人直接重办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超级加倍的麻醉剂 直接让他们躺在了地上 古川把枪收了起来 吩咐方正三人道 去拿麻省铁链过来 把这几个都给我绑了 古川转身 好见几人就兴致勃勃的干起了事来 我的乖乖 这古川到底是什么开头啊 我听说那几个都是边界的刺头 实力一个比一个厉害 怎么都被一枪放倒了 果然古川才是狠人 以后还是少惹为妙 方正三人拖着六人 跟在古川后面 抬头挺胸要多威风 就有多威风了 特殊行动出训练场 这是有两个足球场 那么大的训练场 一般特殊行动出的人 训练都在这里 训练场内 古川让方正 把这六人都给挂了起来 古川解除了他们体内的麻醉效果 六人悠悠醒来 待看到自己被挂在柱子上后 一个个大怒 想要挣脱束缚 可特殊行动出的铁链子 本来就是用来对付他们这种人的 怎么可能会被轻易地挣脱 卑鄙无耻 竟然使用这种下作手段 有种地放开我们 再来比试一次 刀疤男恶狠狠地开口 古川有些疑惑 难道你们先前六人一起上 就不卑鄙无耻了吗 如果这都算是下作手段 你们在边界都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 就你们这样 我看就是六个边界的混子 你说什么 你他娘的 有种再说一次 边界战场的情况很复杂 那里的空间和普通地方不同 在边界战场打生打死的人 基本上都是为了那处空间里的特殊资源 有些人为了方便行动 就把自己挂在边界军团的下面 混一个身份 这种人除了上交一部分所得资源外 其他的并没有什么约束 从系统里古川得知 这六人都只不过是在边界战场搏命的 根本没有为龙国做过一丝一毫的贡献 反而有时会截杀龙国人 抢走他手里的机遇 只是在一次偶然中 他们败在了林奇手下 被林奇收服了 长嘴 古川说完 吴勇就上前来 一巴掌一巴掌打得不亦乐乎 当初就这个刀疤男 揍自己揍得最狠 他娘的 有种你就打死我 要不然别让我找到机会 找到机会 我就让你全家鸡犬不宁 刀疤男猖狂地笑着 古川是最恨别人威胁自己了 本来他只是想好好教训教训这些人 没想到对方竟然这么猖狂 那就去死好了 古川掏枪就射 刀疤男感觉不敢置信 他怎么敢在这里杀人 这里可是特殊行动处啊 就是因为在这里 他算定了古川不会杀人 所以他才会有恃无恐的威胁 可现实却给了他狠狠的一击 古川不但敢出手 而且出手果断 让人担心的时间都没有 刀疤男就已经死了 安静 这一刻所有看热闹的人都安静了下来 他们谁都没想过会闹出人命来 古川你找死 啊 远远的一道怒吼的声音传来 林奇在魔妃的通知下 已经很快地赶过来了 他知道自己的六个手下桀骜不驯 肯定会和古川冲突 刀疤就这么眼睁睁地死在了自己面前 第48章 加农炮出击 林奇飞速地来到古川面前 想要直接把古川给撕碎 他要让人知道 敢杀他林奇的人要付出的代价 不止眼前的古川 他身后的三人今天都要死 林奇的速度很快 像是一头看到猎物的猎豹 古川都能感受到一股迎面来的压迫力 林奇是快 但古川的速度更快 火箭筒直接出现了手中 对着前面看也不看 就连开三炮 一瞬间 林奇前冲的速度停止 不甘心地看着古川 闪身想要躲开火箭弹的攻击 然而 和上次一样 火箭弹如影随形 林奇憋屈的 只能发动钢器照应钢了 轰轰轰 不得不说 林奇的实力确实可以 三枚火箭弹 只是让他的钢器照出现裂痕 没有完全破碎开来 林奇看着古川 他感觉自己很憋屈 这人怎么能这样 这不是作弊吗 还让人怎么打 古川 把他们都放了 有什么事送我来 林奇虽然不想和古川交手 但却又不得不开口 是啊 古川这都是误会 我们都是同事 不能再出人命了 魔飞万万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到这种程度 古川有些好笑地看着魔飞 怎么先前吴勇被揍的时候 不见你出来说误会 跑过来 喊我去帮忙 反而还和林奇一起去吃饭看电影 古川说的魔飞哑口无言 说真的当时吴勇被揍 他心里一点感觉都没有 可换成林奇的手下 魔飞自己都担惊受怕的 够了古川 魔飞是我逼着他去的 不关他的事 林奇为魔飞辩解 魔飞心里又是一阵感动 古川见此 那更不爽了 他要的是一颗强扭的瓜 不想要一颗正经的瓜 我管你逼迫不逼迫的 打了我的人就要付出代价 威胁我的家人 就要做好死的准备 古川一点也不退让 特殊行动处的处长周福云 其实早就来了 只是一直没出面 开玩笑 这两个人说实话 他一个都惹不起 干嘛做那合适老友病吧 自己有几斤几两 有几分面子 周福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吴勇 你劝劝你们队长吧 现在及时收手还来得及 不要再多闹出人命来了 我明天就陪你约会 去吃饭看电影 救我们两个人好不好 魔飞看古川无动于衷 只能想办法 从吴勇这边打开缺口 灵奇愤怒地握紧拳头 魔飞的话他没阻止 但他一个大男人 竟然需要一个女人来帮衬 让他很没有面子 吴勇听到魔飞的话后 眼睛一亮 但随后又摇了摇头 魔飞已经迟了 现在我们和队长同进退 对 我们和队长同进退 方正和好剑也一口同声道 古川 你非要做绝吗 灵奇像是一头愤怒的雄狮 已经做好了全力出手的准备 胖子 剩下这几个怎么揍你的 你就怎么揍回来 加倍的 古川没有理会灵奇 直接对胖子等人说道 剩下的五人 只能憋屈地忍让着 眼前的男人是个疯子 在这种地方都敢杀人 他们以为 自己已经无法无天了 可跟面前这人一比 自己等人还是老实了点 既然如此 古川 你去死吧 灵奇无法容忍自己的手下 在自己面前被欺负 直接拿出一颗白色的珠子一捏 然后就冲向了古川 古川反手火箭弹 一枚接一枚的发射 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 白色的珠子碎裂开来 形成了一个白色的防护罩 把灵奇包围得严严实实 火箭弹一枚接着一枚的落在上面 形成一朵朵火云 防护罩除了晃动的剧烈了一些外 其他的一点反应都没有 灵奇松了口气 这东西是他从边界战场的 一处道馆里得到的 他一直没有动用过 现在看来 不会让他失望了 古川手里的火箭弹是手持的 威力在火箭弹里面 属于普通的那种 眼看无法对灵奇造成像样的伤害 古川直接把火箭弹扔给好件 看了下系统里剩下的天命点 直接兑换了一门无线炮弹 加自动追踪的重型加农炮 加农炮一出现 古川就坐在后座上 也不瞄准 直接火力全开 一炮一炮地发射了出去 古川的一番操作 直接让特殊行动处的人傻眼了 乖乖还能这么玩呢吗 特殊行动处的人全部散开了 他们可不想被殃及吃鱼 加农炮一出现 灵奇就感到了压力 如果不能快速地解决掉古川 他感觉自己会死在这里 但可恶的是 不管自己躲到哪里 加农炮都能如影随形 再加上强大的冲击力 让他根本就无法靠近古川 更不要说解决了 被吊在柱子上的五人 更是瞠目结舌 面前这人到底是什么怪物 简直就是个战争机器 要是早知道这么厉害 他们几个奶还敢动六队的人 也都行 情况越来越危急 灵奇已经手段进出了 可连古川的一根毛都碰不到 这能连射的加农炮 实在是太可怕了 那炮弹是一个接一个 把它包围成了一个圈 它动都动不了 啊可恶 古川有种就出来单挑 用这种热武器你算什么男人 灵奇想要激怒古川 让他放弃热武器 可迎来的是更加巨大的炮火洗礼 就在灵奇以为 今天自己要死在这里的时候 一道中气十足的老者声音响起 助手 都给我助手 在特殊行动处 和自己人动手 都无法无天了是吧 周福云恭敬地 跟在一个老者后面 老者气势威严 一看就是久居高位的人 古川停了下来 打亮了一眼老者 好家伙 你倒是谁 来者居然是前几天早晨 灵奇遇到的那个老者 紧服大罗利的爷爷 竟然这么快就来当救兵了 老者本来早上是想去看看孙女的 可突然之间心血来潮 想来这特殊行动处 见见那天早上遇到的年轻人 可没想到 他一来就看到了这种情况 看到自己 看中的人在挨打 老者当时就不乐意了 也不管情况怎么样 直接就站了出来 老头 你要多管闲事 古川好奇地问道 第49章 灵奇的后台 怎么 老头我就不能多管闲事 老者十分不高兴地说道 同时一股属于先天宗师的 独有气势 生疼而起 周福云见状连忙开口解释道 古川 这是阎老 是我们天海市特殊行动局的 前任局长 接着他又小声地在老者耳边说道 阎老 古川在局内被评为 SSS级危险程度 阎老不屑 3S级程度怎么了 今天他就是条龙都得给我趴着 阎老 他有核弹 核弹 核弹怎么了 你 你刚刚说什么 阎老以为自己听错了 不敢置信地看着周福云 周福云 古川是个空间异能者 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弄来的热武器 上次被送到天海的核弹 就是他的 阎老咋舌 核弹这东西 可不是开玩笑的 一瞬间 阎老不再咄咄逼人 换了个口气说道 大家都是一个部门 都好好沟通把误会解开 不要这么打声打死的 传出去让人看的都是笑话 阎老有点不习惯 这么多年了 他还没这么低声下气地说过话 哪怕是上面更大的领导 他都敢对回去 阎老 古川杀我手下 这事是他先挑起来的 灵奇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灵奇他要杀我 你说我要不要把他先杀了 古川看着老者 丝毫没走下家农炮的意思 可嗨嗨 这里面肯定有许多误会 这样吧 你们二人都先停下 是非屈直 我们自然会查清楚的 到时候自然会给你们一个公道 阎老开始了霍西尼 不管怎样 先制止了他们的打斗再说 古川无所谓的下了家农炮 他倒要看看这老头 怎么救下灵奇 就在古川走下家农炮的一瞬间 灵奇的眼神一狠 就是现在 古川没有武器在手 是解决他的最好时机了 灵奇出手果决 古川这种敌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能有机会解决古川 灵奇一次都不会放过 阎老眼睛一眯 看到灵奇的动作 他并没有阻止 反而更加欣赏灵奇了 遇事果决有他当年的风范 然而古川怎么可能是那种 能轻易被偷袭的人 思绪一动 吴勇尚自用的穿甲弹 就出现在了手中 千军一发之际 穿甲弹的冲击力击退了灵奇 古川回身 立马坐在家农炮上 哈哈哈哈 灵奇既然你找死 今天我就成全了你 轰轰轰 家农炮一发接着一发 不要钱般地射了出去 阎老这才体会到古川的恐怖 急忙叫道 住手 住手 都给我住手听到了没有 阎老大叫着 想要让古川停下 古川看也不看阎老 老东西 果然和灵奇是一窝的 我住手你这次 是不是要一起上来收手了 阎老被古川说得有点不好意思 急忙说是误会 灵奇是因为害怕才出手的 并没有害人的意思 灵奇也有点后悔自己的冲动 自己这次是真的快撑不住了 古川住手 你再不住手 我就去你古家 见见你父母 阎老实在没办法了 只能拿古川的家人做威胁 老东西你可以去试试 到时候看我不在你 严家扔几颗核弹 我古川就不是人 古川丝毫没有停手 反而招呼着方正三人一起动手 三人到现在也只能咬牙 跟着古川一条路走到黑了 哗啦一声 灵奇看到面前的白色防护罩破碎开来 心中咯噔一下 暗道不妙 接着 一颗炮弹实打实地射在了灵奇身上 哄 灵奇咬牙死死坚持住了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第二颗第三颗就紧随而来了 正当古川以为能一次解决灵奇的时候 又是一股巨大的气势压了过来 这股危险的气势也不遮掩 直接压向了古川 像是要把古川压成粉碎一般 古川向着前方接连放了几炮 竟然都成了哑炮 来者的实力显然已经超越先天宗师 已经能影响到分子层面了 古川没有继续再出手 可那人的气势依旧不停 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压迫过来 灵奇的嘴上露出笑容 他灵奇的后台来了 老子不发威 你当老子是病猫是吧 古川脸色一沉 那远在天海式的核弹 竟然直接出现在了他的脚下 也在同一时间 那股破人的气势突然一收 仿佛就从来没出现过一般 古川脚踩核弹 没看到来人 直接贺问道 装什么大尾巴狼 藏头鹿尾的东西 你要是敢动手 这颗核弹就在天海炸了 周福云等人 也第一时间得知了 天海式研究所 那颗核弹消失的信息 一个中年人 脸色阴沉地走了出来 他看着古川好一阵子 才开口说话 不要胡来 天海是聚居着一个亿的人口 这颗核弹要是炸了 古川看了下眼前的人 在系统中找到了 这人的相关信息 魏莫 天海是特殊行动局局长 报单境界舞者 这是 我跟灵奇的恩怨 只要你们不插手 我这颗核弹就不会炸 古川说完就继续出手 魏莫想要阻拦 古川的一句话 直接让他停了下来 你要是再敢动一下 这颗核弹就会出现在领海秘境 领海秘境是啊 现场最清楚的就是魏莫了 那里可是魏家的大本营 具体位置知道的人棘手 可就算这样魏莫也不敢赌 灵奇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特殊行动出的人 还是第一次体会到热武器的威力 一个个的痴迷的不行 古川 边界战场已经出现危机了 海外八国联手对我们出手了 我希望你们能先放下恩怨 先联手击退海外势力 魏莫开口劝阻 想要以国际形势让古川助手 古川没有助手 看了一眼没有死去的灵奇说道 我龙国在边界的几个军团 足以应付八国联军 灵奇只是在军团挂职而已 连正规军都算不上 要他有什么用 古川无情的嘲讽着 眼见古川没有留守的意思 魏莫咬了咬牙 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样 边界空间裂缝打开 里面灵奇涌现 灵奇手里有进入边界空间的方法 我们必须在边界空间中抢占资源 打下一块资源地用来发展 不然我们势必会落后别的国家 古川停手了 最终还是没杀了灵奇 不是他想拖拖拉拉磨磨叽叽 而是他能感觉到这是没完 只要自己继续对灵奇出手 肯定会没完没了的有高手出现 最后说不定还会莫名其妙地出现空间裂缝 让灵奇跑路 没办法 气运之子就是这么光明正大的作弊 第五十章 虚伪的人 边界战场上 古川带着方正好剑和吴勇三人 来到了北京熊师军团 熊师军团是边界上的守护神 龙国人能安心地享受生活 熊师军团在里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当然像熊师军团这样的边界守护神 还有好几支军团 只不过熊师军团面对的敌人是最多的 北京是龙国通往其他国家的重要门户 所以这里不容有失 古川到的时候 这里已经战火纷飞 大战极为激烈 龙国军队艰难地抵挡着海外八国联军 古川给三人一人发了一个无限火力的火箭弹 自己则是做上加农炮 一瞬间 古川四人的方向出现了大片火力 古川的前面直接被清空 八国联军眼见这边的厉害 直接调来了重武器 想要直接摧毁古川这个火力点 古川纵观全场 又怎么会让他们如意 直接预判了他们的行动 加农炮射程内的重武器都被摧毁 熊师军团压力大减 终于能松口气了 熊师军团的将军 是一个脸色坚毅的中年男人 上前给古川等人敬了个礼 他老早就向上面要支援了 没想到这次支援的人竟然这么给力 重武器轮番轰炸 简直就是天生为军团效力的 你好 我是熊师军团的谢巡 我们是华容城特别行动处的第六小队 古川和谢巡握手 从谢巡处得知 魏莫和林奇等人也已经到了边界 只是不知在什么地方 古川文言一愣 到底是社会太复杂 还是自己太单纯 就自己傻乎乎的一来就干账了 人家倒好 不知道躲在哪里悠闲的看着战况 说不定这时候还在喝着小酒 只点着战况呢 古川想的没错 此时的魏莫正和林奇几人 正在后方的一处山峰上 看着战场上正在拼杀的军队 一边喝着茶水 一边点瓶着 这古川果然有两把刷子 他拿出来的那些热武器 简直就是一个战争机器 魏莫喝着茶 一副指点江山的样子 能力是不错 但为人实在不耻 这种人放在手下 就是自掘坟墓 哪天被反噬了都不知道 林奇不爽地看着古川 上次败在古川手下 他很是不甘 在他眼里 古川只不过是一个 只会靠外力的人 你说的对 这种为所欲为 无顾规则的人不能留在手下 魏莫赞同林奇的看法 从始至终 二人都把古川当成了 低他们一等的人 认为古川只能当自己的手下 从没想过 古川能把他们逼得走投无路 或许在他们心里 自己是上位者 要遵守规则 所以你也要遵守规则 我官职比你大 你就得当我的手下 古川突然心有所感 看着魏莫的方向 拇指向下 张了张嘴 无声地开口说道 孬肿 抱单境界的目立极好 魏莫看到古川的样子 瞬间大怒 果然和林奇说的一样 这家伙不识好歹 留不得 他们在山后喝茶聊天 正在讨论 我们军团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到时候才是他们出手的时间 古川对着谢勋说道 谢勋的脸色瞬间就不好了 这些人以前就这样 早不出手晚不出手 偏偏要等到军团 快要撑不住的时候出手 难道都喜欢这样子的力挽狂澜 那我们这雄士军团的人 是干嘛的 你们出风头的背景板 谢勋没说什么 他也无能为力 只是看不惯那种 自认为有点实力 就摆出一副 随心所欲不得不出手的人 海外八国又一次发动了攻势 这一次不只是普通士兵的对决 还有各种异能者 武者 战士等加入了战场 对于八国联军里 有人挥舞着大剑浑身冒出火光 冲向了雄士军团 也有人在后方挥动着法杖 释放出一个接一个的火球 或者兵刃等等 雄士军团这边 古武者和异能者全部出动 防止普通士兵被大肆杀戮 有几个想要过来解决古川的 直接被古川一个炮弹 轰成了粉碎 厉害点的 也抵不住十几发上百发的炮弹 古川有点疑惑 怎么一个先天宗师境界的人都没见到 按照往常的时候 先天境界的高手早就出来交手了 这时 炮火纷飞的虚空中 突然传来一丝丝的震动 厚厚的云层上 仿佛有什么东西要降临一般 也就在此刻 所有人都停手了 都在静静地等待着什么 一道光幕透过云层射了下来 同一时间 边界战场上的不同地方 都放出了一道光线 和上面的光幕交相辉映 空间裂缝出现了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 一共十一人手里举着一块碎片 向着光幕聚集而去 碎片一块接一块地拼接着 很快形成了一圆盘 接着凭空出现了一道门户 上 不约而同的 所有人都拼命地挤着门户冲进里面 生怕迟了一步好东西 就被人抢走了 可就在这时 八国联军的高手 反而不急着进入门户 却是对着雄师军团发起了攻势 他们的打算很简单 就像是几十年前的一个大国一样 哪怕你们国家高手上天了又怎么样 等回来的时候 国家早就被灭了 你机缘再大那也不是成了一个无根之缘 灵奇看到丝毫没有反应 一脚就迈入了门户之中 对于他来说 底下雄师军团就算死完了 也没有他得到机遇重要 队长我们怎么办 好见看着围攻的高手越来越多 有点心慌 魏莫在这时也出现了 一脚一步踏在空中 就像进入门户之中 他也不想管底下的雄师军团 他还看了一眼底下的古川说道 古川 雄师军团就交给你了 务必要把这国门守住 古川怎么会让他如意 直接将炮筒对准魏莫 信魏的 你如果敢进去 我就敢把你魏家移平了 不要以为你魏家换了个地方 我就不知道了 古川的话 直接让魏莫停下了脚步 脸色难看的看着古川 古川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怎么这么自私 现在国难当头 国外列强企图入侵我龙国 你怎么还有心思在这里内讧 魏莫一番话说的义正言辞 直接将话题转移给古川 古川神色不屑 信魏的 不要装了 你和那灵奇就是一路货色 说完古川也不管魏莫了 直接开始对敌人进行了炮火屠杀 第51章 暴丹境界 古川的火力点终于受到了特殊关照 八国十几个先天境界的高手 从四面八方围向了古川 要是一个两个先天境界的古川 完全不放在心上 但这十几个一起来 就是古川疯狂扣扳机 都赶不上人家消耗的速度 古川看了下天命点 已经根本换不起更厉害的武器了 剩下的天命点 就只刚刚够换醍醐灌顶卡一张 古川也想不明白 怎么先天修为境界提升的兑换点 比大型热武器还便宜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魏莫的招呼 这边支援古川的高手很少 可以基本说是没有了 无奈之下 古川只能兑换这醍醐灌顶 他本来是想在这世界 用出重武器的浪漫 没想到最后还是要个人武力 一瞬间 古川就从一个普通人 变成了一个先天境界的宗师 古川没有丝毫的不适应 就这点实力再来个十倍 古川也不虚 怎么办好见的大背头 早就被炮火烧光了 看到十几个先天高手 瞬间腿都软了 当现一人是八国里的黑人 四肢着地 像是一头豹子一般飞速跑来 还没到古川面前 就挥舞着利爪 一跃而起 古川迎空一脚踹出 黑人豹子顿时攻的身子飞了出去 倒在地上半天起不来 给你们脸了是吧 古川不等这十几个人靠近 直接冲了出去 催哭拉朽间 又是一人的脖子被扭断 这十几个先天境界的高手 就没有古川一和之敌的 转眼间就十多个死去 剩下的几个也是慌不择路的逃跑 古东 方正三人咽了咽口水 他们没想到 自己的队长竟然这么厉害 他们一直以为队长是个 手无腹机制力的热武器好战者 魏莫也注意着这边 看到古川的表现时 他的脸色更不好了 不仅有层出不穷的热武器 个人实力也这么强 更重要的是 自己和他有过节 古川留不得 魏莫的心理按下决心 等找到机会 就送古川上路 最后 龙国的边界还是守了下来 只不过熊狮军团死伤过半 不可谓不惨烈 这时的古川 才有机会打量起头上的空间裂缝 光木之门还没有消失 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向上方冲去 古川抓起三人 踢小鸡一般 把三人提了起来 也冲向了光木之门 魏莫不过还没停息地战斗 直接冲上前来 想要阻止古川 他怕古川在里面得到机遇 出来后 自己也打不过 古川回头 直接把核弹扔向了魏莫 魏莫吓得比来时 更快地速度跑路 他能让普通炮弹不发生爆炸 但核弹他不敢试 古川你个疯子 下面那么多龙国人 你怎么敢把核弹扔出来 要是炸了你 就是龙国的罪人 像魏莫这种人 最拿手的 就是站在大意上打击对手 哪怕是因为自己要动手 也会找一个大帽子 扣在对手头上 这样 他们就能自以为是的 有理由有借口 坦而皇之地动手 丝毫没有负罪感 古川直接一脚跨入光木之门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古川四人出现在了一片森林之中 比外面不知浓郁了多少的灵气 扑面而来 让人舒适地不想离开 如果古川没猜错的话 这片空间 是这个卫面的上古大能开辟出来的 这个卫面经历过末法时代 现在出现异能者 都是因为灵气在复苏 这片空间感应到后 也开始出事了 远处是一座高耸的庙堂 庙堂早已荒废 古川也没有探索这片空间的打算 直接盘膝而坐 开始着手突破修为 他给了方正三人 每人一篇功法 都是威力大的速成功法 缺点就是 每次使用后都会有后遗症 三人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他们深知在这个世界没有实力 就是别人手上随意把玩的棋子 按照往常 这片空间只能出现七天 要想在七天内 正常突破到下一个境界 除了那些运气逆天的人 估计没有人可以做到 古川也做不到 不过他有秘法 现在天命点不够 他可不想阴沟里翻船了 直接用了一个压榨身体潜力的秘法 以自身生命力为透支 三天后 直接突破到了报单境界 古川一突破 就带着三人开始寻找机遇 古川的运气不是很好 一番寻找 没有找到补充生命力的灵物 一古川自己的估计 自己还有三年的寿命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三年后 自己就要白白了 但是方正三人 在古川拔苗助长的手段下 都突破到了先天境界 三人像是吃撑的鸭子一般 整日晕乎乎的 不能控制自己 古川可没有时间 一直当他们的保姆 让他们慢慢成长 也不管以后他们的潜力如何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先要有自保的能力 至于以后的成就 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反正自己是已经人至义尽了 七天时间一到 这片空间一阵剧烈的收缩 一股巨大的排斥之力 出现在这些外来人身上 一个个的被挤出了这片空间 古川出来 回到了熊师军团 还没进门 就赶到了一阵剑波弩张 魏莫愤怒地从里面走出来 上前就质问道 古川 你不顾军纪 目无枉法 不听从上级领导指令 你可知罪 魏莫身后的各种热武器 都把枪头对准了古川 形势严峻 随时一触即发 魏莫 少拿你那套来吓唬人 你怎么不说 灵奇不顾战况 抛弃熊师军团去找机缘 不顾军团死伤 你怎么不去找他 古川已经知道自己被耍了 什么边界空间要开启 要在里面为龙国之人 抢夺资源 都是忽悠人的 强词夺理 灵奇是我们安排的 而你有接到我们的安排吗 魏莫一口咬定 古川违反军纪 要将古川绳之以法 熊师军团听令 古川不顾军纪 给我拿下他 魏莫身后的 基本都是他的人 都是听他命令的 而熊师军团的人并没有动 上次的是谁出力了 谁未出力 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们个个都是铁骨铮铮的军人 才不会被这些 只会动嘴皮子的人利用 谢寻站了出来 看着魏莫说道 魏菊 这边界战场我说了算 还轮不到 你在这指手画脚的 唯不违法军纪 我谢寻说了算 你还没资格代表熊师军团 古川还是很对谢寻胃口的 要不是古川 熊师军团的伤亡只会更大 最后能不能守得住 还是很另一回事 魏莫脸色难看地瞪着谢寻 他没想到 这时候 谢寻会跳出来反对他 但他也没办法 军部的那群疯子不归他管 哼 就算古川没有违反军纪 他也违反了我 特殊行动局的条例 古川你 还是束手就行吧 不要让我动手 魏莫依然不肯放过古川 古川一笑 浑身暴丹境界的气势冒了出来 看着一脸不敢置信的魏莫说道 魏局长 你要拿什么来让我束手就行 第52章 强扭刮计划 十 什么 你怎么 魏莫不敢置信 短短七日 他竟然就突破到了暴丹境界 这让魏莫无法置信 暴丹境界 可以说是这个世界现在的天花板战力 只要核弹和那么几个超级重武器不出 基本上没什么可以威胁到这个境界的强者 魏莫的脸色很难看 自己现在一点拿下古川的把握都没有了 心里还暗叫糟了 因为下定决心要对付古川 所以魏莫这几天 直接派人把古川的父母抓了 可现在局势好像超出了他的控制 魏莫冷哼一声 就想快点离开 好安排古家的事 不然让古川发现就完了 然而就在这时 灵七从远处开着一辆吉普车快速而来 他刚出密境空间 就得到了魏莫要对付古川的消息 火急火燎的往这边赶了过来 古川 还不束手就擒 你父母和古家人 现在都在我们手上 灵七估计是得到了什么机遇 浑身气势到达了顶峰 随时有突破的征兆 魏莫听到灵七的声音 脸色一黑 这猪队友能不能让人省点心 魏莫 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 古川直接动手 他不是那种会被威胁的人物 哼 不要以为刚刚突破到报单境界 就傲慢自大 我告诉你这世界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魏莫以为古川刚刚突破报单境界 还没来得及适应 怎么可能是他一个老牌报单境界能比的 结果 在双方交手的刹那 魏莫便是连连后退 除了防守还是防守 根本无力进攻 刚刚把车开到镜前的灵七一愣 这都是什么情况 怎么跟他想的不一样 接着 灵七便以更快的速度 开着车一个超级急转弯 调转方向跑路了 独留下魏莫一人在风中凌乱着 感情自然是你惹出来的 到头来 还要我来背锅 这就是主角的尿性 惹是一个比一个能惹 可到了面对的时候 都把国人给别人 等别人帮他解决得差不多的时候 又走出来抢风头了 谷川 你父母和谷家人都没事 别听他灵七胡说八道 魏莫已经感觉快扛不住了 开口向谷川解释道 我谷家人有没有事 等情下 你我再去看 谷川直接一掌拍断了魏莫的胸骨 将他束缚了起来 谢将军 麻烦你给我安排一架直升机 好 没问题 谢寻爽快地答应 他早就看着魏莫不爽了 身居高位 天天耍嘴皮子 做事出工不出力 直升机往华容城飞去 得到了消息的华容城特殊行动处 早就恭敬地把谷川父母放了 求爷爷告奶奶的 让二老不要在谷川面前说坏话 魏家人也很快到了华容城 魏莫是他们魏家的顶梁柱 他要是死了 魏家可就要垮台了 看到父母没事后 谷川把魏莫压到进前 谷川 你父母没事 可以放我了吧 魏莫憋屈地开口 但现实又不得不让他低声下气 他可还没活够 没事了你就去死吧 说完也不顾魏莫和魏家人的哀求 直接扭断了魏莫的脖子 看得周福云的心里是挖凉挖凉的 周福云知道谷川不是简单的人 所以抓捕谷川父母的行动 他根本就没参加 现在看来真是明智之举啊 所有事情都告一段落后 谷川要开始他的强扭刮计划了 在原来的剧情中 魔妃的父亲因为一次意外中了剧毒 因为得不到解药 常年被病痛折磨 最近这段时间更是毒入骨髓 没多少日子可活了 原先是灵气在边界空间里 得到的一种灵物 加上一套特殊的针法治好了魔妃的父亲 不过现在有谷川在华容城 他灵气出现都不敢出现 更不用说治疗魔妃的父亲了 谷川找到了魔妃 看着魔妃日渐销售的身影 开口说道 魔妃 我可以治好你爸身上的毒 谷川的话 就像是沙漠里的水花一般 让魔妃颓废的眼睛顿时一亮 真的吗 真的吗 谷川 你真的有办法救我爸爸 魔妃抓着谷川的手紧紧不放 他生怕自己一放手 这希望就没了 我可以治好你爸 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你好不容易抓到的救命稻草 魔妃怎么能轻易放过 我要你嫁给胖子乌勇 谷川微笑的看着魔妃 那样子就像是个奸计达成的反派 魔妃一愣 自己嫁给胖子 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 从第一次的见面 到后来的嬉笑打闹 不知不觉间已经烙印在了他的心里 能 能换一个条件吗 魔妃蜥蜴的看着谷川 他不喜欢那个胖子 他喜欢那个整天惹他生气的男人 不答应就算了 谷川抬脚便走 丝毫不给他讨价还价的机会 魔妃内心一阵挣扎 满脸已经流下了泪水 看着渐渐远去的谷川大声说道 我愿意 我愿意嫁给吴勇 谷川露出了笑容 这不就对了吗 让他多费那么多口舌 不累吗 我能问一句 你为什么要我嫁给吴勇吗 魔妃还是忍不住内心的好奇 在他眼里 自己的样貌身材也不错啊 怎么这人非要让他嫁给那个胖子 要是谷川自己的话 他还能接受一点 毕竟谷川出现后的经历 真的太传奇了 谷川向着魔妃挥了挥手 笑着说道 哎 就是玩 魔妃一愣 玩 你不玩我非要让别人玩 魔妃的脸上出现一阵阵的猛逼 胖子得到谷川的消息后 内心是既高兴又忐忑 高兴的是 魔妃竟然愿意嫁给自己 忐忑的是 魔妃会不会喜欢自己 嫁给自己 会不会幸福 知道了胖子的想法后 谷川直接一脚踹了过去 这胖子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接着 谷川给胖子灌输了自己的想法和三观 你们要记着 强扭的瓜甜不甜 只有自己知道 不要别人说不甜 你们就跟着瞎起哄 就算不甜 那也是自己亲手栽种的瓜 别人还没瓜呢 还有 得到一个女人的身体 肯定比得到一个女人的心 要来的重要 你们想想得到她的人后 你天天在一起 就是投出都能被感动了 再不行就多生几个娃 让她没功夫胡思乱想 难道她 还能娃都不要去跟别人跑了 谷川亲奇的思路 给他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第五十三章 谁也不是烂好人 结婚的日子到了 方正和郝健两个当了伴郎 吴勇用八台大轿去迎娶摩飞 婚礼是龙国的传统婚礼 吴勇看到披着红盖头 浑身奋关狭配的摩飞 心里一阵激动 要是现在让她来一场发言 她肯定首先要感谢的 肯定是谷川 没有谷川就没有她今天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吴勇和摩飞牵着红筹 按着鼓里 在冰箱的高喊声中 开始拜堂 夫妻对拜 这是最后一拜 拜过之后 就算是里程了 吴勇一拜而下 可摩飞却是开始迟疑了 她好像在等什么人一般 果然 在冰箱说完话后 一声愤怒的声音 从大堂门口响了起来 不能拜 摩飞你不能拜 临起来了 在最关键的时刻来了 仿佛早到一秒 或是晚到一秒 都是对这次婚礼的不尊重一般 谷川一拍额头 这些主角怎么都一个尿性 你抢婚就抢婚吧 干嘛不早一天晚一天 偏偏要等到他们正在结婚的时候出现 难道只有这样才能突现出 自己有多爱对方吗 一谷川的想法就是 这种人在作秀 作秀给外人 看我们有多恩爱 你看我都敢在结婚 这么隆重的时候出来抢婚 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我就是不早点来带走我喜欢的人 我就是喜欢在你们结婚的时候 把我喜欢的人带走 这样就会突现出 我都伟大我的爱意 林奇你干什么 今天是我和摩飞结婚的日子 请你不要捣乱 林奇的行为顿时就激怒了吴勇 郝健和方正二人 也是怒气冲冲的 林奇没有理会吴勇 而是看着摩飞深情的表白起来 林奇 摩飞 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感觉 你是我一辈子要守护的人 吴勇 谁不是呢 林奇 我知道第一次给你的印象不好 但我那是为了靠近你 吴勇 我在特殊行动处待了三年 林奇 后来的每一天 我都希望和你见面 所以我调来了华荣城 为的就是天天能看到你 吴勇 我加入六队 就是因为摩飞在五队 林奇的脑门都在抖动了 这胖子有没有眼力尽啊 没看到自己在深情表白吗 你插个什么话 林奇 摩飞 自从听到你要嫁人 我天天过得水深火热 茶不思饭不香 吴勇 自从你答应嫁给我 这几天我高兴坏了 林奇 摩飞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会让你 做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的 跟我走吧摩飞 吴勇 摩飞我会天天给你洗衣做饭 给你按摩锤背 我的爱质比她多 不比她差 古川脑门一黑 这吴勇怎么感觉还想当舔狗啊 自己给她说的话 她都忘了吗 摩飞的身体一阵颤抖 她看着眼前的两个男人 她能感觉到 谁更喜欢自己 但自己不是两个人都喜欢 摩飞 你要是想走 我们也不拦着你 只是你爸爸 古川出生了 一句话直接把摩飞拉回了现实 现在 她没有选择的权利 在古川这里 只不过是一场交易罢了 没有什么逼迫不逼迫 你可以走 但我也不是那好人 没有什么大善心 不会不求回报的 就一个陌生人 其实 林奇也是个不见兔子 不撒婴的人 从结婚这段时间以来 林奇有很多次机会 可以救治摩飞的父亲 但他就是不去 为了能狠狠地打古川的脸 也为了自己能出一把风头 他非要等到最后一刻才出现 就在摩飞想要认命时 拿料身前的林奇 直接对着古川说道 你以为就你能治摩飞 爸爸的毒吗 我也可以 林奇的话 直接给了摩飞希望 摩飞不再犹豫 直接扔下红绸 脱下外衣 牵起了林奇的手 对着吴勇说道 吴勇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但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对不起说完摩飞带着林奇 就想离开这里 咔嚓一声 吴勇感觉自己心里 好像有什么东西碎了一样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摩飞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知道今天这日子 对我有多重要吗 我这一辈子就只有这一天 之前你明明有那么多时间 你为什么不走 为什么非要等到今天 吴勇双目无神 他想不明白 他们两个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他做错了什么 他只是用尽全力 去喜欢一个人而已 难道这也错了吗 吴勇的质问 只换回来摩飞的几句对不起 他也不好意思在这待下去 只能拉着林奇走得更快了 林奇则是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不懈地看着吴勇 碰 突然一阵风吹来 大唐的门砰的一声关闭了 拦住了想要离开的二人 啪啪啪啪 古川拍着手 饶有兴趣地看着二人说道 果真是狼友情妾有义啊 你们的事我也管不了 但你林奇说能制毒 正好摩飞的爸爸也在现场 倒不如现在就制好他 也让我们瞧一瞧你的手段 一句话直接点醒了所有人 是啊 这林奇只是口头说说而已 谁知道是不是骗人的 先前被他们的感情戏骗过去了 都忘了这啥 林奇看着古川 一副我就知道你会来这么一手的样子 呵古川 你以为就你有能耐吗 本来我准备今晚才去救治叔叔的 但现在 你想看 那就睁大你的眼睛看看 林奇满是自信地走到摩飞父亲面前 拿出一袋子银针 就是一阵古川看不懂的操作 叔叔种的是三重三尸草之毒 这毒一般要食无解 只有用气骨定神针的手法 才能将毒引出来 林奇手上动作不停 嘴里侃侃而谈 说得在场之人都已经兴了大半 一阵行云流水的操作后 摩飞父亲挖的一声吐出一口黑血 黑血恶臭无比 地上的瓷砖都被慢慢腐蚀着 林奇收工 很是自信地扶起摩飞父亲 叔叔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好多了 摩飞父亲感觉前所未有的舒心 好 好多 正想感谢林奇的摩飞父亲 突然又发出了一声惨叫 感觉浑身钻心地疼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着 一抽一抽地看着 马上就要死去一般 摩飞急忙上前抱住父亲 眼泪止不住地下来 对着林奇吼道 林奇 你对我父亲做了什么 林奇赶忙解释 并且手忙脚乱地 又施加了一次迎针 握着摩飞父亲的脉搏后 脸色一黑 摩飞 叔叔 叔叔已经毒入骨髓 已经已经没救了 第五十四章 嘴皮子上的道德 林奇的一句话 直接让摩飞崩溃了 什么爱情什么冲动 都已经被他抛在脑后 你骗人 刚才我爸还好好的 怎么可能没救了 摩飞一把推开林奇 抱着父亲大哭着 摩飞父亲 接摩飞的样子心疼道 小 小飞 我自己的身体什么情况 我自己知道 林奇说得对 我已经没多少时间了 小飞我 只想你以后健康快乐 为自己而活着 林 林奇应该是个 可以托付的人 你 你们以后要好好的 摩飞父亲大声咳嗽着 满眼都是宠密之意的 看着摩飞 一个做父亲的 当然希望自己的女儿 过得好 古川看的 都感觉自己 简直是一个罪人了 摩飞父亲的毒药 是放在昨天以前 林奇确实能解 但是在昨晚 摩飞父亲因为摩飞要结婚 舍不得就多喝了几杯酒 结果就是 醉倒后 毒素在他体内 更加的放肆入侵了 古川看着身前的大型情感剧 感觉自己是不是 要当一回好人 答案当然是不可能的 这种吃力不讨好 没有好处的是 他不干 你以为那些仙人 现实来考验凡人的事 都是仙人 闲着没事干吗 他们都是有自己的图谋 这时的摩飞 突然想到了古川 一把松开林奇的手 直接跪到了古川的面前 古川 你有办法救我父亲对不对 我知道你有办法救我父亲 求你出手吧 我摩飞以后 给你做牛做马都成 摩飞已经泣不成声了 古川现在 是他唯一的希望 我是有办法救你父亲 不过 你是不是忘了我们的交易 古川冷眼看着摩飞 今天他倒要看看 这摩飞是如何选择的 究竟是爱情的力量大 还是亲情的力量更大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你想要抛开一切 去追求那所谓的爱情 但现实会狠狠地给你通缉 有面包才能去爱 没有面包 只有爱那就真的是死了都要爱了 摩飞知道了 他急忙又跑到吴勇的面前 捡起地上的礼服 对着吴勇斗 吴勇 我们结婚 我嫁给你 吴勇神色复杂地 看着眼前的女人 他又是心疼又是愤怒 想要出口 让他去寻求自己的幸福 可他又想起古川的那句话 得不到他的心 就先得到他的人 林奇见到这一幕 他愤怒了 摩飞好像在他心里很重要 他今天如果不把摩飞带走 他就会失去很多东西 古川 你不要故弄玄虚 骗摩飞不懂事 叔叔这毒 已经快要蔓延到心脏了 你有本事 你就救一个试试 如果你真的救了叔叔 我林奇佩服你 林奇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古川 他知道 古川才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古川有些好笑 我要你的佩服干嘛 你的佩服 能值多少钱 还是林奇你脸大 告诉你林奇 这世界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别以为你有几分本事 就可以为所欲为 摩飞父亲 因为什么 才引起现在的反应 你不知道吗 本来他还能多活一段时间 就是因为你那什么针 才加速了毒素的扩散 古川的话 直接让林奇脸色一黑 他也没想到 摩飞父亲体内的毒素 已经扩散到那种程度 七古针本来是排毒的 可对方体内的毒素 竟然已经这么重了 七古针直接把毒 带进了骨髓里 可林奇又怎么会承认这件事 古川你血口喷人 有本事你就治 没本事 就不要在这说大话 在场的步伐一些高手 古川一说 他们就知道真实情况 这让林奇有些挂不住脸 古川 你如果真有办法 救救一救这人吧 对你只不过是举手之劳 你又何必棒打鸳鸯呢 一个和林奇关系好的老者 看不下去了 他认为古川就是见死不救 是啊是啊 我看那女娃也怪可怜的 救救一救吧 治个病又不会缺胳膊断腿 就没见过这人这么小气的 道德绑架开始了 你有这个本事 你救的治人 不救就是你的不对 救不活也是你的不对 这样吧 既然你们都发了这么大的善心 刚刚说话的人 就每个人留下一条胳膊 我就治好他怎么样 你们想想 这样多好啊 只要一条手臂 就能救一条活生生的人命 还能成全这两个苦命鸳鸯 多么伟大啊 古川你这是强词夺理 明明有本事救人 还要挖苦别人 教你艺术的人 简直瞎了眼 是啊 现在我把这选择全交给你们了 只要你们一条手臂 就能救一条鲜活的人命 就不就都看你们的了 我古川说话算话 没有人是傻子 动动嘴皮子谁也会 但真要付出代价 他们就一个个闭嘴了 吴勇我求求你了 刚刚是我的不对 我保证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买菜做饭 洗碗我都会 你要生几个 我都听你的 摩飞的话 让吴勇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好像以前自己 在摩飞面前也是这样的 当角色互换的时候 原来感觉这么好的呀 吴勇瞬间有点飘飘然了 先前什么心疼愤怒 全都消失不见了 吴勇最后还是心软了 对着摩飞点了点头 我们结婚 夫妻对拜 李成 随着冰箱的最后一声 所有人都鼓起了掌 这是在给谷川面子 灵奇的拳头握得紧紧的 双眼通红通红 他感觉自己 已经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 他很想像电视剧里面的 抢婚情节一样 来一次轰轰烈烈的抢婚 可他没把握 魏莫的死 让他对谷川一点把握都没有 该死的 都是这个谷川 要不是他这一切 本来都应该是我的 他为什么出现在我的世界里 灵奇还不走 是因为他还想看看 谷川是如何救人的 他得到机缘 也已经突破到了报单境界 他不相信自己救不了的人 别人能救得了 况且 刚刚他又一次失真 摩飞他爸的毒素 已经又一次扩散了 灵奇倒要看看 谷川要怎么收场 或许等会自己还有机会 谷川这边 在摩飞和吴勇结束婚礼后 系统的提示声直接响起 谷川又得到了许多天命点 摩飞本来是灵奇的第一女主 在剧情里有很大的戏份 几乎是贯穿全场了 所以 摩飞剧情的变动 对灵奇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摩飞在拜完堂的第一时间 就和吴勇来到谷川面前 谷川 我现在已经是吴勇的人 该你实现诺言了 对 队长 你出手救救我老丈人吧 吴勇有些不好意思 他知道 现在能有今天 都是脱了谷川的福 要是没有谷川 他现在估计 还是那个在六队浑浑噩噩 整天跟在摩飞后面献殷勤 最后还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摩飞和灵奇成双成对 第55章 樱花国公主 谷川也没有食言 直接在系统里兑换了一颗解毒丹 当着所有人的面位了进去 灵奇有些不屑 就一颗平平无奇的丹药 能救一个即将死去的人 除非这是神丹 不过下一刻 灵奇就被打脸了 只见服下丹药的摩飞父亲 本来已经漆黑的脸色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下去 脸上也出现了一丝红润 摩飞和母亲喜结而泣 又过了一会摩飞父亲醒来 三人又是一阵拥抱着 摩飞的父母也看得出来 灵奇就像是一个浪荡子 只比灵奇多 只是先前摩飞喜欢灵奇 二人也不会多加干涉 哼 古川你果然是小人之心 卑鄙无耻 就区区一颗丹药 就能救活摩飞父亲 非要强迫摩飞 嫁给这胖子 古川你的行为 真是让人恶心 灵奇的脸上 有些挂不住了 把怒火都撒向了古川 区区一颗丹药 古川看傻子一样 看着灵奇 你知道这颗丹药哪来的吗 为了这颗丹药 我杀了一起争夺的 七七四十七九人 你说 我这区区丹药真不珍贵 古川随口胡扯 反正他们也不知道 只要他们知道 这丹药的珍贵就行了 吴勇听后一阵感动 哽咽地叫着队长 摩飞听后 也是一脸感激 觉得比起四十九条人命 嫁给胖子 也没什么难受的 灵奇说不过古川 冷哼一声 甩手走了 古川看着灵奇头上的光圈 又暗了许多 知道再过不久 这个卫免的气韵 就会恢复正常 不会全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天海市旁边的一个地级势力 这个城市基本上 就是在海岸线上建立的 海岸线的对面是一座岛屿 上面有一个国家 叫做樱花国 樱花国盛产武士和忍者 这个国家上的人 一直觊觎龙国那庞大肥沃的土地 几千年了 已经不止一次 对龙国发动战争了 龙国早就想把樱花国 给变成樱花省了 只是樱花国虽然小国寡名 但却有西方列强撑腰 龙国要是动手了 势必会牵扯出很多的争端 此时 谷川正和军方的大佬颜帅在一起 现在的谷川 已经是龙国特殊行动 菊天海市的局长 颜帅是龙国军方的最高指挥人 至于为什么二人会在这里 那是因为 谷川给他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 灵气已经投敌 颜帅是万万不幸的 这灵气怎么说 也是在他军部下面成长起来的一个人 他不相信灵气能做出这种事来 所以他今天和谷川 带着人躲在这里 看看究竟有没有这回事 颜帅本来不想理会这事 但谷川同为报单境界 他又不得不给面子 谷川一副老神在在 很有把握的样子 在系统给的原剧情中 灵气是没有投敌的想法 但他也不对樱花国排斥 即使龙国的众多先辈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才助就了龙国的今天 灵气是纯粹的一个五人想法 他认为成王败寇 龙国以前被入侵 那是龙国没本事 所以 龙国先被抵御入侵者的牺牲 在他眼里 都只是一场普通战争罢了 在他眼里 龙国是否强大 都跟他没什么关系 他想要的是 自己的拳头强大 在一次边界战场上 灵气意外邂逅了 这位樱花国公主 作为一个卫面主角 自然而然的 就让樱花国的公主 喜欢上了自己 这一次 灵气联系上樱花国公主 是想去樱花国闯荡一番 去体会体会樱花国 不同的武士道精神 兴许对自己境界的突破有帮助 正好 谷川也要利用这次机会 一次性解决了灵气 让这个卫面的气韵恢复正常 正当严帅等得越来越 不耐烦的时候 一艘核潜艇 悄无声息地浮出了水面 严帅一脸都不敢置信 这怎么可能 他是如何突破 我们海岸的封锁线 我们的海军 竟然没有丝毫察觉 严帅的脸上满是震惊 接下来就是暴怒 这樱花国狼子野心 看来对我龙国 觊觎之心不死 有这么一个先进的核潜艇 严帅还能理解 毕竟樱花国的科技 也不容小觑 但对这海岸线的 位置路线都这么熟悉 那肯定就不对劲了 严帅刚想指挥士兵 收拾了这艘核潜艇 但被鼓川一把按了回来 等一等 不要急 好戏才刚刚上演呢 核潜艇露出水面 不一会时间 灵奇的身影 也出现在了海边 核潜艇上下来了一个 身穿和服的少女 少女脚踩着木鸡 神色欢快地跑向灵奇 灵奇军 我来接你了 你终于愿意和我去樱花国了 现在正是樱花盛开的日子 我带你去赏花 和服少女 像是一只百灵鸟一般 叽叽喳喳 让本来心情有些不好的灵奇 也是露出了笑意 和服少女 一把搂住灵奇的胳膊 灵奇也没有拒绝 两人就这么一起 走向了核潜艇 这一幕落在严帅的眼中 严帅顿时大怒 那少女是谁 她能不知道吗 那是樱花国的公主 多多杰一 多多杰一开心地 向灵奇介绍着眼前的核潜艇 灵奇军看到了吗 这艘潜艇 能躲过你们龙国的侦察 厉不厉害 灵奇还没问原因 多多杰一就全部说了出来 原来是上次边界空间 他们樱花国 得到了一块神秘石头 那颗神秘石头 任何科技设备都探查不到 动手 给我把灵奇抓起来 把这核潜艇给我收脚了 严帅已经忍不了了 他真的对灵奇太失望了 军部的人果断出手 他们已经通知了海军 海军也已经第一时间赶过来 要将这伙人围住 突然出现的这伙人 让灵奇一愣 他们怎么会在这里 接着严帅的身影出现 直接让他感觉到了一丝不妙 这位严帅 可是从百年前的艰苦抗战中 走出来的人 他生平最痛恨的 就是樱花国的人 据说当时他的一个村 都被樱花国的军队屠杀 他是从尸堆里幸存下来的 灵奇 你好让我失望啊 严帅很是愤怒 曾经他一度认为 灵奇会成为 龙国军部的一方大将 可没想到 他竟然和樱花国勾结在了一起 不是 严帅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听我说 灵奇想要解释 可直接被一旁的多多结衣打断了 老头 你想干什么 灵奇军可是我们樱花国的驸马 是我樱花国天皇的女婿 多多结衣的一句话 直接让严帅暴怒 直接亲自动手 灵奇想甩开多多结衣的手 可对方却死死地抱住他 同时 和潜艇里飞出了一个武士 拿着刀 直接挡住了严帅 嘿嘿嘿 严帅君 有话 浩浩说 介事 我们 樱花国的 驸马 没穿裤子你给我滚开 我要杀了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没穿裤子 是樱花国抱丹镜这一层次的高手 几十年来 和严帅交手不下百次 双方谁也奈何不了谁 第五十六章 没有资格替别人原谅 灵奇 你不知道双方的恩怨吗 竟然还敢和樱花国的公主 勾搭在一起 严帅大声质问着灵奇 不是的 不是的 严帅你听我说 不是这样的 灵奇刚要解释 就被多多结衣一拉 又被打断了 古川看得有些无语 难道就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吗 人家随便一个举动 就能打断你的话 你是想让误会产生 最后再经过各种狗血事件 再解除误会吗 严帅君 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了 你们干嘛老救着不放呢 现在是新时代了 不要让旧时代的事情 影响我们两国的交情 多多结衣说的头头是道 总的概括来说就是 你们龙国怎么这么消气 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当初的人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干嘛还要救着不放 灵奇 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严帅问灵奇 灵奇没有第一时间难以回答 严帅一眼就看出了灵奇的想法 灵奇 你太让我失望了 严帅想不到 自己看中的年轻人 竟然是这样的想法 难道他不知道 还有今天 都是先辈们用生命打出来的吗 这是怎么能过去 怎么能忘记 灵奇 严帅 我觉得我们应该大气一点 我觉得多多结衣说的对 我们应该享受 现在放当下幸福的生活 而不是整天想着恩怨情仇 那样活得很累 灵奇的话 直接让严帅的两个鼻子 冒出了热气 要不是没穿裤子拦着 他非要撕了灵奇不可 古川在后面 也实在看不过去了 直接一跃而出 灵奇你放屁 你装什么清高 你有什么资格替我们的先辈原谅 你现在的生活就是我们的先辈 用生命换回来的 古川以前在蓝星的时候 自己国家也和一个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岛国 发生过战争 所以他现在被有感触 古川 原来是你 是不是你在背后捣乱 古川一出现 灵奇就怒不可遏 肯定是古川在严帅面前说了什么 不然严帅不会这么对自己的 灵奇把所有的怒气都撒向了古川 哼 灵奇你竟然敢投敌 真是死不足惜 古川一上来 直接给灵奇扣了一个大帽子 灵奇已经渐渐失去了理智 也没多想什么 直接回复道 我就是投敌了 你想怎么样 你能怎么样 说着 他还一把将咄咄结衣搂在了怀里 这话一出口 灵奇头上的光环又按下去了一圈 灵奇虽然是这个世界的未免之子 可他出生在这个国家 得到最多的气韵就是他 当他说出这句话后 也就表明了他和这个国家划清界限了 既然如此 那就去死吧 古川上 把那小子的脑袋给我摘回来 严帅主动发起了进攻 拦住了梅川裤子 古川会议 直接向着灵奇杀去 丝毫没有留守 灵奇握拳一迎而上 但他又怎么会是古川的对手 古川随便使用了一种 超出这个未免水平的武技 就让灵奇抵挡不住了 在多多结衣不敢置信的眼神中 和潜艇里又飞出了一个全身紧身衣 脸上蒙面的人者 公主 快走 他们的军队已经包围过来 快带着人走 来人凝重地看着古川 眼前这人的实力 他看不透 我叫梅川胸躁 你弟 实相的就快快走开 不然我的 影分身之术 螺旋丸 千鸟 这梅川胸躁 还是个老鹰逼 再和你说话的功夫 直接开大招了 直接用分身术 便出了八个人 每个人手里都左手握千鸟 右手握螺旋丸 向着古川合围而去 真是给你脸了 只不过学了一门残缺的五行之术罢了 就让你们飘飘然了 根据以前的记载 这樱花国以前就是个小岛屿 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窃取了道教的一门五行之术 所以他们现在的所有手段 都是从那本五行之术上开发出来的 樱花国的武士和忍者都有一个弊病 他们只有术没有法 所以 这也是他们一直想攻打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因 梅川胸躁一阵花里胡哨的袖操作 古川里也没理 直接找出了梅川胸躁的真身 一手抓着他的头重重地按在了地面上 反复的摩擦 怎么会 你怎么会 剑们厉害梅川胸躁 一点都不敢置信 按他现在的境界 应该是抱单境界的高手 怎么会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你这问题 带着去地府问问阎王爷吧 古川直接一脚 堕碎了梅川胸躁的脑袋 随后又看向了灵奇 灵奇警惕 他感觉自己已经没有其他退路了 跟着多多杰衣去 说不定还能活命 但如果留在这里 他肯定会被古川撕碎了 杰衣我们走 灵奇一把搂住波多杰衣就要跑路 古川怎么会轻易放过他 最后还是灵奇果断地动用了一门 瞬间增加实力的秘书 才摆脱了古川 带着多多杰衣 用核潜艇杀出了一条血路 不是这支军队的实力不够 而是这艘核潜艇实在太诡异了些 竟然潜下水后 连最先进的雷达都侦测不出他的位置 梅川裤子的实力 显然比梅川凶噪要强 但在严帅的拼命下 还是没办法坐上核潜艇逃走 梅川裤子看着眼前的两人 樱花国的武士到精神不容许他投降 他看了看远方的樱花国 这时候樱花国的樱花应该盛开了吧 他已经有很久没回过家了 他很想念故乡的樱花和樱花下的那个人 他现在多想再听手下说一句 大左 故乡的樱花开了 蛙天皇万岁 梅川裤子先走了 梅川裤子高高举起武士刀 在古川呆愣的目光中 分分钟切负自尽了 虽然杀了樱花国两尊高手 樱花国的那艘核潜艇让他很是担忧 如果樱花国不止一艘 那我们的海岸线岂不是形同虚设 第57章 备战 攻打樱花国 这是樱花国和古川回去后 和其他人商量出的对策 不能再拖下去了 樱花国那艘神出鬼没的核潜艇 真的让樱花国等一众龙国高层担忧不已 深怕百年前的事情会再一次发生 很快 龙国内部开始悄悄的调兵遣将 边境线上的军队不能少 还要增加人数 美丽国等海外八国正在虎视眈眈 如果龙国攻打樱花国的行动被知道 他们肯定会派兵攻打边境线 一切都在翘无声息地进行着 知情的龙国人各个亢奋不已 终于要对樱花国下手了 不知情的龙国人只是好奇 最近怎么多了车辆 列车的行驶趟数也开始增加了 龙国在秘密地积极备战着 而远在樱花国这边的灵奇 过得就有些不好了 刚来到樱花国的灵奇 本来还是在十分惬意地享受着生活 跟着多多结衣 天天到各处欣赏着樱花 直到有一天 多多结衣莫名其妙地就不理她了 就这么放任灵奇在樱花国生活 灵奇也不是一个省心的人 身边少了多多结衣这个公主 她又开始沾花惹草起来 这一天 一个偶然的机会 她遇到了一个女人 就像是当初遇到魔飞时的那种感觉 一打听之下 知道这个女的叫大乔九九 当时一见 灵奇就感觉惊为天人 那妖娆的身姿 那动人的表情 让灵奇一看就移不开眼睛了 很快 灵奇就拿出她那套泡妞技能了 直接把自己包装成一个高冷帅气 又有魅力的男人 灵奇一次次地和大乔九九装偶遇 装巧合 可人家根本没理过她 更别说上一句话了 灵奇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以前不都是只要她这样表现 那些女人就一个个都被自己吸引的吗 之后陷入和自己的爱情里 无法自拨 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 灵奇照了照镜子 自己还是和以前一样 没有改变 这一天 灵奇终于忍不住了 直接上前和大乔九九打起了招呼 嗨 美女 真巧啊 灵奇用别角的樱花果语言打着招呼 还装出一副忧郁的眼神 定定地看着大乔九九 大乔九九无辜的眼神眨呀眨 这男人他不止一次见到了 每次都跟踪尾随他 他都怀疑 这人是个痴汉了 阿里狗都大乔九九礼貌性地回了一句就要离开 怎料直接被灵奇一把抓住了手 按在了墙上 这位美女 长夜慢慢无心睡眠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请你喝一杯 灵奇一手将大乔九九按在墙上 一手勾着大乔九九的下巴 跟泡菜国里的电视剧男主一样 自认为很帅气 很有魅力地将大乔九九逼咚了 正常情况下 如果灵奇的气韵还是和以前那么多 那这大乔九九肯定是会满眼星星 但现在灵奇气韵就比普通人高了一些 这动作一笔画 不就是个大流氓吗 大乔九九发出尖声大叫 啊 救命啊 有变态 救命啊 接着一脚踹向了灵奇的裤装 灵奇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地上捂着裤裆痛哭了起来 贱人 不要给脸不要脸 灵奇愤怒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想要直接用墙 可已经有人往这边过来 灵奇只得离开 接下来的日子 灵奇不死心 破了多多结衣的侍女 他查清了大乔九九的个人情况 大乔九九在酒吧上班 现在有一个未婚夫快要结婚了 灵奇为了得到大乔九九 直接设计让大乔九九的未婚夫出轨 然后装作意外地和大乔九九一起遇见 大乔九九很是伤心 灵奇乘着这个机会发起了追求 很快地就把大乔九九收入囊中 之后 灵奇迷失在了樱花国的灯红酒绿之中 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认识了住在隔壁的人 七左腾兮兮 在灵奇的一阵神操作后 左腾兮兮也被他悄悄地收服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 灵奇在樱花国的风俗街里迷失了 自身实力也不去提升 反而下降了许多 或许是因为过度操劳 灵奇这段时间总感觉浑身无力 没有精力 腰痛甚虚 晚上又是和大乔九九的一个不眠之夜 灵奇有一种快要死了的感觉 看着眼前欲求不满的大乔九九 灵奇感觉吃磕药还能再战斗一回 可还没等他去吃药 卧室的门突然轰得一声被破开 一群蒙面忍者冲了进来 一句话也没说 直接把体力透支的灵奇绑了起来 接着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般 就带走了 灵奇一阵猛逼 这是什么情况 自己自从来到樱花国 一直本本分分 应该没惹过谁吧 要说谁的嫌疑最大 那应该是隔壁左腾兮兮的老公了 灵奇挣扎着 想要和左腾兮兮的老公解释 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样的 左腾兮兮只不过是犯了一个女人 都会犯的错误 可这群忍者 直接把他带进了一个密室里 灵奇这才反应过来 事情大调了 可现在 自己兼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 你们是什么人 跟你们说 我可是 你们樱花国 公主的 朋友 还不放了我 灵奇被绑在一根柱子上 疯狂地挣扎着 啪啪啪 一阵拍掌声传来 接着一个踩着木鸡 穿着樱花和服的漂亮女子 走了进来 来人正是灵奇口中的樱花国公主 多多结衣 身后还跟着大乔 九九和左腾兮兮 灵奇傻眼了 心里想着 难道是自己和大乔 九九和左腾兮兮的事 被多多结衣给发现了 灵奇急忙解释道 结衣事情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是这两个贱人心勾引的我 我只是 犯了一个 男人都会犯的错 你就原谅我这次吧 灵奇自以为深情地 看着多多结衣 希望用自己的一番情深 来感动他 多多结衣一听灵奇的话一愣 这灵奇脑子里想的 都是些什么呢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阶下囚 都不知道吗 接着多多结衣 直接说出了 让灵奇崩溃的一句话 灵奇君 大乔九九和左腾兮兮 本来就是我的人 第五十八章 一触即发 灵奇呆住 樱花国公主的一句话 让他久久无法回过神来 都是假的 有男朋友的 久久是假的 有老公的兮兮也是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 灵奇现在是深深地 体会到了那句话 最高级的猎手 往往是以猎物的姿态出现 结衣公主 我对你是真心的 请你相信我啊 灵奇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他希望樱花国公主 对她的爱是真心的 从第一次遇到樱花国公主开始 灵奇就以为 她是一个天真浪漫 纯真无邪的女孩子 他相信 这一切都是 樱花国公主 跟她开的玩笑 灵奇君 别天真了 我们樱花国 白白牺牲了 两个抱单镜的高手 你以为是为了什么 灵奇君 实相地就把你修炼的功法 交出来吧 这样还能少受一点苦头 樱花国公主的一句话 直接让灵奇的心 如坠冰枯 终究是自己错付了吗 灵奇强忍着愤怒 想要挣脱身上的束缚 换做往常这区区铁链 根本捆不住她 但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她根本使不上力 灵奇君不要白费力气了 你天天和我跟我两个 姐妹在一起 早就中了软妹伞 现在怎么可能会有力气 不过说回来 灵奇君可是真厉害 每天从我这里出去 还能去熄熄妹妹那里 一天都不回来 久久捂着小嘴轻笑着 看着没有衣服的骨穿 心里一阵满意 灵奇一听 立马大怒 贱人 我什么时候对不起你了 让你吃让你喝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当然是灵奇君实力强大 我们樱花国 没有把握对付你了 不过我的两个妹妹这么漂亮 跟你在一起这么久 你应该也不亏吧 好了 废话少说 灵奇君把你修炼的功法 交出来吧 樱花国公主说完 就让人上刑具了 他们樱花国 太需要一本高深的功法了 樱花国的树墙过法 所以樱花国的修炼之人 都有一个弊端 那就是短命 从一开始 樱花国公主就开始 觊觎灵奇身上的功法 本来灵奇是龙国的重要人物 他不敢用墙 只能拿出美人计 来对付灵奇 但那一次的误会 突然给他看到了希望 本来只是想接灵奇来樱花国玩 没想到 却被龙国军部 最高指挥官严帅看到了 将计就计下 樱花国公主 直接让这个误会坐实了 而且 他看另外一人 也和灵奇不对付的样子 灵奇本来还是咬牙强忍着 因为他知道 只要自己说出功法 肯定活不久 但樱花国的人 实在太卑鄙了 竟然直接用 灵奇最宝贵的部位做威胁 要是不说 就把那器官泡酒 让他自己喝 所以 灵奇果断地说出了 半真半假的功法 樱花国的人很高兴 直接就去实验去了 龙国跟樱花国最近的岛屿 距离是690公里左右 战机开过去的话 一个小时不到 但战舰就不那么快了 一艘艘的战舰开始集结 龙国对外 打着军事演习的噱头 600艘战舰 一艘航空母舰 和300架战斗机 总计30万兵士 奔赴战场上 龙国的这次军事演习规模 不可谓不大 全球都在瞩目着 樱花国更是戒备森严 一刻都不敢松懈 临近樱花国海域的时候 樱花国开始喊话了 前面的 龙国军队 这里是樱花国地 海域 请你们速速离开 大喇叭中 响起樱花国战舰的警告声 后方的严帅 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发动战争 劳民伤财 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但今天为了防范于魏然 辛仇旧恨加在一起 必须要打 给我打 狠狠地给我打 严帅一声令下 龙国舰队顿时次序分明 一个个炮火 向着樱花国的舰队招呼而去 战机升空 直入樱花国境内 一道道灿烂的炮火 在蔚蓝的大海上绽放着 比樱花国的樱花还要耀眼 龙国先下手为强 打得樱花国节节败退 龙国士兵面对樱花国士兵 仿佛也自动加了 Buff一样 个个都是暴击 樱花国本就是岛国 龙国军队兵分三路 一靠岸就直接占领了三个小岛 后方的龙国军队 还在不断增加 前方的军队在不断地进攻着 与此同时 龙国的各处边界线 也是战火纷飞 海外八国直接攻了上来 想要唯唯救赵 让龙国放弃攻打樱花国 龙国每位将士 都在用生命筑起防线 每一个部队都战斗到最后 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 也绝不后退 樱花国这边 龙国军队加快速度 分秒必争 打入樱花的战略部署 早就演练过好多次了 所以 这次攻打樱花国 在优势兵力下 打得还是很顺利的 三天后 龙国边界线得到了 白熊国和铁人国的 强力支持 边界线的压力大减 樱花国现在只剩下 四座岛屿坚守着 其他的都已经被龙国占领 严帅 你什么意思 无缘无故攻打我樱花国 还请你给我一个解释 这是樱花国的最高统帅 加藤大英 此时披着黑色披风 愤怒地看着严帅 干什么 你们樱花国抓走了 我龙国的高层指挥官林奇 我还要问问 你们干什么 这个是古川想出来的借口 现在这年代 有个名头也好动手 林奇现在的作用 就是在冲断一个工具人 胡说八道 林奇是我们樱花国的驸马 我们怎么可能会抓他 加藤大英便解着 心想 难道林奇的事情 被他们发现了吗 要真是被他们知道 樱花国在窃取龙国的修炼功法 这打进来也成为了情有可原 哼 我胡说八道 那你让林奇出来对质啊 看他究竟是不是做了 你们樱花国的驸马爷 严帅有恃无恐 在樱花国里的密探 早就传回消息了 说是林奇突然失踪 怀疑被樱花国控制起来了 轰轰轰 就在二人说话的空档里 龙国的舰队接二连三地被击沉 只见一艘神出鬼没的黑色核潜艇 在龙国舰队下方不断地游走 龙国这边拿着东西 一点办法都没有 雷达搜又搜不到 肉眼又跟不上它的移动速度 一时之间 龙国舰队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第五十九章 结束 哼 严帅君 这是我们樱花国 在边界空间中得到地 特殊材料 怎么样 加藤大鹰看着核潜艇的战绩 很是满意 可是加藤大鹰还没隔一多久 就听到一声十分嘚瑟的声音响起 全体都有 跟着我加农炮的方向一起射击 好间坐在古川北的加农炮上 一阵热血沸腾 轰轰 加农炮发射 自动追踪功能不仅对人有用 对物品也是一样有用 加农炮的炮弹在海上急速飞行着 接着一个猛子直接扎入了水中 在那里 有人眼间的大吼着 航空母舰上的大型武器瞬间发射 轰隆隆一声 巨大的浪花排山倒海而出 一个黑色的潜艇浮出了水面 给我打 战舰指挥官下达命令 顿时成百上千枚的炮弹飞了出去 樱花国的核潜艇彻底报废 加藤大鹰眼睛圆瞪着 简直是不敢置信 这潜艇他们实验过 都在美丽国的眼皮底下 来来回回都没有被对方发现 怎么今天会被找到击中 哈哈 加藤大鹰傻眼了吧 既然不放了我们的灵骑 发动总攻 严帅一声令下 所有龙国战士向着樱花国挺进 两国军队打得火热 这一边也来了不速之客 古川只见天边突然闪过一道圣光 接着一个右手持剑 左手拿盾 穿着铠甲的战士踏空而来 随后还有身披黑袍的吸血鬼 满身都是毛的狼人 长着四条手臂的黑人 一共四人踏空而来 站在了加藤大鹰身边 目光锁定着严帅一方几人 此时才是这场战争的关键时刻 决定这次战争胜负的是上面站着的几人 当个人武力达到很高很高程度的时候 人数和战局已经影响不了胜负 不夸张地说 如果龙国几人败在这几人手下 下方的部队能被这几人分分钟给横扫了 严帅 收手吧 你们就三个人不是我们五个的对手 盛光战士开口 这局势已经很明显了 五个暴丹境界还打不过三个吗 严帅的脸色很难看 他知道会有人支援樱花国 可没想到 竟然这四个大国都来了 鲍丹境强者龙国也很稀缺 能有三个过来 樱花国战场已经是很重视了 严帅无奈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满脸的不甘 差一点 就差一点 这樱花国就成为樱花省了 严帅正打算放弃时 古川直接出手了 只见古川一跃而出 直接出现在了四臂黑人的前面 直接扯断了他两条手臂 接着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直接一拳砸碎了狼人满口大牙 严帅一看古川如此冲动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严帅和另外一人拖着两人 古川一人面对三人 丝毫不落下风 反而占尽了优势 古川一脚踹开四臂黑人 双手大力地掐住狼人的脖子 用力一拧 狼人脖子掉了下来 四臂黑人眼见古川如此凶狠 想要跑路 古川比他更快 抓着他剩下的两条胳膊 就把他分尸了 吸血鬼比较精明 狼人被控制住的时候 他就化成一群蝙蝠飞走了 古川懒得着 就放过他了 圣光战士见古川如此凶猛 直接甩开了严帅 想要和加藤大英撇开关系 我们美丽国和樱花国以后 一刀两断 再也没有关系了 话没说完 就化作一道圣光 想要逃跑 古川怎么会如他所愿 古川脚踩虚空 两三个踏步 就拦住了圣光战士 在对方还来不及求饶的瞬间 就一拳打碎了他的脑袋 一阵电光火时间 原地就剩下加藤大英一个人了 加藤大英一脸猛逼地看着古川 这是什么怪物啊 有这怪物我还怎么打 直接投降得了 嘎嘎嘎 龙国果真是地大物博 什么天才都有 我樱花国自愧不如 加藤大英知道这几人不会放过自己 索性就疯狂一把 我这只手经过千锤百炼 未入先天境界时 就能一指戳穿钢板 到现在 我也不知道有多大的威力 我把这只手取名叫做加藤大英之手 这是我最厉害的一招 我希望用这招和你一决胜负 加藤大英的意思是 想让古川应接他的最强一招 但古川哪有这么傻去干吃力不讨好的事 加藤大英单手袭来的时候 古川突然一个翻身 直接来到了加藤大英的身后 直接一脚 送他上了西天 临死前 加藤大英还是一脸的不敢置信 这人怎么一点高人的风骨都没有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 樱花国顺理成章的成为了龙国的樱花生 古川找到灵奇的时候 发现灵奇已经骨瘦如柴 面窝凹陷 一副操劳过度 被吸干了的样子 原来樱花国见灵奇的修炼基因不错 就想着借个肿 一下子就把它吸干了 灵奇看到古川的时候 一脸的高兴 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盼到了救星 这灵奇算是彻底的废了 不仅修为被樱花国给废了 连身体也已经废得差不多了 这世界的气韵也不忠爱他了 古川没有取他的命 让一个高傲的 曾经辉煌过的人狗活着 估计比什么都痛苦吧 龙国经过战争后 又迎来了和平的发展 古川也没兴趣 当特殊行动处的局长了 直接扔给了方正三人 这一天 古川突然心血来潮 来到了天海城的监狱里 看着里面熟悉的一个身影 这人就是小米 此时正在监狱的流水线上 坐着打火机 看到古川时 他满脸的感慨 原来那天 小米在一轮轰炸中没有死去 当时憋屈的灵奇 也没发现被掩埋在土里的肖江 等到人发现的时候 是海军巡逻部队 海军直接把小米这个贩毒分子 送入了监狱 嗯 好好改造 古川看着小米后悔的样子 点了点头 安排好了古家的事后 古川在颜帅等人面前 直接变成一道光飞走了 让这世界所有抱丹境界的人 惊骇不已 都说这是抱丹之上的境界 至于这世界的未面主角灵奇 古川没取他的命 虽然气运不多 但以后出来 作妖是肯定的 但如果这点小事 方正三人都解决不了 那真的是辜负了古川的一番培养了 至于古父古母的安全 古川直接留给他们一个按钮 告知他们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按 这是同归于尽的东西 没错 古川把那枚核弹和加农炮 留在了古家 第六十章 假圣子 神秘虚无感的空间里 系统正在结算这次的任务奖励 天命点达到了六万多点 天道之力补全至百分之五 一个恍惚间 古川突然感觉自己 出现在了一个密闭空间里 周围都是发散着微光的水晶石 古川想动动手指 可好像浑身的筋被抽空了一般 没有一点知觉 接着脑袋一沉 古川又回到了这空间之中 那是 古川对刚刚那种感觉很熟悉 好像自己被关在了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一般 难道是我的身体 古川疑惑的想要问系统 可系统就像装傻一般都不理会古川 宿主是否立即前往下一个位面 系统毫无感觉的声音响起 既然想不明白就不想了 古川也不是那种纠结的人 只要自己的实力得到恢复 到时候一切情况都会明了 前往下一个位面 古川说道 开始接收起下一个位面的信息 太则山是千祥界的一处灵山秘境 千祥界第一大实力太则派就扎根齐上 就在三天前 太则派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 情理之外又在预料之中的一件事 太则派的大师兄古川 本来是近百年来千祥界的千祥圣子 太则派也是倾尽全力的培养 什么法宝功法的都供应充足 千祥界不像他的名字一样 是一个祥和的世界 恰恰相反 千祥界现在的情况是朝不保夕 万年前 本来灵气充裕 万物生息 一派祥和的千祥界上空 突然裂开了一道裂缝 接着灾难性的一年来了 那道裂缝中 涌现出了大量的黑暗能量 千祥界的灵气瞬息间就被异化 变得不再适合千祥界之人修炼 就在千祥界之人一阵猛逼的时候 裂缝之中又出现了大量的黑暗生物 黑暗生物一进去 千祥界就大肆杀戮 千祥界被杀得节节败退 可就在这个时候 千祥界站出来了一位年轻人 这年轻人就像是开挂了一般 带领千祥界的人 把黑暗生物打得节节败退 最后更是将空间裂缝给封印住 让千祥界之人能休养生息 这个年轻人就是千祥界第一代圣子 之后每隔百年或者几百年 都有一位圣子诞生 带领千祥界之人抗击黑暗生物 千祥界这一代的圣子 本来是太则派的大弟子古川 这也是千祥界几乎所有人公认的一个事实 然后就在三天前 一个混混模样 平平无奇的年轻人突然被带到太则派 太则派长教龚文山 直接当着太则派所有人的面宣布 这年轻人才是真正的当代圣子 至于古川 那是他们太则派 为了圣子能顺利长大而推出来的替身 目的就是掩人耳目 将一部分不怀好意的目光 吸引到古川的身上 消息一出 古川原本是不相信的 可他的师父太则派长教龚文山 却当着他的面亲口告诉他 你不是千祥界圣子 这一句话 直接让修炼了二十几年的古川世界观崩塌 小时候开始 他师父就经常和他说 你是圣子 要好好修炼 未来千祥界的安危就靠你了 古川也是一直保持着这股势头 不忘初心努力修行 对师兄弟互帮互助 勤勤恳恳地帮助着千祥界的人 可就在这一天 他最敬爱的人 竟然亲口否定了他 这对他是多么大的打击 龚文山让古川交出风雷棍和风雷双翅 这是这一代圣子的圣物武器 龚文山不服 想要和那个年轻人斗上一场 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千祥界圣子 那年轻人没怎么修炼过 当然不是古川的对手 古川三下五除二的就解决了年轻人 正当古川像是一个孩童般 要向着龚文山炫耀他才是真正的圣子时 龚文山出手了 龚文山出手很辣 直接就用双手硬生生地从古川背上撕下风雷双翅 接着又夺过风雷棍扔给那年轻人 那年轻人起初吃了亏怀恨在心 直接动手偷袭了古川 古川被一棒子砸到了床上 已经是昏迷三天三夜了 古川睁开眼睛 过了好一阵子才适应了这重伤的身体 真是一个倒霉蛋 一个混混流氓都能欺负到头上来 古川消化着前身的记忆 还不忘一边吐槽着 前身也是可怜 三天前还是一个重心捧月的存在 三天后竟然没有一个人来看望过他 事态炎凉也不过如此了吧 古川在系统里兑换了一瓶龙血撞骨丹 一身的伤势在慢慢复原 修为境界更是在丹药的作用下 隐隐有突破的预兆 这个世界的修炼境界划分为 凡、凶、利、呃、幽、明、王七的等级 像是阴间鬼物的境界划分 千祥界的修炼境界 其实是按照黑暗生物的等级来划分的 黑暗生物更像是一种诡异 形态无常 一身黑暗气息 古川前身兢兢业业 不敢有一丝懈怠的修炼 如今也才立即而已 而那龚文山带回来的圣子 只是继承了圣物 就直接跨过凡击 到达了凶击 果然是人比人气死人 李锋对自己现在的境况 还是有些迷茫 三天前 他还是一个在街上收小贩保护费的混混 正当他吵不过小贩要动手时 一个先锋盗骨的老道 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老道说他是当代圣子 李锋起先不敢相信 以为这老头是个骗子 可当这老道只是手一挥 那个小贩的钱包 就已经出现在了面前 李锋两眼放光 直接把钱包塞在自己裤兜里 也不管这是小贩几天 辛辛苦苦才赚回来的 老道见他这般作为 也没说什么 反而笑眯眯地问他 要不要拜他为师 老道是有这种手段 李锋一个市井之徒哪里见过 当即就直接跪在老道士面前 大喊师父 两人的满意 就这样建立在了一个为生活奔波的 无辜小贩身上 当小贩知道自己数日 来辛辛苦苦的营收都不见了后 估计要哭上好久了 接下来 老道把他带回太则山 老道把大徒弟的武器 赐给了李锋 起码李锋是这么想的 李锋对从古川身上 得到的两件宝物 爱不释手 这两件宝物 好像天生就是他的一般 刚拿到手 就感觉到他们的亲密 自己也能随心驾驭了 不过 李锋并不满足 他当日看到古川身上 还有一套金色铠甲 那金光闪闪的样子 李锋早就看红了眼 起初两天 李锋还不敢打古川的注意 可看到这两天来 太则派很多人对他的奉承 让他有些飘飘然了 所以今天 他把古川身上的铠甲 穿在自己身上 那自己走出去 肯定会更加的威风 第61章 上门抢抢 李锋看着古川豪华的住宅 心里很是羡慕 他认为 这东西本来就是他的 只不过 古川代替他圣子之位 才能住得进去 这么一想 李锋更是心安理得 门也不敲 带着身后两个 刚收下的狗腿子 进门去了 要换夺平时 古川的院子 谁敢这么进去 也就是 现在古川基本被废了 龚文山也遗弃了他 所以现在整个太则派 没一个人把古川当一回事 李锋一脚踢开房门 泼皮无赖的气势十足 待看到古川 穿着金色铠甲 躺在床上的时候 双眼一阵放光 也不顾古川现在的情况 李锋心急间 就直接上手去解纳铠甲了 古川睁眼 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 李锋咕嚕嚕地 转了好几个圈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古川你干嘛 这可是圣子 你当你还是 太则派的大师兄吗 两个狗腿子 连忙扶起李锋 冲着古川开口骂道 古川可没有 惯着人的想法 直接从床上一坐而起 拿起旁边用餐的筷子 一甩手 吐痴 两声响过之后 两个狗腿子 一脸惶恐地捂着脖子 倒在了地上 李锋见此 刚站起来 又被吓得一屁股 坐在了地上 古 古川你想干嘛 我告诉你 我可是千祥界 这一代的圣子 你 你 你不能杀我 李锋从地上爬起来 屁滚尿流地跑了出去 切 就这环圣子 古川摇了摇头 或许多年以后 等李锋成长起来的时候 他才会有一介圣子的气度 现在只不过 还是一个好勇斗狠 耍小心机 占便宜的小混混小骗子 果然 李锋一出古川的大门 直接扯开嗓子 放声嘶吼着 不好了 古川杀人了 古川背叛太则派了 李锋直接给古川扣下了一顶大帽子 站在了暴德的制高点 只有这样 他才能精准打击古川 这是他熟 这几天 在公文山的造势下 李锋在太则派的威望很大 李锋的声音 直接吸引了很多人过来询问情况 李锋夸大其词地说了一阵之后 太则派的人 全都怒气冲冲地 要去找古川算账 你一个企图而已 这几日让你留在门派中 已经是仁慈了 竟然还敢当着圣子的面行凶 这可是一个巴结圣子的机会 他们可不想错过 古川 你什么意思 在太则派你 也敢当众杀人 我已经通知执法队了 你趁现在赶快给圣子磕头道歉吧 到时候 说不定还能留你一命 古川 你已经不是那高高在上的大师兄了 现在你被废了 就是连我们都不如 你有什么好骄傲的 古川 你假冒了圣子这么多年 难道你就没有一点羞耻心吗 所有人都在抨击着古川 言辞一个比一个激烈 都想好好在圣子面前表现一番 路一露脸 说不定一不小心就被圣子看中 到时候跟在圣子身边 那少说也是个从龙之功啊 我假冒圣子多年 你们去问问龚文山 是他让我当这个圣子 古川继续和他们扯皮 体内能量快速涌动 消化着龙血状骨丹 以求在最快的时间里 突破一个境界 你们以为我这圣子之位 做得容易吗 古川解开身上的铠甲 露出满身的伤痕 这是我八岁那年 黑暗生物伪装成太则派弟子 对我偷袭 一箭刺中我的心脏 要不是我命大 最后健身偏移了三公分 我早就死了 还有 这是我十三岁那年 跟着师叔第一次外出执行任务 被黑暗生物埋伏围攻造成的 还有 古川身上一条条伤疤 都在述说着他们的不甘 你们睁开狗眼看看 龚文山让我当这圣子之位 是干嘛的 就是让我当替罪羊 给他背锅 当替罪羊 我也不说什么了 现在你们竟然还说我的不对 我就问问你们 到底是谁的良心被狗吃了 反正已经撕破脸了 古川也没尊敬龚文山的意思 直呼其名 古川的话 让好多人都羞愧得开不了口了 他们只看到坐在圣子之位的潇洒 却没有看到这个位置后面的艰辛 可有些人却是没脸没皮 古川的话非但没有让他们反思 反而更加的变本加厉起来 古川 你能为圣子挡刀子 那是你的荣幸 我们想做还做不来呢 就是就是 给圣子做替罪羊怎么了 这也是为千祥记的付出 也就你古川不知好歹话还多 这两个是最会蹦搭的 直接指着古川的鼻子开喷 看得李峰心里一阵满意 这二人果真是懂得自己的心思 让你古川背背黑锅怎么了 那是你的荣幸 我可是千祥记的圣子 以后千祥记的安危 都要我一个人挑起来 李峰越想越对 越想越心安理得 古川已经彻底消化了 体内的那枚龙血撞骨丹 修为也在无声无息间 突破到了恶极 恶极在千祥记 那也算得上高手了 要知道 就算在太则派恶极实力 那也是妥妥的一个长老了 既然你们两个这么喜欢 给圣子挡刀子 那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 古川一站而起 直接将床头的一把鬼头刀 抽了出来 古川你想干什么 这里可是太则派 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 那两个叫得最慌的人 有些怕了 脚步不自觉地往后面退去 你们不是要给圣子 做替罪羊吗 那好啊 我成全你们 古川对着李峰一挥刀 这二人哪有挡刀子的想法 直接脚底抹油 想要开溜了 李峰也站在一边吓傻了 怎么回事 这古川不是已经被师父废掉了吗 师父不是说 这古川已经恢复不了实力了吗 古川刀一抽 没有砍向李峰 现在还不是时候 自己还没有那个实力 一个甩身 古川直接将刚刚那两个口嗨的人 抓在了身前 怎么了 你们不是要挡刀子吗 跑什么啊 古川用寒冷的刀身 拍着二人的脸蛋 二人静若寒蝉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古川的实力竟然恢复了 当日明明看到长教 已经废了他的呀 大师兄 大师兄 我们该死饶了我们吧 大师兄 我们一是鬼迷心窍了 刚刚说的不是我的本意 第六十二章 都是人才 古川一脸好奇地 看着眼前这两个玩意 是出来搞笑的角色吗 古川突然来了恶趣味 向着李峰一指说道 那你们说 他是什么东西 两人看也不看 古川指的是谁 直接张口就来 大师兄 你太抬执他了 他根本就 就不是个东西 就一个市井之徒 就喜欢坑蒙拐骗 对对对 大师兄 这个市井无赖之徒 怎么可能是圣子 肯定是龚文山 哪似的瞎了眼 把他这不是东西的玩意 当成圣子了 李峰听了满脸发黑 古川听得一愣一愣的 这两个他妈的 就是人才 古川都有点下不了手了 是谁敢在这里闹事 还不赶快束手就擒 执法队的人来了 一来就高高在上 满脸不怒自威的样子 师兄 师兄你终于来了 师兄你要给我们做主 师兄 那个废物杀人了 还要挟我们说圣子的坏话 快抓走他 我去 真是人才 古川都忍不住抱粗口了 他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只见这二人连滚带爬的 到了执法队的脚下 抓住执法队领头人的裤脚 就一阵哭泣 那感觉就像是受了委屈的小娘们一样 他们刚刚说 龚文山瞎了 古川插嘴道 执法队的领头人叫黑山 是一个体格壮硕 脑子一根筋的人 一听脚下的二人骂过龚文山 直接两脚把这二人踹个半死 黑山师兄 古川公然挑衅圣子 辱骂长教 有人开始给黑山打小报告了 李峰也在旁边添油加醋 火上浇油 黑山一听就怒了 这企图竟然敢公然杀害太则派弟子 黑山就像是一头发了怒的公牛一样 冲向古川 他要把这企图全身的骨头捏碎 让他尝尝太则派的十大酷刑 竟然敢在太则派杀人 简直是目无王法 是打他们执法队的脸 黑山自信满满 哪怕古川修为被废之前 也才和自己旗鼓相当 更不用说现在修为被废 圣物被夺了 然而 想法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黑山卯足了净杀过去 却被古川一巴掌打了回来 黑山不信邪 又冲了过去 又被古川一巴掌打了回来 如此五次 黑山直接被打吐血了 你 你怎么会这么强 根本就不是利级实裂 你是恶级实裂 怎么可能 黑山瞪着牛铃一样大的眼睛 一脸不敢置信 执法队的人都被古川解决了 原本那些围在李峰身边的 全部一哄而散 什么为圣子挡刀子 为圣子赴汤蹈火 都是嘴花花 古 古川你要干嘛 李峰胆怯地看着古川 背后伸出了两只布满雷纹和风纹的黑色翅膀 手里也出现了一根流黑烫金铁棍 这正是前身的武器 风雷双翅和风雷棍 也就是所说的圣物 如今在李峰的手里 李峰小混混出身 可没有什么武德 直接挥着风雷棍就砸向了古川 风雷棍的威力他知道 那可是能成倍增幅实力的宝物 风雷棍在李峰手里猛地变大 像是明白了李峰的意思一般 直接自行攻击了起来 古川眼神猛的一瞪 灭障 以为认了一个狗东西 当主人就敢对我动手了是吧 古川大声一鹤 风雷棍在古川的鼻尖处瞬间停了下来 人性化地对着古川点了点头 又像小狗一般秀了秀 接着又在李峰不可思议的目光中 自行收缩了回去 啊 算你还有点良心 风雷棍是有灵性的 才刚认主李峰 对于古川这个相处了十几年的前主人 还是有些感情的 古川上前 直接一把抓住了李峰的脸 把他提了起来 接着一拳又一拳 若少 混账 还不给我把他放了 龚文山终于出现了 其实他早就在一旁围观了 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自己的大弟子竟然重伤恢复 还修为境界突破了 他想看看这古川到底得了什么机缘 古川直接把李峰扔给了龚文山 龚文山接住浑身于轻的李峰 李峰眼见靠山来了 直接委屈地哭诉了起来 师父啊 您要是再晚来一步 你就见不到你的圣子徒了 师父啊 您要为徒儿做主啊 这古川不是人 我本来是好心想看看 他的伤势如何了 他竟然直接抱起杀人 我可怜的两个师兄啊 李峰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能屈能伸 要是假以时日 还真是一个人才 孽障 还不跪下 龚文山怒吓古川 摆出一副长辈的样子 古川根本不吃这一套 他又不是前身 况且龚文山那样对前身 前身也已是满身的怨气 在原来的剧情里 正是因为龚文山 一直打压着前身 拿前身当李峰的踏脚时 最后前身才会黑化 成为千详界 人人喊打喊杀的反派 最后李峰 更是义正言辞的一剑 斩杀了前身 美其名曰为江湖除害 可他根本没想过 前身当他二十来年的替罪羊 承受了什么 在他们眼里 李峰的偷奸耍滑 奸懒缠滑 是他的为人率真 李峰的坑蒙拐骗 难杀无辜 是直指本心敢作敢当 李峰嘻嘻哈哈的 拿着古川处得来的宝物 感叹着 哈哈 我李峰也有今天啊 古川你想不到吧 你也有今天 我就说做人要谦虚 待人要有礼貌 像你这么高傲自大 迟早会被他人踩在脚下的 嗯 那日我好像看到古川身上 还有一件金色铠甲 我得去把他取回来 不能在他身上 让他继续为非作歹了 我果真是一个 未明着想的圣子啊 以李峰的角度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在他那里 自己是一个单纯无害 还为别人着想的一个人 和他不对付的人 都是想害他 亏是他身上的宝物 废话到此为止 龚文山让古川跪下 古川冷眼一哼 你我当日 已经断绝师徒关系 凭什么让我跪下 第六十三章 清理门户 龚文山听到古川的话 顿时大怒 大胆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你这不忠不孝之徒 竟然还敢顶嘴 龚文山以前怎么没发现 这古川 有这么大的胆子 虎毒还不食子 你龚文山 就是连个畜生都不如 古川的一句话 瞬间引起哗然 这古川的胆子 可真够大的 堂堂千祥界 第一势力的长教都敢骂 龚文山被弃得吹胡子瞪眼 自从当了长教后 已经多少年 没人骂过自己了 孽障 既然你想死 那我今日就为太则派 清理门户 龚文山的衣裳 无风自动 一怒之下风云变色 龚文山出手间 就是全力以赴 丝毫不留情面 古川有恃无恐 直接花了一万点天命点 在系统里 兑换了明急巅峰一击卡 古川大感心疼 要知道上个未免两个主角 也才结算了五万多天命点 古川拿出卡片的一瞬间 龚文山突然感觉到 一股巨大的危机 直觉告诉他 如果再继续出手 他今天有可能会死在这里 龚文山脸色难看的 收回了攻势 看着手拿一张 奇怪卡片的古川 不知在想些什么 哟 怎么不动手了呀 你龚文山 不是要清理门户吗 来啊 今天我古川 还想弃尸灭祖吗 古川调侃着龚文山 古川谦祥借第一势力 不可能只有一个高手 哼 念在你我往日的仕途勤奋 今天我暂且饶你一命 今日给我滚出太则山 龚文山维持着他的威严 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 哼 脑中 古川可没有丝毫配合他的觉悟 直接开口骂了过去 一群目光短浅的家伙 骂完 古川就收拾了东西 一个人背着包袱 下了太则山 太则山上的一处高峰上 龚文山和另外一个老头相断坐 静静地看着远去的古川 老头叹了口气说道 你还是太急了 这孩子的天赋很不错 你应该慢慢谋划的 龚文山脸色发黑 古川的事他还没消气 哼 我有什么办法 空间裂缝的封印已经开始松动了 再不加快速度 我们千详界就要再一次陷入浩劫之中 况且 那古川本来就是圣子的一个替身 如今圣子出世 他就应该把他的所有一切都奉献给圣子 连这样的一点觉悟都没有 他不配当我的弟子 大师兄 大师兄你等到我们 刚到山脚就有一男一女追了下来 古川回头看去 是前身的小师弟和小师妹 小师弟小师妹 你们怎么来了 对于这两人和前身的感情还是很好的 几乎可以说是前身看着长大的 大师兄你不要怪我们没来看你 都是师父害的 他把我们两个禁足了 我们现在是偷偷跑出来的 小师妹吐着舌头 鬼灵精怪的很是可爱 大师兄你真的要走吗 师父肯定是一时嘴快 你回去求求师父 我和师妹再给你说说好话 你肯定不会被赶出太则派的 小师弟紧张地看着古川 心里很是不舍 古川拍了拍小师妹的脑袋 看着二人说道 我与龚文山已经断绝师徒关系了 以后我们江湖再见 大师兄你不要拍我的脑袋了 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师妹了 小师妹捂着脑袋 撅着嘴 不满地说道 小师妹的话突然让古川想起来了 小师弟和小师妹是青梅竹马 是太则派公认的一对 但好像自从李峰来了后 为了能更快地打入太则派内部 直接开始去勾搭小师妹了 一直生活在太则派 没有出过山的小师妹 哪见过这种泼皮无赖 一时之间小师妹对李峰引起了极大的兴趣 至于小师弟 哪里是李峰的对手啊 李峰的几个小动作 就直接把小师弟织得远远的 等小师弟回来后 发现黄花菜都凉了 古川最后拍了拍了小师弟的肩膀 让他多留心李峰 不要什么都听他的 要有自己的主见 古川走了 他准备去千祥界最小的一个势力去扎根 那边有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势力 千祥界一共可以分为四个势力 一是太则山 二是圣娘庙 三是圣火楼 四是十方村 除了十方村是新晋势力之外 其他三个都是老牌势力 这三个势力 每几百年轮流收徒圣子 这次是轮到太则山了 除了这四个势力统领的范围之外 其他地方都已经被黑暗能量入侵 变得不再适合人类生存 十方村作为最小的一个势力 有大半地盘是被黑暗能量入侵的 所以这里基本上像是一个三不管地带 有高手坐镇 但不像其他三个势力一样都是一言堂 这里可以说是十分包容开放的一个地方 是研究黑暗能量最激进的一个地方 古川来着的目的也是为了研究黑暗能量 在古川眼里 黑暗能量只不过是一种 没有找到方法将它利用的东西 而不是人人为之如虎 弹之色变的东西 就像是有些人修炼毒工一样 那些常人见血风猴的致命毒药 却是这种人的大补之物 只要你找到了方法 那你就是在末法时代都能修炼 就像空气中包含的氮气 二氧化氮等都是十分厉害的一种能量 只不过个体无法找到办法使用罢了 十方村说是一个村 但面积十分的大 村只是一个称呼 十方村里面还有十方城 东方村 十方村最偏僻的一个地方 初村500米 就是黑暗能量和灵气交汇的地方 这里环境恶劣 生活在这里的人 基本上是那些带有目的性的 古川花了点钱 直接买下了一个院子 第二天他就初村 去观察这些黑暗能量 到底是什么东西了 依据实力程度 古川恶极的实力 能在黑暗能量中活动两个时辰左右 如果再待下去 得不到灵气的补充 就要被黑暗能量侵蚀了 古川摄取了一丝黑暗能量进入体内 黑暗能量就像是复古之居一样 牢牢附着在经脉中 经脉中的灵气和黑暗能量 像是对头一般 一见面就相互看不顺眼 直接发生了冲突 随后 古川得出了一个结论 黑暗能量比这个世界的灵气要高级 第六十四章 小师弟的苦恼 被黑暗能量侵蚀的地方 早就已经寸草不生 越是深入 黑暗能量越是浓郁 古川正打算回去时 远处的几道声音响了起来 站住 不要跑 你们这种激进派 罔顾千祥界的安危 竟然屡次提取黑暗能量 简直该死 这句话直接引起了古川的注意 激进派是这个世界 有跟古川差不多想法的一个组织 都是想利用黑暗能量 找到一条适合人类生存的方法 古川找的就是这个组织 但这个组织想法虽然是好的 但行为真的太激进了 拿普通人做实验 把黑暗能量引入城池的用水系统中 等等多不胜数 所以 激进派变成了一个人人喊打喊杀的势力 后面也是成了一个充当圣子踏脚石的角色 古川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只见一伙六人围攻着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少年艰难地抵挡着 他突然看见走近的古川顿时眼睛一亮 快 把黑暗秘石带走 不要管我 少年向着古川扔了一块漆黑的石头过来 古川接过后还没仔细打量 那六人竟然直接舍弃了少年 向着古川围了过来 小子 识相的就把东西给我交出来 这东西在你们激进派手里只会为非作歹 因为少年的一句话 古川也被当成了激进派的一员 大哥费什么话 直接杀了他 为民除害 有人已经忍不住直接动手了 几个立即实力的而已 古川直接一拳轰杀了第一个叫嚣的人 接着 在五人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拳一个小朋友 全部都被古川轰杀 对这几人 古川没有丝毫怜悯之心 嘴上说着激进派作恶多端 但古川看得出来 这几人手上的人命也不少 钱 钱被饶命 我是迫不得已 才出此下策的 少年被吓傻了眼 他本来是想祸水东应 为自己分担压力 可没想到竟然引出了一个凶人 你是出云宫的 古川问道 是 我是出云宫的人 少年不敢撒谎 带我去东方村的出云宫分部 出云宫就是激进派 激进派只是外人对他们的称呼 在少年的引荐下 古川加入了出云宫在东方村的分部 因为古川才刚刚加入 所以还不能看到出云宫对黑暗能量的研究资料 不过 既然已经找到了出云宫 古川也不急 他现在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 太则山上 自从李峰来了之后 吕浩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每个月去接任务的时候 都是时间长风险高的任务 吕浩就是那日来送古川的小师弟 小师妹叫做君素素 每次吕浩回来的时候 总感觉自己小师妹 有意无意的对自己疏远了 在一起的时候 十句有八句 是讨论李峰的 这时候 吕浩才想起古川当初说过的话 这李峰是想挖自己墙角了 可恶的是 这墙角被挖了大半 自己才发现 吕浩有了戒备心 之后就不再接任务了 而是天天和小师妹在一起 挽回感情 李峰见了哪里肯干啊 每次吕浩和君素素在一起的时候 李峰都会跟屁虫一样跟上来 然后逗得君素素 哈哈大笑 就是这样 李峰还是不满意 直接请求龚文山 给吕浩安排了一个外出镇守的任务 龚文山也看得出来 李峰对君素素有意思 所幸也就成全了他 直接把吕浩安排到了太则山 最靠近黑暗能量的边界 美其名曰 让他历练一段时间 吕浩不想去 却被龚文山给无情镇压了 与此同时 龚文山也带着李峰 和君素素二人下山去了 吕浩坐在马背上喝着酒 头发也没有打理 随意散乱着 临走的时候 他看到龚文山和君素素 坐着同一辆马车走了 李峰还十分得意地看了一眼吕浩 吕浩是敢怒不敢言 只能一个人憋在心里生闷气 干嘛干嘛 这么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 是老婆被人抢了 还是老婆偷了男人 吕浩正在借酒消愁 突然前方传来一道声音 随后吕浩一喜 大师兄 你怎么来了 吕浩高兴地想要上前 拥抱着古川大哭一顿 他感觉终于有人知道自己的委屈了 瞧你那熊样 走吧 我带你去把小师妹追回来 大 大师兄你都知道了呀 吕浩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可是师父这次 也跟着小师妹下山了 想起龚文山吕浩心里 又有些害怕 走了 那不过是个老田狗而已 有什么好怕的 没什么是比破坏主角的计划 更有剧得了 在原来的剧情里 李峰为了得到君素素 直接做了一场戏 李峰让几个刚结拜的兄弟 假装绑架了君素素 并且给君素素下了一种 七彩和欢散的毒 之后就是李峰英雄救美 看到君素素的样子 不得不以身解毒了 之后不仅能得到美人 还能得到名声 果真是一举两得呀 而且最奇葩的是 这件事的始末龚文山 一直都很清楚 李峰的做法不仅没有被批评 反而被龚文山夸做事 有勇有谋 一处集市中 君素素本来和李峰正在逛街 可突然间他和李峰走散了 君素素着急地寻找的时候 一伙蒙面大汗出现 话也不说 直接当街就把君素素给绑了 有人想要通知巡逻队 李峰直接出现 拿出了太则派的令牌高声道 太则派办事 不要多管闲事 那流氓的气势 瞬间就吓到路人 一个个都不敢管了 一处偏僻的湖泊上 停着一艘游船 这船一看 就是那种春风楼啊 什么的产物 里面什么东西都不缺 看来李峰是早有准备了 躲在暗处的吕浩 看着昏迷不醒的君素素 顿时心里就慌了 想要立刻去救人 却被古川拦了下来 急什么 好心还没开场嘛 来的时候 古川就大致和他说了李峰的计划 现在弄的吕浩是担心不已 没几个呼吸间 李峰也上了船 等那几个黑衣人客套了一番后 眼见君素素醒来 李峰直接装作大喝一声 后来就是几个乒乒乓乓的 洋装着打斗 啊 果然不愧是太子派的圣子 我等不如也 我告诉你 这女人已经中了 我们调配的毒药 要是半个时辰内找不到解药 她就会化作一滩浓水 蒙面黑衣人 假装打不过退走 李峰收起 脸上猥琐的笑容 连忙假装担心的 要进船屋内找君素素 这拙劣的演技 古川看了都尴尬不已 走了 现在带我们出场了 第六十五章 这读解了没有 李峰正要进入船屋的时候 古川和吕浩赶到了 古川直接揪住李峰的脖子 扔进了水里 李峰一脸猛逼的看着古川二人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古川你竟然敢向我动手 你忘了 我现在才是圣子吗 本会师父来了 看不包了你的屁 李峰骂骂咧咧的 想爬到船上 古川直接又是一脚 李峰一个狗啃屎 又跌入了水中 古川你要干嘛 素素现在身中剧毒 只有我能解 再不让我进去 素素如果有危险 你担待得住吗 李峰的鸭子怎么能让它飞了 李峰说的没错 素素是中了剧毒 但解药嘛 古川直接一脚 把吕浩踢进了船屋内 小师弟 你去给小师妹把毒解了 吕浩也是一脸猛逼 他是听古川说 素素中了毒 可没和他说中了什么毒 不过随后床上的一声音鸣 他就知道 君素素中的是什么毒了 李峰你想干嘛 我手里有解药 你不能玷污了素素的清白 李峰大急 君素素可是他看上的女人 一番苦心积虑 怎么也不想为别人做了嫁衣 古川 肯定是你怂恿吕浩的是不是 你简直就是人渣败类 那可是你的小师妹啊 眼见古川不吃这套 李峰又打起了感情牌 最后看到古川 那要杀人的眼光 李峰直接一怂 突然高声喊道 师父救命啊 救命啊师父 有人想杀你的圣子徒 素素师姐 要被贼人玷污了 贼喊捉贼李峰 向来就有一套 李峰的作为 龚文山都看在眼中 他也不阻止 反而有点乐见其成 两个都是自己最喜欢的徒弟 到时候亲上加亲 岂不是更好 在十里开外的龚文山 突然接到李峰的求救 急忙赶了过去 他深怕自己的徒儿 出现什么危险 最先赶过来的 不是龚文山 而是刚刚离开的 几个黑衣蒙面人 眼见李峰的样子 连忙上去救援 大哥 二哥 三个 四个 五个救命啊 这人要杀小弟 李峰见帮手来了 直接开始卖惨 李峰口中的蒙面大哥 愤怒地看着古川 敢打扰我兄弟的好事 给我去死吧 五个黑衣蒙面人一起动手 每个都有恶极的实力 李峰在岸边直接乐开了花 果然 这就是兄弟多的好处 可下一刻 咔嚓 蒙面大哥被扭断了脖子 咔嚓蒙面二哥 被一拳打死 蒙面三 五哥想要跑 都被古川一脚踢碎了天灵盖 你 你要干嘛 我告诉你古川 我可是千祥界的圣子 你可不能乱来 要不然到时候黑暗生物入侵 没人能带领千祥界的修饰抵挡 李峰色立内人 古川上前直接就一巴掌 啪 这一巴掌是打你下流无耻 啪 这一巴掌是打你心思恶毒 敢将心思打在小师妹身上 啪 这一巴掌是我单纯的想打你 啪啪啪 等龚文山赶到的时候 看到这样的一幕 岸边 李峰已经被揍得鼻青脸肿 古川拎着他的脖子 按进了水里 咕噜噜 古川 咕噜噜 你有种 咕噜噜 放开我 咕噜噜咳嗨 师父救命 古川很想直接淹死了李峰 可一个天定圣子 哪有那么容易死的 除非古川的实力 已经超过这个世界所有人 或是磨灭了李峰的气域 在冥冥之中 古川能感觉到 这平平无奇的珊瑚下面 竟然都存在着大恐怖 只要古川想弄死李峰 这下面的东西 绝对会出来搅局 孽障 还不住手 龚文山看见眼前的一幕 顿时大怒 感觉这古川 就是和自己命里犯冲的 龚文山 你要是想让他死 我就成全你 龚文山投鼠忌气 最后还是没有对古川出手 师父 师父快 小师妹还在船上 吕浩要对他图谋不轨 到了现在 李峰依然惦记着君素素 龚文山什么人 不用想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吕浩你敢对同门师妹 做出如此之事 看我今天不清理门户 龚文山吹胡子瞪眼 古川这孽徒 不听自己话也就算了 现在连吕浩都不听自己的了 龚文山也不想想 自己是怎么做师父的 都把不对怪在了徒弟身上 龚文山我说什么你没听到吗 古川掐着李峰的脖子 阻止了想要出手的龚文山 就在这时 吕浩衣衫不整的出来了 看到龚文山直接跪了下来说道 师父 李峰狼子野心 竟然挑唆他人绑架小师妹 还对小师妹下毒 师父你要为小师妹主持公道 吕浩不说还好 一说李峰就炸毛了 吕浩不要血口喷人 被小师妹不轨的明明就是你 李峰眼睛通红 杀了吕浩的心都有了 师父 这是大师兄知道的 大师兄你快跟师父说说情况 吕浩急忙向古川求助 而古川现在看着 吕浩的眼神有点怪 喃喃自语道 算上去掉衣服裤子的时间 也才三分钟 这毒到底解了没有啊 古川有点疑惑 他的话让所有人一愣 吕浩羞愧难当 满脸通红 李峰哈哈大笑 吕浩你不行 还是让我去给小师妹解毒吧 这时候 小师妹也出来了 也是满脸通红 看到李峰有些不敢置信地问道 李峰 吕浩说的都是真的吗 李峰是什么人 那是常年混迹在烟花之地 把那里当成家的人 一见君素素已经失了身 直接没了兴趣 耍无赖地说道 怎么 是真的又如何 我不过是想和你玩玩罢了 谁知道这两个疯子 君素素伤心地落下了眼泪 他没想到 李峰是这样的一个人 李峰的形象 曾一度地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现在却直接崩塌了 求师父为徒儿主持公道 君素素跪在龚文山面前 泪流满面地哭诉道 龚文山有点抹不开面子 这是回去再说 到时候 为师自会严惩李峰 龚文山维持着他做师父的威严 龚文山 你敢说 不是你纵容李峰的这些手段 古川不懈地看着龚文山 直接撕开了他的伪装 吕浩和君素素一脸都不敢置信 这还是自己那个和蔼可亲的师父吗 小师妹小师弟 你们还不知道吧 你们的师父 就是条老田狗 第66章 变身 古川不顾龚文山铁青的脸色继续说道 太则派着刚收的圣子 就是他年轻时候 暗恋对象的儿子 龚文山你可真是可笑 人家以前那么不搭理你 现在有难了想起你了 让你照顾一下他跟别的男人的儿子 你还屁颠屁颠地答应了 你这是等不及了 想给李峰做后爹吗 古川直接接了龚文山的老底 原来龚文山年轻时也喜欢过别人 只是一直竞争不过另外一个男人 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二人 在自己眼前轻轻握握 也在这时候 龚文山养成了一种习惯 他最看不得那种青梅竹马有情人 终成眷属的情侣 看到了他都要拆散他们 这也是他默认了李峰行为的原因之一 古川 这是我们师徒之间的家事 你已经背叛师们 现在轮不到 你管这个 龚文山还没开口 李峰就开始反击了 在李峰眼里 古川就是一个多管闲事的外人 这里有你多嘴的地方吗 古川直接就打断了李峰的一条腿 李峰吃痛的大叫 古川你疯了吗 我可是圣子 助手古川 你要怎样才肯放过李峰 龚文山脸色铁青 他感觉自己 在徒弟面前的面子丢尽了 把你手上的那枚储物戒指给我 然后让我们离开 古川打起了龚文山的主意 不可能 我告诉你古川 你休想 咔嚓咔嚓咔嚓 啊 龚文山还没说完 李峰的四肢已经粉碎性骨折了 我给 龚文山咬牙切齿的拿出了储物戒指 正在这时 一阵风起云涌 一道身穿白衣的男子从空中飞了下来 他向着龚文山打招呼道 龚兄 我叫你这么久也没回来 就来看看 你不建议吧 哎 收了一个不孝之徒 倒是让张兄看笑话了 龚文山一副忧郁的样子 不知道的人 还真以为这龚文山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 你就是那个圣子替身 张黎对古川早就有所耳闻了 或许 你还年轻不知事 圣子替身 其实就是为圣子选的随从 替身的一切东西都是圣子的 千祥第67章 出云宫 高龄变身成一个八条腿的触手怪 与此同时 黑暗能量 好像已经影响到了他的思维能力 李治正在慢慢消失 一股狂躁嗜血的疯狂情绪 在高龄身上滋生着 八条触手按在地上猛然发力 想要直接把背上的古川给掀翻了 一下古川纹丝不动 两下古川纹丝不动 三下古川 依旧牢牢纹丝不动 丧失了李治的高龄 都感觉有点憋屈了 八只触手 直接向着古川缠绕而去 古川一手抓一只触手 打个结再打个结 八条触手被结成一团 扔在了地上 高龄狂躁嗜血的愤怒没处发现 无能狂怒是持续不了多久的 李治最终在慢慢回归 下来快下来 我知道你有本事还不行吗 快让我起来啊 高龄见古川这么有实力 直接开始认怂了 古川放开高龄 看来初云宫对黑暗能量的运用 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东方村只是初云宫的一个小小分布 里面关于黑暗能量的研究资料很少 大多是高龄一个人在导顾黑暗能量 发现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古川在一间密室里 嫌弃地翻看着这些资料 看一本扔一本 这些都是什么玩意啊 你看看这些书名曲的 论黑暗能量对普通人增加的持久程度 论黑暗能量对味觉的冲击强度 论黑暗能量对颜值的美容效果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黑暗能量都还没得到安全使用 你就把想法打到日常生活中来了 哎 大哥大哥不要扔啊 这可都是我的宝贝 是我好不容易研究出来的 高龄敢怒不敢言 在古川身后一本一本地捡着他的宝贝 古川有点失望 看来想要得到更深入的研究资料 只能道出云宫总部了 其实古川可以从第一步开始研究黑暗能量 但他觉得那样太麻烦了 他只想看看出云宫遇到了什么困难 没能研究出来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 总比一个人摸索要来的轻松 有什么方法可以接触到出云宫高层的人 古川向高龄问道 高龄不敢撒谎 想了想说道 十天后 出云宫的只是会过来查看东方村这个月的成果 高龄说的成果 其实就是或抓或哄骗或买来的一些普通人 这些普通人都是出云宫的实验对象 现在的出云宫人人喊打喊杀 已经很少抓捕普通人了 一般都是寻找街头的活不下去的人 给予对方钱财后对方主动同意的 还有十天的时间 古川准备给自己提升下实力 花了剩下的四万点天命点后 古川的实力直接从恶极突破到了明极实力 不知道为什么 古川到过的这几个位面 好像都是不完整的 实力境界只是粗浅的能量运用 就连灵气都是低质量的那种 十天后 古川跟着高龄在东方村一处偏僻之地等待着 身后是一十八个男女 这十八个人面色迷茫 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就算是再恶劣的情况 估计也比饿死人差不了多少吧 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胖子慢慢走近 看着高龄也不下马 神色巨傲地说道 就这么几个人吗 高龄你是不是不想好好干了 想去服侍尔大人了 高龄一听到尔大人就浑身一哆嗦 好像是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一般 鲁职是我真的经历了啊 你也知道东方村凭捷 能走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就甚至去不了哪里的 哼 强词夺理 我不管这东方村是什么情况 我只要人 既然这个你达不到标准 就让你的人去填这个骷髅吧 鲁职士没等高龄把话说完 就挥动了手里的马鞭 鞭子化作了一条黑色灵蛇 直接向着高龄身后的骨川缠绕了去 简直是无妄之灾 本来骨川打算好好和这鲁职士说的 既然如此 还是拳头来得更快些 骨川一把抓住高龄的鞭子 鞭子化作的黑色灵蛇 在一接触到骨川的瞬间 就变成了一条爬虫 给我滚下来吧 骨川用力一拉 鲁职士直接摔下了马背 鲁职士面色愤怒地看着骨川 阁下乃是何人 我乃出云宫直士 骨职士再傻也看出部队来了 这骨川的实力 怎么可能是高龄那种傻乎乎的人的手下 我嫩蝶 骨川二话不说 直接擒拿下了骨职士 骨职士身上庞大的黑暗能量汇聚起来 想要反抗骨川 结果直接被骨川一脚踹散了 连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 前辈 前辈饶命 你是我爹 你是我爹 骨职士是个怕死的人 连忙开始求饶 带我去出云宫 不然你就等死吧 骨川取出了一颗胀气丹 塞到骨职士嘴里 这颗丹药没别的作用 就是让你的肚子一直胀着 过个几天 自然就好了 眼见肚子肉眼可见地胀了起来 骨职士哪敢不答应啊 连人也不要了 直接带着骨川上路了 这样节省时间 骨川也巴不得 他可不想带着一堆尾巴 在路上走 遇到这个那个的 要好久才能到出云宫 要不是高龄不知道出云宫的地址 骨川早就自己飞过去 和出云宫的公主 好好担担了 几日后 骨职士带着骨川 在十方村的一处悬崖上停了下来 那个 前辈前方 就是我们出云宫的地方了 骨职士低着头恭敬地说道 眼睛里却露出了一抹怨毒 既然到了 那你就去死吧 骨职士直接一拳打断了骨职士的脖子 这几日来 骨职士在背地里的小动作不断 还以为骨川没发现他一样 如果骨职预计的不错 这出云宫内早就埋伏了很多人 就等骨川自投罗网了 铭吉实力 在千祥界已经有飞翔的本事了 骨川直接飞向了悬崖之下 骨川这一动作 直接让埋伏着的人傻眼了 骨职士传回来的消息 可没说这人是铭吉的实力 要知道 就是出云宫的公主 也才铭吉的实力而已 要不然 他出云宫早就是千祥界的第五大势力了 何必这样躲躲藏藏的 快 快去通知大长老和公主 有强敌入侵 第六十八章 诈天帮要诈天 阁下乃是何人 擅闯我出云宫 所为何事 出云宫公主云天南 脸色凝重的 挡在了骨川的面前 出云宫虽然在外面 人人喊打喊杀 但好歹 也是有两个明吉 境界作证的势力 在王吉不出的情况下 明吉就是这千祥界的战力天花板 像这种直接闯入出云宫山门的 骨川还是第一个 我来借你们对黑暗能量的研究资料 来看一看 骨川直接到明了来意 云南天一听 那怎么可能乐意 这可是出云宫多年以来的心血啊 阁下开玩笑的吧 我没和你开玩笑 既然你不想拿出来 那我就亲自来去吧 骨川没有废话 直接出手 同时开口高声喊道 你们的公主已经被黑暗生物附身 云南天已经不是原来的云南天了 骨川的一句话 直接让出云宫的所有人哑然 出云宫的公主被黑暗生物附身 这怎么可能 不过随后他们闭嘴了 只见云南天在骨川的手下渐渐不知 一头黑色的争鸣恶虎虚影 从她的背上慢慢显化而出 与此同时 一道女人的声音突然从下方传来 她说的没错 三年前公主深入禁区 回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她被附身了 随着声音而来的是一个身穿黑衣曼纱的女子 女子脸上戴着黑色面纱 行走间散发出一丝丝的异乡来 是圣女 圣女也说公主被附身了 我看呀 八九不离十 圣女可是和公主关系最好的人了 快看 快看 真的是黑暗生物 公主真的被附身了 云南天不甘地看着骨川 背后的虚影恶虎从她的体内爬出 就像是螃蟹褪壳一般 可恶的千详戒之人 你坏了本王的好事 你给我去死吧 恶虎的身影渐渐凝实 怨恨地看着骨川 一头小老虎而已 骨川可不怕她 即使她用的是黑暗能量 恶虎咆哮地向着骨川扑去 在相同境界 哪怕对方使用的能量 比她还高一级 骨川也有办法弄死她 恶虎被一拳打碎了满嘴的牙 又被一拳打得额头凹陷 最后 骨川一手抓住了恶虎命运的后脖梗 出云宫的圣女趴在地上 看着云南天的尸体大哭 呜呜 父亲 这贼人终于死了 您全下有之可以瞑目了 这又是一个傻逼的狗血故事 云南天当年为了夺宝杀了圣女全家 见圣女从小生的可爱就放过了她 并把她抱了回来 而且不知道发的什么疯 还把她立作出云宫的圣女 这不就是个脑残反派吗 人家都是斩草不留根的 你倒好 把草斩了去把个拿回家养着 还给她施肥 不过以骨川的估计 这肯定是给主角安排的 在原来的剧情里 太则派圣子和出云宫圣女相爱相杀 最后李峰更是踏平了出云宫给她出气 你看看你看看 一个圣子一个圣女 这不是提前给她安排好的是什么 从今天开始 出云宫公主换人了 有意见的就趁早丢滚 古川可没功夫看着这个圣女 在这哭哭啼啼的 直接拎着恶虎去逼问了 古川本来还想找到另一个名级的大长老 结果这老东西看形势不妙早就跑了 出云宫的主位之上 古川看着下方站着的几人 自己的小师妹 小师弟 高龄 还有出云宫的圣女 外加一些实力不高 但却是研究黑暗能量的狂热分子 从今天开始 出云宫不得用普通人做实验 不得强迫人做实验 既然准备接手这出云宫了 就要立下规矩 有人想要和古川辩论一番 古川直接叫他闭嘴 不服滚蛋 还有 从今天开始 这出云宫改名炸天帮 炸天帮帮主叫徐缺 你们要记住 以后先由我暂代帮主一职 你还是炸天帮的圣女 古川直接套上了一位大佬的名头 为什么要改名炸天帮 君素素疑惑地问道 炸天 大师兄 这是想上天吗 我要炸了这天 让那黑暗空间和千祥界彻底融合 从此以后绝了千祥界的后患 君素素看着愁愁满志的古川 吐了吐舌头 以为他是被假圣子这件事给打击了 不过这句话 直接得到了底下那群不休蝙蝠的 狂热分子的追捧 他们热切地研究黑暗能量 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能让千祥界 彻底摆脱黑暗能量的侵袭 只是这些年出云宫的一些手段 违背初衷 更不用说云南天被黑暗生物复生后 做出的决策了 说完古川就当了甩手掌柜 将炸天帮的事扔给吕浩 没什么是比当甩手掌柜还舒服的 前出云宫献炸天帮的藏书势力 古川翻看着所有的资料 与此同时 出云宫改名炸天帮的事 在千祥界大小势力中传遍了 太则派的假圣子占据了出云宫 还擒获了一个活的明吉黑暗生物 前一个消息已经很震撼 可下一个消息更是让人沸腾 一个活着的明吉黑暗生物被捉拿 那是千祥界基本上没发生过的事 明吉的黑暗生物 不说比千祥界的明吉要强上许多 就算是被抓到了 他也会自暴而亡 就算王吉实力的高手也控制不住 你以为黑暗恶虎不想自暴吗 他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被古川一把掐住脖子后 就像是脖子上被套上了一个枷锁 就连全身的力量都用不出来 更不用说自暴了 所以一头活着的 被囚禁起来的明吉黑暗生物 不管对哪个势力都很有诱惑力 这头黑暗生物 或许会让他们对黑暗空间 有更大的认识 在消息传出来的第三天 诈天帮就迎来了一大批人 他们像是说好了一样 都堵在一天来了 吕浩紧张地问古川怎么办 他可没见过这么多的大人物一起来 还是高龄比较圆滑 和现在的诈天帮圣女 把来人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圣阳庙 圣火楼 十方村 都已经派人到场 就剩下太则山的了 好像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气势和高大 太则山硬士等所有势力都到了之后 才慢悠悠地姗姗来迟 龚文山带着李峰几人 像是游山玩水一般 点评着诈天帮 嗯 这山头不好看 还不如太则山最苍凉的那座山 这名字也不好听 到时候让古川师兄把名字改改 叫什么诈天帮啊 多俗气 这伙人俨然把诈天帮 当做了自己的地盘 以为古川只是太则派的企图 打下出云宫 只是为了讨好他们太则派的 在他们心里 这诈天帮就是太则山的一份子 第69章 自以为是 所有势力都到得差不多后 现任诈天帮圣女沐云 翩翩而来 对着所有人开口说道 各位 我诈天帮帮主 已经等候多时了 各位里面请 沐云出现的一刹那 李峰的目光就是一愣 紧紧地盯着沐云 已经挪不开眼睛了 沐云的出现 让李峰眼前一亮 那曼妙的身姿 若隐若现的黑色面纱 落在外面葱白般的手指 都让李峰心里一荡 世间既然有如此女子 可比那君素素有气质多了 换作古川这边 站在山巅上的她 看见李峰的样子 就是一阵恶心 那看沐云的眼神 就跟个色中恶鬼没什么区别 而且根本不加掩饰 赤条条地看着沐云 仿佛下一刻就想把她给扒光了 龚文山似乎是看出了李峰的想法 微微一笑道 看上这女娃了 待会我让你大师兄 把她许配给你 不知道为什么 龚文山现在又开始想认可古川了 觉得古川的所作所为 都有她的一份 做出来的一系列事情 都是为了得到她的认可 就像是顽皮的孩子 想要得到家长的夸奖一般 她却全然忘记了 当初是怎么折辱古川的 乍天帮大殿内 一个个座位按先后顺序排列着 龚文山越过众人 直接来到古川的面前 古川 师父来了你 还不过来拜见 你是何居信 还不把座位让出来 给师父他老人家做 龚文山不需要开口 她的三徒弟杜寿鹏 就已经对着古川 开始指手画脚 要教她怎么做了 李峰这次倒是学乖了 没有当着古川的面出头 上次她是被打怕了 蛇躁 哪来的狗东西 在乱叫 小心我把你的脑袋给剁了 古川挖了挖耳朵 根本就不看杜寿鹏 古川你大胆 你骂我也就算了 竟然还不将师父 他老人家放在眼里 古川你要欺师面祖骂 杜寿鹏被骂得七窍生烟 眼见龚文山和李峰等人 也没为他说话的意思 直接话头一转说道 古川我告诉你 李峰师弟对你们这诈什么天什么 帮的圣女情有独钟 我师父让你把他许配给李峰 杜寿鹏一脸得意地看着古川 心里想得挺美 小样等会看师父 是如何收拾你的 杜寿鹏的话 让龚文山不得不开口 他一脸不高兴地看着古川 心想这古川 怎么这么不懂事 没看到自己还在站着吗 半天不让做事 想让自己这个师父难堪吗 不过龚文山脸上没有任何表现 仍旧一番云淡风轻地说道 古川 我看这女娃子不错 生得讨人喜欢 我看就把她许配给李峰吧 正好明日就是凉晨吉日 明日我来给他二人安排 龚文山这哪里 像问古川的样子 分明就是一副我命令你 你明天就得办好的样子 李峰一脸炙热地看着沐云 他已经忍不住想到 明天把沐云搂在怀里的样子了 古川诧异地看着身前的一伙人 脸呢 你们三个 一个为老不尊 一个偷奸耍华 一个腹黑狗浅 果真是蛇鼠一窝 你让李峰撒泡尿照照自己 他配吗 就他那三两肉尖嘴猴塞的样子 除了偷鸡摸狗还能干吗 你们太则派 不会真的要让他当什么就是主吧 古川一开口就让这三人黑了脸 古川你什么意思 竟然敢骂师父 你这是大不敬 杜寿鹏指着古川 他没想到 古川竟然连龚文山都敢骂 你知道吗 我最讨厌别人指着我说三道四了 就说龚文山 这么多来我兢兢业业 他说的每一件事 我都给他办好 可他呢 古川伸手虚握 杜寿鹏感觉自己 被一股无形的手掌束缚住了 可他是怎么对我的 让我当一个假圣子 我也不说什么 从我身上夺走风雷棍和风雷双翅 我也不说什么 但他竟然为了一个小混混 在太子派上千名弟子面前 生生的废了我 让我生不如死 杜寿鹏眼眶里浮现血丝 他感觉已经不能呼吸了 惊恐的看着龚文山想要求救 你说 他配当一个师父吗 古川狠狠的一握手 杜寿鹏瞬间被挤压 成了一滩肉酱 龚文山脸色一黑 古山出手太快 他根本就来不及出手 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想到 古川敢杀人 好好好孽障就是孽障 竟然连师门都不认 这么多年 我就是养了一头白眼狼 龚文山出手了 这次他有恃无恐 他带了太上长老赐下的法剑 本来他是想看看 这古川有没有悔改之心 如果有悔改之心 那他龚文山会 大发慈悲地原谅古川 如果古川还是名完不灵 那就只有为师门除害了 一到八掌大的法剑 在龚文山手中慢慢变大 一股超过名吉实力的气势 狂暴地向着古川压来 孽图 今日我就为太则派清理门户 受死吧 龚文山怒目原睁 手中法剑狠狠地向着古川刺去 丝毫不留守 古川的前面出现一道屏障 一只手抓着法剑 身体止不住地朝着后面退去 太则派这次是下了大决心了 竟然连王吉高手的法剑都请出来了 哎 可惜了 这年纪轻轻地名吉了 要是给他时间 任后肯定又是一尊王吉高手 其他势力都是看热闹不嫌是大 对于他们来说 太则派打得再凶 那也不关他们的事 他们现在只关心那头名吉的黑暗生物 轰隆一声 一阵烟尘四起 所有人都以为古川已经死在法剑之下 龚文山得意地笑着 李峰的嘴脸都快咧到后压根了 诸位 处理了一下家事 让你们见笑了 待会儿我太则派绝不思藏 肯定会与诸位一同审问那黑暗生物 龚文山现在俨然将自己当成了 这诈天帮的主人 对着所有人开始热情地问候着 龚文山正沉浸在喜悦之中 享受着其他势力虚伪的恭维声 身后却是悄然响起了一阵碎石落地的声音 可可汗 这就是王吉的实力吗 果然够近啊 可惜不是他本人当面 古川手里抓招法剑 法剑嗡嗡嗡地想着 想要脱离古川的手掌 却被古川死死地抓着 你 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龚文山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呵呵 我为什么还能活着 你去问问阎王吧 古川出手了 直接对着龚文山发起了暴雨般的攻势 第七十章 天才与疯子 龚文山已经开始惊恐了 他没想到 古川的实力竟然已经这么厉害 早知道当初就应该直接杀了他 铲草出根 古川我是你师父 你想欺师灭祖 被千祥界所有的人唾弃吗 龚文山有点坚持不住了 欺师灭祖 你也配 古川丝毫不理会龚文山的话 手上更是加了大力 古川 古川有话好说 李峰不要你们乍天帮的圣女了 我们现在就走 明吉黑暗生物 我们也不要了 古川住手 古川 放过我 我是你师父啊 你不记得 以前我们师徒是怎么相处的吗 古川 饶饶命 龚文山还是怕死的 最后竟然在古川面前下跪求饶 古川却丝毫不理会他 直接一拳打穿了他的胸膛 古川看着剩下的李峰 脸上泛起争鸣的笑意 古川你干嘛 我是你小师弟啊 你是我大师兄啊 古川 都是龚文山这老东西不对 都是他要迫害你 不管我的事啊 我的心 其实一直都是向着你的 李峰连滚带爬的向着后面 退去 直接把对他如亲生儿子的龚文山 也给卖了 救我 救我 我可是千祥界的圣子啊 我死了 谁带领你们对付黑暗空间的生物 李峰向着其他势力求救 有几个势力 想要上前拦着古川 古川一拳一个小朋友 直接给他们抱头了 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古川也以为自己 能一拳捶抱李峰的时候 那把被古川扔在一边的法剑突然动了 里面冒出了一个虚影 直接带着李峰冲上了云霄 过段时间我把你这老家伙的骨头都给拆了 古川骂骂骂咧咧着 古川的实力 在场的人都有目共睹 都收起了之前的随意 开始重视起了古川 重视起了炸天帮 这位炸炸天帮帮主 你的私事也处理完了吧 现在是不是该谈谈明及黑暗生物的事了 说话的这人脸皮抖了抖 你现在好歹也是一个大势力 怎么取这么一个名字 更像是那些凡人之间的势力 什么鲨鱼帮 猛虎帮 血鹰帮的 在座的几位来议 我都很清楚 这名集黑暗生物 我可以给你们 但是你们必须得答应我一点 那就是 以后不为李峰提供一丝的帮助 古川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 别让这些势力 跟在李峰后面无脑诸威 白白地给李峰送命 古川刚说完话 几个势力就开始交头接耳 扶持圣子 是千祥界千百年来的传统 每一次黑暗生物入侵 都要靠着圣子的带领 才能战胜黑暗生物 他们几乎已经习以为常了 有人已经忍不住跳出来了 诈天帮的帮主 你这话说的 就有点不负责任了吧 其他什么条件 我圣火楼都可以答应你 但就是这件事不行 圣子可是对抗黑暗生物的一道光 没有它 我们如何打败黑暗空间里的生物 如何给千祥界带来安定 不管你和圣子有什么纠葛 我圣火楼跟定圣子了 这人义正言辞 一副为圣子马首是瞻的样子 活脱脱的 一副狗腿子模样 你们的圣子这么厉害 我还想问问 千百年来 千祥界除了越来越恶劣以外 还能有什么作用 圣子是有一定的能力 但如何解决千祥界的问题 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 圣子只不过是一个 治标不治本的东西 而你们一点自己的想法都没有 只会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 给别人卖命 千祥界的这几个势力古川 没有一个看得上眼的 除了出云宫 有几个疯子 是真的想一劳永逸的解决以外 其他势力都是抱着我打不过他 我就防御着你 每一次进攻 我都给你打退 这样我也可以保护千祥界了 而这样的结果就是 千祥界被黑暗能量的侵蚀日益加深 千祥界一大半的地方 已经被黑暗能量给异化了 如果千祥界的人再不思改变 那最后的结果 就是被黑暗能量侵蚀 异化为黑暗生物的附庸 那你说该如何 你要是有本事 你把千祥界的问题都解决了呀 圣火楼的这人 典型的你有本事你上 一副无赖 还自以为有道理的样子 我要把这天炸了 让黑暗空间彻底融合千祥界 既然已经反抗不了 那就去接受他享受它 古川的话一出 顿时引起了轰然吵闹 这人是个疯子吧 他不知道黑暗能量 对人体的伤害很大吗 我们根本适应不了那股能量 疯子疯子 原本以为这个假圣子 继承了出云宫会好上许多 没想到 竟然比出云宫那群疯子还要疯 以前出云宫的 都不敢说把天炸了 让黑暗空间彻底降临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领先半步是天才 领先一步是疯子 显然古川的话 已经太超前了 但他们一时之间接受不了 假圣子就是假圣子 异想天开 简直是一派胡言 赶快把明吉黑暗生物交出来吧 我们不想再浪费功夫了 圣火楼的这人 看古川的样子满脸的不屑 心想这诈天帮的帮主 果然是个假货 这么疯狂的想法都有 一点都没有担当 怪不得只能当个假圣子 古川手指敲击着座椅把手 哒哒哒 你想跟着李峰 古川没有理会这人的话 而是开始反问 圣火楼几个当即大声表示 千祥界的安定只能依靠圣子 难道你一个假圣子 还能带领千祥界不成 哈哈笑死我了 既然这样 那你们就给我去死吧 古川话还没说完就直接出手了 这种人以后必定会成为李峰的助理 来对付自己 还是提早解决了好 可先前你已经被法剑消耗得差不多了 又杀死了龚文山 你现在凭什么动我们 原来这就是圣火楼有恃无恐的原因 他们以为自己看出了 古川现在正在虚弱之中 所以毫无顾忌地嘲讽起古川来 第七十一章 打响名头 可下一刻 他们发现自己的想法 是有多么的幼稚 同是鸣吉的实力 竟然在古川手里 走不过十招 住手 你们诈天帮想干嘛 想与我圣火楼为敌吗 还不快给我住手 先前一直叫嚣的圣火楼领头之人 已经快抵挡不住了 已经开始出口威胁了 你们诈天帮刚刚成立 已经得罪了太则山 现在还想与我圣火楼为敌吗 到时候 两个王级高手的怒火 你们诈天帮承受不住 这人已经开始色力内人 有点后悔自己先前的冲动啊 不过想让圣火楼的人服软 那是不可能的 现在他要不断地给古川威胁 让古川掂量掂量 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 然而古川并不是一般人 根本就不理会圣火楼的威胁 直接一拳把对方打趴在地 天安老道 快救我 和我一起杀了这家圣子 圣火楼的人向圣阳庙的人求救 现在这里能救他们的 估计就只有圣阳庙了 圣阳庙权衡立弊 看着古川大杀四方的样子 最后还是没有出手 不等圣火楼的人求饶 古川就已经一脚踩烂了他的脑袋 还有谁 古川自认为霸气地 环视了一圈之后 又回到了座位上 沐云很是有眼力镜 剩下的几个圣火楼 都被他带人摧哭拉小地解决了 那么几位 你们现在觉得 我的计划如何 剩下的势力 已经被古川给吓到了 深怕自己一个回答不对 也踏入了圣火楼的后路 最后还是圣阳庙的天安老道开口 古帮主 正如你所说 如果能有一劳永逸地解决 千祥界和黑暗空间的方法 我们肯定是巴不得的 如果你说的方法可行 那我圣阳庙无条件支持你 圣阳庙表态了 看着天安老道的样子 古川所有所思 这圣阳庙看来所图不小啊 这天安老道看着也不简单 圣阳庙虽然也是千祥界的大势力 但圣子败在他们门下的次数 屈指可数 一般都是被太则山和圣火楼 这两个势力给垄断了 这也造成了圣阳庙的实力 一年不如一年 既然如此 那这明集黑暗生物 我就送给你圣阳庙了 这头明集黑暗生物 其实对古川来说 已经完全没用了 有价值的东西 早就被古川给扒拉清楚了 希望你们圣阳庙以后 别让我失望 看着圣阳庙的人 一副激动的样子 古川提醒了一句 我这是和你结盟了 以后什么事该做 什么事不该做 都给我优质点 天安老道急忙上前谢过古川 原以为是来凑个热闹 没想到这突然冒出来的假圣子 竟然给了他这么大的惊喜 跟谁不是跟 就算是跟着圣子李峰 又能怎么样 按照往年的情况 就算跟了李峰 最后也只能分点 汤汤水水的利益 送走了所有势力后 古川跟着炸天帮的一群老疯子 开始起了研究黑暗能量的日子 古川的一些构思 和千祥界从未出现过的术法 让这些人惊叹连连 这哪里是假圣子啊 分明就是救世主好不好 就这样 半年后 一本能让人用黑暗能量 修炼的功法 横空出世了 沐云和高陵 是第一批开始着手修炼的人 不过 想要让千祥界的普通人 也在黑暗能量入侵下的世界里生存 炸天帮的研究 还任重而道远 这半年来 古川除了研究黑暗能量以外 还顺便带着炸天帮的人 把十方村所有的势力都收服了 现在十方村只有一个生命 那就是炸天帮 这一日 炸天帮突然收到急性 黑暗能量暴动 黑暗空间的封印已经出现松动 有大批黑暗生物 已经进入到了千祥界 所有势力都要派人前去清剿 古川派出了沐云和高陵等人 至于吕浩和君素素 那日古川杀了龚文山后 这二人就离开了炸天帮 当了一对行侠仗义的江湖夫妻 这里是一片被荒废了很久的城池 城池上刀劈腐靴的痕迹 并没有被岁月给侵蚀 仿佛更像是在述说着战争的残酷 李峰一身黑甲流金烫边铠甲 手持风雷棍 背后风雷双翅大张 此时正一脸得意地享受着周围人的恭维 一年时间不到 李峰竟然能从一个毫无修为的普通人 变成了一个优积境界的高手 就是古川没有系统的帮助 他都没有把握这么快的突破 李峰正在嘚瑟地 指点着刚入门的小师妹 小师妹 你这招不是这么用的 来我教你 应该是这么用的 说着话 李峰就摸上了小师妹的小手 开始了嬉皮笑脸的开游教学 快看 炸天帮的人来了 那就是以前出云宫的圣女吗 真的好漂亮 要是能摘下面纱 看看她的真面目就好了 哼 我看也不过如此 名字取得倒是响亮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名不复实 沐云和高林在前 身后跟着数十个炸天帮帮众 乘坐着古川给的法器 来到这处城池的上方 高林看了看下方的众人 对着身边的沐云说道 圣女 不要忘记临走时 帮主是怎么吩咐的 这次我们要打响炸天帮的名头 让整个千祥界的人 都知道炸天帮的存在 说完话 高林便突然扯着嗓子高喊一声 在下 炸天帮高林 前来拜见各位 高林自以为很是帅气的跳下了法器 落地时 右手撑着地面单膝跪地 之后缓缓地站起身来 严肃地看着眼前的众人 等着身后的同伴 沐云神色复杂地挣扎了一会 看着身后帮众一脸蜥蜴地看着自己 沐云硬着头皮 跳下了法器 在 在下 炸天帮沐云 拜见 拜见各位 沐云脸色飞红 要不是面纱遮住 他恨不得找一条地缝钻进去 突然沐云想起了古川的一句话 只要你不尴尬 那么尴尬的就是别人 沐云突然有了莫名的自信 看着眼前的人也不尴尬了 在下 炸天帮高雄 前来拜见 在下 炸天帮王大福 前来拜见 在下 炸天帮中山 前来拜见 所有人到齐后 沐云收了法器 高林带着炸天帮帮众 对着所有人行了一礼 齐声喊道 各位 久仰了 第七十二章 奇葩的礼峰 猛逼 所有人看着炸天帮的人都是一脸的猛逼 说好了 炸天帮是反派的 怎么今日一见 和想象中的不一样 还是嬉皮笑脸的李峰 最先反应过来 看着眼前的沐云 急忙上前道 在下 太则派李峰 千祥界当代圣子 肩负千祥界生死存亡的重担 是此次围剿黑暗生物联盟的主要负责人 各位久仰了 李峰一上来 就把自己的身份地位说了一遍 生怕所有人都不知道一般 身后的小师妹双眼放光 哇 圣子师兄好帅啊 沐云只是简单地回了一礼 就不再理会李峰了 这李峰也是个奇葩 按理说他的师父龚文山 死在古川手下 太则派和炸天帮 应该有深仇大恨才对 虽然现在是黑暗生物入侵的 非常关键时期 但李峰这表现 竟然没有一丝 为龚文山报仇的意思 这半年来 沐云在古川的思想灌输下 已经对圣子这个身份 不像以前那么神圣了 圣子只是千祥界运气 比较好的那个人 除此之外 他与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 就算是没了圣子 千祥界依然能抵御住 黑暗生物的入侵 李峰一见沐云这副模样 心里更是上火了 这种女人征服起来 才有意思啊 李峰恬不知识地上前 笑嘻嘻地开口道 云儿 从第一次在炸天帮 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对你一见钟情了 我相信 你也应该有这种感觉吧 再说 你是圣女我是圣子 这岂不是天生的一对啊 就像是比翼鸟 连理智少了谁都不行 说话间 李峰就伸出手 想要握住沐云的手 一脸的深情一切 自以为魅力无限 沐云急忙一抽手 眼神有些厌恶 哪有人一上来就这样的 和流氓又有什么不同 圣子请自重 沐云往后退了一步 李峰一见沐云的模样 以为是第一次见面 对方害羞不好意思 李峰直接拿出一件 七彩黄衣地到沐云面前 云儿你看 这是我前些日子 在采云仙子洞府里 得到的七彩黄衣 这件法器 能抗住名级高手的三次攻击 更重要的是 保一配美人 这七彩黄衣 今日我就送给你了 李峰摆出一副 很大方的样子 这七彩黄衣 确实是一件不错的法器 要是换做一般人 恐怕早就高兴地收下了 沐云看到这件法器 也是一愣 这七彩黄衣确实漂亮 任何一个女人 都会忍不住多看两眼 沐云的这番表现 落在李峰眼里 李峰以为沐云是太高兴 太感动了 没看见都已经 说不出话来了吗 云儿来 我给你把她穿上 以后你我二人 双宿双飞 浪迹天涯 做一对游戏人间的 神仙眷侣 李峰自以为是的 抱住了云儿 想要亲手给沐云 穿上七彩黄衣 他以为自己的一番深情 已经拿下沐云了 沐云在此时 也是反应了过来 直接一巴掌抽了过去 啪 李峰你不要脸 还有以后请叫我全名 不要叫我云儿 我们的关系 还没走到那么亲密的地步 沐云生气地看向李峰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七彩黄衣的前一刻 突然开始神情恍惚 一时不察 被李峰占了便宜 李峰被打得一猛 前一刻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现在就马上变了一副模样 哦我懂了 肯定是这小娘们 玉营还剧 想要提高自己的身价 才会这么吊着自己 李峰以为自己看穿了沐云 又拿出了一件法器 递到沐云面前 原来你看 我在家一件法器怎么样 现在可以让我抱一抱了吧 李峰自信地又一次上前 沐云直接一脚踹在了李峰的裆布 李峰你这个灯图浪子 你也不看看 现在是什么时候 还这么不自重 你要是再对我动手动脚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李峰捂着自己的裆布 不但没有痛苦的样子 反而一脸 兴奋地看着沐云 那表情就像是说 再来一脚 再来一脚 让我高兴高兴啊 沐云受不了李峰的猥琐表情 又开口道 你要是真的喜欢我 就去我乍天帮提亲 如果帮主同意把我许配给你 那我就愿意嫁给你 这一句话 直接让李峰收起了笑脸 转而脸色变得一片阴沉 李峰觉得古川是自己这一辈子的宿敌 天生与自己不对付 一个假圣子 竟然一点都没有自知之明 还妄想取代自己 拯救千祥界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住口 李峰脸色变得猙獰起来 一个欺世灭祖的人渣 他有什么资格决定我的婚事 总有一天 我会带着太则山去踏平炸天帮 用古川的人头 来祭奠九泉之下的师父 李峰深情并茂地控诉着古川 将对方塑造成一个欺世灭祖 没有人性的反派 把自己塑造成为副报仇 有情有义的正牌 太则山和圣火楼的人 已经拿出了武器 正和炸天帮的人 剑拔弩张 李峰站起身来 直接一挥手 表现出一副大人大义的样子 都给我助手 现在是千祥界生死存亡的时候 我李峰的个人恩怨 先放在一边 全部以千祥界的大举为重 李峰一副舍己为人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痛苦模样 不知情的人 都以为李峰是个重情重义的 有血有肉的人 哼 装模作样 李峰最看不起李峰的样子 直接嘲讽了一句 和木云离开了 李峰背对着众人 面色难看的看着木云的背影 真是贱人 敬酒不吃吃罚酒 待会我就让你的不知好歹 付出代价 让你跪在地上祈求我 李峰本来就是一个 呲牙必报的人 以前在市井之中 只有他占别人便宜的份 哪有别人占他便宜的 就是在菜市场的肉饭 如果没有多给他一两 他都会在卖菜小贩手里 多拿一颗白菜的人 击杀黑暗生物的战况 很是惨烈 这一片地方 本来就是 已经被黑暗能量给侵蚀了 一般势力都不能在此处久呆 而黑暗生物 却完全没有这种后顾之忧 哪怕是在千祥界的纯灵器中 它们也能生存 此消彼长之下 千祥界的人都艰难地抵抗着 仅仅是第一天 千祥界的人就死伤过半 第73章 纸杨花 木云一箭斩杀面前 这只像是鲶鱼一样的黑暗生物 戒备地看着四周 就在一炷香之前 他与高灵等人 闯入一道乱石灵里 之后莫名其妙地就分散了 一道黑色的人影一闪而过 木云急忙转头看去 一个类人生物 此时正一脸嗜血地打量着他 木云右手持剑 感觉到了一股压力 这黑暗生物 比之前遇到的要厉害 正当木云要先下手之时 一道声音突然从上方传来 大胆妖孽 既然在我千祥界放肆 本圣子绝不允许你等破坏千祥界 今日你就把命给留下吧 李峰张着风雷双赤 手持风雷棍 对着下方的类人生物 一倒而下 出手间各种招式如烟花般绚烂 本来可以简单的一招制敌 可他非要浑身金光大放 背后风雷滚滚 气势倒是唬人 但攻击力却没看着那么强 大概诗人所说的花架子 就是这样的吧 李峰咿咿咿咿 每一招都要大声地叫出他的名字 生怕声音小了 对方听不到一般 解决了这头类人黑暗生物后 李峰一张翅膀就飞到了沐云的身边 手中风雷棍往地上一处 手插腰间摆出一副归来战神的模样 李峰神色傲然 正等着沐云的崇拜和答谢 可等了半天 竟然一丝声音都没有 反而是沐云越走越远 李峰脸色一黑 暗骂沐云这女人不识好歹 自己一番好心 被当成驴肝肺 云 云儿你等等我 我好不容易帮你解决了黑暗生物 怎么你还如此的无情啊 李峰死疲赖脸地跟着 我又没叫你出手 是你自作多情 请你不要跟着我 沐云厌恶地想要和李峰拉开距离 可李峰却蹬鼻子上脸 直接上前挨着沐云 云儿 云儿 你看这是什么 我刚刚在一个黑暗生物身上得到的 你也知道我修行时间短 有好多东西都认不全 你帮我看看 这是什么宝物 李峰左右看了一下 拿出了一朵七彩斑斓的艳丽花朵 沐云忍不住心里的好奇看了过去 这是 沐云正想解释 这朵艳丽的花孤朵 突然喷出了一股迷雾 沐云急忙捂着口鼻退后 李峰你卑鄙无耻 沐云愤恨地逃离李峰 身后黑暗能量一闪 一对黑色的羽翼出现的背上 向着空中一飞而去 李峰见了 神色愈发地亢奋 我有翅膀 你有翅膀 沐云我们果然是天生的一对 今日我就要让你成为我的女人 沐云不知中了什么迷药 只是飞了两下 就从天上掉了下来 李峰兴冲冲地拎着棍子跑了过去 像急了一只看到天鹅的癞蛤蟆 云儿 云儿你怎么了 李峰扶起沐云装作一脸的关心 手上却是一点都不老实 直接对着沐云上下起手 住手 李峰你个灯徒子 想要干什么 不怕我们乍天帮帮主找你麻烦吗 沐云又羞又怒 身上的衣服早已凌乱不堪 面纱也早已经被李峰撕扯了下来 沐云想要反抗 却是发现浑身无力 李峰看着沐云的样子 更是兴奋了 直接向着沐云那红润有光泽的嘴唇咬去 像是猪八戒啃人生果一样 一通乱啃 李峰意犹未尽 随后他突然感觉到了不对 自己竟然不能人道了 李峰不甘心地又试了几下 但那部位就像是不听话的孩子 拿糖红都没用 李峰顿时慌了 怎么会这样 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怎么就不行了 不管李峰是用什么方式 就是不管用 沐云看着李峰的样子突然笑了 笑得很是嘲讽 李峰 你以后都不行了 你可知我嘴唇上涂的是什么 是纸杨花的花毒 纸杨花是一种对男人伤害很大的毒花 常人碰到一滴 都会十天半个月没有反应 要是吃下 更多那这辈子 你就只能和一行说拜拜了 这种花对女人无毒无害 通常被女人用来对付一些复兴汉 如果短时间内不能找到解药 沐云此刻也是万分庆幸 临走的时候 谷川给了他这种毒花 要不是谷川自己 现在就被人给玷污清白了 李峰一听 顿时神色大变 直接一把抓起地上的沐云 剧烈地嘶吼道 解药呢 解药呢 不想死的话 就快把解药交出来 沐云哈哈大笑 想要解药可以 你先把我的解药交出来 沐云丝毫不退让 眼神坚决地看着李峰 他已经给高龄等人发出信号了 用不了多久 就应该会过来 李峰无奈 只能先交出解药 沐云服下之后 身上的力气终于回来了 第74章 投名状 这世界好像所有的事 都有机缘巧合 这边高龄等炸天帮帮众刚刚赶到 那边太则山的人就到了 双方一见面就剑拔弩张 一瞬间就打在了一起 炸天帮的人 因为修炼了新的功法 所以个个如鱼得水 黑暗能量 更像是一种助力 幻化成了一种攻击手段 有的人用黑暗能量 在背上多幻化出了两只手臂 有人幻化出了一把长枪 也有人幻化出一头猛兽助威 太则山的人 越打越是惊心 怎么炸天帮的一个个这么怪异 人家都比你多了一种攻击手段 你还怎么打 李峰脸色越来越难看 在他心里 这群炸天帮的人 果然已经成为了异类 哪有人在黑暗能量的清洗下 还能如鱼得水的 他也不想想 就在刚刚 他还和沐云说 两个人都有翅膀是天生一对 这回功夫落入下风后 炸天帮的人就都变成了异类 李峰看招 高龄神色愤怒地向着李峰攻去 他竟然还敢分心 实在是太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了 炸天帮正在一点点的占据上风 可又是好巧不巧的 圣火楼的人也来了 走的时候 三个势力明明走的是三个方向 可现在却莫名其妙地凑到了一起 圣火楼也跟炸天帮有仇 直接加入了战局 顿时 炸天帮被打得七零八落 沐云眼见不妙 急忙抽身而退 所有人都撤退 不要和他们纠缠 都往黑暗能量浓郁的地方去 炸天帮的人且战且退 没一会就没入了 黑暗能量更浓郁的禁区 太则山和圣火楼的人 不敢追击得太过深入 李峰咬牙暗恨 竟然被沐云逃走了 他解药都还没拿到手 在这些人的上空 也是非常的热闹 一个衣裳不整 不休蝙蝠的中年人 被两个人拦住了去路 这二人都是名级高手 一个是太则派的林涛 一个是圣火楼的炳刚义 斯文化 想不到那假圣子 竟然把你给放出来了 他无人可用了吗 林涛嘲讽地看着眼前的邋遢之人 和炳刚义一千一后 围住了他的去路 斯文化这个人 在千祥界很传奇 年轻的时候 修为一路高歌猛进 曾一度地被认为是 这一代的圣子 可到了后来的某一天 斯文化突然加入了 臭名昭著的初云公 开始研究起了黑暗能量 企图妄想 有一天 黑暗空间能和千祥界和谐共处 还用自己做人体实验 不断地将黑暗能量吸入体内 最后变成了一个 疯疯癫癫的存在 初云公没办法 只能把他囚禁了起来 古川看到斯文化的时候 也花了好大的代价 才将他体内的黑暗能量梳理完毕 也许是之前的后机勃发 斯文化刚将体内的黑暗能量梳理完 就突破到了明级巅峰 距离王级 也是已经不远了 哼 两位 今时不同往日 你们不要再明完不灵了 用圣子对付黑暗生物 只是治标不治本 真正能治本的 还是要让千祥界的所有人 都适应了黑暗能量 这不仅是对我们有好处 恐怕对千祥界 也是有好处的吧 斯文化言明了其中厉害 想要这二人 也理解诈天帮的理念 胡说八道 斯文化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爱说些不切实际的话 黑暗生物的入侵 我们只有打败它 才能保卫住千祥界 你们诈天帮的理念 就是一个歪理 什么两个世界融合 让千祥界的人 适应黑暗能量 这些都是那个假圣子胡你们的 他这是不甘心 想要给李锋圣子添堵 林涛嘲讽的斯文化 圣子救世的想法 已经在他们心里 根深蒂固了 或者说 他们根本就没想过用其他方法 只是想着打退黑暗生物后 作为圣子一方的人 他们能享受到多少利益 他们就像是宁愿做一个 有点小权利的后勤助手 也不愿意去其他地方 闯一闯的那种人 那要是说 如果有一日 我们千祥界的实力 高过了黑暗空间 你们会去入侵吗 斯文化的这句话 一下子就问住了二人 是啊 如果有一天 千祥界的实力 比黑暗空间强 那么肯定会有很多人 想方设法的 把黑暗空间扒拉下来的吧 毕竟以强弃弱 那是人的本性啊 到时候别说黑暗能量了 估计黑暗空间 都会被瓜分的一干二净 这些大话少说 吹牛逼谁不会 今日只要你把你们炸天帮 现在所研究出来的功法教出来 我二人今日可以饶你一面 炳刚义脾气很冲 根本不想听这二人 在这叽叽歪歪的讨论 直接开口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斯文化不屑地看着眼前的二人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一边不屑于炸天帮的作为 不接纳炸天帮的理念 但另一方面 又基于炸天帮所研究出来的东西 和想偶炸天帮的功法 那你们就来试试吧 斯文化眼中黑光闪过 身后出现一道巨大的巨人虚影 仔细看 这虚影和斯文山有几分相像 炸天帮对黑暗能量的运用 更像是一种法相显化 古川将大荒中法相的修炼方式 融入了千祥界的修炼体系中 黑暗能量更像是被分化出 不同的攻击手段 林涛和炳刚义 一看就有些眼红了 这种能在黑暗能量中随意活动 又能让黑暗能量 成为自己的一种攻击手段 他们才不会承认 是自己羡慕了呢 好歹 竟然敢在我们二人面前出手 等拿下 你定会让你尝尝 我圣火楼的火域酷刑 林涛和炳刚义不敢怠慢 三人很快就站成了一团 斯文化越战越勇 林涛和炳刚义越打越心惊 同一个境界斯文化 加上他身后的虚影实力 竟然成倍的在增长 斯文化大吼一声 林涛被直接镇压 林涛不敢置信地看着斯文化 不明白 他明明可以全身而退 为什么非要拼个重伤 也要和自己过不去 为什么 林涛双眼涣散地说道 可还还别怪我 帮主说了 要我递上投名状 太则派的人 就是投名状 斯文化 可着写收下了林涛的人头 随后 他又看向退到一旁的饼刚义 其实我看你更不爽 你的人头我下次再来取 说完斯文化 就闯入了黑暗能量 更浓郁的地方 没办法 现在诈天帮只剩下大鱼小猫三两只 能打的也就鼓穿一个 其他人都还没成长起来 斯文化是不得不逃啊 第七十五章 讨伐 太则派的聚集地里 李峰一回来 就急忙找解药去了 好不容易找到各种解毒单 也不管对不对症了 全都直接服下 之后 他就急不可耐地拉着小师妹 进入了房间 在一阵甜言蜜语之下 小师妹彻底沦陷了 李峰趁着这个机会 在小师妹身上试了一下 一次没反应 两次三次还是没反应 李峰有点崩溃了 小师妹惊讶地看着身后的李峰 他觉得 他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惊天大秘密 圣子竟然布局 莫与你这贱人 我与你不共戴天 李峰咬牙切齿 看着眼前肌肤雪白 身断诱人的小师妹 李峰现在只能干咽口水 随后 一抹若有若无的杀意 在李峰的眼中涌现 这件事这么丢人 可不能被传出去了 小师妹颤抖地推开李峰 拉起衣服紧张地开口说道 圣子师兄 你 你放心 我不会说出去的 说完后 小师妹就急急忙忙地逃出李峰的房间 他怕待久了 李峰真的会杀人灭口 诈天帮这边 所有帮众在被黑暗能量入侵的地界里穿行 这种地方 被千祥界的人称呼为黑气之地 黑气之地上 植物早已经发生了变异 诈天帮除了支援这一任务以外 还有收集黑气之地内的植物情况 要想让千祥界的普通人 也在黑气之地生存 那就避免不了 要研究这些变异植物 斯文山提着灵涛的人头 回到了诈天帮的总部 古川见了后点点头 让他坐上了诈天帮二把手的位置 现在诈天帮缺人 任何一个人才古川都不想放过 而李峰回到太则派后 直接去面见了太上长老 经过太上长老的一番救治 李峰终于抬起了头 可是好景不长 在抬头的当晚 李峰马上兴冲冲地拉着小师妹蹭啊蹭 没反应 怎么还是没反应 李峰气急败坏 小师妹看着李峰很是疑惑 难道圣子师兄有这癖好 只喜欢磨蹭几下就满足了 难怪那些人说 身体不健全的人都是心理变态 太则派后山 李峰跪在太上长老面前 声色悲凉地说道 师公 我这毒真的没救了吗 太则派太上长老左秋名摇了摇头 是 你来迟了一步 要是能早几个时辰回来 这毒还可以减 但你 哎 李峰终于止不住大哭了出来 趴在了地上撒泼打滚 哇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都是你们害的 我本来在家里好好的 除了每天收收保护费 每个月还能去春风楼潇洒几次 都是你们非要让我当这个圣子 让我当这个圣子也就算了 你们还都不管我 让我任由其他人欺负 都是你们害的 李峰越哭越是伤心 认为这一切都是他们造成的 本来自己可以在村子里作威作福 那个老头子非要让自己当圣子 还要让自己去抢了古川的法器 现在好了 老头子自己都已经死了 自己也成了这样 越想李峰越是委屈 他把自己受的罪都想了一遍 全然没想到太则派给了他多少东西 李峰要修炼 太则派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向着他倾斜 李峰要法器 古川的法器直接被剥夺 李峰要女人 龚文山就纵容他去迫害君素素 几乎李峰想要的太则派 都想方设法的满足了 可李峰还是觉得不满足 他认为作为一个圣子 所有人都要让着他 什么东西都要他先拿 他不要了 别人才可以拿 这才是一个圣子的地位 不然谁都不听圣子的 圣子怎么会去救千祥见呢 古川的弟子在他面前这样 他早就把他拍成肉泥了 或许 古川哪有办法让你恢复过来 左丘明这一对比 才想起了古川的好 古川见到自己毕宫毕竟不说 在师门也是有担当有责任心 对师兄弟仗义 不像李峰这批赖货 只会伸手讨要 对对对 古川肯定有办法 师公你快去 把他抓回来 那个孽徒弃世灭祖 把师父老人家都杀了 你把他抓回来 让我给师父报仇 李峰一听左丘明的话就来了精神 自己可以坐享其成 正好 左丘明也对现在炸天帮的研究很有想法 特别是炸天帮研究出来的功法 也是让他眼馋不已 召集太则派弟子 联系圣火楼和圣娘庙 三日后灭了炸天帮这一端 什么一端是假 给予炸天帮的东西才是真的 李峰双眼放光 这种事他最在行了 圣火楼不必说 和太则山就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一说要攻打炸天帮 调兵遣将 那是比太则派还积极 圣阳庙这边接到消息后 圣阳庙并没有乱动 圣阳庙的祖师爷不知道沉思了多久 最后才派出了信徒 三日后 太则派打出了沙败类 灭一端的旗号 向着石方村进发 李峰掌旗 沿途中各种势力积极响应云集 和圣火楼和圣阳庙会合后 整个千祥界近乎八成的势力 浩浩荡荡地向着炸天帮而去 谷川得到消息没多大担忧 还是让炸天帮的人该研究的研究 除了那三个王级实力的高手以外 其他什么幽级 明级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深渊悬崖之上 炸天帮的大本营处 李峰现在觉得自己十分风光 圣子就应该是这么当的 只要自己一挥手 一句话 整个千祥界的人都要响应 手持风雷棍 背声风雷双斥 李峰怒目而逝 十分霸气地高喊道 谷川 你欺师灭祖 不顾师徒情义 杀害养育自己多年的师父 又指挥自己的帮众 杀害同门灵涛长老 谷川你的恶行 简直是庆竹难输 今日我李峰就要替天行道 为师父报仇 李峰咆哮着出声 还别说对于演讲吹牛皮 李峰真的是内行的 短短几句话 就带动了在场的大部分人 纷纷跟着李峰高喊道 杀谷川 厨一端 郑道义 杀谷川 厨一端 郑道义 杀谷川 厨一端 郑道义 第七十六章 法香 谷川在前 身后跟着斯文化 怎么样 你怕不怕 要是怕的话 现在还来得及 谷川开玩笑的 向着身后的斯文化说道 怕 王级高手都出现了 我当然怕 只不过比起王级高手 我更怕做一个愚昧无知 不知进取 只会闭关锁国的龙珠 斯文化不懈地 看着眼前的所有势力 仿佛是在说 这群乌合之众 也只会这样了 谷川 你给我死出来 不然我直接下令进攻 请客间就把你诈天帮 以为平地 李峰恨得牙痒痒 要不是想要解药 他早就下令进攻了 李峰 我出来了你 又能把我如何 你就这么喜欢找死吗 谷川一出现 李峰就已经 急不可耐地上到前面 你只有两个人 听到的声音 小声开口道 谷川 你今日已经无路可逃了 识相地就把解药交出来 我今天还能饶你一命 谷川看着李峰 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突然大声说道 什么 圣子你说什么 你说你举不起来 你举不起来 我也没办法呀 我不搞急的 李峰瞬间大怒 直接挥动战旗 大声掩盖住谷川的声音 便解道 我今天就要举着战旗 灭你炸天帮 所有人都给我杀 灭了炸天帮 除掉千祥阶的毒瘤 李峰话还没说完 就张开风雷双翅 急速地想要逃走 他怕待久了 谷川本会不讲武德 直接动手 李峰跑得快 谷川的速度却更快 直接抓住了李峰的风雷双翅 我看你这鸟翅膀 早就不爽了 今天我非得把它撕落得不可 谷川抓住风雷双翅 开始用力 谷川你干什么 这风雷双翅 以前可是都跟着你的 你怎么忍心下得了手 李峰开始惊慌地挣脱着谷川 风雷棍自动砸向谷川 现在的风雷棍 已经不认谷川了 给我滚 谷川一拳轰飞 风雷棍 给我开 谷川一声大喝 双手发力 斯拉一声响彻天际 风雷双翅硬生生地 被谷川从李峰的背上剥离开来 啊施工救我 李峰疼得满头大汗 向着太则派的太上长老求救 左丘明摇头无奈叹气 他太则派怎么就搭上了这么个圣子 以前这种无奈圣子也不是没出现过 不过他们都把事情处理得紧紧有条 根本不用别人出手 可到了李峰这 太则派直接成为了保姆一样 或者说是谷川这个假圣子 与往常的不一样 往常的假圣子 要么是无条件贵夫在圣子坐下 要么就是直接被圣子和所属势力解决了 助手 左丘明坐不住了 再这么下去 李峰估计就要被谷川抽筋扒皮了 要是李峰一死 就没有大意了 左丘明出手毫不留情 他要将谷川这个异类彻底的抹杀了 他实在不想再出什么幺蛾子了 没办法 左丘明唯唯救赵 让谷川放开了李峰 要是继续对李峰下手 谷川估计要被左丘明打个半死不活了 贺王级高手 那就让我来试一试吧 谷川浑身黑气缭绕 一个巨大的黑色人形出现在背后 这是谷川用黑暗能量修炼出来的法相 比斯文化的可要凝实许多了 法相三头六臂 每一条手臂上都拿着一种武器 面目争鸣恐怖 像是从地狱中爬出来的阎罗一般 谷川的法相直接颠覆了在场所有人的认知 原来黑暗能量真的能用 要是如此 千详界被入侵的地界就都成了资源了呀 在场的势力没有一个是傻子 他们追捧圣子 是因为圣子能带领他们打败黑暗生物 既然现在有了可能解决黑暗能量的问题 谁还会甘愿屈居在别人下面卑躬屈膝 果然是异端 既然敢敢善用黑暗能量 你就不怕被黑暗生物承虚而入吗 左丘明先声夺人 他又何尝看不出来 谷川对黑暗能量的奇妙运用 但是比起这个 他更不想让太则派以后的地位受到动摇 不再是高高在上 左丘明 看招 谷川直接指挥着身后的黑暗法相 法相六条手臂像是棒锤一般 对着左丘明狂轰乱杂 三张表情不同的脑袋转动着 发射出一道道黑色的激光 左丘明虽然有点疲于应付 但这东西看似厉害 却无法对王级境界的实力造成很大的伤害 这种微末伎俩 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 给我滚开吧 左丘明直接化成了一道光 掀翻了谷川的法相 谷川 你弃尸灭祖 罔顾我太则山的收养之恩 今日我就把太则派给你的都收回来 死把左丘明双指成剑 直接对着谷川划了而去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谷川要死的时候 圣阳庙的天安老道 突然挡在了左丘明的面前 安天老道你要干什么 你难道想要保住这个异端吗 这是千祥界的祸害啊 左丘明愤怒不止 恼怒地看着天安老道 谷川有些诧异地看着天安老道 我是要叫你天安呢 还是叫你安天 天安老道不简单 谷川一早就看出来了 只是没想到 天安老道竟然就是圣苗庙的王级高手 都只不过是俗名罢了 老道年轻的时候有安天的壮志 但后来老道无能为力 只能祈求天安了 安天老道叹息一声 仿佛想起了年少轻狂的自己 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不要让我失望 左老哥你拦着他 我去收拾那个假圣子 所有人都给我上 圣火楼的王级高手火梁 这事已经忍不住了 他看不惯谷川在那蹦蹦跳跳的 作为一个假圣子 你不乖乖地履行自己的使命 要你何用 火梁直接带着圣火楼的人进攻炸天帮 炸天帮的斯文化没办法 只能一个打十个同级别的高手了 万幸的是 古川先前对黑暗能量的一番运用 让在场大部分势力都犹豫了起来 没有贸然加入到圣火楼的进攻中 给我去死吧 你这个异端 你就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火梁拳头包裹着滚烫的火焰 直接砸向了古川 他要把眼前的这个小子撕碎 安田老道想要阻止 却被左丘明纠缠得脱不开身 第77章 火梁死 古川不敢拖大 法乡轰鸣 从古川身后拔地而起 像是一个战争机器一样 阻止着火梁的靠近 而古川直接一头扎入了炸天帮后面 被黑暗能量入侵的地界 吸收黑暗能量入体 他要用最快的时间突破王级境界 炸天帮的位置比较特殊 他所在的位置 正好是黑暗能量和千祥界灵气井水 不犯河水的边界 往前一步是千祥界充沛的灵气 往后一步是被黑暗能量侵袭的千祥界 当古川越深入后面地界 他就越是如鱼得水 这段时间来的研究可没有白费 黑暗能量已经可以用来修炼了 火梁在身后脊椎 他最看不惯古川这种 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人 在他眼里除了几个人外 其他人在他面前都要规规矩矩的 一端 哪里走 你越往里走 黑暗能量只会更加浓郁 要是现在站住我 说不定还能饶你一面 火梁隔空打出一道道炙热的火焰 想要将古川灰飞烟灭 法香已经出现了裂纹 最后被一道火焰彻底的撕碎 古川加快了吸收黑暗能量的速度 同时躲避着火梁的进攻 古川也没想到 这些人会这么突然的进攻炸天帮 导致他没时间突破王级境界 让他有点被动 不过没关系 王级境界而已 只要吞噬吸收足够的黑暗能量 古川能将法香直接晋级到王级境界的实力 十方村本来就靠近黑暗空间裂缝 炸天帮的位置又在十方村 所以根据三段论推理 炸天帮也和黑暗空间裂缝很近 前方就是封印空间裂缝的地方 无时无刻都在散发着微弱的光芒 延缓着黑暗能量的入侵 一端 那里是封印之地 就算你闯入里面也是必死无疑 火梁有恃无恐 这封印可是千详界几千年来的大能不断加固的 古川一个名级实力就想破开封印 简直是痴人说梦 古川没有理会火梁 他一头扎进封印之地 凭着自己的经验到达了封印的核心处 安心地坐下来准备突破境界 火梁看得目瞪口呆 这古川真的是假圣子 他不禁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这封印之地就是自己王级境界也不敢擅闯 他一个矛头小子怎么敢 不过是运气罢了 我看你小子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火梁好像是找到了借口 直接站在封印之地外跟古川熬了起来 一刻钟 两刻钟 时间快速地流逝着 火梁的脸色越来越不好 那古川身后本来已经破碎的法香 竟然在渐渐地凝食起来 而且随着时间的过去 巨大的法香好像活了过来一般 火梁已经感觉到了不对 想要先撤退回去找左丘明 火梁的想法刚一出现 古川就已经睁开了眼睛 身后的法香之身拔地而起 三头六臂猙獰地挥舞着各种武器 灵巧地穿过封印之地 悍然砸向了火梁 哼 邪魔歪道罢了 看我圣火拳 竟然被小瞧了 火梁的暴脾气直接上来 也不躲避 直接向着三头六臂的法香对轰而去 但这次火梁真的拖大了 古川的法香竟然直接一个棒锤 就把火梁砸到了地上 接着六道手臂像是风火轮一般 对着火梁狂轰乱炸 三个脑袋连续不断地转动 双眼中的激光不断射向火梁 很憋屈 火梁现在感觉很憋屈 你凭什么比别人多长四条胳膊两个脑袋 这不是欺负人吗 古川 有种出来光明正大的打一场 凭这种歪门邪道的东西 算什么本事 火梁现在连一端都不叫了 古川的拳头 已经足够引起他的重视了 他现在已经把古川的地位 提升到自己一样的高度 已经有了和自己对话的资格 白痴 我干嘛要做那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古川走出了封印之地 站在法香身后 看着挨揍的火梁 古川你不讲道义 太则派的是怎么教你的你 忘记了吗 太则派 你不知道我已经欺师灭族了吗 古川的一句话 直接让火梁闭了嘴 火梁的暴脾气被打成了倔脾气 倔脾气被打成了没脾气 对于一个在黑暗能量中 如鱼得水的法香 火梁已经感觉无能为力了 他试图做最后的挣扎 企图用自身的势力去威胁古川 古川助手 你就不怕你炸天帮的人 被屠杀殆尽吗 现在赶回去还来得及 你放心 我炸天帮的帮众个个都是人才 不仅说话好听 实力还强 一个打三个都不是问题 这不是古川吹牛 有了法香的帮助 炸天帮同境界一打三 真的没什么压力 硬的不行 火梁就来软的 古川 现在正是千祥界的危急时刻 多一人多一份力量 你不能为了一己之私 就网顾千祥界的安危 古川有些疑惑 看来这火梁也不是什么真的脾气包 只是看不起实力比自己弱的人罢了 你放心 我炸天帮的初衷 就是要炸了这封印之地 撕开空间裂缝 让黑暗能量彻底和千祥界融合 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件事 古川的想法真的让火梁一惊 这炸天帮是要上天吗 这种奇葩方法都想得出来 古川 就算你们炸天帮的人 能生活在黑暗能量之中 可普通人呢 不要忘了 普通人才是一个世界的根基 火梁已经快撑不住了 基本上是被法香按在地上摩擦 他有些后悔 自己干嘛这么冲动啊 太则派的叛徒 就让太则派的人处理 自己干嘛 装什么大尾巴狼 这些不用你管 普通人如何在黑暗能量中生存 我们炸天帮的人才 已经快研究出来了 今日你只要知道 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的忌日 不我愿意带领圣火楼 加入炸天帮 火梁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好不容易修行到了王极境界 他不想这么就死了 不好意思 你不配 说完 古川就指挥法香加大的攻击 直接把火梁捶成了一滩烂肉 古川坐在法香的头顶 快速地向着炸天帮的位置奔去 有些人就是嫌自己活得太久了 第七十八章 封印松动 炸天帮 圣火楼和太则派 加上一些其他势力 联手攻打炸天帮帮众 虽然被圣阳庙牵制了一部分 但炸天帮还是有些双拳难敌四手 斯文化被十几个名及高手围攻 现在能保住性命就不错了 高林的触手被斩断了三只 一时之间无法恢复过来 圣女 我们现在怎么办 帮主还没回来 不知道会不会出现意外 高林被几个同境界的人打得哇哇叫 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忌日 沐云也是很难受 炸天帮帮众已经死伤数百 要是再这么下去 估计整个炸天帮就完了 撤退 都往里面退 面对大事 沐云也是无能为力 哼 见人哪里跑 李峰现在看到沐云就双眼发红 要不是这女人 她现在都已经可以和小师妹双宿双飞了 安天 你真的要为了这个假圣子 和我们作对吗 左秋明想要劝说眼前的安天老道 但安天老道双眼紧闭 没有开口的意思 只要左秋明不动手 他也懒得管 至于下方的炸天帮只能听天由命了 他已经做了他该做的 炸天帮节节败退 李峰神色猙獰 又高兴地追上了沐云 风雷棍毫不留守地砸下 他要让这个女人知道得罪他的代价 就在这时 古川终于赶到 法香轰鸣一声 李峰被直接轰飞 这可真热闹啊 古川也不废话 身后法香直接向着斯文化的方向飞去 一个棒吹下去 一个名级高手就成了肉匠 跑快跑 这东西太诡异了 围攻斯文化的修士 想要逃离这巨大的法香 但却已经晚了 法香六臂齐出 每一次就带走一条人命 吓得所有势力纷纷后退 古川 火梁在哪 左丘明有点不淡定了 他没想到 古川能从火梁的手里逃脱 看来火梁现在已经凶多吉少了 火梁 你说那个没本事的暴躁男吗 等会你下去后 就知道他在哪里了 说话的同时 古川的法香早已经向着李峰冲去 他今天就不信了 他要把这个无赖给守思了 李峰顿时吓得慌不择路 看着古川立声道 古川你要干嘛 这次要攻打你们炸天帮 是左丘明牵的线 带着头 冤有头债有主 你要找就去找左丘明 你冲我来算什么本身 李峰直接就把左丘明给卖了 听得左丘明那是一头黑线 他自己就想一巴掌拍死李峰了 李峰 就算今天你说破了天你也要死 你不是要制毒吗 我这有解药 只要你打败我这解药 就是你的了 古川在后面紧追不舍 李峰 解药我不要了 我不喜欢女人 我就喜欢男人 李峰目刺欲裂 眼看要跑不掉了 直接一狠心 风雷棍重重向着古川倒去 可下一刻 直接就被古川的法相 一巴掌拍进了地下 接着就是一顿狂轰烂炸 李峰被打得血肉模糊 古川住手 左丘明真的坐不住了 可却被安天老道死死地拦着 不能救援 古川你不能杀他 圣子的身份不是随便叫叫的 我们千祥记得每一个圣子的出现 都和黑暗空间的封印有关 圣子是带领抵御黑暗生物入侵的主心骨 同时 他也是这封印的选中者 如果李峰一死 这黑暗空间的封印肯定就会破碎 到时候 我们拿什么来抵挡 你不能为了一己之私 而让整个千祥记的生灵陷入危机之中 你要成为千祥记的千古罪人吗 左丘明说明了圣子身份的厉害 希望古川能够有所忌惮 能够救下李峰一命 但古川是什么人 他就是想炸天的 本来他还在想着 要如何破开这封印 现在竟然磕睡了 有人来送枕头 古川好奇的上前抓起李峰的手臂 将他扶了起来 李峰虽然一脸狼狈满身鲜血 却是神色之中忍不住的得意 好像在说 我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古川 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我的身体与千祥记息息相关 实相的你就放我回去 不然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古川就是千祥记的罪人了 这功夫 李峰竟然还威胁起了古川 就像是那句玩笑话一样 你再不住手 我就被自己开枪了呀 然而 李峰的嘴脸还未笑开 撕拉一声 血肉撕裂的声音响起 李峰的整条胳膊被古川一把扯了下来 啊古川你干嘛 李峰疼得大叫 这比之前被法相揍 还要疼好几倍 也就在这时 黑暗空间裂缝封印的方向 骤然响起了一道声音 如果有人在这里 就会发现封印大阵的阵纹 已经出现了军裂 大量的黑暗能量瞬间喷涌而出 以极快的速度向着千祥界扩张而去 所有势力急忙后撤 在他们眼里 古川现在就是个疯子 谁靠近谁倒霉 李峰不敢作声了 他不想再惹怒眼前的疯子 他真的有可能会杀了自己 哪怕背负千祥界的千古骂名 精纯的黑暗能量奔袭而来 古川的法相在这一瞬间又凝视了几分 几乎现在和真人没什么区别了 哈哈 出来了 这封印终于又打开了 我绿头磨这次立功的机会来了 千祥界的蜂蚁们 等着你磨大人的屠戮吧 与此同时 随着黑暗能量而来的 是一个绿色脑袋的黑色身体的黑暗生物 一出现就是亡极禁忌的实力 吓得千祥界的人颤抖不已 绿头磨出现后 他的身后又出现一个头上戴着头巾 耳朵穿着耳环 脖子上围着金项链的黑人 没错就是黑人 就像是印度阿三一般的打扮 瓦尔蒙 这封印松动 是我先发现的 你要是和我抢夺这千祥界的蜂蚁 我就和你没完 绿头磨仿佛对眼前的古川等人毫不在乎 直接当着他们的面开始讨论着 绿头磨 千祥界的资源人人有份 谁能得到就要看谁的本事更大了 黑暗空间的生物之所以要入侵千祥界 是因为千祥界有的资源 是他们黑暗空间里没有的 哪怕是千祥界最普通的一株灵草 在黑暗空间看来都是很珍贵的 所以对于千祥界 黑暗空间几千年来都是乐此不疲 可可嗨 两位 你们是不是忘了什么 来别人家里不都是先打招呼的吗 你们这样真的很不礼貌 古川拎着李峰 看着眼前的二个黑暗生物 好奇地打量着 第七十九章 偷袭 绿头磨和瓦尔门文言看向了古川 眼前这个只有他们胸口高的矮子 竟然敢打扰他们的对话 这是不可饶恕的 小矮子 你就这么地想死吗 老子这就成全你 绿头磨对这个胆敢挑衅他们的蝼蚁 直接一巴掌拍了下去 他要把这个土柱拍成肉泥 古川其实并不矮 他将近一米八的身高 在千祥界再正常不过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黑暗空间的生物 像是吃翔长大的一般 竟然一个个都两三米高 哼 古川抬手试了十绿头磨的实力 没想到一下子被击飞 这些黑暗生物在同境界 绝对要比千祥界的实力强大许多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你个蝼蚁竟然想抵挡我 你不知道 你们这个世界的灵气等级 本来就比我们黑暗空间低上一等了吗 蝼蚁就是蝼蚁 竟然想皮肤汗大树 给我去死吧 绿头磨嘲笑着古川 接着以更快的速度 想要置古川于死地 古川身后的法乡出现 十丈高的巨大身姿拔地而起 将古川拖到了头顶位置 那现在看看谁才是蝼蚁 在绿头磨惊骇的目光中 法乡丢掉了手上的武器 六只手掌接连有序地拍打向了绿头磨 尘土纷飞 绿头磨被法乡打得爆头鼠窜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才几百年时间 千祥界的人竟然开发出了这种攻击手段 而且他没看错的话 这巨大的三头六臂巨人 浑身都是由黑暗能量构成的 绿头磨暗倒糟糕 瓦尔门你还站着大马 还不快过来帮忙 绿头磨大叫 瓦尔门也看出了不对 想要上去帮忙 可安天老道却横在了前面 瓦尔门 你可还认识我 说完还不等瓦尔门有所反应 安天老道拿出一把浮尘 直接扫向了瓦尔门 二人顿时站成了一团 左丘明脸色心情不定 他看了看安天老道 又看了看古川 最后脸色一争鸣 不知道暗暗下了什么决心 吐住 还不住手 你要是再动手 等我黑暗世界的大军降临 你想死都来不及 现在收手 加入我们黑暗世界 我们领主对于人才是很看重的 绿头磨左躲右闪 就是摆脱不了那个巨人 他现在终于知道 坐蝼蚁是个什么滋味了 领主 再过段时间 就算你们领主不来 我也要去见见你们领主了 法相六臂齐出 直接抓住了绿头磨 想要直接将绿头磨给撕裂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同归于尽吧 绿头磨的声音有些凄凉 自己堂堂一个领主 坐下第九护卫 在黑暗世界 都是排射号的高手 没想到刚到千祥界 还没开始大动手脚 就要死在土著手里了 绿头磨绿色的脑袋 释放出一道绿光 全身的能量 向着脑袋积蓄而去 瞬间 轰的一声 一道巨大的绿色蘑菇云 升腾而起 谷川急忙躲到法相身后 就是现在 左丘明双眼之中露出狠色 看准机会 直接冲到了谷川面前 看着谷川残破的法相 心中一喜 他的机会来了 谷川你这孽障 竟然不顾千祥界的安危 今日我太则派就替天行道 图了你这个祸害 左丘明哪怕是偷袭谷川 也不忘给谷川加一个罪名 好像他这种人 就喜欢用所谓的大意来压人 左丘明看到 在废墟之中灰头土脸的谷川 直接穿过了法相 携带着磅礴之力 一掌打向谷川 谷川也没想到 左丘明会来这一手 来不及躲闪 双臂曲起 用尽全力 想要接下左丘明这一招 左丘明你给我住手 安天老到着急的大喝 他可是把所有的宝 都压在了谷川身上 奈何他一时被瓦尔门死死的缠住 来不及救援 哼 明完不灵 本会这就是你的下场 左丘明感觉自己舒心了 哪怕当着黑暗生物的面 他也笑出了声 谷川被一掌击飞了好远 口中血液大片的洒落 双臂已经骨折 要是换作一般的明集境界之人 早就被左丘明一巴掌拍死了 可还还真够疼的 谷川艰难地扒开身上的土石 从废墟之中爬了出来 左丘明不敢置信 他竟然能从自己手里活下来 那一招可是他倾尽全力的 就算是同禁忌的人吃下自己这招 估计都要重伤 这谷川竟然没死 本来还在高兴开心的左丘明 脸色变得愈加猙獰 竟然还没死 那就再吃我一招吧 左丘明再一次向着谷川冲去 这一次他要让谷川万劫不复 打成肉渣为止 但这次谷川要让他失望了 残破的法相出现在谷川面前 只剩下一头三臂 死死地拦在了左丘明面前 与此同时 谷川拖着受伤的身体 快速移动到了 还有一口气的绿头膜身边 绿头膜的构造非常奇特 脑袋已经自爆了半个 竟然还能苟延残喘地活着 谷川上前也不管恶不恶心 直接一只手插进了绿头膜的脑袋里面 一缕缕精纯的黑暗能量 被谷川快速地抽取了出来 残破的法相又渐渐地凝食了起来 缺失的脑袋和手臂正在慢慢地展开 谷川你干嘛 西人秀为的功法可是这个世界的大忌 你要不得好死吗 所有人都看到了吧 谷川就是个魔头转世 要是让他活下去 不知道还要残害多少人 还不快和我一起杀了他 左丘明有点害怕了 眼见法相的实力越来越强 他想要鼓动其他势力一起对付谷川 可根本就没有人理会他 左丘明用尽全力 一招击退巨大的法相 一个转身就想逃之夭夭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这个道理左丘明还是懂得 他有太则派这么大一个势力 改日卷土重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左丘明想跑 可谷川却是不乐意了 吸收了绿头膜的黑暗能量 谷川直接突破到了王岐境界 谷川一个闪身就到了左丘明面前 啪 这个巴掌是还给你的 啪 这一巴掌是赏赐你这个伪君子的 啪啪啪 左丘明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直接被谷川一巴掌一巴掌的打猛了 第八十章 圣水 住住手 谷川我是你师公啊 左丘明没想到 谷川竟然这么厉害 这乃是什么假圣子 就算是真圣子 也就这样了吧 师公 我打的就是师公 你不知道 我最喜欢七师灭祖的吗 杀了师父杀师公 等会再杀个小师弟 你说痛不痛快 谷川揪住左丘明的脖子 膝盖一提 左丘明满脸都是血液的哀嚎着 谷川 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 当物质及时先解决了黑暗生物 我们不能再互相消耗了 左丘明还在挣扎着找借口 你说那个黑三吗 不用你操心 等一下他就下去和你聊天了 说话的功夫 谷川的法相已经向着瓦尔门走去 瓦尔门大惊 急忙躲开安天老道 想要逃跑 可是谷川法相的三道激光射出 让他不得不停下来应付 左丘明彻底的绝望了 这谷川软硬不吃就算了 竟然连千祥界和黑暗空间的世仇都不顾 谷川这可是你逼我的 左丘明一把正脱开谷川 全身的气势凝聚而起 可还没等他发力 谷川直接抓着他的头轰的一声按在了地上 逼你个锤子 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 还想学人家自爆 你配吗 左丘明憋屈地想要说话 可下一刻谷川直接一脚堕碎了他的脑袋 只留下他的身体还在不停地抽搐着 瓦尔门见此 更是吓得亡魂接冒 既然跑跑不了 那只能投降了 尊贵的千祥界高手 我瓦尔门 黑暗世界的第七守卫 请接受我虔诚的膜拜吧 瓦尔门直接对着谷川下拜 好汉不吃眼前亏 他可没有绿头膜那么大的勇气敢自爆 谷川到此刻才有机会打量起瓦尔门 这家伙长得虽然像人 可怎么这么黑啊 除了牙齿和手掌不是黑的 其他都是黑的 就连眼白都是黑的 这要是放在晚上 估计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趁着这个机会 谷川盘问了一番黑暗世界的情况 在瓦尔门的诉说中 黑暗世界和千祥界差不多大 只不过黑暗世界的能量 要比千祥界的灵气高一个等级 黑暗世界不像千祥界的势力这么分散 黑暗世界的最高统领是黑暗领主 他的下面是九个至高守卫 每一个都是王级的实力 眼见盘问的差不多了 谷川也不管是真是假 直接开口说道 既然你该说的都说了 那你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可以去陪左秋明了 说话间谷川就要动手 瓦尔门却神色憋屈的 突然拿出一个瓶子 瓶子里装着一眼就能看见的浑浊污水 我早就知道你不会放过我了 既然如此 就让你尝尝我族圣水的威力吧 话刚说完 瓦尔门就打开瓶盖 将里面浑浊的污水一饮而尽 我这圣水可是取自我族的圣河 圣河每年不知洗礼了多少人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瓦尔族圣河的威力 瓦尔门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 他感觉他的天神正在召唤他 让他有使不完的力量 土著 受死把瓦尔门充满自信的 握着两个沙包一样的拳头 直接砸向了谷川的胸膛 啪 谷川接住了 瓦尔门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 圣水已经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他怎么能接得住 瓦尔门再出拳 又被谷川一手接住 再出拳 又被接住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接得住我的拳头 瓦尔门感觉他的信仰要崩塌了 谷川挠了挠耳朵 一副不在意的说道 兴许是你的神里你太远了 这里不归他管 谷川的一句话 让瓦尔门顿时有了希望 一定是这样的 一定是这样的 真神是不会放弃我们的 圣河水是不会骗人的 话刚说完 瓦尔门就想走 他要去祈祷他的真神去了 他要去沐浴家乡的圣河水 谷川一脸看傻子一样的看着他 差不多了吧 陪你演了这么久的 信你应该知足了 现在就下去陪左秋明和绿头膜吧 谷川的法相一把抓住瓦尔门 瓦尔门不能动弹 谷川直接一拳结束了他的生命 一个昆仑奴竟然还想忽悠我 简直是找死 谷川看着周围的残垣断壁 寻找着李峰的身影 刚刚一连续的突发状况 让他把手里的李峰弄丢了 可扫尸了一圈后 根本没有李峰的身影 李峰早已经逃走了 他看自己的施工都拿他没办法 还不跑留下来当傻子吗 既然李峰已经跑了 那就先拿面前的几个势力开刀吧 他可是记得 有几个势力可是教得最欢的 解决完几个刺头后 谷川看着剩下在瑟瑟发抖的势力说道 我谷川也不是什么滥杀之人 今日死罪可免活最难逃 今日之内给我打下圣火楼和太则山 如果今天打不下来 等着封印解除 你们就等死吧 谷川说完 所有势力都急冲冲的 回家拉出所有势力 去攻打圣火楼和太则山了 他们从谷川的话里听出 他要把黑暗能量的修炼方法 传授给他们 他们能不积极吗 高灵 沐云 召集帮众 我们去踏平太则山 高灵听后 急忙骑着他的触手去安排了 今天他 可是刚刚见识了谷川法相的威力 现在他不管在哪都是 无时无刻地使用他的触手 这是他高灵的法相 以后那也是能独立战斗的个体 不只是高灵 沐云也是张着黑色翅膀 以前修炼黑暗能量 带来的是异样眼神 现在竟然成了 全千祥界最耀眼的存在 沐云回头看了一眼谷川 就是这个男人一手改变的 炸天帮顿时出现了 牛鬼蛇神齐聚一窝的现象 有人挥舞着巨大的蟹钳 有人身上出现了一件漆黑铠甲 太则派 李锋和逃回来的人 在急冲冲地收拾起了东西 太则派最强的几个都死得差不多了 李锋根本就不敢久待在这里 不过临走时 他要取走一样东西 据他的师父龚文山所说 那件东西是历代圣子所特有的 也只有圣子才能打得开它 第81章 83代圣子 太则派后山 李锋敲咪咪的一个人来到门派禁地 禁地内只有一个垂垂老矣的看门人 看门人拿着扫把 一遍又一遍地扫着落叶 哪怕是李锋来了 也不多看一眼 李锋上前装出一副乖巧又悲伤的样子说道 前辈 我太则派今日有难 师父师公和几位师伯都被拿叛徒杀死了 求前辈让我取出圣子之物 和我一起出山 共同抗击叛徒 李锋以为这扫地老人是什么高手 所以很是恭敬 不敢有半分怠慢 可等了半天 却见这扫地老人没有半分反应 李锋又哀求了片刻 见还没有反应 直接上前一把抓住扫地老人 喂 你到底是谁 在我太则派究竟干嘛 可是有什么不轨之心 李锋倒是很有小心机 他这么做 一方面可以确认 这扫地老人是不是太则派的高手 一方面又能在最坏的情况下 为自己的不恭敬找好了退路 扫地老人并没有李锋以为的 突然显露实力 而是被李锋抓住后瑟瑟发抖 指着自己的耳朵和喉咙一阵比划 原来是个聋哑老头 真是晦气 李锋一把推开扫地老人 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 骂骂咧咧的向着禁地内走去 没多久 李锋就来到一处石门之前 石门上遍布着各种阵纹 隐隐之中透露出一股凶煞之气 李锋撞着胆子将风雷棍 插入石门上的一处洞口 咔嚓咔 一阵要是扭动门锁一般的声音响起 石门一丝丝地打开 李锋进入里面 映入眼帘的不是什么奇珍异宝 而是一口黄金棺材 棺材正放在门口处 顶下垫着金丝楠木 没有一般棺材的阴森气息 反而有一股堂皇大气的感觉 眼尖的李锋发现 棺材上刻着一片功法 就像是跟古川先前用的一样 是吸取他人修为给自己用的一种功法 李锋一看就眼红了 直接快速地记录了下来 之后他又打量起这口棺材来 难道是 李锋想到了一种可能 直接动手把棺材盖掀了开来 棺材里面 躺着一个大约30岁左右的男人 男人面白无虚 穿着金绿玉衣 一看就知道是个大人物 还没等李锋细细打量 男人就慢慢睁开了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李锋 现在是何年 黑暗空间又入侵了吗 一开口 男子就问出两个问题 你是何人 竟然躺在我太则派的经典 李锋不解地问道 我乃千祥界第83代圣子 你乃何人 见了本圣子 还不跪下 黄金棺材里的男人一坐而起 神色不悦地看着眼前的人 这人的行为 怎么一点都不懂规矩 男人的话让李锋一愣 随即说道 那太好了 我是千祥界第85代圣子 我们都是一家人啊 83代圣子 现在假圣子猖狂 想要杀了我这个千祥界圣子 取而代之 还请83代圣子跟我出山吧 评论那假圣子 李锋言辞恳切 说得委屈又认真 哼 一个假圣子都收拾不了 真是废物 83代圣子 想要起来活动活动筋骨 当年太则派将他封印在这里 不就是为了有一天 抵抗不住黑暗生物 而留下的后手吗 83代圣子没注意到的是 李锋不知何时 已经悄无声息地 到了他的身后 在他刚要起来的一瞬间 李锋果断出手 一巴掌按在了83代圣子头上 假圣子的事 就不劳你操心了 你还是乖乖地履行你的职责吧 李锋神色争鸣 兴奋地直接用出了 刚刚学来的功法 83代圣子挣扎着 可因为刚刚醒来 体内的力量像是死海一般 还未复苏 再加上根本没对李锋有戒心 所以就找了李锋的道 你 你不能这样 我是太则派长教清传弟子 左丘明呢 龚文山呢 83代圣子一脸的憋屈 自己纵横了一个时代 本来想着沉眠到下一个时代 继续纵横当时 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说他们啊 等会你就可以见到他们了 李锋的修为快速地增长着 感觉自己浑身有始不完的力量 83代圣子的身体干扁了下去 李锋的修为提升到了王级的境界 哈哈哈哈 古川 不是就只有你才有王级实力 我也有 最后露死水手还不一定啊 突然暴涨的力量让李锋迷失了自我 也不逃了 直接出现在了分闹的泰泽派里 都给我站住 谁要是敢动泰泽派的东西 谁要是敢踏出泰泽派一步 就别怪我李锋不客气 李锋大马惊刀地坐在泰泽派主殿上 声音传遍整个泰泽派 不明所以的泰泽派弟子 根本不理会这声音 嘿 真当自己还是圣子了 乍天帮都要打上门来了 我还想多活几天呢 切 真以为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了 现在都快大难临头了 谁还会离你一个没有实力的圣子 敬酒不吃吃罚酒 李锋一甩风雷棍 风雷棍破风而去 几个在背后嚼舌根的泰泽派弟子 直接被一棍子打烂了脑袋 所有人听令 我李锋从此以后 就是泰泽派长教 全部给我回去猎阵迎接敌人 谁要是还敢偷鸡摸狗 别怪我不客气 李锋王级高手的气势显露而出 俨然已经把自己 当做了泰泽派的主人 古川带着乍天帮的人 终于来到了太则山 高陵出来叫阵 太则派李锋 我乍天帮帮主降临 还不出来迎接 是想要死吗 啊 一个蝼蚁竟然也敢这么嚣张 给我去死吧 李锋双手一捏 巨大的力量出现在高陵身上 不断地挤压着他 想把他挤压成肉泥 古川眼疾手快救下了高陵 看着不远处 突破到了王极境界的李锋 心里一阵疑惑 这圣子的运气 就真的这么好吗 才刚刚回来一会 就突破王极了 再给他一段时间 岂不是要直接上天 第82章 套娃 李锋不懈地看着古川 现在他也是一个王极境界 加上手里的风雷棍 他觉得自己有八成的把握战胜古川 一群乌合之众 古川你这诈天帮 唯非作歹作恶多端 今天我就替天行道 收了你们 李锋风雷棍朝前一指 带着轰隆隆的气势 冲向了古川 浑身的力量压缩释放 全部集中在了风雷棍上 哄 古川本想一把接住风雷棍的 没想到直接被打退了 他没想到 这李锋的实力 竟然突然这么强了 就像是吃了激素一般 哈哈 古川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去死吧 这还是李锋第一次 在古川的面前占据上风 让他的心态更加膨胀了 有点东西啊 李锋 古川惊讶地开口 身后的法香 声势浩大的拔地而起 三头六目目视着李锋 接着 古川和法香同时出手 巨大的法香 截断李锋的退路 古川正面打击李锋 相当于两个王极境界的 打一个王极境界的 李锋突然间有点疲于应付 挡住了法香的攻击 就会直接被古川偷袭 挡住了古川的攻击 就会直接被法香一巴掌 拍在地上 古川你无耻 有种我们单对单 你用这黑暗能量 修炼出来的东西 算什么本事 李锋憋屈地叫着 古川直接一个下勾拳 打碎了李锋两颗门牙 法香一巴掌 将李锋拍在了地面 你以为你是谁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真是给你脸了 古川一把抓过风雷棍 风雷棍想要反抗 直接被法香扭成了一个圈 扔在了一边 什么黑暗空间封印破碎 什么黑暗生物入侵 古川现在都不想管 他现在只想一巴掌拍死李锋 被拍在地面 李锋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 怎么可能会这样 明明自己和他是同一个境界 而且自己吸收了 83代圣子所有的修为 一般王极境界 在他面前肯定都不是他的对手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上路吧 古川挥手间 带起扑面来的大风 李锋骇然 急忙吼道 驻守古川 我的生死关乎千祥界的生灵 这是李锋的最后一个底牌了 千祥界 关我什么事 比起千祥界 我更想一拳打爆你的脑袋 现在的李锋身上的气韵 已经消耗得差不多 古川上前一脚 就要直接干掉古川 李锋绝望地看着古川 他后悔 当着什么狗屁圣子了 还不如当初自己在家来的痛快 就在李锋闭目等死的时候 眼前突然闪过一道风 接着自己突然间 被谁拉出了古川的攻击范围 李锋睁眼 发现竟然是先前禁地中的那个扫地老人 他立马惊喜地说道 前辈 我就知道你是前辈 前辈你快出手啊 这古川三番两次的 和我们太则派作对 你快出手灭了他 不然我们太则派就真的完了 李锋现在很高兴 果然自己不管怎么样都死不了 总是会遇到贵人的 然后扫地老人的下一句话 直接让李锋一愣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82代圣子 刘鹏 扫地老人的话 直接让李锋一愣 不过接下来 他就像是找到了组织一般 直接抓着刘鹏的大腿开始哭泣 刘盛子 我这一代圣子当得不容易啊 师父师父不行 师公师公又靠不住 我这圣子当得太别屈了啊 还请刘盛子为我主持公道啊 刘鹏看着脚下哭哭啼啼的李锋 心里暗骂废物 放心吧 得罪你的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的 圣子的威严不容有失 说话间 刘鹏一只手 悄然按在了李锋的脑袋上 与此同时 李锋的手也悄然按在了刘鹏的丹田处 几乎是一瞬间 两人不约而同的 用出了黄金棺材上刻着的那片功法 都想要吸取对方的修为 哼 我就知道 你这老东西 没安好心 果然 李锋恨恨的说道 手上加快了力道 你这小憋三 还敢说我 你自己什么德性 你知道吗 你以为黄金棺材上的功法 和里面的圣子怎么出现的 那是我放在里面的 刘鹏的话让李锋一愣 感情自己才是那个被算计的人 你知道黄金棺材里面的那个圣子 和我什么关系吗 那是我的关门弟子 那也是纵横了十多年的人物 要不是那小子被气运所中 哪轮得到 你吸收他的修为 刘鹏的话 一遍遍地刷新着李锋的认知 按照他这么说 自己竟然成了一个媒介 可自己也是 这一代的圣子 难道自己 就不受这个时代的气运眷顾了吗 李锋想到了不好的预感 谷川看着眼前 两个菜鸡护镯一样的圣子 这二人也不知道什么脑子 当着所有人的面 就开始用这种功法了 以为其他人都会乖乖地 等你提升修为再和你打吗 谷川一个闪身 来到两个圣子的身后 这二人正在运功 不能轻易动弹 两位圣子 西人修为这种好事 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谷川两只手都搭在了二人身上 巨大的法箱将三人托起 保护在手上 不让他人打扰 谷川你果真卑鄙 快放开我 李锋目次欲裂 都是这个八十二代圣子害的 要不然 自己早就逃之夭夭了 快快住手 我乃千祥接八十二代圣子 这是圣子令 你或许不知道 圣子并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组织 刘鹏的身上 突然飞出一个闪闪发光的金牌 在谷川眼前晃动着 谷川丝毫不理会 就算你们是一个组织又如何 惹了我你们的修为 我照惜不悟 谷川的功法 明显比这二人的要高明许多 而刘鹏的手段 又比李锋高明几分 因此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环节 谷川抽取着李锋和刘鹏的修为 刘鹏抽取着李锋的修为 补充着自己的修为 而李锋抢不过刘鹏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修为 快速地减少 最后变成了一个干巴巴的销售老头 刘鹏也好不到哪里去 要不是谷川想要留他一命 问一问这圣子组织是什么情况 刘鹏早就死了 第83章 打破封印 从刘鹏那里得知 千祥记的圣子 组成了一个叫圣子盟的组织 到了李锋这一代 已经是八十几代了 每一位圣子 基本上都是一个时代的顶尖者 而按照刘鹏的估计 起码还有几十个圣子活着 只是不知道 他们去了哪里 几十个王级的高手 就算谷川想想 也很是头疼 如果真的要收拾 肯定要花很大的功夫 谷川用脚踢了踢倒在地上的李锋 心里很是好奇 这圣子的身体 不是和那个封印挂钩的吗 怎么现在被打得半死不活的 怎么就不见那封印有丝毫反应 先前扯了一条胳膊 就放出了两个黑暗生物 要是把李锋打成肉渣 不知道封印会不会直接消失 刘鹏好像是看出了谷川的疑惑 直接开口说道 李锋现在和封印没有关系了 一句话 让已经没多少气的李锋 直接喘不上气来了 有你这么坑人的吗 那个封印是第一任圣子立下的 选中圣子 只是骗骗你们这些外人罢了 封印真正的掌控者 就是第一任圣子宋青 而且他他还活着 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 封印早就不是原来的封印 但宋青还是能影响到封印 说到最后 刘鹏的眼里竟然露出了恐惧 一个活了万年的怪物 就是谷川听了都有点犯怂 谷川将信将疑的一脚 踩断了李锋的脖子 千祥界的这一代圣子 就这样被终结了 天空中似乎响起了一声声哀悼 在为他送行 谷川最后还是留下了刘锋一命 他不想在收服太则派势力中 大费周章 而一个太则派的祖师在手里 那会省了很多的事 之后的事情就简单了 在刘锋的出面之下 太则派并入了炸天帮 成为了炸天帮太则分部 圣火楼成为了炸天帮圣火分部 圣阳庙最后眼看炸天帮大势已成 也无奈地成为了炸天帮圣阳分部 至此 炸天帮几乎已经一统千祥界了 让谷川疑惑的是 刘鹏不是说 还有许多圣子活着吗 怎么到了现在 一个都没冒出来 统一千祥界之后 谷川要开始他的炸天计划了 不过在此之前 他集合千祥界所有的势力 研制出了一种黑暗药剂 这种黑暗药剂是让普通人服用的 能让普通人也能适应黑暗能量 在被黑暗能量侵蚀的地界生存 任何时候 普通人才是一个世界的基石 哪怕他们脆弱如蝼蚁 那也不能否定他们的存在 黑暗药剂的出现 直接解决了普通人的生存问题 以往不能种植的土地 等着他们去开荒 被黑暗能量异化的食物 也可以食用了 千祥界再往好的一方面发展着 三个月后 这一日 谷川带着安天老道 斯文化和刘鹏等人 来到黑暗空间裂缝的封印之地 经过这么久 斯文化后继勃发也已经突破到了王极境界 头上一道巨大的黑暗裂缝 像是一张猙獰的巨口 无时无刻不再想吞噬着周围的一切 而那封印就像是针线一般 密密麻麻地缝着这张巨口 不让里面的东西出来 也不让这巨口张得更大 帮主 你真的真的要扎天吗 安天老道心里还是很忐忑的 虽然像他的名字一般 他也有安天之志 但真到了这一刻 这么疯狂的行为 他又有点不自信了 斯文化的眼睛里闪过疯狂 他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很长的时间了 他做梦都想反攻黑暗世界 安天老道你怕什么 有帮主在 就算是那个什么黑暗领主 都不在话下 斯文山身后的法箱剧烈的轰鸣着 已经等不及要来一场大战了 古川看了一眼身后的乍天邦邦众 都已经可以运用黑暗能量 幻化出自己的法箱 跟随自己战斗了 有人骑着各种黑暗能量形成的异兽 有人手里拿着黑暗能量形成的武器 有人穿着一身黑暗能量形成的盔甲 反正黑暗能量在他们手里玩的是五花八门 一个个都十分的兴奋 他们今天要和黑暗世界决战 甚至反攻黑暗世界 这是被欺压了成千上万来的第一次大反抗 赢了就名垂青史 说了也就是千祥界早几年成为黑暗世界的附庸罢了 高龄看到古川的目光 身后的触手直接将他高高托起 开始了他的演讲 乍天邦的帮众们 今天是我们千祥界一雪前耻 为先辈报仇的一天 你们有信心吗 有 大声点我听不到 有有有 我要为我父亲报仇 他就是死在上一次的黑暗生物入侵 我要为我柳家证明 我柳家不是逃兵 我要为村寨的父老乡亲报仇 他们就死在黑暗生物的魔爪之下 乍天也不是什么技术活 早在三个月前 古川就已经让整个千祥界的人准备了 什么魁水阴雷 好火阳雷 紫水晶雷什么的 是一箩筐一箩筐的 再加上一些法器自曝 千祥界众人一并发力 肯定能可以破开这个封印 古川让人准备这些雷和法器 也不为什么 就是想听一声响 不然怎么算乍天呢 乍天帮一队准备 引爆雷法 二队准备 引爆法器 三队准备 随着轰轰轰的一声巨响 那巨大的封印顿时颤抖不止 一道道的裂纹快速地扩大着 马上就要看到封印破碎了 所有人准备朝着封印攻击 轰 一道道法器 或是一门门厉害的武技 直接朝着封印砸去 古川和斯文化的法乡奔涌而出 举起双手 朝着封印重重砸去 轰轰轰 封印剧烈地摇晃着 黑暗能量大量地涌入 可那封印就是差一点才能破碎 千祥借万年来不断加固的封印 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破开的 就算是能控制封印的第一代圣子 光凭他一个人也指挥不了封印 就在古川等人无奈想要放弃的时候 封印的另一面 一头长着巨角的生物突然顶向了封印 随后透过封印可以看到 越来越多的黑暗生物开始进攻封印 显然黑暗世界的生物 也和古川他们打着同样注意 他们要破开这个封印 打入千祥借去 斯拉 好像是一声不匹被撕裂的声音响起 空间裂缝出的封印瞬间破碎开来 就隔着一道百米长十米宽的空间裂缝 古川和那巨大的牛角怪人 隔着两个世界相互对望着 第八十四章 一代圣子 两个世界的人此刻都没有言语 全都安静地看着对方握紧着手中的武器 牛头怪人很是巨大 突然朝着空间裂缝伸出了手 仿佛是跨越了时空 巨手直接出现在了古川的上方 法乡升腿而起 六条手臂齐出 直接和牛头怪人僵持了起来 果然有两把刷子 不愧是打败了千祥借圣子的男人 牛头怪人问声问气地开口 声音从空间裂缝里面传出 很是奇特 你便是黑暗领主 古川看着和自己法乡 小不了多少的牛头怪人 疑惑地问道 帮主 他就是黑暗世界的最强者 黑暗领主牛青 牛头怪人还会说话 刘鹏就已经先一步靠近为古川解释了起来 可就是这一步 刘鹏话还没说完 突然之间就一掌拍向了古川 刘鹏再搞偷袭 古川连忙抵挡 一拳轰飞了刘鹏 刘鹏也不气馁 快速地一转身 就冲向了空间裂缝 嘴里高声道 圣主 刘鹏信不辱命 终于完成了您的托付 成功打开千祥界和黑暗世界的封印 刘鹏的话让所有人一愣 古川也没想到 自己才是那个被算计的人 想要赶过去 结果了刘鹏的性命 但牛头怪人直接发动了攻势 让他一时之间脱不开身 你就是圣子盟的盟主 古川脸色难看地看着牛头怪人 牛轻宋青 越想古川脸色越发地难看 正是本子 哈哈 想不到我宋青在有生之年 还能踏入千祥界 你 做得不错 宋青对刘鹏点了点头 显然是十分赞许他的 刘鹏立马受宠若惊 位在宋青的脚下说道 能为盟主上刀山下火海 都是刘鹏的荣幸 属下还想一睹盟主当年的荣光呢 你们圣子盟不是还有几十位圣子活着吗 他们呢 古川有些疑惑地看着宋青的周围 他的身边都是黑暗世界的土著 根本不是千祥界的圣子 至于宋青现在的这副模样 古川看一眼就知道了 应该是宋青夺舍了一头黑暗世界的生物 宋青好像是真的高兴 他也不着急攻打千祥界了 古川的话勾起了他的回忆 看着眼前的一群吃瓜群众 宋青得意地说道 你是说他们吗 宋青的手上出现了三十多具尸体 这些尸体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全部布满咒纹 显然是寿终而死的 天啊 我看到了什么 那不是我王家的仙祖 千祥界二十一代圣子吗 尸体怎么会出现在他的手里 那是我赵家千祥界的十七代圣子 那是我圣阳庙的五位圣子 千祥界的人发出了一阵阵惊呼 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尸体 哪成想宋青直接一握手 手里的尸体都化成了鸡粉 你说他们啊 他们个个都是我精挑细选的肉身啊 宋青的话再一次刷新了两界之人的认知 当年我作为千祥界的第一代圣子 在打退黑暗世界之后 我就来到了黑暗世界 因为我在这里看到了突破王级境界的契机 可是很可惜 哪怕黑暗能量比千祥界的灵气等级要高 倒是依旧没有诞生王级境界以上的高手 但是我不甘心啊 我相信王级之上肯定有更高的境界 所以在我快要死的时候成立了圣子盟 每一位圣子打败黑暗生物后 都可以通过我封印的阵法来到这个世界 我夺取了他们的肉身 延续了自己的生命 可最后我发现 黑暗生物的肉身才是最完美的 不仅寿命长 而且能完美地适应黑暗能量 所以我毅然决然地夺舍了一位牛头怪 经过上百年的征法 我终于一统黑暗世界 成为了黑暗世界的领主 可当我想回千祥界的时候 千祥界的这群傻子 竟然把封印加布的我 集合整个黑暗世界的力量都无法破开 没有办法只能再次开始谋划 宋青缓缓到来他的过往 古川这时也发现了 他的灵魂已经腐朽不堪了 虽然他的肉身一直在换新的 但他的灵魂没有注入新的生机 所以他就像是一个垂垂老矣的老年人 却有着强壮的身体 十分的别扭 说完话宋青也看向了刘鹏 想看看他知道后会有如何反应 没成想 刘鹏一点也不意外地说道 能为圣主提供肉身是他们的荣幸 如果圣主需要 我这把老骨头立马就能给圣主 宋青很是满意刘鹏的表现 这是一个明白人 既然你已经统一了黑暗世界 为何还要回到千祥界 按理说 黑暗世界的能量不是更高级吗 古川不解地问道 一说起这个 宋青就突然之间变得十分兴奋 双目之中露出了一抹贪婪 因为 因为千祥界有我突破的契机啊 只要练化了千祥界的本源 我肯定能突破王级以上的境界 话还没说完 宋青就双手扒拉着空间裂缝 带领着黑暗生物冲了过来 所有人 保卫千祥界 保卫身后家人的时候到了 都给我杀啊 高灵将剑举过头顶 气势磅礴地大喝一声 带着千祥界的众人迎了上去 这里说这个未免的气韵会恢复到正常水平 不会再出现一人独大的恶劣现象 可系统却在提醒古川 千祥界的气韵还未回归正常 还有人恶意地把持着气韵之力 而这圣主宋青在打千祥界本源的主意 肯定不是千祥界的气韵者了 难道是那个刘鹏 古川一想到这里 就觉得有这个可能 直接想要动身去找他 可宋青却直接缠住了他 在宋青眼里 古川就是他在千祥界最大的障碍 只要杀了古川 那千祥界还不是任他摘去 古川被阻 直接带着身后的法相冲向了宋青 既然你这么想死 那就把命留下吧 宋青根本没想到 古川和法相 竟然是两个可以独立战斗的个体 他虽然厉害 但古川明显也不是吃素的 古川加法相 根本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实力 结果宋青就有点悲剧了 第85章 螳螂 黄雀 猎人 宋青本以为 凭借黑暗能量 能碾压同级别的千祥界王极境界 可万万没想到 只是刚一接触 自己就落入了下方 两个王极境界 而且都是实力高超的那种 你让我还怎么玩啊 魔虎 血狼 你们快来助我 宋青忍不住开始叫帮手了 宋青的九大守卫 被古川杀了两个 还剩下七个 安天老道和斯文化拼了命 也只能拦住五个 魔虎和血狼 直接冲向了古川 魔虎和血狼 也是两个类人生物 一个虎头人身 一个人头狼身 两者一来就带起了一阵腥风血雨 古川的法相横横而出 六只手掌狠狠地抓向着魔虎和血狼 六只眼睛紧紧地盯着他们 不让他们越过一丝一毫 宋青见古川没了助力 直接化身了暴怒牛头人 鼻子上不断地冒出白气 眼眶有血丝不断地溢出 乌黑带毛的牛掌 直接从天而降 古川纵身一跃 逃离了宋青的攻击范围 宋青不死心 头上两个巨大的牛角 直接对着古川一顶而去 没有想象中的笨重 牛角就像是乘风而行 十分地快速 真是得寸进尺了 古川两手一把抓住一根巨大的牛角 剧烈地后退着 没办法 牛头怪的体型太大 古川两手 齐用也只能堪堪 抓住一根牛角 喝给我起 古川浑身蓄力 从脚到腰 又延伸到手臂 一股磅礴大力 突然从古川的手上涌现 宋青前冲的速度 一步步变得缓慢 古川的脚下 离出一道深深的勾曲 牟 宋青不甘心地发出一声牛牟 牛脑袋 上阳想要把古川顶上天 可古川又怎么会如他所愿 直接趁着他就力以尽 心力未生的时候 一个翻转 就把宋青放倒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 古川一脚而下 强大的冲击力下 哪怕宋青身躯巨大 也被踹出了一个窟窿 另一边 法相终究是缺少了一丝灵性 不知道变通 让魔虎和血狼闯了过来 大哥 竟敢伤害我大哥 给我去死吧 魔虎和血狼 看到倒地不起的宋青 顿时怒不可遏 挥舞卓手上的利爪 就向着古川攻击而去 面对宋青古川 还多看几分 收拾起来 也要多费一番功夫 但对付这两个 就像是瓦尔门一样 无费吹灰之力 古川一把抓住血狼的手爪 用力一折 咔嚓一声 血狼的手掌齐根而断 接着脑袋一闪 躲过魔虎巨大的手掌 脚下发力 一个回旋踢 魔虎直接倒飞而去 不等身边的血狼有所反应 古川一拳就打断了他的脖子 接着又赶上了 还在倒飞的魔虎 一脚将他踩在地上 胸膛已经空空如也 二帝 三帝 宋青目刺欲裂 言语卑切 可古川听来 他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伤心 在魔虎死去的刹那 宋青巨大的身躯突然缩小 变得和常人一般大小 快速地转身 向着千祥界内飞速跑去 古川在追赶 宋青在逃离 黑暗世界剩下的五个王级守卫 眼尖自家领主都打不过 直接带着手下逃离了千祥界 所有的问题就全都迎刃而解了 宋青为了逃离古川 开始燃烧气血之力 加快速度 刀山在眼前飞速地后退着 宋青飞出了十方村 向着前圣火楼的地界而去 一直到了一个岩浆滚滚的死火山口上 停了下来 随后看也不看 就纵身一跃 古川紧随其后 也是丝毫不犹豫地一跃而下 火山里的岩浆剧烈地翻滚着 古川身上出现一道屏障 将滚烫的岩浆挡在了体外 但如果长时间地下去 古川自认也是坚持不住 终于 到底了 火山的底部不像古川想的那样 到处都是更加滚烫的岩浆 这里反而出现了一个绿意淫淫的空间 古川一进去这片空间 就感觉到一股凉意 这里灵气十分的充裕 竟然能和黑暗能量的等级相提并论了 古川寻找着宋青的踪迹 快速奔上 他倒要看看这千祥界第一任圣子 要搞什么名呢 一处巨大的树木之下 宋青望着上方树顶上的 一颗拳头大小的绿色宝石 口中喃喃自语道 果然 只要黑暗世界入侵千祥界 千祥界的本源 就会出现维持千祥界的秩序 梳理千祥界不稳定的能量 宋青二话不说 直接冲向了巨球之顶 中途遇到了一道挡在前方的屏障 直接被他动用秘法几拳打碎 他已经等不及了 宋青一只手伸向千祥界本源 眼里已经忍不住泛出喜意了 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已经尽在咫尺 然后 还不等宋青高兴多久 一只手掌突然在树端出现 一手握住了千祥界本源 接着一脸残忍的踹向了宋青 不 宋青崩溃的大叫着 身体从树端落下 看着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 被别人抓在了手里 刘鹏你敢 快把千祥界本源给我 宋青看清了出手的是谁 竟然是刘鹏 那个他一度认为有眼力剑 能当一个好走狗的下属 没想到报应来的这么快 直接被反咬一口 刘鹏亦是神色巅惶的看着宋青 这些年给你卑躬屈膝的做走狗 你以为我真的是 看你厉害 看你伟大吗 不不不 都不是 要不是你手里掌握了 空间裂缝的阵法指挥权 而封印又和千祥界的 气韵之力挂钩 你以为我会听你的吗 你是圣子 我也是圣子 你凭什么要比我高大 凭什么地位就比我高 我不服 刘鹏好像把这么多年的委屈 都说了出来 控诉着宋青的罪行 又诉说着自己的不甘 有句话叫做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你永远也不知道螳螂 黄雀和猎人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赢家 宋青看着树端的刘鹏 又冲了上去 他要拿回那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 再把刘鹏给撕碎 让他知道得罪自己的后果 第86章 心中无女人拔刀自然神 宋青怒气冲冲的 想要上去把刘鹏撕碎 可拿到了千祥界本云的刘鹏 像是打了什么鸡血一般 宋青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直接被一脚踹了下来 宋青你以为你 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圣子盟圣主吗 你以为你 还能轻易地掌控别人的生死吗 不 现在你在我面前 就是一个蝼蚁 以前你怎么对我的 我都会让你亲身体会一遍的 刘鹏癫狂地笑着 他以为自己得到了千祥界本云 自己就已经是胜利者了 宋青一遍遍地用手锤打着地面 又一次次地冲上去 想要抢回刘鹏手里的东西 他不甘心被刘鹏这种小人给耍了 古川看着眼前的闹剧有些疑惑 这两位是不是把自己给忘记了呀 只听古川不知道对着谁喃喃自语道 我知道你能听得见 现代的情况你也知道了 只有我对你没有恶意 待会你应该知道要怎么做吧 说完 古川就站在法乡之上 法乡拖着他冲上了巨树树端 刘鹏看着冲上来的古川 也是分外眼红 还有你 你这个假圣子 要不是你我的计划会顺利很多 你这个异类也给我去死吧 刘鹏将手中的千祥界本云一亮 一道绿色的光幕出现了眼前 古川一蹴而就 绿色的光幕 没有如刘鹏想象中的一样阻止古川前进 古川直接跨越过了光幕 一拳砸在了刘鹏的面门上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没听过吗 刘鹏不敢置信地 用千祥界本云 射出一道道精纯的攻击能量 可这些能量 非但没有对古川产生攻击性 反而在不断地在夯使古川的境界实力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刘鹏见鬼了一般看着古川 他没想明白千祥界的本云 怎么对付不了古川 先前对付宋青 还是好好的 想不明白的刘鹏控制着手上的千祥界本云 直接对着宋青来了一发 宋青顿时吃痛地大叫 有毛病啊 又不是我惹你 你攻击我干嘛 刘鹏已经无路可逃 古川一把抓过他手里的千祥界本云 原来先前莫名其妙说的话 是说给这千祥界的意志听的 千祥界的意志也能感觉得出来 这三人也就古川对他的本云 没有觊觎之心 把千祥界本云还给我 我为了这东西 已经谋划了几百年 你不能做这种小人之事 刘鹏上前想要夺回千祥界本云 下方的宋青听到顿时不乐意了 你只不过谋划了几百年 老子足足谋划了几千年啊 要不是你这坑人玩意 我早几百年就得到这本云之力了 古川没有过多的废话 直接掐住刘鹏的脖子 这老东西竟然敢忽悠自己 那就送他上路 眼见刘鹏死去 宋青顿时吓得转身就跑 可这次古川怎么会如他所愿 法相早就先他一步堵在了洞口 宋青只能退无可退地站在那里 哎我认栽了这么多年我做过那么多坏事 我早就想到 宋青还想在死前发表一下感慨 可古川却一点也不想惯着他 直接和法相联手镇压了他 古川最后将千祥界本源还给了千祥界 说实话这东西古川看了都眼馋 只是吞噬了这东西就要背负千祥界的因果 古川可不想被这个世界给拖累了 千祥界炸天邦 此时正在欢呼雀跃地庆祝着 这是有史以来千祥界第一次打败黑暗世界 真正意义上的打败 要不是有人拦着 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斯文化 都想直接杀入黑暗世界了 千祥界的人正在讨论着 如何攻打黑暗世界 古川却是根本不想管这些事了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他让千祥界的修饰 可以在黑暗能量中修行 让普通人可以在被黑暗能量 异变的千祥界里生活 至于之后 这两个世界会如何古川不想管 有可能千祥界占领了黑暗世界 也有可能黑暗世界占领了千祥界 可这又和古川有什么关系呢 争端和战争不管在哪里都会存在的 古川不想做这些没意义的事 乍天帮最高的一处山峰上 古川看着山峰下的景色 身后响起了轻盈的脚步声 帮帮主 沐云的面纱摘了下来 此时还是第一次在古川面前露出真容 雪白的肌肤 小小的鼻子 涂抹了胭脂的粉红小嘴 不知是害羞还是什么 脸颊上升起了一抹红韵 这模样 随便哪个男人看到 都会忍不住心里一荡 是沐云啊 你有什么事吗 古川背对着沐云头也没有回 千祥阶的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 他准备走了 帮主 你你是要准备走了吗 不得不说 女人的第六感是很准的 古川想走这件事 他没跟任何人说过 可心思灵巧的沐云竟然猜了出来 古川一愣 随即答道 是 我准备走了 离开这里 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们以后有缘再见 沐云一脸失落地 看着古川的背影 随后又抑制不住冲动地说道 你能带我一起走吗 不管是天涯海角 我都想跟在帮主身边 说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就对这个突然出现 帮他报了杀福之仇的帮主有了好感 之后 古川一次次地打退 想要占自己便宜的礼锋 或许就在那时 自己就已经心有所属了吧 古川听到沐云的话 也是一脸猛逼 跟着自己干嘛 自己要上天 你又没有那个本事 只会拖累我的后腿 随后 古川取出了一把刀 在沐云疑惑的目光中 对着他拔了一次刀 又背对着他拔了一次刀 你知道我这两次拔刀 有什么不同吗 古川认真地向沐云问道 沐云鸣思苦想 最后还是没想到原因 索性问道 为什么 古川答道 我第二次拔刀 要比第一次快了0.01秒 沐云继续不解地看着古川 古川继续说道 心中无女人拔刀自然神 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 之后 在沐云一脸猛逼的目光中 古川化作一道红光 消失在了千祥界 除了沐云 他没有向任何人道别 第87章 回大荒 定 千祥界气运之力恢复正常 任务结束 天命点正在结算中 天命点结算完毕 剩余十万点天命点 天道之力补全中 宿主是否前往下一个世界 神秘空间中 系统的声音不断地响起 与前几次不同的是 这次除了穿越到下一个世界之外 又多了一个选择 回归本体 看到这里 古川一阵的激动 果然和他想的一样 他上一世还活着 还未死去 回归本体 古川已经等不及了 他要回大荒 回到那充满蛮荒气息的大世界 那里有纵横天地的凶兽 有执掌一欲的大能 更有他的仇人 那个在他背后使阴招 直接让他落到这个地步的仇人 一阵天旋地转后 古川感觉自己的眼皮 像是灌了千一样 沉重地睁不开眼睛 而且自己的身体每一处都在疼痛 哪怕四周无视无刻 有一股能量滋养着身体 还是十分的难受 仿佛下一刻他的身躯 就要炸裂开来 艰难地睁开了眼皮 古川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幅水晶棺内 水晶棺内不断地散发着冰寒灵气 缓解治愈着古川的伤势 古川忍着剧痛 抬起手看了看 发现上面是密密麻麻的线头 显然是被缝合起来的 这样的地方还不止一处 古川记得 他最后的画面 是停留在一处当空砸下的巨石上的 系统 使用天命点兑换修复身体的灵药 古川在系统商城中寻寻密密 不断地用天命点比对着 企图能换到物超所值的丹药 但最后无奈天命点太少 只能兑换了一颗地玄丹 已经是天命点能买到修复肉体 最好的一种丹药了 古川伏下后 身体快速地在复原着 身上的剧痛快速地减轻 最后消失 躺在水晶棺内静养了几天 古川不急着出去 这水晶棺显然是个不可多得的宝贝 应该是古川的至亲之人 为他准备的 没有着急着破关而出 古川又在水晶棺里沉睡了一段时间 这一日 这里可是上青门的地方 一道紧张兮兮的声音响起 却又立马被一道嚣张跋扈的声音打断 怕什么 我们可是太青门圣子金阳的朋友 就算被发现了 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我们是来上青门做客的 就是 就你这胆子 我就不知道你怎么成为金阳圣子的朋友的 安静的 寒冷的地洞里 来了三个不速之客 没过多久 他们就来到了古川的水晶棺前面 看 找到了 这就是上青门上一代 圣子古川的棺材 听说是十年前争夺天骄路上的宝物 另一个突然杀出的天骄给打败了 嘖嘖嘖 原青老头子可真是舍得下血本 这水晶棺可是了不得的宝物啊 竟然给一个死人睡这种宝贝 真是浪费资源了 张力扎着嘴 对眼前的水晶棺评头论足 眼中透露着贪婪的光芒 在外界人眼中 古川早已在天骄路中死亡 现在躺在水晶棺里面的 只不过是一具尸体罢了 水晶棺里的古川早就听到动静了 听着外面的说话声有点疑惑 要是没猜错的话 自己应该在寒冰洞中 是他师父原青为他收敛的肉身 保住了他最后一口气 外面的张力他以前也听说过 十年前还是一个矛头小子 盗门的盗子门童 就是不知道十年过去 变成了什么样了 来 快过来我们开关 这水晶棺我们不能拿走 但以原青那老头子 对徒弟的喜爱程度 水晶棺里肯定少不了宝物 与其被一个死人占有 还不如给我们兄弟三人享用 三人拖着棺盖发力 水晶棺被一点点的打开 露出了里面的东西 快看 那是纯阳法器 那是修罗玉盘 都是大荒有名号的宝物 水晶棺慢慢滑动 露出了谷川身体两边的宝物 水晶棺继续滑动 三人的眼神也是愈加的兴奋 哄 一声巨响 水晶棺的盖子滑落 露出了里面的所有东西 但看到谷川睁着的眼睛 三人都是一愣 以为诈尸了 张力 他这是死不瞑目吗 估计是了 堂堂一代圣子死得那么憋屈 谁会瞑目 张力说着话就上前 双手朝着谷川的双眼斧去 安息吧 这已经不是你的时代了 你的仇人 已经把你远远地甩在后面了 就是你们太清门的仙人 圣子见到他都不得不卑躬屈膝 张力想要把谷川的双眼合上 可是一合上就立马睁开 如此这样三四次 仿佛都是在诉说着他的不甘 他妈的 和你有仇的又不是我 你瞪着我干嘛 张力气急败坏 好像谷川博了他的面子一般 张 张力他好像还活着 张力的伙伴顿时看出了不对 立马紧张地提醒道 张力一看果然 不过下一刻 他就脸色一狠 别怪我 要怪就怪你自己看到了 不该看到的 要是被你说出去 我们的下场肯定不好 与其这样吊着一口气 不如早死早超生 还赖着这世上干嘛 张力一掌打向谷川的胸口 他要把水晶棺里男人的 最后一丝生机给打断 不然要是事发 他们几个都没有好果子吃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手掌 突然被谷川一把抓住 被直接甩了出去 你 你竟然还能动 张力的脸上满是不可思议 怎么和传闻中不一样 谷川从水晶棺内一坐而起 伸了一个大懒腰 呼吸了一口寒冷刺骨的空气 在系统提供的丹药修复下 他的肉身已经不是很疼了 看着眼前的三个不速之客 谷川直接出手 先前跟他们已经玩够了 现在也该送他们上路了 张力不信邪 直接想要反抗谷川 可发现竟然完全不是对手 被对方一个拳头就镇压了 住手 我是到门圣子的门童 谷圣子 你不认识我了吗 以前你还夸我可爱啊 张力为了保命 扯出了陈年旧事 谷川好像被勾动了回忆 你是可爱得要死啊 还不等张力说话 就催枯拉朽地解决了三人 捡起地上的棺材 带谷川又躺了回去 还是躺在里面舒服 第88章 前任和现任圣子 上青门圣子封上 金阳士是太青门这一届的圣子 年少修为高 才18的年龄 就已经圆丹境界 这一次下山历练 他认识了好几个有趣的朋友 并把他们带回了上青门游玩几天 可就在几天前 这几人却突然人间蒸发一般 他怎么找都找不到 金阳没办法 上报了上青门的执法队 执法队经过几天的查找 终于找到了蛛丝马迹 金阳被执法队的人 领着来到了寒冰洞 最里面除了水晶棺 没有其他的任何东西 金阳圣子 根据我们的探查 你的几个朋友 就是在这里消失的 执法队向着金阳圣子解释道 金阳眉头一皱 这里是哪里 他当然知道 是上一代圣子的安息之地 本来应该是不打扰的 可他的朋友 却在这里消失了 给我把这水晶棺打开 金阳吩咐道 圣子 可这是 我说什么你没听到吗 给我把这水晶棺打开 金阳眼睛一灯 那执法队的几个人 立马上前扒开水晶棺 哄 水晶棺刚一打开 谷川就直挺挺地站了起来 炸炸师啊 有胆子小的 立马飞突而去 以为遇到了什么邪物 金阳圣子见到谷川也很是惊讶 你竟然还活着 你就是上清门这一代的圣子 不错 不错 谷川点凭着眼前的金阳圣子 哼 一个失败者有什么自得评论我 你还是乖乖地躺在棺材里 不要随意出来蹦搭了 自己的朋友有没有被谷川杀害 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上一代圣子竟然还活着 如果让他出去 肯定会跟自己抢夺话语权 影响到自己的威信 金阳圣子果断出手 一道红色的火光 突然幻化成一道巨手 向着谷川一抓而下 去死吧 故去的旧人 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待在该呆的地方 不要出来作妖 金阳的眼里满是嗜血的味道 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势 谷川不慌不忙一直点出 顿时火焰巨手被一直击溃 金阳圣子的眼里露出不可置信 怎么可能 同是袁丹靖 你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金阳圣子不信邪 又加大了攻击力度 可每一次都被谷川稳之又稳地挡住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才是上清门的当代圣子 你不过是天交路上的一个失败者而已 你凭什么比我强 金阳圣子的心里已经谋争了 心里不断地质疑着刚刚所发生的事 但脸上却又维持着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不错不错 果然不愧是上一代圣子 虽然在天交路上是个失败者 但能接住我五层的实力 已经实属不易了 金阳评价着谷川 他不敢继续出手了 只能维持着自己的颜面 执法队的人一听 心想果然 金阳圣子 怎么可能会败给一个十年前的失败者呢 谷川有点不耐烦了 看见金阳还想装十三指点自己 他直接上前 一把抓住了金阳圣子脖子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见你是上清门新一代的圣子 所以我不想跟你计较 但如果你三番两次如此 我会把你的脖子给扭断的 谷川不想刚回来就闹事 毕竟上清门是他长大的地方 他还是有感情的 然而 金阳却不是这么想的 他已经通知了他的势力 要用最快的速度 不等上清门的人发现 就把谷川给杀了 圣子我来了 出了什么事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急冲冲地赶来 他收到圣子的消息后 以为圣子遇到了什么危险 金阳看到自己的人到了 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正名地说道 王山以最快的速度给我杀了他 不要闹出太大的动静 王山文言没有多说什么 上前就想动手 可眼前的人让他一愣 谷谷川 你怎么还活着 谷川看到王山也是勾动了思绪 这王山是和他同一个时代的人 以前也是意气风发 和谷川争夺过圣子之位 想当年你也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 怎么现在甘愿当一个走狗 谷川有点不解 王山的脸色阴沉了一会 开口道 我的事轮不到你来评论 现在你还是乖乖的躺回水晶棺里吧 那里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 王山话还没说完就发动了攻势 一股独鼠与蟒荒的神力喷涌而出 四面八方的向着谷川碾压而去 圆丹之上的境界是神力境界 顾名思义就是达到一定境界后的天生神力 神力境也分为很多种 有人觉醒的是青龙神力 有人觉醒涛贴神力 有人觉醒巨像神力等等 王山觉醒的神力是天狼神力 扑面而来的力量更多的带着一股肃杀之意 谷川只有圆丹境界 为了能抵挡王山 他和系统协商 从里面抽调出了千祥界的一丝本源之力 本源之力缠绕在手掌之上 谷川对着前面王山的拳头狠狠的一握 王山还在不屑谷川自不量力的时候 自己的拳头突然被握住了 这是什么力量 你怎么可能 谷川可没功夫理会王山 系统究竟是什么 谷川大概已经明误 现在绝对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所以交手的王山必死无疑 缠绕着世界本源之力的右手 直接折断了王山的手臂 王山疼得大叫 想要出声 谷川直接不给他这个机会 一只手死死地封住他的嘴巴 一拳两拳三拳 就这样活生生地把王山打死在了当场 金阳和执法队等人吓得大叫 谷川想要趁着机会解决了这几个人 洞口处却突然走来了一个人 金阳看到后顿时大喜 袁叔你终于来了 快把谷川抓住 谷川没死不仅杀害了我的朋友 还杀害了王山师兄 谷川最不可赦 赶快把他抓到刑罚堂去 柳元上青门破须境界的高手 比王山都还高了两个境界 看金阳的亲切程度 估计是金阳现在的护道者 谷川理智地分析着 也没有向柳元打招呼 卷起地上的水晶棺 就跳下了寒冰洞下的暗河之中 柳元上前查看 谷川没死还吊着一口气 这是他也知道 只是没想到竟然真的活过来了 神殿向着地下暗河探去 让他脸黑的事竟然没有发现 他感觉脸上有点挂不住 自己拖大了 第八十九章 真怨神 山南村 一个百户不到的小山村 满打满算也就五百来号人 除去老人小孩 村中的劳动力一半不到 加上地处深山 土地平均的缘故 经常被山林中的妖兽光顾 村民不仅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还要每时每刻都在担惊受怕 可就在十几天前 山南村的一切都变了 村里的土地变得可以种植农作物了 也不再担心深山里的妖兽袭击 这一切都得益于十天前突然出现的一个邪神 只要是村民心甘情愿的献祭上自己的心头血 邪神就会满足他一个愿望 山南村的人称呼这个邪神为真怨神 寓意能真正地实现一个人的愿望 真怨神也就是古川了 那日他乘着水晶棺 在暗无天日的地下暗河中漂流了数日 最后在山南村的一条小河中流出 那一日 动用未免本源之力击杀了王历后 他只能用魔门的功法 汲取人的心头血来修复自身 这门魔门功法与普通的不同 要心头血的主人心甘情愿的献祭出来才能用 而且越是虔诚的贡献 对古川的效果就越大 一座十庙之内 一个衣上蓝绿的男人 此刻正跪在一个泥肃之下 万能的真怨神啊 请你赐给我一块能种植出好庄家的土地吧 我愿意献上我的心头血 男人对着泥肃磕了几个头 然后拿出一把小刀 一咬牙直接扎入了心头 与此同时 泥肃上涌现出一股黑色魔气 席卷着几滴男人的心头血 没入了泥肃之中 男人咬着牙 亮亮呛呛地起身 忍着剧痛回到了家 门口的一个瘦弱女子 已经在翘首一盼 手里牵着一个吸引着手指头的志同 男人的身影 渐渐地出现在妇人的眼中 妇人高兴地冲出去搀扶住男人 嘴里气不成声道 当家的 真怨神显灵了 真怨神显灵了 我们家门口的三母泊地 突然之间就变得有黑肥沃了 昨天刚剥的肿 就在刚刚发芽了 男人急忙来到田地中 抓起地上肥沃的黑泥土 放进嘴里尝了一口 随即便抱住妇人大哭了起来 我们的日子 终于有盼头了 一旁的幼童 满眼天真不紧地看着父母 以为地上的黑土能吃 学着父亲的样子 直接趴在地上啃了一大口 男人走后 庙宇里又来了一个人 这人是村头的无赖 整天混吃混喝 偷鸡摸狗 不干正事 还经常熬夜 无赖扑通一声 跪倒在泥塑面前 双手合十祈求道 尊敬的万能的真怨神啊 请求你赐予我一栋大宅院吧 说完话 无赖就一刀扎进自己的胸口 十几滴心头血飞了出来 无赖不顾身上的伤痛 飞快地跑回家一看 果然茅草屋变成了 七进七出的大宅院 无赖的眼睛里闪过贪婪 又回到了庙宇之中 尊敬的真怨神啊 请求你赐予我黄金百两 白银千两吧 别的不说 这无赖的祈求 还是很真诚的 心头血不要钱一般的 被泥塑吸收着 无赖的眼前出现黄金和白银 无赖脸色苍白 有气无力地趴在上面 眼中的高兴还未散去 就已经弃绝身亡了 之后地上的黄金白银也消失了 古川不是什么烂好人 只要你敢献解 他多少都收 至于要不要命 那不关我的事 这样的事情 每天都在发生 但仅凭山南村几百号人 根本满足不了古川的需求 因此 古川暗中把消息散布到了周边的村落 仅仅是三个月的时间 古川就用这门魔宫修复好了肉身 不得不说 人心都是贪婪的 三个月的功夫 山南村早就大变样 因为真怨神所在地的缘故 周边日子过不下去的村落都拒绝而来 成为了一个万人大村落 这一日 山南村的村长家 突然来了几位修炼之人 正在跟村长诉说着什么 村长 你们祭拜的那个就是邪神 也有可能是一个魔道之人 你看看 你们整个村子里的人 脸色都是苍白无光 身体虚浮无力 浑身气血亏空 除了小孩没有一个人的身体是正常的 说话之人 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身后跟着几个有男有女的伙伴 一看就是下山历练 运气好 又有靠山的那种充满正义的菜鸟 山南村村长沉思片刻 他感觉这几个年轻人说得很对 这真怨神就是个邪神 这些日子一直在榨干他们 这人啊 一旦吃饱喝足之后 就容一起别的坏心思 比如 这山南村村长就不满意真怨神 这一直不平衡的索取 在他眼里 用心头血换这些东西 是不值得的 那心头血 可是一个人的身体的精华 是会影响到寿命长短的 正好今日这几个少年上门 而且看样子 是城里人说的大门派的弟子 肯定有办法解决这种事 让真怨神心甘情愿地 为山南村服务 到时候 山南村才会考虑 真怨妙的香火 是否要延续 这几位少侠 真是会眼如距啊 一眼就看出 我们山南村的问题 来了 村长的一句话 就让这几个小年轻飘飘燃了 仿佛一道正义之光 照在了他们的身上 山南村村长 变本加厉地诉说着 真怨神对他们村子的剥削 更是联合了几个 和他一同想法的人 在那添油加醋 大概意思是 他们山南村 本来是一个淳朴善良 有活力的老式农村人 真怨神的出现 让他们多了虚荣贪慕之心 更是让他们 从一个体格健壮的人 变成一个虚弱无力的人 听了村长这习话 几个年轻人 各个义愤填膺 带着村长等人 呼啦啦地向着真怨庙赶去 庙宇前 几个年轻人 直接开始砸墙了 他们要为民除害 斩妖除魔 做一个维护正道的 无好青年 进入庙中 几个年轻人中的一位 突然跃众而出说道 几位师兄师姐 先让我来试一试 这真怨神 有没有他们说得那么神奇 说完话 这情面就向着泥塑说道 万能的真怨神啊 请赐我一千块零食吧 青年大声地说道 对于这个 他是真的十分虔诚的 随后他又觉得少了点什么 指尖处逼出了几滴精血 就在这刹那 年轻人的眼睛一亮 眼前摆放着一千块 出击零食 第九十章 再次穿越 年轻人双眼炙热地 看着地上的零食 直接一挥手 收到了储物袋中 接着又说道 万能的真怨神啊 请赐我一万块零食吧 年轻人又逼出了几滴心头血 可是没有反应 又逼出了好几滴 这才凑够 他的脸色顿时煞白 身体摇摇欲坠 同伴想要阻止 却被他一手打断了 年轻人有自己的主见 一直是这群人里的智囊 他这么做 肯定是有什么道理的 年轻人收起了地上的零食 继续说道 万能的真怨神啊 请把你从我这 收走的心头精血 还给我吧 这次的年轻人 更加的虔诚了 而且是双手合十 见泥素没有反应 年轻人反而狡黠地一笑 莫非真怨神 不愿意履行自己的义务吗 这里可是这么多人看着呢 这年轻人 好像有一种莫名的自信 他自信真怨神 会把精血还给他 如果他不想 丢失信仰的话 不过他好像忘记了一点 这真怨神 是先收取精血 再满足愿望的 所以 不等年轻人有所动作 一股魔气就包裹住了年轻人 直接把他给吸成了人丹 几滴精血出现在他的尸体上 接着又消失在地上 古川早就看着装兵南部爽了 你以为是阿拉丁神灯 许了两个愿望 第三个愿望 还能许再多两个愿望吗 拜托 那只是童话故事 这一变故 突然来得有点猝不及防 导致年轻人的伙伴 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 等反应过来后 都是大怒地抽出武器 好歹 竟然敢杀害我地煞宗的弟子 看我今天不拆了你这妙 不把你抽筋拔骨了 董建是这些人的师兄 这一次 他带师弟师妹们下山历练 本来是听说山南村里 出了一个小邪神 本着练练手的想法 过来斩妖除魔 没想到突然出了这么一出 住手 不许你们伤害真怨神 都给我们滚出去 另一波维护古川的村民 手持锁头菜刀等等赶到 忽在了泥塑之前 你们干什么 这可是邪神 你看看你们的身体 一个个的都脚步虚浮无力 就是被这邪神害的 董立恨铁不承当地劝说道 我们的身体如何 我们自己知道 用不着你担心 村长 山南村以前什么样子 难道你忘记了吗 要不是真怨神 我们活着都难 有村民理智地分析着 村长的脸色有些难看 他感觉自己的威严受到了挑衅 够了 董少侠说的对 这真怨神就是一个邪神 你们见过哪个神灵 会向自己的信徒索取回报的 我见过城里的那些庙宇 里面的真神都是不求回报 有的只是信徒心甘情愿的几百 村长深以为然地诉说着 他算得上是村里建设最广的一个人了 去过镇上 到过城池 他就没见到一个神会像真怨神这般 直接向信徒索要好处的 这更像是传说中恶魔的交易 但他又没有想过 城里的那些真神 又有几个实现了信徒的愿望 就算真怨神是个恶魔又怎么样 起码他能给我们希望 就像我们种地一样 只有每日不停地劳作 才能收获粮食 而真怨神赐予我们土地 我们拿几滴心投血 又怎么了 拥护真怨神的 一般都是心死单纯 不会勾心斗角整日劳作的农民 但他们只是一小部分 更多的是像村长一般 控诉着真怨神的不公 滚 董剑直接出手 一剑劈开了身前的泥塑 真气缭绕在眼中 他要找出这邪神的真身 为他的师弟报仇 找到你了 董剑一把掀开地面 露出了藏在下方的水晶棺 古川根本没有露面 一股黑色魔气 就从水晶棺中弥漫出 圆丹境界的实力显露无遗 压得只有化灵修为的董剑 喘不过气来 在大皇修炼境界 可以划分为 炼器 退凡 化灵 圆丹 神力 金身 破须 尊者 显圣 主宰 圣尊 在绝对实力的碾压下 什么邪神报仇 愤怒的情绪 都被扔在了一边 前辈 我是帝煞宗的弟子 董剑实在是没想到 这邪神 竟然是一尊圆丹境界的高手 他憋屈地跪在地上 你一个堂堂圆丹境界高手 干嘛要待在这种地方 董剑想要求饶 古川没给他机会 直接就用一股魔气 把他吸成了人干 其余的师兄弟古川也没放过 村长一见这副样子 直接吓得跪在了地上 惶恐地求饶道 老头子颤抖的手 一巴掌一巴掌地打在自己脸上 他也没想到 这几个门派弟子 竟然这么不中用 现在留下他一个老头子 要怎么去面对啊 一道声音从水晶棺中传出 既然你们不想要我的庇护 那我就把所有的东西收回 古川在水晶棺里打了一个响指 仅仅一个瞬间 那些古川赐予的良田豪宅 都消失不见 山林中的凶兽 又开始虎视眈眈起来 不用这些凶兽麻烦 古川又是意念一动 水晶棺里涌现出巨量的魔器 想要推翻古川的村长等人全部死绝 浑身汽血被一抽而空 还没有停止 魔器吞噬了汽血之后 变得更加壮大了 分化出了成千上百缕 向着山南村四年八方而去 有人在期盼着村长等人 推翻真怨神这个邪神 突然之间一股魔器出现 带走了他的生命 山南村一些别有心机的人 终于坐不住了 一个个的跪在地上 祈求道 真怨神息怒 真怨神息怒 我们知道 错了 还有人控诉着古川的行为 恶魔 这是恶魔 我们不能祈求他的怜悯 无一例外 这些人全都被魔器吸走了汽血 只留下一地的尸体 刚刚热闹起来的山南村 顿时变成了一片鬼域 只留下了一小撮人 这一小撮人 都是真怨神真正的信徒 他们背上古川的水晶棺 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古川也再一次沉浸了下来 他知道光凭这样是 无法保证自身安全的 更不用说突破境界报仇了 所以他很干脆的 再一次进入了系统空间 准备前往下一个位面 这系统古川已经知道是什么存在了 它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 小世界上分布着许许多多的位面 只是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小世界残破不堪 导致世界体系运行出现了问题 大量的气运之力出现了蓄乱 催生出了一些不必要的气运之子 不断地消耗世界的资源 古川要做的 就是将出现问题的位面气运梳理出来 让世界体系正常运行 到时候得到的好处 肯定是多多的 第九十一章 道德 繁华的大都市里 辽人的夜色下 真正的夜生活 现在才刚刚开始 这是一处破旧的老式小区 墙皮早已脱落得不成样子 楼道内的铁制水管 早已经秀极斑斑 小区内柱子上的电线 像是蜘蛛网一般缠绕着 就算是高级电工 看到了都要头疼 这个小区叫幸福小区 是八十年代时候建立的 每个房间的面积都不大 大多都只有七十个平方 但地处闹市 算得上不错的地段了 幸福小区A306内 屋里的摆设很是简单 几个柜子 一个黑白电视机 一张桌子 标准的两室一厅一厨 不大的桌子上 摆着几张奖状 显露的几个大字 可以看出优秀教师这几个字 3065主人 应该是本人民教师 而且年龄应该不小 卧室里的一张棕榈床上 一个头发半白的老人 躺在上面一动不动 像是睡着了 又像是昏迷不醒一般 本来一动不动的老人 突然之间睁开了眼睛 老人有气无力地抬起头 看了看周围 这次穿越的 是一个老家伙吗 古川兴奇地看了看 满是褶皱的手掌 接着系统给的介绍 涌入脑海中 古川 70年代的人民教师 现年68岁 三天前 因为遇见一个小女孩的脑袋 被卡在铁门之中 老者上去将女孩解救出来 但因为解救过程中 触碰到了女孩的一些隐私部位 刚好被一位路过的网红主播 暗中拍摄了下来 这名主播为了吸引粉丝 博人眼球 就故意通过软件 恶意剪辑了一些片段 取了一个夸大的标题 震惊 七巡老头 竟然对一个小女孩 做出如此禽兽行为 究竟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为的败坏 为了吸引热量 这位主播 直接购买了一千块钱的流量 之后不明真相的网络喷子 就组成了一股大军 将老者的家庭住址 都人肉了出来 老者势单利孤 有口难辩 这几天更是出门 都不敢了 最后不堪其扰之下 在今晚直接服下了安眠药 打开了自家的煤气 准备以死自证清白 古川也就是现在的老者 看着都有点无语了 老者并不是无儿无女 相反他孩儿女双全 只是女儿是一个 逆来顺受的女人 嫁到夫家之后 不仅要伺候夫家一家老小 还要忍受着 丈夫的拳打脚踢 他那丈夫是个浑人 一喝酒就打老婆 一不高兴就打老婆 平时出去买个菜 还要向他汇报 儿子就更是一个魂球了 活脱脱一个街溜子 去年刚刚结婚 三天两头的跑来 找老头要退休金和养老金 这奇葩的一家古川 现在可没功夫平价 安眠药服下的不多 没什么事 但这煤气就过分了 系统里的积分 已经被古川用得丝毫不胜 现在只能靠他自己了 强忍着手脚无力 头脑发昏的感觉 古川找到桌上的老人机 刚要打电话 就显示电量不足 自动关机了 古川只使着老胳膊老腿 一点点地爬到门口 打算开门求救 心里在不断地咒骂着 两个不孝子 看老子日后怎么收拾你们 这么多天 竟然都被你们的老父亲 不闻不问 第二日 古川醒来后 便发现自己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手上挂着点滴 有医院里的好事者 早就拿出手机 对着他拍摄 更有想蹭热度的主播 跑到古川的面前 架起了手机 眼见古川醒来 立马有主播 拿着话筒上前问道 老先生你好些了吗 你昨晚是怎么想到自杀的 是因为发现自己的行为 愧对自己的职业道德 所以做出了决定吗 可你最后怎么又出来求救了 难道是怕死吗 在你心里 不严重 还没到付出生命的地步 古川看着眼前 快要对到鼻子上的话筒 没有丝毫的慌乱 反而坦然的解释道 我说过了 我没有对那女孩 做什么过分的事 我只是去解救她 至于那个女孩和她父母 为什么不愿意站出来澄清 你可以去问他们 我古川教书五十多年 从来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人 我问心无愧 说完 古川就拔掉针头 一把推开面前的主播走了 回到幸福小区 当下车古川就遭到了指指点点 哎 张老头 你看 那不是古老头吗 我们小区的大 名人 啊 可不是吗 现在我们幸福小区是出名了 天天有小年轻 拿着手机堵在门口 就是为了 一堵我们古老师的真容啊 小区门口 两个起来跑步的老头 对着古川指指点点 丝毫不顾及古川的颜面 老张头 我跟你说啊 昨晚我们的古老师 还想不到要自杀呢 吃了安眠药 看了没奇怪 可最后竟然怕死 自己爬出了房门 要不是我儿子刚好路过 救了他一命 哼 要是他真死了 我老张还佩服他的勇气 还不是一个缩头乌龟 敢作不敢当 古川本来不想理会 这两个老东西 可这两人 却是越说越过分 老张头 你以为你每天 跟王老头称兄道弟 形影不离 就是真兄弟了吗 我告诉你 这王老头可不止一次 偷看你家婆娘洗澡了 还整天和你家婆娘 在公园跳王长舞 有没有事 你去问问你家婆娘 就知道了 古川的几句话 就直接打破了 同仇敌开的两人 张老头越想越觉得 古川说的有道理 怪不得这两年 自己婆娘总是借口 自己身体不好 不想和自己亲近呢 古川 你你你血口喷人 老张你不要听他的 我和阿梅是清白的 没有一点关系 我们走 王老头仿佛是被抓住了把柄 气急败坏地跳脚 拉着张老头就想走 哟 都叫阿梅了 这关系可真够好的啊 这么多年我都没见张老头 叫自己婆娘叫得这么亲热过 古川阴阳怪气地说道 不是我不肯 是啊 没不让 张老头突然感觉有股憋屈 浑身充满了愤怒的力量 正在这时 一个中年人骑着电瓶车 从远处而来 眼尖的古川立马又说道 王老头 你要是看看别人家婆娘也就算了 但你更过分的是 竟然连自己阿习 洗澡都要偷看 则则则 古川的话 让王老头瞠目结舌 这种事 古川怎么会知道 那是在自己家 随后他看到一脸愤怒的儿子 出现在身后 连忙解释道 儿子 儿子你别听这老东西乱说 他胡说八道的 第九十二章 不孝儿子 古川没有第一时间回到家中 而是在小区门口的手机店 买了一个国产智能机 钱身太节省了 别的老头都用老人智能机了 他用的还是老人机 而他省下来的那些钱 都被那不孝儿子拿走了 回到家中 打开智能机 翻看了一下最新的头条内容 果然自己还是屈居第一的位置 最新的一条视频中 正是古川在医院里的场景 只不过 这其中的内容早就被删删剪剪 变成了古川被问问题后 一股恼羞成怒地拔掉针头 打烂主播的手机逃走了 下面评论的网友更是激烈 一楼 果然还是坏人变老了 我就想不明白 这种没有丝毫道德的人 怎么就当上了老师呢 我建议取消 这老头的退休金 他这种人根本不配 二楼 警察叔叔赶快出来把他带走 这种为老不尊的老头 就是社会的祸害 应该直接秃秃了 三楼 我要去砸他家剥裂 你们谁去 报名 四楼 加一 古川关闭了手机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到那个女孩 让那个女孩出来当面澄清 不然仅凭自己根本说不过 这群没有思考能力 只会跟踪的键盘侠 与此同时 在这座城市的另一个小区中 一个青年看着自己账号 不断增加的粉丝和视频热度 嘴脸露出了微笑 他叫何胜 刚毕业没两年的小年轻 因为受不了在公司按部就班的工作 无法融入公司内部的同事 就辞职做起了短视频 希望能抓住短视频红利的尾巴 可他做了几个月后 发现根本没有天分 账号里的粉丝 都是他花钱买的死粉 入不敷出之下 何胜都快揭不开锅了 最后没办法 正打算放弃 准备进场包吃包住的时候 天空划过一道流星 丁检测到宿主符合条件 请问是否绑定天涯直播系统 绑绑定 何胜不假思索的就说出了口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袍吗 这套路他熟啊 接下来在系统的帮助下 何胜提前知道了遇困的女孩 他就在那里等着 本来是一件助人为乐的好事 可何胜却觉得 这是太普通了 没有看点 要有新奇感 才能抓住观众的眼球 所以一番操作下 古川就变成了 猥亵女孩 为老不尊的老不死 而女孩一家 也被何胜给了封口费 让他们绝口不提此事 古川便宜儿子家 刷着短视频的儿子 看到自家老头子这副样子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气死我了 这老头子年轻的时候不消停 到老了竟然还不消停 这不是在丢我鼓壤的脸吗 古川媳妇 以后出去少听你爸 我们丢不起这个人 还有这个月老头子的退休金 应该已经领了 你去把他拿回来 省得他到时候乱花钱 到死了 连个棺材本都没有 古川便宜女儿家 夫家看到古川的新闻后 也是一个个不懈的发出嘲笑 古川亲家母 果然都是一窝的 上梁不正下梁歪 下梁不正倒下来 古川亲家公 哎 真没看出来 亲家公是这样的人啊 当了几十年的教书先生 怎么自己还会犯这种错误呢 古川亲家母 这种事他做的还少吗 当年做了什么事 你忘记了 古川女儿含着眼泪小声的辩驳道 不是的 我爸他不是这种人 古川女婿赵波听到 直接一巴掌打了过去 这里有你说话的分吗 我告诉你 以后少去老家伙那里 我们可不想 和这种人渣败类扯上关系 呆站在这干嘛 还不去洗碗 古川女儿古柔 小声哭泣地跑进了厨房 赵波一家三口 看着电视磕着瓜子 仿佛这些都已经习以为常 早上 古川刚醒来 准备出门去找那女孩 就响起了咚咚咚的敲门声 古川疑惑地打开门 这段时间 应该没有人会来串门啊 门刚打开 就被外面的人用力推了进来 古川老胳膊老腿 差点就摔倒在地上 老东西干嘛呢 这么久都不开门 你想动死我呀 快点把社保卡拿给我 我去领退休金 古让叼着一根烟 不耐烦地看着古川 很是自然地伸出了手 快点 我还要上班去 不然迟到了 要你好看 古让见古川没有反应 直接就进到了卧室 自己找去了 哪怕古川现在不是前身 都被眼前的一幕气得 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考虑到自己现在年老体衰 他在厨房里 拿出了一把菜刀 回到卧室里 给我滚出去 古川苍老的声音大喝道 古让斜着眼看了一眼古川 不懈地嘲笑道 老家伙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血性了 要是当年你能这样 我们母子几人 还用得着天天被人欺负吗 说着话古让就向着菜刀一把抓去 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子 他怕什么 古川的眼神一立 手中菜刀一晃 直接向着古让的身上踢了下去 古让的胸口被划开一道口子 鲜血直流 啊 老东西你干嘛 我可是你儿子 既然你不认 就别怪我不义了 古让从小就在街头混大的 打架斗殴 那是家常便饭 古让一脚向着古川的身上踢去 这要是被踢中了 估计这老胳膊老腿的 根本受不了 刀光闪过 菜刀直接全部扎入了古让的大腿 古让顿时捂着大腿 躺在地上大叫着 快快快叫救护车 你这疯子 虎毒还不食子 你竟然对自己亲生儿子动手 怪不得你会做出那种事来 我数三秒 你再不滚出这脸 我就让你这辈子做个废人 一 二 古让终于怕了 他看古川的眼睛 不像是说谎的样子 连忙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至于他会不会报警 古川一点也不在乎 古让逼自家老头子 拿钱的事不是一次两次了 社区早就不知道 过来调解多少次了 就算是古让报警了 古川那也是被逼无奈 自卫反击 第九十三章 水落石出 古让刚走 古川正想出门 又传来了咚咚咚的敲门声 古川疑惑地开门 发现是古柔小心谨慎地站在门口 门一开 古柔就提着水果进来 爸 你没事吧 古柔担心地看着古川 十分娴熟地进到屋里开始打理 古川看着古柔脸上的伤痕 心里一叹 这前身取的名字也是奇怪 一个该让的不让 一个该柔的太柔 那个魂球又打你了 没 没有 我自己摔伤的 古柔不敢看父亲的目光 他知道古川现在的日子 已经很难过了 不能再给他增加担忧 更何况这样的日子以前还少吗 他已经习惯了 也可以说是妥协了 再等段时间 等我把自己的事情解决了 我替你主持公道 古柔听到古川的话一愣 反应过来急忙说道 爸 我现在过得很好 你不要做傻事 送走了古柔 古川就去找小女孩去了 古川不知道女孩家住在哪里 他就在遇到女孩的那个位置等 一天没等到 就等第二天 终于在第三天古川遇到了小女孩 小女孩见到古川 好像是吓到了 直接撒腿就跑 古川跟着到了小女孩的家 看见家里有人后 缓了缓呼吸 上前敲开了门 小女孩父母一见到古川 立马就要关门 古川先一步卡住了门缝 我们是不是要好好谈谈 古川苍老的面容满是严肃 走开 你谁啊 我们不认识你 赶快走 不然我就报警了 小女孩的母亲 看到古川有些慌乱 眼神闪躲 不敢正眼看古川 好啊 正合我意 我现在就报警 说着话古川就掏出手机 准备报警 小女孩的父亲 从礼物冲了出来 一把抢过古川的手机 哪里来的乞丐 不知道擅闯别人家是犯法的吗 还不给我滚 你以为我走了 就不报警了吗 古川扭头就走 女孩父亲连忙拦住他 你一个老头子 损失点名声又怎么了 都快死了的人了 怎么就那么倔呢 女孩父亲气呼呼地看着古川 暗骂眼前的老头多事 不知好歹 既然已经找到位置了 古川也不想跟他有更多的争论 直接推开小女孩父亲走了出去 这是交给警察叔叔来处理 才是最好的 喂 警察局吗 我报警有人抢劫 我刚买的手机价值五千多块 发票还在呢 位置在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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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川耍了小心机 这报警理由绝对是最快出警的 房间里 小女孩的父母 正在教小女孩如何编造谎言 几分钟后 警笛声响起 哇屋哇屋哇屋 警察来到 古川和小女孩一家 都被带到了派出所 警官 这老头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擅闯我家 快把他抓起来 小女孩的父亲恶人先告状 因为小女孩一家 被带到了派出所 剧情被改动 古川得到了一点天命点 直接把这点天命点 兑换成了真心话卡 真心话卡之下 小女孩父亲将事情经过 全部吐了出来 原来那日视频发布后 一个年轻人找到了他们家 给了他们家一万块钱 让他们保密 不要出来澄清 这家人也是见钱眼开 直接收了钱 完全不顾救了他女儿的恩人的感受 警局里全程录像 知道真相的人 看着这家父母 眼里流露出了不耻 有你们这么当父母的吗 见钱眼开 也用不着这样吧 事情就这么澄清了 警局也保证 会公布出来 还古川一个公道 小女孩父亲回过神来 直接就猛了 直接抓住古川的衣袖 苦苦哀求道 老师 古老师求求你 不要公布好不好 你也是一个老师 应该知道 一个学生要是撒谎被知道 在学校里肯定会被排斥的 您是一个得高望重的老先生 肯定不会为了这点事 和我们计较的对不对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我把得来的钱 给你做补偿怎么样 你也不希望一个小学生 未来会受到 不正常的待遇吧 要是换做以前的古川 肯定会被这一段话 说得动摇了 但现在的古川不会 古川一把甩开 虚情假意的男人 我这是为了你女儿好 让他早点知道 长大之后 不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古川走了 回到家中的当晚 他又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电话是一个年轻人打来的 说是手里有他的把柄 要找他谈谈 古川直接挂断 可没过多久 就想起了敲门声 古川打开门 是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年轻人 年轻人很是自来熟 没等古川招呼 就自己进了门 自顾自地倒了一杯茶水 坐在沙发上也不说话 你不知道我是谁吧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你叫何胜 一个短视频创作者 那天的视频就是你拍的 是你污蔑的我 何胜还没说完 就听到古川说了一大堆话 直接一愣 你 你怎么知道是我 我们应该没见过面吧 何胜强装着淡定 心里却已经有点慌了 说到底 他也还是一个 刚毕业不久的小年轻 何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淡定下来 他现在可是有系统的男人 他怕什么 现在系统 就在360度无死角地记录着 到时候 自己回去再那么一剪辑 系统 系统你在录像吗 何胜内心问了一句 等了老半天才有反应 系统正在更新中 请更新完毕 再打开系统 系统的回答 让何胜一愣 不过没事 他现在手里还有别的把柄 老先生 我和你做一个交易怎么样 只要你不追究这件事了 我就把你年轻时的秘密 永远地藏起来 你要是追究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何胜的脸上露出争鸣的表情 何胜说的那件事 古川知道 前身年轻的时候 在乡下教书 那时候因为一些原因 被诬陷为猥亵女学生 古川知道他并没有这么做过 虽然最后 因为没有证据不了了之 但这几十年来 前身一直忍受着 被指指点点的生活 亲者自卿 我没有什么把柄在你身上 说完 古川起身送客 现在的他体弱无力 要不然早就一巴掌拍死着人了 何胜还想叫嚣几句 就被古川一脚踹了出去 第九十四章 自卫反击 该死的老头子 你就不能妥协一下吗 等我到时候有所成就的时候 自然会还你清白 至于要这么死将着吗 既然你这样 那就别怪我了 何胜气急败坏的身影 渐渐地消失在路口 和何胜说的一样 在原来的剧情中 何胜确实在成为了一位 国际超级大主播的时候 澄清了古川的事情 以他那时候的成就 这点小错 直接就被他的那些脑残粉 给忽略不计了 虽然他最后认错了 但那时候的古川早已死去 公道对于一个死人来说 又有什么用吗 第二日 公安部门发了一篇澄清报告 为古川澄清了事情的经过 还了古川清白 和胜的账号 因为恶意剪辑 直接被封掉了 与此同时 网络上的键盘侠 又开始出动了 键盘侠一号 我就说嘛 一个当了几十年的老教师 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 键盘侠二号 一楼昨天 还在喷骨老实为老不尊 是个老坏人 键盘侠三号 我给二楼作证 我就是他手上的那个键盘 就在这件事 渐渐被澄清 所有人都在 第九十五章 香波波 公安局的人来了 古川的录像提供了有效证据 赵波被几个黄毛给供了出来 因为指使他人犯罪 被判了半年 古川有证据证明 自己不是有意杀人 被判无罪释放 至于黄毛 算是白死了 古川的家中 赵波的父母 早就堵在了门口 一见古川回来 上去就是一顿 劈头盖脸的骂 你这个老东西 赵波可是你女婿啊 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 快 快去把我儿子救出来 古老头 都是你害的 要不是你 我儿子能坐牢吗 你给我儿子打一个又怎么了 你女儿天天 给我家赵波打都不说什么 你为什么要反抗 你要是不反抗 这后面的是哪来啊 都是你害的啊 赵波父母 抓着古川的衣领口水 都快喷到他脸上了 古川一把推开两人 从家里拿出一把菜刀 你们两个不要脸的东西 要是敢再踏进我家一步 我一刀剁了你们 我已经杀了一个人了 不在乎多杀两个 古川的一番话 直接让赵波父母 不敢继续撒泼了 灰溜溜地逃走 就在不远处的一栋房子里 和胜正在用系统 360度无死角的 路波折折场景 直播间的吃瓜观众 那叫一个热闹 他的账号粉丝 也是蹭蹭蹭地往上涨 古川一时没注意 没有用他的系统 把和胜的系统给屏蔽了 一时之间 古川又被推上了风尖浪口 原来的剧情中 和胜就是靠 直播古川一家活起来的 用短视频 打造古川师不配得的人设 加上古川一家 本就奇葩的是 让他能快速走红 直接从短视频的末班车中 杀了出来 古川看着网上的短视频 没多少在意 反而锻炼起了他年老的身体 第二日 古川直接来到和胜的住处 既然没有天命点 那就自己创造天命点 他躲在猫眼看不到的地方 敲开了和胜的门 谁啊 和胜迷迷糊糊的问道 有快递 古川大声回道 快递啊 拿来吧 和胜开了一个门缝 伸出了手 古川眼疾手快 一把将迷迷糊糊的和胜揪了出来 抱头 斜把子直接呼在他脸上 接着就是一顿胖揍 谁 是谁打我 我告诉你 现在可是个法治社会啊 系统 系统快给我录下来 和胜被打得眼睛都睁不开 只能吩咐系统 系统 系统正在更新中 请宿主稍后再打开 和胜 打完就跑 古川一把老骨头 伸手还是很利落的 就这样 一波天命点就来了 古川直接在系统里 兑换了一个智能远程监控 不用安装也能监控 开始直播起了和胜的私生活 咦 这人是谁 太他们不要脸了吧 竟然穿着裤衩子 在家里直播 官方呢 官方呢 怎么没有官方出来 把这账号紧了 快看快看 他竟然把裤衩都扔了 啊 好笑哦 真是丢了我们男人的脸 啊姐妹们好羞耻 男人的都只有这么大的吗 我男朋友跟他差不多 他在干嘛 他在练习传统手艺吗 看着手法 看着专注的表情 起码已经成因此到十几年之久了 我自叹不如 古川用系统申请的账号 官方如何都找不到 删也删不了 无奈只能看热度居高不下 闲者模式的和胜 打开直播账号 想看看自己长了多少粉丝 可这一看 直接把他吓死了 排行榜最高的主播 竟然是他自己 在一个名叫和胜的私生活账号上 和胜看到了直播间里一模一样的自己 和胜连忙拿起一旁的毛毯盖在身上 他感觉自己已经射死了 和胜报警了 可是警方来了 也找不到什么隐藏的摄像头 和胜无奈只能搬出房子 可不管他搬到哪 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 最后无奈 他出国了 因为距离的原因 古川的监控设备起不了作用 就这样 日子平淡的过了半年 照播出狱了 古川的房子迎来了拆迁 有一笔五百万的拆迁费 一时间古川就成了香饱饱 古让家里 古让一家正在吃饭 古让丈母娘 古让 你家老头子手里那五百万拆迁款 可要堪牢了 不要让古肉一家拿走了 泼出去的女儿嫁出去的水 你才是古家的继承人 古让老丈人 正好你弟弟也要结婚 你去和你爸说 借五百万来买个房子 让你弟弟结婚 古让老婆 看什么看 我爸妈的话没听到吗 我弟弟要结婚 让你家老头子把钱拿出来 省得在他身上 被卖宝健平的给骗了 不止古让一家 古让一家 也在寄予这古川手里的五百万 古让的婆婆 古让啊 我听说 你爸拿了五百万的拆迁款 你快把他拿回来 给我们保管 他一个人保不齐 就被人给骗了 古让婆婆 今天格外的温和 古让的公公 什么保管 那是给我们家赵波的赔偿 要不是他我们家赵波 能在监狱里待半年吗 有这半年 我们家赵波早就赚到五百万了 古让老公赵波揉了揉古让的头发 明天就去把这笔钱拿来 你把我来养 以后我保证再也不打你了 古柔不敢说话 这一家子今天的表现 对于他来说太陌生了 第二日 古让夫妇 古柔夫妇好像约好了一班 同一时间来到了古川的新住处 爸 我们来看你了 您最近怎么样 这是我们给你买的橘子 欧洲进口 绝对的甜 赵波领着古柔先一步进门 古让夫妇在后面两手空空 下次说谎的时候 把橘子上的国产标签撕了 楼下二压十块钱三斤的橘子 什么时候变成欧美进口了 古川毫不客气的开口嘲讽 还有你们两个 见到你们老子一句话都不说 过来当麻 爸 我们又不是什么外人 你怎么这么多事呢 古让现在对古川有点恐惧 上次是真的被打怕了 而且他老子杀过人 爸 看您说的 我们这是来的匆忙 没带礼物吗 这礼物下次一定给您 我们这次来是想要把爸接到家里去住 我爸妈也是十分想念着您呢 古让的老婆 见古让这么没用 只能自己出马了 第九十六章 离婚 什么叫接到你家 就你家那几个让爸过去 还不把爸给气死 要接也是 把爸接到我家 去让古柔照顾 赵波也是当人不让 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这几个人里 也就古柔有点心 其他三个都是狗心狗肺 古柔想说些什么 赵波眼睛狠狠地一瞪 古柔欲言又止 古川见状 直接一棍子砸到了赵波头上 你再瞪一下眼睛试试 看老子不弄死你 赵波握紧拳头 恨恨地看着古川 这老头子怎么敢 看什么看 敢瞪你老子 找打 古川二话不说 又是一棍子打了过去 赵波想要抓住 可那棍子 却像是长了眼睛一样 直接和他的太阳穴 来了一个亲密的接触 赵波愤恨地看了一眼古川 拉着古柔就要走 这么快就受不了了 五百万不要了 哼 我自然有办法弄到 老东西 你给老子等着 赵波说完话 就摔门而出 刚出门就一把抓过古柔暴打 你有个好老子 他打我多少下 我去加倍还给你 看他下次还敢不敢 赵波显然是 做给古川看的 他要让古川知道 你女儿天天和我住在一起 我要想打他就打他 赵波的一番操作 真的引起了古川的重视 古川直接撸起袖子 提着棍子就出来了 这次赵波有了准备 不等古川出手 就一脚踹了过去 老东西给你脸了 这次可是你先动手的 可下一刻 好像结果跟他想的不一样 急忙改口道 爸 爸我开玩笑呢 你别打 啊 直接见古川一把抓过赵波的脚 直接就是一棍子打在膝盖上 一棍子没打骨折 就再来三棍子 赵波捂着膝盖躺在地上 古川依旧没有放过他 你不是要钱吗 老子给你啊 古川直接打断了赵波的四肢 接着打了报警电话 你不是要钱吗 我给你一次医药费得了 古让夫妇在一旁 直接吓得不敢说话了 把腿就跑 什么五百万啊 都放一遍去了 因为古川提前弄好了监控 古川打人是情有可原 最终赔了一笔钱 就算是了 而赵波因为家暴 被提起了诉讼 家里 古川和古柔面对面坐着 古川真想挖开这便宜女儿的脑袋 看看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竟然还想跑去照顾赵波 你以后想怎么样 古川问道 古柔一愣 以前的古川虽然关心自己 可是从来没有这样问过自己 自己以后想怎么样 这种逆来顺受的日子 肯定是不想过了 但他又怕牵连到古川 赵波是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魂囚 你不用担心我 赵波那小子想对付我 他还嫩着 古川大概是看出了古楼的顾虑 我 我想离婚 古柔终于有勇气 说出这句话了 不顾父母的反对 把赵波带到他们的面前 顽固的要嫁给赵波 可婚后的赵波太让他失望了 可他势单利孤又反抗不了 所以只能忍受着 明天就去法院起诉离婚 说完这句话 古川也不理会古柔 自顾自的睡觉去了 另一边 出了国后 和胜却是混得风生水起 依靠天涯直播系统 他成为了全世界最顶级的几个网红之一 粉丝数量更是达到了几个亿 只是即使这样 他心里还有一个痛 那就是 他在本国的粉丝不多 所以他现在决定杀回国 就从当初跌倒的骨架开始 他要一步一步的杀回来 知名头部主播天涯 将要在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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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星号星号月星号星号日回国 坐星号星号星号班的飞机 和胜将自己的行程 主动泄露了出去 又让团队在国内 雇了一些粉丝给他接机 他要给自己造势 今天是古柔向法院起诉离婚 法院受理审判的日子 赵波四肢打着石刀 被抬上了法庭 赵波父母 一见到古柔就开始喷 死丫头 这段时间你跑哪去了 连自己老公都不照顾 还想要离婚 是不是跟哪个野男人私混去了 我告诉你想离婚没门 赵波母亲的一番话 直接打断了 想要上前问好的古柔 古柔躲在古川后面 他怕赵波一家 已经形成习惯了 小柔 你真的忍心和我离婚吗 你不记得 我们以前的开心的日子了吗 你说过 这辈子非我不嫁的 赵波患了个性子在哀求着 不得不说 这一家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他们知道赵波的德行 在遇到古柔前 赵波相了好几个女孩 都不愿意嫁给他 最后个性单纯的古柔 反而被拿捏得死死的 小柔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打你了 是我该死 是我该死 赵波咚咚咚的 用头撞着桌面 表达着自己的忏悔 古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次他很决绝地说道 赵波 以前是我看错你了 从和你结婚到现在 你几乎每天都在打我 你的鬼话 我古柔再也不信了 古柔拿出一个小本子翻看着 本子上记录着 每一次古柔被打的时间和经过 这次开庭中 不知为何何胜也混了进来 他打开系统 正准备拍摄回去剪辑 但是他不管怎么呼唤系统 系统都是一直正在更新中 不应该啊 这系统半年前更新了两次 现在应该是3.0版本了 怎么又要开始更新了 何胜十分恼怒 古川看了一眼 何胜气急败坏的样子 开玩笑 我这里可是有系统的祖宗在 你一个小小直播系统 也想要在面前蹦打 审判的结果依古川所料 赵伯家报罪行累累 法官直接当庭宣布 双方分割财产 然后离婚 法院之外 赵伯一家恶狠狠地看着古川妇女 古柔 你可真够残忍的 在我们赵家待了这么多年 吃我们的喝我们的 最后还要分我们的财产 真是狼子野心啊 赵伯母亲看着古柔 都想上去把她生死了 不要管这种人 我们走 古川拉着古柔走远 留下赵伯一家恶狠狠的嘴脸 想报仇吗 想的话可以找我 这是我的名片 赵伯的身后 出现一个黑衣年轻人 年轻人给赵伯递了一张名片 就坐着一辆豪车走了 第97章 手段 赵伯雇了几个人 把他抬着去见了和尚 和尚见到赵伯后也不废话 直接开口说道 你先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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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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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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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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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了吗 剩下的 就全部交给我好了 和尚自信地抬了抬头上的墨镜 最后拿着和尚的一袋子钱走了 第二天 赵伯就出现在了谷家小区门口 拉起了一条横幅 谷家妇女忘恩负义 误我青春 骗我钱财 请各位父老乡亲为我做主啊 没多大议会 就有上千人围拢了过来 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和尚安排的 鉴于系统最近时不时的会自我更新 所以和尚为了保险起见 直接用了最笨的方法 以人传人 用多人的短视频 引起热点效应 让这件事变成一个头条 把谷川一家的名声弄烂 最后自己再帮他们澄清事情经过 这样自己既做了好人 又吸引了粉丝 简直是一箭双雕啊 这位先生 能具体说说 你是怎么被骗的吗 有拖出来询问事情的经过 勾引所有吃瓜群众的好奇心 赵伯挤出了几滴眼泪 声泪俱下地说道 这谷家就不是人啊 谷家老头是个暴力分子 你们瞧瞧 我这双脚双手都是被他给打断的啊 吃瓜群众有了一丝同情心 这个男人真可怜 还有那谷柔 本来我风华正貌一表人才 不知道当初有多少女孩子在追我 可是谷柔这可恶的女人 她为了得到我竟然整天纠缠我 我没有办法 最后屈服了 虽然吃瓜群众对这句话 带有怀疑的态度 可是又忍不住 好奇地继续听了下去 可是没有想到 这谷柔竟然是冲着我的家产来的 她爱的不是我这个人 她爱的是我口袋里的钱啊 自从结婚后 她就不断找借口 向家里拿钱 你们看谷家的房子 那本来应该是我们的 可这些年 谷柔一直拿钱给她爸 她爸才买得起这套房子 要不然你们说一个当老师的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 和胜不断地控诉着谷川和谷柔的恶行 谷柔听得大气 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 不是的 不是的 不是他讲的那样的 他胡说 此时 和胜的直播间人数 已经突破到了千万 都在观看着这场闹剧 和胜在一边事实地解说着 各位家人们大家好 我今天发现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好像是有人被骗财骗色 我带你们去看看 真是幼稚谷川看着眼前的一幕 有些无语 你一个大男人 哭哭啼啼的好意思吗 不过他又不得不解决这件事 这件事明显是针对他而来的 谷川把谷柔的法院审判离婚协议书拿了出来 直接用系统投评到了赵波的头上 接着又打了一个报警电话 为公安局吗 我要举报我们小区门口 有人非法聚众闹事 你们快来 赵波说着说着就感觉到不对了 本来这些观众都被他带入到他的节奏中 有好些人更是说要帮他出气 可现在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啊 和胜的拖好心的指了指赵波的头上 赵波抬头上去一看 我去怎么是绿颜色的 与此同时 和胜的直播间也炸开了挂 你看你看 我就说一个大男人怎么会哭哭啼啼的 原来他想诬陷别人 分明是这男的有非分之想 怎么能怪骨柔呢 而且他还家暴 要是被我遇到了 非要让他尝尝本姑娘的夺命十三角 和胜有点尴尬的看着眼前的一幕 各位家人们 我会为大家持续跟进这件事的详细经过的 现在主播这里出了点状况 需要提前下播 请各位家人们谅解 和胜想要关闭系统直播 可是一关没反应 二关三关还是没有反应 和胜尴尬的愣在了原地 这系统怎么失灵了 老天爷呀 你不会这么往我吧 给了我一个不完整的系统 似乎是古川听到了他说的话 他让自己的系统不再影响和胜的直播系统 和胜才得以关闭直播系统 该死的 这老头子是怎么做到的 竟然有这么好的投屏工具 要是把这高科技用在自己直播上 和胜很是不解的 看了一眼古川所在的小区后 就直接走了 至于赵波 现在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又过了几日 古川正在沉练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打包热辣 穿着紧身运动服的半老徐娘跑了过来 半老徐娘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向着古川来的 跑到境前 半老徐娘突然哀悠一声 向着古川的怀里倒去 古川眼疾手快 直接一个矫健的胯步 绕过了这半老徐娘 看着倒在地上的半老徐娘 古川不屑地说道 想碰瓷 我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折腾 古川不顾地上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 骂骂咧咧的小声嘟嘟喃喃道 嗨 就拿这个来考验老干部 哪个老干部经不起考验啊 不知道男人至死都是少年吗 男人都是很专一的 一辈子都是喜欢年轻的 漂亮的 身材好的 躲在暗处的和圣脑 瓜子嗡嗡的 这老头怎么不按常理出牌 喜欢年轻的是吧 我明天就安排一个 看你吃不吃的消 第二天 还是在原来的地点 原来的时间 这次是换一个年轻漂亮身材好 又有朝气的女人 穿着一身紧身运动套装 凹凸有致的身材 勾勒出一个完美的弧度 额头的汗水 从鼻尖流到嘴唇 最后又滴到了胸部 化作了一盆水花 沾湿了衣物 年轻漂亮的女人 跑到古川面前 突然脚下一碗 哎呦 我的脚 接着直接向古川扑了过去 古川眼疾手快 直接收起了向前迈去的脚 后退一步 眼睁睁地看着漂亮女人 倒在自己的面前 那肉弱的身材 更是在地上抖了三抖 你以为我会心动吗 我可是吃了十几年的喜智郎果冻 我的心早已经在外太空了 说完 古川头也不回地走了 留下倒在地上的靓丽女人 一阵错愕 难道喜智郎比我还Q他吗 第98章 猪队友 和胜其实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 来增加他在本国的粉丝量 可他一个小年轻 年少轻狂 自己钻牛角尖 或许是觉得古川薄了他的面子 他就是想要让古川倒霉 在古川身上找回存在感 既然赵波这边已经不行了 这老家伙又不是下半身思考的人 那就只能从古让和古楼那边入手了 和胜找到古让夫妇 给了他们一笔钱 夫妻二人一合计 直接第二天去办了一个假的体检证明 古让得了癌症 古川看着桌子上的体检报告 他还不知道古让一家的心思吗 爸 你这次真的要救救古让 你也看到了 我们家古让得了癌症 如果不及时治疗 我恐怕就要做一个寡妇了 古让老婆眼泪不要钱一般的掉了下来 哀求的看着古川 爸 爸 我知道我以前混蛋 但毕竟我是你的亲儿子 你不救我 我就去见妈了 难道你想让妈伤心吗 做儿子的 肯定知道父亲的软肋 前身最对不起的 就是自己的妻子了 你妈昨天托梦给我了 她说很想你了 既然你也得了癌症 正好下去见见你妈 你妈一个人孤单 古川的话 直接让古让夫妻二人一愣 哪有老子这么说 儿子的 把你胸口的摄像头和录音笔拿出来吧 就你那点脑子还学别人做无间的 就是楼下的那只二哈都比你聪明 古让夫妻二人最后灰溜溜的走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现在的古川竟然变得这么绝情 而古柔这一边 经过了离婚风波后 她进入了情感的空窗期 整天在朋友圈发着哀愁 直到这一天 她在商场遇到了一个男人 一个成熟有魅力 又有钱 又会红女人开心的男人 这是古柔以前从来没有体会过的 一时之间就沦陷了进去 古柔把男人带到了古川面前 爸 我找到真爱了 古川抬头看了一眼男子 又看着古柔说道 你以前也是这么和我说的 爸 他和赵波不一样 一样不一样都是你的事 我老了以后帮不了你了 自己选择的就不要后悔 对于这种刚从火坑里跳出来 你如果还不长记性 不吸取经验 要往另外一个火坑里跳的事 古川也不拦着 既然自己选择的以后 那就受着得了 古川的话 倒是让古柔犹豫了起来 父亲的态度不应该是这样的 他不应该祝福我才对的吗 古柔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 随后 他又看了看坐在旁边 成熟帅气年轻的男子 又看了看自己 因为常年做家务 而没有保养的皮肤 他看上了自己什么 古柔理智地问了自己一句 最后 他好像下定了决心 对不起 你太优秀了 我和你是两个世界的人 你是个好人 陪了我这么久谢谢你 男人好像也被眼前的 这个女人惊住了 他接到这个活的时候 心里是排斥的 可那个人给了他一大笔钱 在之后的相处过程中 男人了解到了古柔的过去 他有些心疼这个温婉居家 知道心疼人的女人 男人最后还是没有说什么 一声不响地走了 或许在他心里 那一袋子前 比眼前的古柔要来得重要 和胜间这两方面又失利了 顿时生出了一股无名怒气 这个晚上 和胜在漆黑的夜色下 打了两个电话 随后就发出了甚人的笑声 老东西 既然你不让我好过 那我就送你归西 和胜之所以在国际上这么火 那是因为 他直播了两场公海上的 黑帮毒品交易 那一次直播 直接让两个帮派的人全军覆没 同时也让他名声大爆 其实这都是和胜和另一个 黑帮设下的圈套 和胜偶然的机会下 认识了一个黑帮大佬 为了打击另外两个敌对势力 所以他们布下了一个局 这一日 公园路上不同的方向 出现了两个形色匆匆的陌生人 一个进到了公园路边上的一座高楼上 架起了一把狙击枪 另一人拿着匕首 混进了陈起锻炼身体的队伍中 只是这个狙击手歪着脑袋 围拢着一群在运动的中老年群体 突然之间他感觉到了一股敌意靠近 是那个戴着鸭舌帽的男子 正在向着自己靠近 古川不动声色 正当鸭舌帽男子靠近 古川想要出其不意地解决他时 一股更加剧烈的危机感向着他袭来 与此同时 远在城市另一头的和胜吃着早餐 悠闲地打着电话 狙击手 老板 我已经架好位置了 和胜 好 看到那个戴鸭舌帽的男人了吗 狙击手 碰老板任务完成 目标已击毙 和胜 那也是我的人 是你的搭档 狙击手 和胜 两者相对久久无言 和胜以为自己听错了 又问一遍 手机里却只传来嘟嘟嘟的声音 卧槽 这什么猪队友啊 和胜愤怒地把手机给砸了 又掏出一个新手机 不知道给谁打起了电话 这边的古川眼见鸭舌帽男人 离自己越来越近 正准备下手时 突然一股雪花在自己眼前喷涌出 古川一愣 随后另外那股威胁也在飞快地消失 难道是发生内讧了 还是自己也有气运护梯了 古川很疑惑地随着人潮回到了家中 不过是谁想要对付自己 古川心里一清二楚 除了那和胜还能有谁 既然和胜敢用这种手段 那说明和胜身后有势力在撑腰 既然对方不按常理来玩 那古川就要把这桌子给掀翻了 对付和胜这种没有丝毫特殊能力的人 只要一般的手段就行 用天命点来对付他 真的大才小用了 古川用钱在西门口地下黑市买了几把手枪 又在东区黑市买了两件防弹衣 别问为什么不在一个地方买 问了就是没有 这一日 和胜的公寓之内聚集了一大批凶神恶煞的人 四周的住户都被他高假清空了 第九十九章 单枪匹马 和胜富力堂皇的公寓 此时正聚集着一批形色各异 但却眼神凶恶的一群人 虎哥 这次又要麻烦你了 这次试诚之后 我给你五千万 让兄弟们纷纷 和胜对坐在旁边的一个光头男人说道 这位被称为虎哥的光头男人 听到五千万后 眼睛一亮 杀一个人而已 这可比他们打死打活的买卖轻松多了 哈哈 和胜老弟真是太见外了 凭我们的关系 只要你知会一声 我就带着兄弟们 把那老头给解决了 二人碰了一下杯子 正准备喝酒时 下一刻 突然啪哒一声 公寓内的所有光亮消失 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片漆黑之中 热闹的气氛突然一静 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是普通人 灵敏的感觉到了事情的不简单 全都拿出了自己的家伙 开始戒备着 哄 谷川一脚踹开大门 两把手枪在手里左右翻腾 黑夜对于他来说 一点影响都没有 要不是现在 这副身体太过老卖 他直接就过来 把这些人给秃秃了 碰 一人倒在血泊中 两人倒在血泊中 谷川就像是一个残忍的死神 毫不客气的收割着在场的人头 虎哥 现在怎么办 和胜心里一抖 自己还没行动 怎么就发生这种事了 回国之后 自己安安稳稳的 也没惹到什么人 不用慌 对方只有一个人 我已经联系老大了 让他带人赶紧过来 虎哥握着手枪 看着眼前黑暗中的人影 朋友 哪条道上的 我是安乐街扛把子狮王的手下 哼 虎哥还想避避赖赖说 一堆威胁的话出来 谷川直接给了他一梭子 虎哥变成了一头死虎 吓得躲在桌子下的和胜 赶忙跑路 呼呼呼 应该没有追上来吧 和胜满头大汗 气喘吁吁地靠在墙上 眼神止不住地瞄着后方 该死的 别让我知道是谁 不然你就给我等死吧 和胜已经用直播系统录像了 等脱离险境 他就去查看 是谁这么大胆 咔嚓咔嚓 一声换蛋挂的声音响起 和胜的前方出现了一道人影 人影在路灯之下 被慢慢地拉长 和胜呼吸一致 怎么是你 不可能 我查过你 你不过就是一个 普普通通被冤枉的老实人 你到底是谁 和胜不敢置信地 看着眼前的人 他大声地呼救着 可这深夜里的郊区 四周的住户都被他清空了 哪里还有人啊 那两个老太婆在哪里 古川莫名其妙地问了一句 他们 他们被我安置在一个 谁也找不到的地方了 你如果杀了我 你这辈子 都会是一个猥亵学生的教师 如果你放了我 我立马给你澄清 你也知道我的热度和能力 说到这里 和胜有了一股傲气 古川不屑地看了他一眼 白痴 没有系统 你就是个沙雕 和胜瞳孔剧烈地收缩着 他怎么知道自己有系统 难道 以前所有的不解 瞬间都清晰明了起来 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害我 和胜咬牙切齿地质问着古川 要不是古川自己根本不用出国 是啊 我和你无冤无仇 那你为什么又要害我 古川反问了一句 和胜自知理亏 没有接话 那你怎么样才能放过我 他还不想死 他还要成为全球最大最红的主播 他要打造他的直播世界 我问你几个问题吧 你答得上来我就考虑考虑 古川看着他 打开直播系统也没阻止 古川 你知道皮卡丘是怎么走路的吗 和胜 乒乓乒乓乓乓 古川 白气球踩爆了黑气球 黑气球怎么办 和胜 告白气球 古川 一头公牛一头母牛 打三个字是什么 和胜 两头牛 古川 巧克力和西红柿打了一架 巧克力赢了 打一个食物 和胜 巧克力棒 和胜越达越是自信 就这套路 他都玩烂了 果然是一个落伍的老头 古川 嫩来一场双标现场 就像狗血剧里面的那种一样 和胜 先来一个没钱人家的 可嗨嗨 我不要你一事无成的温柔 我希望你有事业心 有上进心 哪怕你对这个家庭 对我不闻不问都行 有钱人家的 可嗨嗨和胜清了清嗓子 我和你在一起 不是因为你多有钱 我只希望你能多陪陪我 哪怕你一事无成也好 虽然表现得挺好 可古川 听着怪怪的 你非要反穿一个女性角色干嘛 所以 我考虑好了 你安心上路吧 古川举起手枪 和胜愤怒地指责着古川 你你说话不算数 你知道 老子为什么要写道德经吗 古川扣动了扳机 因为因为老子 愿意和胜倒在血泊中 说出了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并检测到宿主已死亡 脱离宿主中 脱离完成 寻找新的宿主中 未寻找到合适宿主 天涯直播系统等待中 等待下一个宿主到来 古川黑着脸 看着眼前的一团光亮 神他妈的 没有宿主 老子这么大个人 你没看到吗 接着还不等古川动手 他体内的系统就突然冒了出来 扒拉着天涯直播系统 就往古川体内拽去 应该是感受到了威胁 天涯直播系统突然发生到 检测到宿主符合条件 请问是否绑定天涯直播系统 检测到宿主符合条件 请问是否绑定天涯直播系统 不绑定 检测到宿主符合条件 请问是否绑定天涯直播系统 不绑定 开玩笑 我古川是那种吃鸡来之食的人吗 天涯直播系统被拖入古川体内 被分解消化 古川能感觉到自己的系统 好像得到了一丝质的改变 丁天 天道你是天道 天涯直播系统发出最后一道声音后 彻底的消失了 任务已完成 天命点结算中 宿主是否回到原位面 还是继续下一个位面旅行 这次的系统明显多了一些人性化 第100章 今日你们都要死 和圣死了 古川没有第一时间做选择 而是继续留在这里 处理后事 古川找到了当年那两个 诬陷他QJ的女学生 现在已经是头发花白的阿婆了 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他们也自知理亏 但他们二人更爱惜脸面 不想到老还要落下一个 诬陷他人的名头 就和当年他们 一起下乡的时候一样 这两人为了能尽快回城 所以设计了一出被QJ的戏码 而主角人选 当然就是古川这个最老实的教师了 不过 这可难不倒古川 吞噬了天涯直播系统后 古川的系统 也有了这部分功能 古川时刻都对着这两老太婆录像 这一天 这座城的某一座茶楼上 翠萍 来来来 在这在这 哎 我来拉一方 两个头发白了大半的阿婆 坐在角落里讨论了起来 翠萍 那古老师昨天又找到我了 现在我们怎么办 不理他呗 还能怎么办 他一个老头子 又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翠萍你不能这样说古老师 当年要不是他 咱俩说不定就和那些老同学一样 现在还面朝黄土被朝天的 这老东西 一把年纪了不想轻浮 还折腾我们来干嘛 都快入土了的人了 冤不冤枉 这二人不知道的是 他们的一言一行 都被直播到了所有网友面前 网友一号 这又是什么瓜 让我来瞧瞧 网友二号 咦 这不是前段时间非常红的国际主播 暴露出来几十年前的乡村教师 QF女学生的事件吗 现在竟然两极反转了 网友三号 嗯嗯嗯 果然古人成不起我 唯小人与女人难养也 众网友 这件事也解决了 古川准备自己死亡了 把遗产留给一半古肉 另一半全部捐了出去 至于古让这个不孝子 让他见鬼去吧 古川又一次回到了大荒 还是这个充满蛮野心的世界 让他舒服些 不说其他 起码这个世界是完整的 而古川穿越的那些卫免 根本说不上是世界 更可以说是一种世界碎片吧 山南村那次事件后 古川连着水晶棺 被他的忠实信徒 重新封在了一处泥塑之下 古川从水晶棺里出来 惬意地伸了的懒腰 呼吸着外面的新鲜空气 从穿越的卫免回来 古川立即用积分 兑换了恢复肉体的丹药 不过这次他学经了 留下了一万积分用作备用 不然又一次赤条条地去下一个世界 他还真有点不习惯 山南村现在的人口 只有三千来人 这些人基本上全是古川的忠实信徒 为了不再发生当日的那种惨状 这里的人全都守口如瓶 不向外界透露出古川泥塑的神器 不过 这可不是古川想要的 他已经沉睡了十多年 而且已经伤了根基 一般的功法 根本就不能让他在大荒 快速地有立足的本事 上青门是有 但那种级别的功法 不是掌门才能修炼的 就是各大长老和各封封主才能修炼 古川虽然以前是上青门的圣子 但他也不够格 他师父也没来得及 将自己修炼的功法传授给古川 古川就自己夭折了 山南村的人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平常初一十五 还会给古川的泥塑上香 只有遇到解决不了的事 他们才会去祈求古川 总的来说 这是一群安分守己 不贪婪 不攀比的老实农民 这一日 封闭的山南村突然来了一群 身穿黄衣的不速之客 这群人显然来自同一个市里 领头的一人手里 拿着一个罗盘 不断地指引着他们的方向 方师兄 董建师兄 他们最后就是从这里消失的 拿着罗盘的男人 向着身后的一方脸肥汉说道 前面有一个村子 我们去看一看 我收到消息 董建师弟最后是查到了一个邪神的消息 你们都小心一点 村口 一桌老槐树之下 几个小孩子正在玩着抓石头 看到一群陌生人到来 立马哇哇哇地逃走了 二鸭因为是女孩 一个不注意 就摔了一跤 留在了原地 二鸭见到这些人也不怕生 抓着自己的羊脚便 好奇地问道 大哥哥 你们是谁 来我们山南村 有什么事吗 方师兄看着眼前的二鸭 眼神一凝 脸上出现了煞气 这小家伙身上 竟然有磨气 要是古川在这 肯定知道这二鸭 当时这丫头发着高烧 眼看就没救了 他爹向古川哀求 古川用一缕磨气 救下了这丫头 小姑娘 我们是地煞宗的 你以前有没有见过 和我们穿样衣服的人 方师兄身后 出来一个女修 和蔼地对着二鸭说道 二鸭眼神咕噜咕噜地转动着 他想起了阿爹和阿娘的吩咐 立马回答道 没有没有 二鸭没见过你说的那些人 阿娘和二鸭说过 不能和陌生人多说话 我走了 说完二鸭把腿就跑 方师兄看着眼前跑动的 小小的身影 面色严肃地说道 杀了 不能让他打草惊蛇 其他人听了 没有一丝其他反应 好像理所当然一般 先前和二鸭搭话的女修 直接甩出了一颗石头 石头带着灵气 像是一把锋利的匕首 直接扎入了二鸭的心头 二鸭的小嘴里 喷出一股血花 那天真的眼睛里 透露出一股懵懂和不解 他不明白 这些才第一次见面的哥哥姐姐们 为什么要杀他 阿爹 阿娘 二鸭疼 二鸭好疼啊 二鸭蜷缩着小小的身体 嘴里断断续续地说着话 目光逐渐涣 眼看就要没了气息 在村子另一头的谷川 突然感觉到了 二鸭体内那屡膜器的涣散 谷川立马从系统的虚无空间里出来 眼前的一幕直接让他大怒 耳赶 谷川一声大喝 一瞬间就出现在了二鸭的面前 一道膜器护住了二鸭的心脉 方师兄看着眼前的来人 目光中出现了一股凝重 这人竟然和自己一样 是元丹境界的魔头 魔头 是不是你杀得懂见他们 方师兄贺问着谷川 今日 你们都要死 第101章 山雨欲来 今日 你们都要死谷川的声音 回荡在空中经久不息 哼 大言不惭 让我来汇汇你这个魔头 有几斤几两 方师兄抢先下手 他要打谷川一个出其不意 地煞天心 给我去死吧 方师兄右手附着着一股黄色光芒 一拳向着谷川打去 黄色光芒从方师兄手中飞快拖出 化作了满天繁星一般 成狐状向着谷川四面八方围去 每一颗繁星都有万钧之力 让人不敢小瞧 倒是有几分本事 同是元丹境界 谷川也不由高看了这方师兄几分 要知道 谷川当日在地下暗河里漂流了很久 现在所处的地界已经算是偏僻之地了 方姓男子的手段倒是让谷川高看了一眼 谷川伸出一只手 一股黑色浓雾般的魔器喷涌而出 形成了一个圆形漩涡 所有黄色光芒像是飞蛾扑火一般 进入了漩涡之中 翻不起一点的风浪 怎么可能 方师兄心中大害 这可是自己的杀手锏 竟然记不起一点浪花 阁下到底是谁 我们乃是地煞宗的弟子 方师兄知道踢到铁板了 准备搬出后台来震慑住谷川 别管我是谁 你们只要知道 你们今天都要死 死字一出 谷川身上魔器翻滚 身后出现了一个更大的魔器漩涡 谷川快速地上前 一拳打死了一个地煞星弟子 将他的尸体直接往身后漩涡里一扔 瞬间化作一缕精气 被谷川吸收 没用的残渣又被漩涡给吐了出来 阿魔头 竟敢杀人害命 给我去死 方师兄眼见自己的尸体尸骨无存 眼眶都红了 直接冲上前去和谷川拼命 你们快走 回去通知宗主来除魔 我拦住他 方师兄舍身取义 想要自己拖住谷川 但谷川根本就不理会他 身体一折就飞快地绕过了方师兄 魔器在空中快速地扩散着 不一会就缠住了一个地煞宗弟子 直接就幻化成一条黑色巨龙 把他吞噬了 接二连三 这些比谷川低一个甚至两个境界的地煞宗弟子 根本不是谷川对手 请客间都化作了精气 补充着谷川破损的根基 方师兄大怒 肥肉横生的脸上剧烈地抖动着 魔头你杀我师兄弟 那我就让这村子里的人为他们陪葬 方师兄也不管谷川了 直接飞到二压上方 一掌向着下方拍去 谷川及时赶来阻止 方师兄又跑到了村子的居住地 直接动用大法术 引起了大规模地震 所有住房都倒塌成为一片废墟 方师兄好像找到了生存密码 这山村的村民好像是谷川的软肋 方师兄抓住一个老农提到前面 站住 你再过来我就杀了他 他们应该对你很重要吧 方师兄露出了残忍的笑容 一手掐断了老农的脖子 又立即抓住了另一个村民 要怪 你们就怪这个魔头 谁叫你们是他的信徒呢 马德 真是给你脸了 谷川化作一道黑影掠向了方师兄 你别过来 你再过来我就杀了他 方师兄的脸上露出自信残忍的笑意 他以为自己抓住了谷川的把柄 可随后他有些慌乱了 怎么回事 这魔头怎么敢不顾他信徒的安危 果然是个魔头 没有一点的怜悯之心 视人命为草剑 方师兄一把掐死手中的人 就想转身逃跑 他这方面的自知之明还是有的 他不是谷川的对手 现在还想跑 来得及骂你 谷川爆发出了全部的修为 直接追到了方师兄的上方 一脚踩了下去 方师兄想要挣扎 可发现身上的那只脚 就像是一座山一般沉重 哄 一声轰鸣 尘土飞扬 方师兄被谷川踩在地上动弹不得 体内的碎肉都已经咳了出来 我是地煞宗真传弟子 如果你杀了我 势必会受到地煞宗的追杀 我们宗主可是神力境界的高手 现在师门成了方师兄 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毕竟地煞宗在这片地狱 还是很有名头的 你以为我会怕吗 谷川说完就一脚踩断了方师兄的脖子 要不是他们人多 怕分散开来山南村的人会被杀光 第一个死的就是这方师兄 地煞宗就如其名 宗门坐落在一处宁煞之地 门内的弟子也都以修炼煞气为主 地心殿 这里是宗门内所有弟子放置魂灯的地方 突然之间 殿内狂风大作 一盏接着一盏的魂灯熄灭 手灯弟子大吉 怎么一下就接二连三的灭了这么多 宗门长老过来查看 只说了一句话 查 给我查 方师兄可是地煞宗 最近几百年来最杰出的弟子 年纪轻轻 就已经圆丹境界了 要知道圆丹境界那可是已经能在地煞宗当长老的实力了 山南村这几日倒很是平静 并没有因为死了人而分崩离析 反而古川的一番作为 让他们感觉到了 真怨神是愿意庇护他们的 毕竟在这个世道上生存艰难 他们山南村的人也是在别的地方活不下去 才来到这偏僻之地谋生存 暴风雨之前的平静 古川知道地煞宗不会善罢甘休 虽然他有弄死一般神力静的手段 但也要付出代价 这几日的每分每秒 他都在寻求突破神力静的奇迹 神力静 接引冥冥之中的一种神秘力量 让他成为自己力量的一部分 在大荒神力静最多的都是兽力 什么猛虎神力 血狼神力等等 这些都是最普遍的 当然 兽力里面还有上古凶兽和神兽之力 都是非常厉害的 古川继格他那个时代 有一个横空出世的天才 接引了满天星辰中的一颗星力 星辰神力在神力静大杀四方 少有人能敌 古川现在修炼的一身魔宫 都是出自一本吞天魔宫的功法 是古川早年间 在一处魔门废墟中得到的 所以 与古川最相匹配的 就是饕餐神力了 当然 宇宙之中 黑洞神力与古川更是匹配 不过古川知道自己的本事 那黑洞 以现在自己的水平接触都接触不到 更不用说接一下他的力量了 第102章 神力境界 这是一处冥冥之中存在 但无法在现实之中 具现出来的空间 古川在黑暗之中行走着 前方出现一个又一个的光点 走近一看 有猛虎的 巨像的 玄规的等等 这些都是受神力 只要古川愿意 就能打败他们 接引出他们的力量 进接神力境 不过这种普通的他可看不上 古川继续前进 一道绽放着金色光芒的人影出现 人影手持巨剑身着龙袍 显然曾经是一位仁皇 仁皇之力虽然强大 不过他根本不鸟古川 寻寻觅觅 古川就是不见饕餐神力出现 他倒是看到 一只太清神鸟从头上飞过 如果是以前 他肯定会抓住机会 这太清神鸟可是上清门牌的上号的神力 与修炼功法非常的契合 正当古川即将要维持不住的时候 前方黑暗之中突然传来巨响声 只见两头庞然大物竟然在厮杀 其中一头正是古川心心念念的饕餐神兽 而另一头也不简单是远古蛮荒巨像 虽然没有饕餐的名头响亮 但实力却丝毫不差 甚至在力量上更是强过饕餐不止一筹 蛮荒巨像比水桶还粗好几倍的象腿 用力一塌 四处黑暗的空间里出现一道道蛛丝一般的裂纹 第103章恶魔游戏 地煞宗的几个顶梁柱都死了 古川当然不会放过地煞宗的宝库 看着眼前的整整一个房间的宝物 古川笑出了声 果然是杀人放火精腰带 古人成不起我 地煞宗虽然不是什么大势力 但在这片地界他依旧是一个霸主 更别说从上清门离开后 古川身无分文 现在看到了这些宝物和零食 当然激动了 至于地煞宗的这些势力 古川一点收服的欲望都没有 在他眼里 还不如山南村的那些村民有价值一些 在山南村留下让他们传播真怨神的信仰后 古川又开始了他的卫面穿越 这是一个黑暗笼罩 又有些许诡异的世界 大街上的霓虹灯不断地闪动着 可这边城市却是出奇的安静 街边的超市店铺都早已关门 提供夜生活的娱乐场所也是空无一人 住宅区里有光亮的房间屈指可数 整座城都透露着一股诡异的安静 不同于现实中的安静 网络中早已经炸开了锅 ID天涯明月刀 你们说今天被选中参加恶魔游戏的会是谁 希望不是我 ID瑟瑟发抖的小明 恶魔游戏好像是随机抽取观众的 我们都有可能被选中 ID 你们要记得 如果成为被选中的人一定要注意细节 因为那些东西会做出与正常人相反的事情 这是恶魔游戏中活下来的大佬们总结出来的 幸福小区404出租房里 住着一位三无青年 无车无房无女朋友 他看完论坛里的讨论之后就钻进了被窝之中 根据明法典第234条 鬼不能穿过被窝 伤害被窝里的人 青年人在被窝里打开手电筒不断地安慰着自己 可他又不敢向着被窝下方看去 他怕突然从被窝里冒出一个披头散发 脸色惨白的女鬼 武则天证明了成功和性别没有关系 朱元璋证明了成功和出身没有关系 江子牙证明了成功和年龄没有关系 马云证明了成功和长相没有关系 而我证明的是 这次的恶魔游戏和我古川没有关系 年轻人不断地喃喃自语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他现在的一言一行都出现在了恶魔直播间里 简单地来说这年轻人被选中了 屏幕前的许多人都松了一口气 被选中的不是自己 那就当了吃瓜群众了 网友一号 兄弟你很不幸 你不能证明你和这次恶魔游戏没有关系 网友二号 我打赌这男的活不过三分钟 滴答滴答滴答 一滴滴的水声从厨房里传出 紧接着就是菜刀和案板发出的声音 咄咄咄 好像有人在厨房里一样 但被窝里的年轻人知道 自己就一个人住 根本就不可能有其他人 就在这时 厕所里也响起了开门关门的声音 让年轻人蜷缩在被窝里 僵硬的一动不敢动 不会吧 不会吧 难道自己真的被选中了 年轻人心里苦 可是他说不出啊 吱吱吱 好像床底下 有人用指甲在挠着床板 发出刺耳的声响 不断抓闹着年轻人颤抖的心灵 厨房里有人 厕所里有人 床底下也有人 年轻人感觉自己 这个房间里肯定非常的热闹 呃呀 出租屋紧锁的大门 竟然自动开了 年轻人心里一沉 知道自己成为了被选中的人之一 楼道里传来了嘻嘻哈哈的声音 虽然十分的害怕 但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前去关门 恶魔游戏里的一条潜规则就是 卧室的门一定要关上 不然会有数不清的鬼物进来 提升这次的任务难度 年轻人飞快地掀开被子跳下床 飞奔到了门口 他正准备关门时 门口竟然出现了两个小女孩 这两个小女孩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眼巴巴地看着年轻人 叔叔 你有见过我们的妈妈吗 我们和妈妈走散了 小女孩的声音空洞没有感情 煞白的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 年轻人注意到 这两个小女孩穿的鞋子穿反了 一蓝一白的鞋子 反着穿在小女孩的脚上 叔叔 你有见过我们的妈妈吗 两个小女孩一口同声的话语声 在空荡的走廊上响起 又传了回来 年轻人头皮发麻 知道自己遇到脏东西了 他想要向隔壁的租户求救 隔壁的那位租户是个夜猫子 透过门缝可以看到 现在房间里还亮着灯 可下一刻还没等年轻人说话 隔壁的灯光就突然熄灭了 本人已经睡着 有事明日再说 一道声音从隔壁传来 隔壁房间的电脑桌上 一个精神小伙 满头大汗的看着面前的直播 那画面正是他家隔壁的门口 年轻人的心跳都快要到嗓子眼了 他不知道如何应付眼前的两个诡异 直接门一关 说了句不知道 可下一刻还没等他喘一口气 门又一压一声开了 门外的两个小女孩 发出了甚人的笑声 嘻嘻嘻 叔叔快来陪我们玩 来陪我们玩嘻嘻嘻 两个小女孩一左一右 直接抱住了年轻人的大腿 爬到了肩膀上 伸出漆黑指甲的惨白双手 向着年轻人狠狠地抓去 年轻人集中生智 拿出一直戴在脖子上的护身符 一片金光闪过 两个小女孩掉落在了地上 年轻人扒开腿冲出了家门 护身符已经暗淡无光 显然是不能再用了 叔叔陪我玩 叔叔陪我玩 身后恐怖空洞 没有一丝感情的声音越来越近 年轻人已经是强弩之末 他跑不动了 正当年轻人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前方的楼道口 突然出现了一个黑衣黑裤的男人 他对着年轻人一招手 快来 这边 年轻人病急乱投衣 直接跟着这人进到了家里 刺眼的灯光 让他感觉到了久违的安全感 大叔真的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我今晚可救 不用谢我 举手之劳而已 黑衣男人摆手示意 随后又随手拿起了桌子上的一本书 年轻人看着黑衣人的动作 好心提醒道 大叔 你的书拿反了 拿反了 年轻人说着说着 语气变得僵硬了起来 身体止不住地开始颤抖着 眼前这人 第104章 英灵使者 呵呵呵 被你发现了吗 黑衣人的脸被书本挡住 年轻人无法看到诡异的一面 但从那圣人的声音里就能听出 眼前这诡异比之前的两个小女孩还要恐怖 此时 恶魔直播间里 一众吃瓜群众都响起吸冷气的声音 死我低乖乖 一环套着一环 连鬼怪都会玩套路了吗 死这人要是不跑出房间 想办法对付了那两个小女孩 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可他跑出了房间 这任务难度就会成倍上升 想要活下来 难难难 在这座城市的另一个角落 也有一个年轻人关着灯 守在电脑之前看着恶魔直播间 待他看到年轻人用脖子上的护身符 挡住了两个鬼怪之后 顿时拳头一握 这东西果然有用 如果年轻人在这里的话 他肯定就能认出 这人就是昨天卖给自己护身符的人 这人名叫孙波 不是这个卫免的土著 在他那个世界里 这个充满鬼怪的卫免 就是一本小说 孙波一个星期前 穿越到了这个卫免 熟知剧情的他知道现在的自己 会在十天后 成为被选中的人 进入到恶魔直播间 与所有穿越主角一样 孙波也觉醒了他的金手指 他能给法器开光 画出的符咒有曲斜的作用 为了实验孙波 把一个护身符 卖给了将要进入直播间里的年轻人 现在看来 显然效果还不错 本来这个年轻人 是能在恶魔直播间里 活过好几关的 那两个小女孩虽然诡异 但只是贪玩了一些 如果满足了他们的玩闹之心 就能活下来 可孙波卖给他的一个护身符 直接遇到了更大的诡异 让年轻人直接夭折 你也算死得其所了 能用我的护身符伤到鬼怪 你足以自傲了 反正都是死 早两天和晚两天没有什么区别 孙波眼神冰冷地关闭恶魔直播间 还有三天他就要成为那个被选中的人了 他要做足准备 黑衣鬼的房间里 眼见年轻人面目惊恐 渐渐地没了呼吸 黑衣鬼继续翻动着那本手里拿的书 第104个 黑衣鬼默默地在书上记录着什么 可让他奇怪的是 自己写上去的字体 却在飞快地消失着 一次这样 两次还是这样 黑衣鬼有些疑惑 难道 黑衣鬼抬头看像坐在沙发上的年轻人 鬼脸一惊 怎么回事 这人不是被自己闷死了吗 怎么现在还在那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而且那眼神 谷川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这个奇怪的空间里充斥着大量的阴气 周围的一切显得那么的不真实 他看着眼前的黑衣鬼 想不明白这家伙 为什么要把书倒着拿 谷川能发现 这黑衣鬼是有意识的 喂 你说哪反了 谷川好心地提醒道 黑衣鬼的脸上露出了争鸣的表情 张牙舞爪地向着谷川飘去 他要成为眼前人的恐惧 恐惧也是他们最好的食量 谷川淡定的一把向着黑衣鬼抓去 仿佛是抓在了空气之中 黑衣鬼羞的一下贴在了谷川的脸上 要是换做普通人 这一会肯定会被吓得半死 系统 开启兑换功能 谷川在系统的商城里寻寻觅觅 最后用五千积分换取了一种体质 叫做英灵使者 这种体质没有其他特殊的 就是能触碰到鬼怪 能和鬼怪进行沟通 普通人害怕鬼 那都是因为鬼这东西神出鬼没 长得又吓人 抓又抓不住 可是一旦能触碰到鬼怪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只见谷川一把抓住 飘在他眼前的黑衣鬼 也不管对方脸上黑洞洞的眼眶 直接抡起拳头就砸了上去 碰 黑衣鬼有些猛 刚刚发生了什么 随后 碰碰碰 黑衣鬼被打得鬼气一散 脸上充满着不敢置信 这人类怎么可以碰到自己 怎么他的力气这么大 突破神力今后的谷川 哪怕不在同一个世界 谷川也能接应下 冥冥之中的向左神力 虽然不多 但在这里绝对够用 谷川一把将黑衣鬼按在地上 拿起桌子上的书看了起来 好家伙竟然是一部文艺作品绿瓶梅 一阵黑气涌动 谷川还能看到 书上的插图竟然自己动了起来 你不是喜欢看绿瓶梅吗 那就给我背 背不出来就一拳锤死你 谷川把书扔给黑衣鬼 黑衣鬼又把书倒着拿了 给我把书拿好了 活着的时候老师没教过你吗 站有站姿 坐有坐姿 你这样成何体统 黑衣鬼委委屈屈地将书拿正 可在他看来 拿正的书恰恰是拿反了的 头大的他一个字都看不进去 也就那些动图比较形象生动了 换个角度 竟然就像解锁了新的CS一般 黑衣鬼露出无辜的卡兹兰大眼眶 直勾勾地看着谷川 什么 你的意思是你背不下来 学习不努力就算了 绿瓶梅竟然都背不下来 那你活着还有什么用 谷川直接一拳打爆了黑衣鬼的脑袋 到死黑衣鬼都感觉自己很委屈 绿瓶梅他早已经倒背如流了 只是里面的插图怎么背啊 谷川骂骂咧咧的出门 准备回到自己的出租屋 楼道里又响起了嘻嘻哈哈的嬉闹声 叔叔 快来陪我们玩 陪我们玩 我们玩 玩 那两个小女孩又出现在了谷川的脚下 抓住谷川的大腿不放 一脸诡异地看着谷川 这么大了 连个鞋子都不会穿 也不知道你们妈妈是怎么做的 连个穿鞋子都不会骄 来 叔叔教你们正确的穿法 谷川三下五除二的 直接将两个小女孩的鞋子对掉了过来 一个穿蓝色 一个穿白色 这样就很对称了呀 谷川满意地拍了拍手 可小女孩却突然发出了惊叫声 仿佛正确地穿鞋子 让他们十分地不能接受一般 立马哭哭啼啼地蹲在地上 开始解鞋带 嗯 真是不乖啊 屡叫不敢 叔叔生气了 谷川抬手 直接一拳一个锤杀了两个小女孩诡异 拍了拍手 像是个没事人一样 回到了房间里 准备睡觉 第105章 华州中学 恶魔直播间里的弹幕早已经铺天盖地 几乎是占据了屏幕的十分之九 网友一号 我低乖乖 原来这小哥是大佬啊 先前那样肯定都是装的 我愿称这哥们为第一 网友二号 你们刚才注意到了吗 他身上的护身符能抵抗鬼物 哪里有卖我要去买十个来 下一次就算成为被选中的人 我也不怕 网友三号 我看过了 十个直播间就这小哥活着 其他的人都死了 所以 下一次恶魔直播间的开启 就要再被选中九个人 恶魔直播间 三天直播一次 每次抽取十人进行直播 如果有人活下来 就继续直播 空缺的名额随即抽去补上 恶魔直播间出现以来 还没有人能通关 最厉害的一个人 也才走到第九关 在第十关 直接被一头巨兽给吃了 至于为什么 那是因为 创造这个恶魔直播间的人 就是这个未免真正的主角 恶魔直播间的主人 以恐惧为实 通过这种诡异的手段 不断地制造恐惧 来提升他的实力 话说回来 古川在出租房里躺下后 厨房又传来了 咄咄咄的声音 厕所里传来了 哒哒哒的滴水声 床底下发出 吱吱吱的摩擦声 古川好奇地 看着一个阿飘在到处飞 一会去厨房 拿着菜刀剁几下案板 一会又飘到厕所关门开门 不一会又爬进古川的床底 用指甲挠着床板 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这人能看到自己 主上给自己的任务是 制造恐惧 既然眼前的年轻人 能看到自己 那就好办了 结结结 碰 阿飘刚想要变成恐怖的嘴脸 吓一下古川 谁知道古川一拳 就打了过来 在别人家里 不经过主人的同意 擅自用我的厨房和厕所 还躲到我床底下 你礼貌吗你 从刚才到现在 你一共冲了13次厕所 你不知道 现在水费很贵吗 古川一把抓住了阿飘 在对方惊恐的眼神中 一拳打爆 与此同时 一道空洞 毫无感情的声音 在直播间响起 恭喜通过恶魔直播间第一关 说完后 这声音就消失了 也没有说 通关会给你奖励什么的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 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 为了追求实力 他不断地将这些诡异 散播到人群里 不顾普通人的死活 在小说的最后 主人公更是将这个位面 打造成了一个鬼欲 普通人成了他的圈养对象 为他提供恐惧的资量 这小说的作者 也是一个奇葩 估计黑暗闻写多了 三观有点不正 趁着现在直播间 还没散去的热度 古川直接开了一波硬广 各位各位 刚刚我那护身符的效果 想必大家都看到了吧 有想要的 就扣个666 明天12点准时开售 这本来是孙波 用古川前身打出的广告效应 但他没想到 古川竟然还活着 第二天天还没亮 古川就到了批发市场 批发了一堆的首饰 卖家看他批量大 直接五毛钱一个就卖了 中午12点一到 古川直接开了直播 此挂坠不二价 一万块一个童所无欺 钱贵的就走开 不要避避 这种抵御鬼屋的挂坠 对古川来说 那是再简单不过了 这制作方式 比最低等的法器 都简单好几倍 一下午时间 古川就入账了一个亿 有钱的他 直接豪制千金 买了一座高级豪宅 不用过前身那种吃泡面 用娃娃的生活了 远在城市另一头的孙波 看到古川的作为直接大怒 那可是 他专心设计出来的广告 竟然就这样被人摘了桃子 至于古川为什么还活着 那关他什么事 孙波关心的是 现在自己的生意被抢了 现在很不爽 三天时间一会儿过 还在喝着茶水的古川 突然感觉到一股吸扯力 如果古川想 他可以随时切断 但那就没意思了 华州中学 一座已经荒废了很多年的学校 据说是因为闹鬼 死了好几个学生 封了好几个老师 迫于舆论不得不关停 华州中学的旧址 是一个乱葬岗 后来因为华州区开发这块地皮 被华州中学的董事长看中 在乱葬岗上建起了华州中学 只是后面发生的一系列诡异事件 让华州中学不得不关门 缓了下神 古川突然发现自己穿着校服 坐在了一间教室里 四周熙熙攘攘的都是一轮声 古川注意到 还有九个一脸猛逼 和这环境格格不入的人 这九个估计就是今晚被选中的人了 安静安静 老师来了 都不要讲话了 起来说话的那个学生带着袖章 应该就是班长了 踢踏踏踏踏 教室里一瞬间变得格外的安静 漆黑的环境里 除了教室外走廊里响起的高跟鞋声音外 就是教室里十个人的呼吸声了 大佬 大佬 这次你一定要罩住我 旁边的一个男人脸上冒着冷汗 嘴唇哆嗦地靠近古川气球着 安静 前方的班长突然转头 惨白的双眼直勾勾地盯着说话的男人 男人腿一软 差点就摔倒在了地上 踢踏 最后一声响 教室门口出现了一个女教师 女教师一手拿着戒指 一手拿着书本 穿着职业套装 面色严肃地走上了讲台 吵吵吵 天天只知道吵 你们就是 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了 要是都把这功夫放在学习上 你们清华北大都有希望 女老师絮絮叨叨地讲了一堆话 就开始上课了 把你们的书本拿出来 今天我们来讲平面几何 谁还记得上节课讲了什么 古川有意思地看着眼前的场景 这个恶魔直播间还挺有趣的 什么鬼都有 这时 古川说道 古川 古川你最近听了那个传言了吗 什么传言 古川好奇地问道 旁边的同桌看了看四周 突然凑到古川的面前 古川一巴掌扇了过去 你有口臭 别看我那么近 同桌委屈地捂着脸 小声地说道 传言 传言我们的数学老师 三天前就意外坠合死了 第106章 底线 和古川这里的情况一样 被选中的人都在同桌的介绍下 心里咯噔一下 看着讲台上的女老师 大气都不敢喘 叮铃铃 下个声响起 周围的学生疯了一般地冲出了教室 看得出来 他们有多高兴 古川的同桌临走时 巧声对古川说了一句 晚上一定要早点回来 不然被教导主任逮住 你就 同桌顾留疑问地说了一句 就想离开 却被古川一把抓住 什么事你说清楚啊 被教导主任逮住会怎么样 同桌想要挣脱 却发现 根本比不过古川的力气 他突然有点怀疑人生 以前遇到的人 不都是在自己的话语中 恐惧得不能自己的吗 怎么现在这人这样 还能不能让自己好好完成任务 制造悬念了 同桌无可奈何 最后忧愿地说道 被逮住就会被吃了 古川放走了他 其他被选中的人 见到古川的这番动作 都是佩服不已 其中一个戴着小黄帽 画着妆容的男子 突然上前 挽住了古川的胳膊 娘里娘气地说道 哥哥 人家好怕怕啊 你能不能保护保护人家 等这一关通过了 我就请哥哥吃淘淘 好凉凉的那种淘淘 古川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一把甩开这个死人腰 去死吧 你个娘炮男子 被古川一拳抱头 古川的行为 直接吓到了所有人 他竟然敢杀人 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恶魔直播间里 网友一号 这里是法外之地 就和张三一样 他在这里就是法外狂徒 谁也管不了他 网友二号 真过瘾 我早就看着死便太不爽了 一个大男人话 那么浓的装干嘛 说话还卷着舌头 换我喂一把掌拍死他 孙波不屑地看了一眼古川 一个只会用暴力的野蛮人罢了 没有头脑 你就根本过不了这一关 熟知剧情的他知道 这一关需要找到失踪的校长 才能安全地通关 而找校长 就要先找到比仙 只有比仙才能知道校长在哪里 各位 都听我说我有办法通过这一关卡 但是需要你们的配合 孙波直接抢过古川的风头 把目光吸引在了自己身上 你说有办法就有办法 你怎么证明 有人立马就提出了质疑 你不相信我不抢求 相信我的都跟着我来 孙波一马当先 向着教室之外走去 剩下的几人互相看了看 最后谁也没有主意 只能跟了上去 教学楼内空无一人 四周散发着腐朽破败的气息 众人向前走了几步回头看去 身后的教室 已经被一股阴森的迷雾笼罩 看来是回不去了 在孙波的带领下 九人来到了一处保安室 保安室内也是破旧不堪 但在桌台之上 却摆着十个崭新的对讲机 你去把对讲机拿出来 孙波吩咐着古川 他要在这个小团队里 掌握话语权 嗯好的 古川答应一声后 大踏步地走进了保安室内 拿走了一个对讲机出来 孙波满脸不高兴 你是故意的吧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如果我们不一条心 根本就活不过明天 孙波把错都怪在了古川身上 他要借着这个机会 把古川孤立出去 因为这个本该死去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没死 而且还有特殊能力 会让他增加很多的不确定性 他要排除这种不确定因素 不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有意的 古川十分认真地解释了一句 让孙波差点一口气 堵在胸口上不来 你去 把所有对讲机都拿出来 孙波又对着身后的艺人说道 在场的都是人精 见古川拿一个对讲机没事 他们也不想多声事端 全都一个进去 拿了一个对讲机出来 根本没有人给孙波带一个 孙波咬牙切齿 这群白眼狼 他直接冲了进去 拿了一个对讲机 但他也不敢多拿 因为拿最后一个对讲机的人 会出现大恐怖 避避避避 一声声嘈杂的信号 突然从对讲机里传来 保安室保安室 呼叫保安室 众人都不敢出声 这声音实在太诡异了 根本不像是一个正常人 能发出的声音 就像是有人喉咙里 卡着一把刀片发出的声音 都别出声 别接他的话 接了他的话 就会被他缠住 我们把对讲机 调整到同一个频道 孙波正在为所有人 说明这问题的严重性 可疑到不合时宜的声音 突然响起 收到收到 保安室收到 有什么事 请讲谷川拿着对讲机 和对面说话了 孙波顿时一脸的惊恐 快跑 那东西要是过来 我们全都会没面 所有人都莫名其妙地 蹬在孙波的后面 这时谷川的对讲机 又传来了声音 没事 我就不能来找你了吗 对讲机里的声音一顿一顿 好像谷川的回答 让他很高兴一般 你不来就是我孙子 谷川妈妈咧咧的一声 直接让对面一愣 这怕不是个愣小子吧 孙波有苦难言 想要甩掉谷川 可谷川跑得比自己还快 紧紧地跟在自己身后 打架又打不过这种暴力分子 孙波感觉自己太难了 终于 孙波在一处教室门口停了下来 这次我们想要通关 就要找到这座学校的校长 而校长只有比仙才知道下落 说完 孙波一把推开了教室的门 教室里所有的椅子 都被散乱地堆放着 中间被空了出来 中间处整齐地摆着一张桌子 桌子上摆放着一张纸和一支笔 孙波直接坐在一个位置上 再来三个人 我们来召唤比仙 剩下几人都在犹犹豫豫 不知如何是好 古川上去也占据了一个位置 最后两个胆子大的人也坐了上去 孙波不屑地看了一眼剩下的五人 玩比仙其实并不危险 而站着看热闹的人才是最危险的 四人握住了笔 放在纸上 孙波闭眼小声默念道 比仙比仙 你是我的前世 我是你的精神 如果你要来 就在纸上画圈 第107章 画三角形 一丝无缘阴风吹过 屋内的空气变得很是压抑 古川感觉到自己手背上出现了一丝冰冷 朦胧的月光下 好像有几道黑影一闪而过 其中一道穿着白色衣服的虚影 走到四人面前 化作了一缕看不见的青烟 消失在了四人握着的笔中 一股凭空出现的力道 开始推动着四人的手 你们是你们在动吗 一人表情有点惊恐地说道 闭嘴 现在笔仙已经来了 不要分心 孙波喝止了说话的人 以免惊走了笔仙 笔仙在一股力量之下动了起来 红色的笔迹慢慢地出现 想要画出一个圈 古川突然来了一点恶趣味 非要画圈干嘛 画个三角形不行吗 古川手中暗暗发力 笔仙死命地抵抗着 最后还是无能为力 很是憋屈地画了一个三角形 孙波一愣 难道这次来的不是笔仙吗 怎么画的是三角形 不过事已至此 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进行下去 召唤了笔仙就要把他送走 不然就会被缠住 笔仙笔仙 你知道这所学校的校长在哪里吗 孙波问出了最重要的问题 这次古川没有阻止笔仙 笔仙一笔一画地在白纸上写着字 校长是 三个字被写在了纸上 笔仙笔仙 你知道校长是怎么走吗 孙波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虽然他知道剧情 但他不知道校长是在哪里 要不然也不用问笔仙了 笔仙在白纸上画出了路线图 孙波知道了他想要知道的信息后 默念着道 笔仙笔仙 你是我的前世 我是你的今生 如果你想走就请回吧 一阵凉风吹过 笔中的笔仙又画作了一道白影 他来到每一个人面前吸了一口 那是人的阳气 这世界上没有无本买卖 笔仙不会无缘无故地解答你的问题 带笔仙游走到谷川面前 嘟着嘴 准备在谷川面前吸一大口阳气时 谷川直接别过了头去 虽然这笔仙是个妹子 但谷川才不会给他阳气 笔仙的小脸上满是不高兴 谷川转头 他就跟着对到谷川的脸上 他能感受得出来 这男人身上的阳气很旺 吸一口绝对大补 笔仙露出了贪婪的小表情 看着眼前的男人 小舌头舔了舔嘴角 愈发地亢奋了起来 好了 既然知道了校长在哪 我们就动身吧 找到校长 也好结束了任务 谷川装作无意地一挥手 不知疲倦的笔仙 瞬间被打趴在了地上 笔仙在谷川面前 张牙舞爪地伴着鬼脸 可谷川就是装作看不见他 最后笔仙 见实在没法吸收到阳气 无趣地他在墙角画起了圈圈 当 一声寺庙里壮钟一般的声音响起 众人的心里都在一起 不好 是晚上查请的时间到了 我那同桌告诉我 现在绝对不能出现在教学楼里 要是被教导主任发现 那就 喝这种鬼话你也信 两人虽然在争论着 但声音渐渐小了下去 全都躲在教室的墙角处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踏踏踏 安静地走道里 突然响起了踩踏声 声音断断续续 应该是一个一个教室寻视过来的 不一会 这声音就停在谷川等人的教室之外 谷川抬头看去 一道黑影 处立在窗户那一动不动 除了谷川 所有人的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一缕缕恐惧的气息 在空气中弥漫出 又在无声间 被恶魔直播间给吞噬了 一分钟 两分钟 窗户外的黑影迟迟不动 众人的心理压力 也是越来越大 谷川却是在这时忍不住了 直接站了起来 一把推开了窗户 你站这么久干嘛 别人陪你演戏很累的 你知不知道 点你脸了是不是 窗户外站着的是一个地中海中年人 只有谷川的肩膀那么高 此时正一脸猛逼的看着谷川 这打开的方式 好像哪里不对啊 中年人缓过了神 脸色沉了下来 扯起僵硬的嘴脸 眼神变得空洞 四周的黑暗更加的深邃了 现在都几点了还不睡觉 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中年人缓缓的开口 鬼怪也不能为所欲为 只有触犯到了他们的规则 他们才会下手 而显然 谷川等人不再寝视睡觉 就触发了他动手的规则 跑 赶快跑 孙波一马当先的冲出了教室 该死了谷川 要不是他教导主任 也发现不了自己等人 孙波真是恨死了谷川 跑 等等我 不要丢下我一个人啊 谷川直接给了教导主任一拳 教导主任的鬼脸 顿时凹陷了下去 教导主任一脸猛逼 他还没动手呢 怎么就被人给打了 谷川的速度很快 直接超过了一个又一个 跑到了第一名的位置 孙波都快要气死了 这家伙惹祸快 跑路更快 分开走 孙波不想和谷川一条路 直接踏上了教学楼的另一个台阶 其他人也三三两两的分开 现在分开的存活率 显然要比在一起要大得多 教导主任仿佛是认定了谷川一般 不管谷川到哪里 他就跟到哪里 一处漆黑的走廊里 教导主任伸出漆黑的指甲 脸上是争鸣可怖的表情 嘿嘿嘿 学生不听话 在华州中学 可是会被吃掉到教导主任 故意拖着长音 他要让猎物感觉到恐惧 走廊转角处 教导主任故意站在那一动不动 周围刮起一阵阵阴风 他知道猎物就躲在转角处 他要给猎物造成心理压力 让他恐惧又找不到恐惧的源头 而谷川这边 他确实是躲在转角处 可以他的视角是 在教室玻璃的映射下 教导主任一脸的猥琐 时不时的笑看着前面 还不时的张着嘴 吹出一股阴风 学生不听话的学生 是要被吃掉的呀 教导主任眼界时机成熟 突然之间站了出来 他要突然之间吓死那个人 可是他没想到 迎接他的是 沙包大的拳头 装 叫你装 谷川揪住对方的衣领 一拳就打散了教导主任的满口牙齿 又一拳一拳揍得对方面目全非 不对 不应该是这样的 怎么挨打的变成自己了 教导主任想要反抗 却遭到了更可怕的暴击 第108章 尔虞我诈 说吧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谷川坐在一张快要散架了的椅子上 地上趴着那个教导主任 教导主任已经鬼体不稳 即将就要散去的样子 他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要不是不能流泪 他早已经泪流满面了 这位同学 打老师是不对的 中年人还想辩解 谷川一个巴掌 他就变乖了 我知道的不多 我只知道 我死了之后 一个年轻人出现在我面前 他让我管理这个关卡 让我把进入里面触犯规则的人都杀了 中年人捂着脸轻声说道 当鬼当到他这份伤 他对自己也是很失望 你们的校长在哪里 是不是找到他 就可以通关了 谷川继续问道 校长 通关 中年人疑惑了一下 又继续说道 校长我也很久 很久没见过他了 但找到校长就能通关 我没听谁说啊 就是主人也没提过这关卡能通关 一般进入这里的人都是 熬到时间结束就通关了 谷川已经知道了自己想要的 可是让他放过这么一个 想要他命的鬼 也不可能 中年人好像看出了谷川的想法 直接一把扑到谷川脚下说道 同学 同学你不能杀我 我已经死了一次了 如果再死一次 我就不知道自己变成什么了 那这样吧 你去找那个孙波 去吓他去揍他 我就放过你 谷川双手一摊 自以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谷川在教学楼溜达着 突然前方出现了两个身影 谷川看得有点眼熟 好像是刚刚和自己在一起的被选中者 张文 王武你们在干什么呢 前方的两个人被叫得一哆嗦 待看到是谷川之后 急忙跑了过来 谷大神 谷大爷 这次你真的要照着我们啊 刚刚我们遇到了一个两米多高的大个子 轻勉獠牙的吓死我们了 要不是我们俩跑得快就要 直接被抓走了 二人一左一右地抱着谷川 死也不撒手 仿佛这样能带给他们安全感一般 谷川看着这二人有些诡异 他刚才明明看到这两人是跌着脚后跟走路的 现在两人纠缠着自己没法细看 三人走着走着 谷川的对讲机里突然传来了声音 注意大家注意了 就在刚刚我看到张文和王武被一个鬼怪给杀了 你们要小心点 一瞬间 谷川两侧的张文和王武身体一僵 缓缓地抬起头 诡异地盯着谷川的眼睛看 谷川也是毫不示弱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二人 一分钟后 二分钟后 王武终于忍不住了 眼前的这个男人怎么就不害怕不恐惧呢 对讲机里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 我们俩已经死了 我们俩现在是鬼啊 嘿嘿嘿 被你发现了吗 王武故作恐怖的表情 企图打垮谷川的心理防线 是啊 被我发现了 你们就别想走了 谷川的手臂突得便大了一圈 直接掐住了张文和王武的脖子 二鬼怎么也想不到 谷川竟然有这般本事 当即就现出了原型 是两个穿着保安服的男鬼 放 放手快放手 我们是鬼 你不能这么对我们两个保安鬼 不停地威胁着谷川 谷川没有理会二人 手臂肌肉用力 直接捏爆了二鬼 拍了拍手 继续向着前方走去 教学楼C撞的一处走廊上 一个两米多高的青面獠牙鬼 穿着被撑开的保安服 正和一个手拿佛陀挂制的年轻人对峙着 年轻人正是孙波 手上的佛陀 散发着金黄色的光芒 让保安鬼不敢靠近 我跟你说过了 让你来的人不是我 叫你孙子的人也不是我 是那个谷川傻大哥 孙波快要被气死了 这明明就是谷川惹出来的货 怎么就成自己背锅了呢 杨队长 他说的对 和你有仇的是叫做谷川的那个人 不是他 他现在就在壁状教学楼 这时一个黑影突然出现在了保安鬼的后方 如果谷川在这里的话一定能认识 这黑影就是先前的教导主任 不知道怎么回事 竟然和孙波勾搭了起来 保安鬼拔地而起 轰隆隆地朝着壁状教学楼走去 中年教导主任看了孙波一眼 你记得你说过的 不然说完他转身就跟着保安鬼去了 壁状教学楼里 谷川记得笔先画下的地图上 华州中学的校长就应该在这层楼里的 怎么到现在还找不到 突然 一道慌慌张张 很是极其的声音响起 谷同学 谷同学快救我啊 谷川看到先前的那教导主任鬼 竟然被一个两米多高的保安鬼追着 教导主任直接冲到了谷川的面前 想要躲到谷川的身后 谷川才不会如他所愿 直接滴溜着他的领子 将他提了起来 教导主任的眼中闪过一丝怨毒 随后又化作了委屈 用可怜的目光祈求着谷川 孙波让你来的 教导主任还会说话 谷川就问出了让他难以回答的问题 明显的教导主任慌乱了一下 鬼体都跟着模糊了一下 没 没有的是 谷同学 你这是听谁说的 鬼话果然不能相信 我刚刚在楼顶不看到你们了 既然你不知道珍惜机会 那就再死一次吧 谷川又并猛地壮大起来 在教导主任惊恐的眼神中 一拳就结果了他 教导主任的眼神中充满了最后的悔意 本来是准备去对付孙波 可不知道怎么的 两三下就被孙波给说动了 脑子一热就想过来对付这种狠角色 身后的保安鬼怒吼着冲了上来 他要把眼前的男人生生撕碎 让他知道得罪自己的代价 结果 化身肌肉磨进人的谷川 一拳就磕飞了保安鬼 还不等保安鬼反应过来 直接上去扭断了他的脖子 自从有了英灵使者这个体制后 和鬼物之间就到了相同的次元里 打斗就和肉搏没什么区别 而且物理驱鬼的效果更好 直播间里满屏的666 网友5号 这谷川怎么这么猛 那肌肉就跟漫画里走出来的人物一样 我们世界怎么可能存在这种人 网友6号 一楼不知道了吧 自从先秦始皇之后 我们世界就彻底进入了末法时代 虽然其人意识少了 但不代表没有 网友7号 实不相瞒 在下就是龙虎山163代传人 各位久养了 第109章 陶陶又来了 碧壮教学楼里 谷川一个接一个的教室找过来 可他就是没找到校长是在哪 他也看过剧情介绍 知道校长是藏身在壁壮教学楼里 可那个狗作者也没交代清楚 怎么找啊 同样出现在壁壮教学楼里的孙波 在墙角处看了一眼谷川 小声嘲讽地说了一句 果然是傻大的头脑简单 找到校长是可不会这么轻松 还有最重要的一环 找到第五间厕所里的淘气鬼 只有他才真正知道校长是在哪里 如果谷川在这里的话 他一定很好奇 这孙波怎么会这么清楚的 因为他的系统都没有把剧情给得这么详细 谷川没有办法 最后他在一个破旧的教室里 找到了一只只有半截的铅笔 和一张发黄的纸 既然没有办法 那就问问那个笨笨的笔仙好了 笔仙笔仙 你是我的前世 我是你的今生 如果你要来 就在纸上画个世界地图吧 谷川静静地等待着 而在另一边 躲在墙角处画着圈圈 满脸不高兴的笔仙 好像是听到了什么号召 可还不等他过去 一到妖野的身姿就飘了过去 他的手臂上传来了一丝冰冰凉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来吃个桃桃 世界地图太难了 桃桃画不出来 我来画个桃桃吧 谷川浑身僵硬地看着自己的手 在泛黄的纸张上画了一个桃子 这死人妖竟然变成鬼了 还变成了一个桃桃鬼 哇 借桃桃画得好好看 GD来吃个桃桃吧 已经冰冰凉了呢 桃桃鬼手上多了一个黑色的桃子 满脸期待地看着谷川 谷川 神他妈的吃的桃桃 竟然还阴魂不散了是吧 谷川一把抓过桃桃鬼手中的桃桃 我让你吃桃桃 让你吃桃桃 让你全家都吃桃桃 谷川粗暴地将桃子塞进他的嘴里 直接就把他给生死了 一边的笔仙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发声 想要敲迷你的溜走 刚想转头就听见谷川又开始念叨起来了 笔仙笔仙 你是我的前世 我是你的今生 如果你要来 就在纸上画一张世界地图吧 说完后 谷川又在后面加了一句 你别想跑 我已经看到你了 这召唤的仪式感不能少 不然就是看不起你笔仙 笔仙气呼呼地在谷川面前 开始绣着他的肌肉 最后谷川一瞪眼 又乖乖地进入了只有半截的铅笔中 世界地图怎么画 那可就难坏了笔仙了 附身在铅笔里的笔仙摇头叹气 不停地拍打着他的小脑瓜子 最后 他在纸上画了一个圈 圈里被一只大公鸡挤得满满当当的 最后笔仙拍了拍手 很是满意自己的杰作 鼻子一凝 很是傲娇 则这水平 他不是体育老师教的美术课吧 谷川随意地点评着 铅笔中的笔仙挥舞着拳头 突然带着铅笔跳了起来 啪的一下 谷川的膝盖被笔仙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笔仙内心OS 竟然敢这么说本仙女 看到了吧 本仙女能跳起来打你的膝盖 就问你怕不怕 谷川毫不在意 继续问道 笔仙笔仙 你带我去找校长室好不好 笔仙一愣 哪有人提这要求的 不都是提问题 他负责解答的吗 笔仙指挥着铅笔 想要写下不会两个字 谷川却凭借着他的力量 硬生生地写出了一个好字 笔仙神色优怨地看着谷川 你礼貌吗 既然你答应了 那就带路吧 谷川一把揪出了铅笔中 委屈巴巴的笔仙 呼吸呼吸吸吸 笔仙冲着谷川吸气 想要吸取谷川的一口洋气 用作报酬 可他把肺都快吸吐出来了 也不见谷川有一丝一毫的泄露 笔仙一插腰一摆手 在纸上写下了三个字 我不干 那我请你也吃个淘草 帮帮想的那种 谷川刚说完 笔仙就直接一个例证 向着谷川敬了一个礼 在纸上写下 保证完成任务 笔仙内心 OS 我是一个有原则的鬼 我只做从心的事 其他的事不要叫我干 我可以不拒绝 但我不可以不从心 教学楼里的厕所 都只有四个隔间 而能出现不合常理的第五间 那肯定是个诡异的地方了 笔仙已经把自己知道的 都写成了详细攻略 首先要找到第五间厕所里的淘气鬼 只有淘气鬼才知道 校长的真正下落 闭状厕所一层一层的搜查过去 谷川连女厕所也不放过 笔仙在后面一脸的嫌弃 这变态男竟然连女厕所都进 快来帮忙找 不要站着 谷川一说话 笔仙又屁颠屁颠的跑了过去 帮忙寻找了起来 最后 谷川在五楼的女厕所 发现了一丝端倪 这里的阴气 明显比别的地方要足 虽然说 厕所也属于阴地 但更多的是污秽 怎么这些鬼都喜欢待在厕所里 难道都喜欢纹屎 淘气鬼出来吧 我已经看到你了 谷川看着第四间厕所的边缘 那里有一条漆黑浓郁的阴气 眼见没有任何反应 比先一副看傻子一样 看着谷川 谷川却是丝毫不在意 直接把手伸进了那条阴气之中 活生生地撕裂出一个洞口 手伸进去啪哒一声 打开了一个老式厕所的门 一阵迷雾过来 第五个厕所隔间出现了 与其他四个不同的是 这间厕所的隔板里写满了字 你怎么还不去死 你就是一个懦夫小人 崔刚是头猪 哈哈 来一声猪叫听听 谷川推门而入 一瞬间 谷川就感觉自己 又变了一个学生 学生的胸牌上 写着崔刚两个人 这不就是 那淘气鬼的名字吗 怎么现在自己变成崔刚了 还不等谷川有所反应 教室里的几个人 就围在了谷川四周 哎 崔刚你等会帮我值日 崔刚放学后 就把你的零用钱上交给我 不然我揍死你 这个崔刚就和他名字一样悲催 在学校里是个被欺负的人 是一个学校霸凌的对象 第110章 校长是 谷川化身的崔刚 直接拒绝了他们 你们这一个个的是想屁吃吗 围在谷川周围的几个学生 顿时一怒 特别是那几个染头发 刺纹身的 直接一把向着谷川的衣领抓去 崔刚 谁给你的胆子 敢这么和我说话 给我跪下扇自己的耳光 几人推扫着谷川 目入猙獰 仿佛下一刻就要 把谷川给撕碎了 教室里的同学都在看热闹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或者说 就算是告诉了老师 学校也只会选择稀释宁人 并不会解决实质性的问题 还淘气鬼 我看更应该叫你胆小鬼吧 让我来告诉你 被欺负的时候 就要勇敢地反击 他们人多是众 不是你懦弱的理由 谷川在这些人疑惑的表情中 不停地说着 接着他抓住前面一个手臂上 有纹身的学生 直接两根指头 插进了他的眼睛里 小小年纪不学好 学人家去纹身 你不知道会感染疾病的吗 还有你 做一个学生 就要有学生的样子 染什么兜发 剃个小瓶头不行吗 谷川一把揪住小黄毛的头发 连着头皮都给掀了下来 谷川现在变成了崔刚 一个小身板的淘气鬼 双拳难敌四手之下 他直接卸下了一只桌子腿 挥舞起来虎虎生风 大杀四方 这时有人已经去报告老师了 不一会 就有一个秃头中年人走了进来 这不正是先前 被自己打包的教导主任吗 教导主任不问青红皂白 一上前就开始训斥起谷川来 崔刚 你想干嘛 你当你拿个桌子腿 就是孙悟空了 还不给我放下 你知不知道你 殴打同学是会被判刑的 他们以前打我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出来帮我说话 谷川疑惑地问道 教导主任想也不想 直接说道 他们那是打你了吗 都是和你玩呢 你有受什么伤吗 还不给我把武器放下 给我去派出所 地上躺着的几个笑霸 配合地哀叫了起来 哎呦 痛死我了 痛死我了 我感觉 马上就要死了 再教你一招 既然被人针对 那就直接掀翻他们好了 谷川二话不说 一棒子就打在前面的 秃头中年人的太阳穴上 接着开始大杀四方 染头发的黄毛死了 刺着纹身的死了 看热闹 又去偷风报信的也死了 谷川从教室内杀到教室外 一直到眼前的幻境的崩溃 谷川睁开眼 只见女厕所里 突然之间多出了第五间卫生间 一个瘦弱的身影 蜷缩在马桶盖上 他的前面 站着拿吃玉佛像的孙波 孙波惊讶地看了谷川一眼 这傻大哥 竟然能这么快就冲出了幻境 不过自己已经得到了消息 这淘气鬼 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玉佛像散发着金光 淘气鬼惊恐地大叫着 他的鬼体 开始一点点的一散开来 我刚刚教你的忘记了吗 谷川并没有插手的意思 自己不强大起来 那就永远只会是被欺负的对象 淘气鬼的眼睛闪过了一丝疯狂 再这样懦弱下去 不敢还手 等待自己的只会是死亡 淘气鬼终于伸出了他的獠牙 黑气缭绕之下 就像是来自深渊的妖怪 孙波有点不敢置信 这淘气鬼的设定 不是应该懦弱无比 哪怕被打死 也不敢还手的吗 现在看着情况有些不对啊 谷川你干了什么 知不知道触犯了鬼怪的规则 我们都要死 我都马上就要收拾了他了 你还来掌握什么 淘气鬼黑气缭绕之下 忍着被欲佛像灼烧的剧痛 向着孙波发起了攻击 孙波连忙又掏出一个挂坠 阻挡住淘气鬼之后 直接破窗跳了下去 他不想从谷川身边逃走 只不定会被这傻大个连累了 淘气鬼膨胀了 眼见鬼声中第一次反击 就有这么好的成效 这让他很是高兴 随即张牙舞爪地向着谷川招呼而去 谷川随手一巴掌 啪的一声 淘气鬼躺在地上 双眼无神 我再教你一招 遇到比自己强大许多的人 该耸的时候就得耸 不然就是白白送死 淘气鬼眼神里露出了茫然 叫我反抗的是你 让我耸的还是你 淘气鬼表示 做鬼好难 谷川身后的笔仙突然冒了出来 看见趴在地上的淘气鬼 顿时双眼一亮 直接上前 狠狠地敲打着淘气鬼的脑袋 显然以前被这淘气鬼捉弄得不轻 现在终于找到机会了 笔仙打完之后 露出了满足的小表情 拍了拍手 又躲在了谷川的身后 校长在哪 谷川直接问道 淘气鬼一阵迷茫 一会后才回过神来 为什么你们也要找校长 校长真的是一个好人 校长是好人 这和他通关有什么关系呢 要不是校长一直庇护着我们 我们早就被那个人抓走了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 校长在哪的 哪怕是我再死一次 淘气鬼的眼中露出坚决 不过谷川下面的一句话 直接让他破防了 可你刚才就告诉了那个人 谷川的话让淘气鬼一愣 随即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 恼羞成怒的向前一指 校长就在那个方向 谷川才不是傻子 别人随便说一句 他就信了 直接抓住淘气鬼 让他带路 李先生在身后 拿着戒指监督着 淘气鬼把谷川带到了一楼 可这谷川 早已经把一楼给翻了一个遍了 哪来的校长是啊 正当谷川疑惑的时候 他在前方看到孙波的身影 他直接进入到了一股 黑气形成的门户之中 门户之上 写着校长是三个字 我的乖乖 原来还学会隐藏技能了呀 校长室里的人 好像是知道谷川要来一般 孙波进入里面后 没有第一时间关门 而是等待着谷川三个进入 才关起了门 消失在无边的夜色之中 听说你们两个找我 一个笑容和蔼的小老头 笑看着谷川和孙波二人 随即又上前用手摸了摸 笔仙和淘气鬼的脑袋 仿佛他们就是 他的孩子一般 鬼仙和淘气鬼也没有排斥 反而十分依赖地 套在这小老头的身边 华州中学的校长华东阳 终于找到你了 只要把你献祭给恶魔直播间的那位 这一关就算通关了 孙波双眼放光 热切地看着眼前的老人 第111章 造物主 孙波的话 让淘气鬼一脸都不敢置信 你可是被院长选中的救世主 你怎么可以这样 院长和蔼地拍了拍淘气鬼 示意他安静下来 年轻人 你是不是还有很多疑惑 疑惑 我怎么可能会有疑惑呢 这里的一花一草 一人一物 可都是我亲手创造的呀 黑暗即将来临 诡异终究会打破这个世界的规则 这个世界将会重组 迎来不一样的时代 孙波好像疯魔了一般 不停地说着淘气鬼等人听不懂的话 可一旁的古川却听懂了 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 那这不就是这本小说世界的作者吗 一个作者穿越到自己书里 就连古川的系统都没给到这种信息 哼 说了你们也不懂 古川 快给我抓住他 只要抓住这个老头 把他献祭给恶魔 我们就通关了 孙波神色兴奋地看着校长 仿佛他笔下的那只恶魔 能给他带来好处一般 古川并没有理会 要抓你自己抓 马上就天亮了 我干嘛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华州中学的校长华东阳 已经一脸梦了 孙波是他根据冥冥中的指引 找出的一位救世主 这是对抗恶魔的希望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救世主竟然对恶魔这么的热衷 自己的一番作为反而显得多余了 哼 无知的人啊 你根本不知道 这世界上存在什么样的力量 只有打破光明 引入黑暗 才能体会到力量带来的享受 这话听得古川怪怪的 你确定不是怪兽 我是不是要变个奥特曼出来 冲破黑暗 下一刻 他直接用身上的挂坠 闯出了校长室 大苍天恶魔 华州中学的校长藏在这里 我找到了 根据你定下的规则 我将可以得到你的魔力 孙波兴奋地大叫着 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身为这本小说的作者 他深知如何运用各种途径 得到自己想要的力量 而且这些这些途径 只有他自己知道 是一种隐藏的触发式规则 也就在这时 一道黑色光束 突然从空中射了下来 罩在了孙波的身上 孙波仿佛是被打了鸡血一般 兴奋了起来 华州中学的围栏外面 一个个巨大的人影不断地出现 他们翻越了围栏 途径之地不断地扩散出红色的雾气 这是在吞噬华州中学的底盘 哎 是我看错人了 华东阳仿佛一瞬间就苍老了许多 本就不高的个子更加地勾楼了 校长 我去杀了那人 淘气鬼咬牙切齿 或许这一次 才是他最勇敢裹绝的一次 孩子 你不是他的对手 我和大苍天恶魔有过约定 只要一日找不到我 那华州中学就归我管辖 如今他已经找到了我 就触犯到了他的规则 所以没用的 只是苦了你们这些学生 华东阳不舍得摸了摸淘气鬼和笔仙的脑袋 这两个都是华州中学以前的学生 死后也一直陪在他身边 笔仙看着眼前的谷川不为所动 急忙上前哀求起来 淘气鬼说道 谷川 你也是被校长看中的人 以你的能力 应该有办法救救校长吧 谷川摇了摇头 既然是和别人约定过的事 那么就要遵守规则 书和赢都看你自己的本事 华东阳一愣 感情我之前的苦情戏都白眼了 他正式看中了谷川的特殊 才让笔仙和淘气鬼 带他到这里来的 谷川你说的对 约定不能坏 既然这样 那我就守护这华州中学最后一程吧 华东阳眼神瞥了一眼谷川 神色悲切地踏出了校长室 而此时恶魔直播间内的一部分观众 很是疑惑 网友九号 奇怪 我以前也是在华州中学上的学 怎么不见有华东阳这一号校长 印象中倒是有一个和这身高差不多的流浪汉 一直寄居在学校外面 网友十号 我刚刚查了查华州中学的历届领导 你们说我发现了什么 竟然没有华东阳这么一号人 网友十一号 啊 我认出来了 这不是当年我们学校门口那个流浪汉吗 整天好吃懒做的 我送他一碗螺蛳粉 他还嫌弃脸 有当年在华州中学上过学的人认出了华东阳 华东阳挺起胸膛 大步地走出了校长室 看着被慢慢吞噬的华州中学 叹了一口气 同学们 我是你们的校长华东阳 今天我们的家园遭到了入侵 你们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纸笔 拿起武器和我一起保护校园吧 学校是我家 安全靠大家 华东阳发出了号召 顿时那一个个空荡的教学楼中响起了呼应声 学校是我家 安全靠大家 学校是我家 安全靠大家 接受了大苍天恶魔馈赠的孙波眼中 黑气一闪 嘲笑地说道 喝一个盗窃者罢了 你以为窃取了华州中学校长的位置 就能离貌换太子了吗 华东阳是谁孙波当然知道 那可是他笔下创造出来的一个人物 为人奸懒缠华 好意勿劳 只是他运气好当初 窃取了华州中学这片鬼域的一个规则 强行扭转了华州中学鬼域之中的认知 让自己成为了校长 有了和刚出现的大苍天恶魔谈判的底气 华东阳并没有被揭露的气急败坏 而是神色猙獰狂地说道 那又如何 就算我窃取了校长之位 可我守护了华州中学这么多年 那是实打实的 你不能单凭我的出身 就否决我做的一切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现在的孙波好像强行化身成了正义之事 本来和蔼的华东阳却披上狼外婆的衣服 红色的雾气已经将华州中学完全笼罩 华州中学鬼域的规则也变得正常 比先和淘气鬼不再受到影响 也知道了华东阳是谁 他们并没有受到红色雾气的任何影响 相反的 好像现在这个环境 更适合他们生存一般 孙波看着旁边不断靠拢过来的红色巨人 一个个三米多高 浑身红色长着尖角 手臂低垂到膝盖 像是地狱之中爬出来的人员 嘿嘿嘿 古川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还活着 但这个世界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的 看到了吧 这就是诡异的力量 普通人也能掌握的力量 给我杀了他 孙波向红色巨人发出了号令 自己却消失在了后方 作为这个世界的造物主 他不会把自己放在危险面前 第112章44路 古川算了下时间 少说还有十多分钟恶魔直播间才会结束 从穿越各个卫面以来 古川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像现在一样憋屈 今晚这个局怎么感觉自己成了一颗随人摆动的棋子 傻乎乎的什么也不知道 这种感觉很不好 古川很不乐意 所以他把这棋盘给掀翻了 打破僵局的最好方式当然就是力量了 古川感受着冥冥之中的向祖神力 古川虽然穿越在各个卫面 但归根结底 这个世界是存在于大荒世界中的 古川遗憾地发现 自己竟然实力不够 不能穿越世界规则之力 进行下更多的向祖神力 正当他有些疑惑的时候 脑海中突然响起了一道粗犷笨重的声音 有意思有意思 你这人类小娃娃 竟然还有这种宝物 接着 古川感觉到一股巨大的神力冲破了黑暗 降临到了自己的身上 身体不由自主地膨胀了好几圈 已经和红色巨人一般高大了 古川好像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 不过现在当务之急 还是给这些自认为有脑子的棋手一个教训 让他们知道 不是什么人都是 能当棋子 遵守你制定的规则的 一边的华东阳 早已经被红色巨人撕碎 红色巨人拍打着胸脯 冲向了古川 古川爆炸性的力量 直接一拳倒穿了红色巨人的胸膛 红色巨人倒下 身后还有数十个不怕死亡的冲向了古川 哼 一群怪物也敢在我面前成胸 古川一拳倒出 打穿了一个红色巨人 接着又是一脚 红色巨人在古川手里 根本接不下一招 完全是宋菜 解决掉红色巨人之后 古川追上了孙波 孙波大惊失色 嘴里嚷嚷着 不可能 这是他一手创造的世界 怎么可能会出现古川这种不合常理的人 古川 大苍天才是人类最大的敌人 你追着我干嘛 孙波上气不接下气 敌人 你不是要让诡异降临吗 那是朋友啊 怎么会是敌人呢 古川的话让孙波哑然 看来以后自己不能太过自打 这个世界已经因为自己的来道 肯定出现了一些错误 大苍天恶魔 我知道如何让诡异更快的降临 你还想要这么看热闹吗 孙波对着天空喊了一句 就是这一句 红色雾气弥漫的上空 出现了一双漆黑的眼睛 接着一道红色雾气 幻化成一只巨手 向着孙波一把捞去 古川眼疾手快 提前一把揪住了孙波 还不等大苍天恶魔反应过来 就一拳打了过去 不你不能杀了我 我是这个世界的造物主 大苍天恶魔开始愤怒 竟然有人赶在他的面前杀人 他要捍卫自己的尊严 可还没等他继续 今晚的恶魔直播时间到了 这个世界的意志还在 诡异不是那么好入侵的 回到家中 古川洗了得早 清理着头脑中的思绪 这个世界大苍天恶魔 是原来的主角 孙波是一个川书主角 可古川没想到 孙波还是本书的作者 来这个世界的主线任务也不清晰 好像是系统最近出了问题 难道是主世界出了问题 系统不和他说 那古川只能不停地猜想着 系统是一个世界的天道化身 古川早就知道了 只是不知道 是一个小千世界 还是中千世界 刚开始 系统还能和自己多说几句话 现在的系统除了系统商城 其他的都是机械化的语气了 而且 昨晚那相组轻轻松松 就突破了世界规则 更能说明情况有些不容乐观 又是三天时间后 古川的家门前 突然来了一辆破旧的44路公交车 公交车上坐着好几个低着头的人 恶魔直播间又开始了 古川不急不忙地上了公交车 车上安静地可怕 没有一点的议论声 恶魔直播间里 网友12号 我的天我看到了什么 那不是五年前 因为乘客和司机发生冲突 沉入江里的44路公交车吗 竟然出现在了这里 网友13号 好像当时的新闻报道 只就吓了几个人 那公交车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没打捞上来 公交车在漆黑的夜色中行驶着 他路过一个个站牌 有人就停 没人也停 像是一辆静直静泽的公交车 古川坐在中间的位置 他的身侧是两个抓着栏杆 点脚站着两个男人 旁边位置是一个低着头的老人 全车就他和老头两个是活人 哎 这里位置这么多 你俩站我边上干嘛 现在大晚上的大爷大妈 肯定不出来了 古川见自己的话 没有引起任何反应 直接上去 把他俩一牵一牢地 按在了椅子上 两人刚坐下 就像面无表情地起身 古川直接把二人的腿 都给卸了下来 扔到了窗户外面 被车轮碾压得吸碎 让你俩做妖 现在看你们怎么站着 古川拍了拍手 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杰作 车开不久 又在一个站牌处停了下来 站牌处站着一个 戴着耳机的年轻人 年轻人见车来了看也不看 是几路就上来了 嘴里还不时地悠悠切个闹 年轻人刚投了两个硬币 就坐在了老头的前面 车刚起步 老头就突然抓住了 年轻人大声地叫道 你是小偷 你偷了我的钱包 快点交出来 年轻人有点莫名其妙 大爷你这话可不能乱讲啊 我做人堂堂正正 除了经常偷看女邻居洗澡 其他什么事都没做过 老头却不管那么多 蛮横无理地说道 就是你 就是 你偷了我的钱包 赶快停车 我要去派出所 赶快停车 赶快停车 44路公交车 缓缓地停了下来 老头抓着年轻人 就要下车 古川在一边好心地提醒道 现在最好不要下车 不然 要你管 我现在就要去派出所 没等古川说完 老头就抓着年轻人下了车 在他眼里 古川比那些鬼还恐怖 下了公交车的年轻人 气冲冲地甩开了老头 老头叹了一口气说道 年轻人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 这车坐不得 你上车的时候没看到吗 那两个人 是点着脚站着的呀 年轻人表示没看到 他只看到了两个残疾人坐着 还有你上车后没发觉吗 那车安静得可怕 连发动机的声音都没有 你想想 这诡异不诡异 年轻人也回过神来 他好像确实看到了 后排座位上几个 拿着脑袋的乘客 起先以为还是道具 可听老头这么一讲 细思极恐啊 正当年轻人在感谢老头时 他们后方又行驶来了一辆车 不是别的 正是那44路公交车 还不等两人反应过来 便轰的一声 从两人的身上碾压了过去 继续行驶在空无一人的道路上 第113章 电影院 44路公交车继续行驶着 车上的乘客在渐渐地增加着 除了谷川这一个活人之外 其他的都不是 公交车行驶到一座大桥之上 一位本来神情恍惚的大妈 突然之间来了精神 一把站了起来 停车停车 快停车 我坐过站了快停车呀 大妈挥舞着粗壮的手臂 挤到了司机的驾驶位置 我说停车你没听清楚吗 再不停车 我打110了 大妈很是粗鲁地说道 蛮横且不讲理 这里怎么停车 要到下一站才能停 司机言辞拒绝 大妈却是不干了 一伸手 就想夺过司机手里的方向盘 谷川眼急手快 一把抓住了大妈的手臂 我说大妈啊 你自己怎么死的你 忘记了吗 天天这样重复死亡的过程 有意思吗 谷川的话 直接让大妈露出了本相 那是一个浑身臃肿 泛着死鱼眼的样子 身上湿漉漉的 显然是个淹死鬼 我死得好惨啊 大妈苍白着脸 伸出手向谷川抓去 像是一个来索命的厉鬼 大妈 我尊老阿佑 既然你这么想下去 那我就送你一程了 谷川直接打破了窗户玻璃 将臃肿的大妈 一把甩了下去 扑通一声 又掉回了江中 看什么看 一个个只会看热闹 你们要是水果端一点 动手阻止 你们用得着死吗 谷川推开一众鬼 回到了座位上 可刚坐下 他就感觉不对劲了 怎么自己制止了 大妈的无理取闹后 这车怎么还斜着开啊 再这样下去 不掉进江中才管 卧槽 你们这群死鬼 别想拉着小爷我陪葬 谷川粗暴地推开 想要阻拦的众鬼 一把夺过了方向盘 我们死得好惨啊 你快下来陪我们吧 一声声哀嚎声响起 车上的所有鬼物 挥舞着双臂向着谷川冲来 谷川一把揪住司机鬼 扔了出去 稳稳当当地把车停了下来 之后就简单了 车上的一群花拳绣腿 根本不是谷川的对手 一会后 车上的众乘客鬼 都乖乖地排好了队 谷川把车停在了桥边 你们不是想去江陵吗 都给我排好队 一个个下去 谁要是压不住水花 我弄死他 谷川盯着这群不知好歹的死鬼 咚 咚咚咚咚 一个个乘客鬼 像是下饺子一样跳了下去 最后谷川独自开着44路公交走了 穿过大桥来到的第一站 是一个电影院 此时电影院外面 已经停了许多车 显然是其他被选中的人 也被带到了这里 谷川刚下车 就闻到了一股血腥味 显然已经有人死去了 厉鬼眼波听光听名字 这就是一个不大好的地方 影院的走廊里 寂静无声漆黑一片 想要进入影院 就要通过这段长长的走廊 咚咚咚 突然 走廊里传来了一道拍球的声音 接着谷川看到一个七八岁大的无头男孩走了过来 手上像是拍皮球一般 拍着自己的脑袋 叔叔 你看到我的皮球了吗 男孩那一上一下的脑袋 发出了疑问 谷川歪着脑袋 看向了男孩的脑袋 咕噜噜 男孩的脑袋滚到了谷川的脚下 空洞的眼神 一血的嘴角 显然刚刚吃过人 皮球啊 叔叔当然看到了 谷川的回答让男孩很是欣喜 因为谷川已经触犯到了他的规则 不管是回答什么 只要你理会了 男孩就有出手的机会 想要安全地通过 只有不理会 男孩装作视若无睹 皮球啊 叔叔最喜欢的 就是把皮球捏爆了呀 男孩还没时间动手 谷川就抬起了脚 一脚踩爆了男孩的脑袋 接着快步走上前 一把抓起男孩的小身板 撕拉一声 直接撕舍成了好几半 影院里的座位很是空荡 在中间的位置 聚集着二十多个人 正神色紧张地观察着四周 恶魔直播间 现在竟然能一次性选中这么多人了 看来你打破规则的界限 让诡异降临世界的时间不远了 眼见谷川到来 一群人顿时杂杂呼呼地 让出了一个位置 这位可是个狠人啊 已经是闯第三关了 谷川坐在了 他们边上的位置 好奇地问道 你们选择这么中间的位置 不怕四周被鬼给包围了吗 谷川的话 顿时让所有人的脸色一紧 他们考虑过最前方 和最后方的危险程度 却没有考虑过 坐在中间被包围的情况 应该不会吧 谷大神 你可要照着我们啊 众人还未有所动作 突然灯光一晃 本来四周空无一人的座位 突然间就已经坐满了人 这些人一个个神色僵硬地 看着大荧幕 电影开始播放 电影里播放的是一个 名叫稻草人的影片 讲述的是一个 伪装成稻草人的无辜者 被残忍地杀害 之后化身成稻草人疯狂地报复 影片看着看着 突然之间 稻草人的脸贴在了屏幕之上 沙哑着嗓子 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声 我就在你们当中 之后影片里的稻草人 彻底地消失不见了 所有人都哆嗦了一下 特别是和那些 脸色惨白的观众挨着坐的人 感觉到浑身的冷意 咔嚓 灯光突然熄灭了一下 等到灯光再次亮起 被选中的人突然少了一个 他旁边的人 根本就没感觉到 是怎么消失的 一股恐惧的情绪 在所有人的心里慢慢放大 生怕下一个消失的 就是自己一般 咔嚓 又是一声响 灯光突然熄灭 古川感觉到 身边有一丝动静 他掏出从家里带过来的打火机 啪哒一声 火苗冲天起 刚好一道稻草做成的手臂 向着古川伸了过来 漆黑的环境里 突然冒出一道火光 稻草人没有表情的脸上一顿 还没回过神来 哗啦啦声中 整只手臂冒出了火光 稻草人连忙向着古川手里的 打火机吹去 呼呼呼 古川尴尬地看着身边的稻草人 不好意思地说了一句 我这打火机是防火的 两块钱买的那种 第114章 铠甲勇士和黑魔仙 啊 稻草人发出了恐怖的尖叫声 直接挥舞着火焰 向着古川吞噬而去 他要把眼前赶触犯他的男人 做成一个稻草人 啊又是一声尖叫 古川直接把把火机 塞进了稻草人的嘴里 稻草人顿时级地大叫 不断扑打着身上的火焰 稻草人想跑 古川抓着他的腿 又把他拖了回来 四周莫名出现的观众 早已经消失 生怕走迟了一步 就变成和稻草人一个下场了 稻草人被活生生地烧死后 古川拉着满满当当一车人 又开始上路了 恶魔直播间的规则就是这样 要么就继续参加任务 要么就死去 没有第三种选择 一家医院之外 44路公交车嘎吱嘎吱地停了下来 这就是下一个任务点吗 被遗忘的精神病院 公交车打着泛黄的灯光 嘎吱嘎吱地驶入了医院之内 院内很是空旷 四周围着高高的围栏 应该是用来阻止精神病人逃走的 在一处破旧的消防栓处 古川找到了一把消防斧头 嘶嘶嘶地拖在地上 就进入了医院之内 身后的其他人面面相觑 这古大佬怎么一点都不团结 一个人就敢进入这所医院 真是自不量力 等会他出来 看到只剩下自己还活着的时候 看他无不无聊 别扯嘴皮子了 要不要跟上 我不去 我感觉还是待在车里安全 那我也不去 我就准备躺平了 就算古大佬想要基建 我也愿意 红柄斧头在地上不断地摩擦着 古川一个一个房间的打开 与其座椅待毙 不如主动出击 与此同时 医院之外刮起了一道黑风 封停之后 出现了十几个面容猙獰 满目利器的绿色面具小丑 这些绿色面具小丑的领头者 是一个戴着红色小丑面具的人 小丑歪了歪头 嘴角里到了耳根 发出了无声恐怖的笑容 去给我杀了他 看得出来 小丑对古川非常的愤怒 恨不得生吞其血 生死其肉 在哪呢 乖宝宝们 都出来玩游戏了 也小时间到了 啪啪啪嘶嘶嘶 古川嘴里不停地说着 圣人的话 一间一间地搜索 查看了起来 正当古川准备去二楼时 他的前方突然出现了一道身影 这道身影只穿着一条花裤衩 身后披着一张床单 头上一左一右带着两个光碟 脚上只有一只花纹袜子 另一只早就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是你在召唤我吗 我乃铠甲勇士的人间体 夜宵在哪 快带我去 我要不是吃不饱 就变不成铠甲勇士 到时候 谁来保护你们 古川一脸猛逼地 看着眼前出现的鬼 这怕不是以前精神病院里的鬼吧 这是要有多大的执念 连死后也要化身铠甲勇士 夜宵 本魔仙来了 古那拉黑暗之神 呜呼啦呼全身变古川 还没回过神来 又一个披着床单 头上带着凶罩的黑影出现 黑暗魔仙你来了吗 铠甲勇士双手插腰 看着眼前的黑影 是的 铠甲勇士 我听到了夜宵的召唤 黑暗魔仙手里 拿着一根体温计 不停地挥舞着 说好的诡异恐怖呢 怎么出现了两个中二病深度患者 你们这个样子骨川 都不好意思下手了 夜宵时间还没到 到了 我再通知你们 骨川感觉到了另一股杀死 先打发了这两个 有意思的恶鬼 离开再说 哼 我生气了 你以后再也别想召唤 我跟铠甲勇士了 铠甲勇士变身 铠甲勇士被单一甩 头上两个光蝶一晃 呆在双眼之上 随后握着双手 超人一样的姿势飞走了 古那拉黑暗之神 乌呼拉呼本魔仙去野 黑暗魔仙也跟在 铠甲勇士后面 挥舞着体温计走了 结结结 结结 一道道让人毛骨悚然 鸡皮疙瘩掉一地的声音响起 楼道走廊里 响起了一阵踏踏踏的声音 一个小丑张开着双臂 突然出现在骨川的面前 骨川一眨眼 又出现了十几个 不同姿势的小丑 该死的 他怎么一点都没有恐惧 这可是恐惧小丑 是最能勾起人心中 最害怕的鬼物啊 红面具小丑 透过一个绿面具小丑的眼睛 看到这一幕 有些气急败坏 嘿嘿嘿 你们除了下人 还能有其他的手段吗 让我来给你们体会体会 什么才是死亡的恐惧吧 骨川全身肌肉隆起 挥舞着手中的斧头 不退反镜 神色亢奋地冲了上去 恶魔直播间嘞 网友十四号 卧槽 古大佬就是牛逼啊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恐惧小丑 可是恶魔直播间第九关的怪物啊 怎么这一关就出现了 网友十六号 你们没发现吗 最近的天气越来越怪了 昨天我跟踪了一个 穿着暴露的女生 跟着跟着她就不见了 网友十五号 黑人问号脸 JPG一百个刷屏 这边 骨川一斧头挥下 静止不动的恐惧小丑 突然身姿利落地一扭身 想要躲过这一斧头 但骨川的斧头 却是如影随形 剁肉都顿的斧头 直接劈开了恐惧小丑的双臂 恐惧小丑双眼中 透露出一股不敢置信 另一个恐惧小丑 想要上前救援 骨川一把揪住他的头发 按在地上 斧头抡起 咔嚓一声 恐惧小丑的脑袋 咕噜噜地滚了出去 这次轮到恐惧小丑们恐惧了 本来散发恐惧的双眼 都是缩成了绿豆大小 身体一转就想逃跑 上 都给我上 谁要是敢逃跑 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红面具小丑 好像有控制恐惧小丑的能力 只听他话落之后 那个没了双臂的小丑 突然间就爆炸开来 恐惧小丑们目的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 向骨川发起了攻击 待你们这些肮脏小丑 竟然敢欺负我的夜宵 让我铠甲勇士来会会你们 古纳拉黑暗之神 乌呼拉呼 黑魔仙全身变 不准你们欺负我的夜宵 乌呼拉呼黑魔仙 竟然被你快了一招 不过没关系 铠甲勇士变身 嘀嘀嘀嘀嘀铠甲勇士出来 还不忘给自己配乐 第115章 红面具小丑的终结 还别说 铠甲勇士和黑魔仙的实力 竟然比只恐惧小丑 一点也不差 有来有回 打个旗鼓相当 无限烈焰镖 风魔斩 天地无极之行 天必杀术 铠甲勇士身后的被单 呼拉拉的响起 脚上紧剩的一只袜子 也不见了 一道道有鬼气组成的 剑人风暴 向着恐惧小丑打去 黑魔仙也是毫不怯场 手中的体温计 不停地挥舞着 古纳拉黑暗之神 天台上的红面具 小丑的嘴脸向下弯曲着 变成了一张哭泣脸 呆死的 这两神经病怎么出来了 先前好说歹说 不愿意出来帮忙 古川也感觉到了 红面具小丑的目光 提着斧头 向着楼梯冲去 看着那庞大的气韵之力 果然孙波还没死去 给我拦住他红面具小丑 面目争鸣地尖叫着 几个恐惧小丑 想要阻拦古川 被古川一斧头 就劈成了两半 铠甲勇士 黑魔仙 维护人间的和平 就交给你们了 古川很是中二的 向后面说了一句 铠甲勇士和黑魔仙 顿时有了一种成就感 好像是坚持很久的事 终于被人肯定了一半 放心去吧夜宵 人间就交给我和黑魔仙了 有我和黑魔仙联手 你们这些妖怪 休想踏入人间界一步 吃我一记盈龙斩 三万里河东入海 五千任月上摩天 移民类近湖城里 南望王师又一年 乌呼拉呼黑魔仙纠集进化 古川一个酿呛 差点被雷倒 好家伙竟然连诗词都出来了 还没等古川走远身后 又传来了歌声 新的风暴已经出现 怎么能够停滞不前 恶魔直播间内 满屏的666佩服 都被这凉鬼给雷倒了 还不时的有人热血跟唱了起来 楼顶处 红面具小丑 坐在地上静静地 看着来到的古川 疑惑地问道 你为什么没有恐惧 古川提着斧头 上前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所有的恐惧 都来自于火力不足 你认为你有本事 让我恐惧吗 孙波 最后一句话 直接让红面具小丑动作一顿 竟然被认出来了 我不知道 你从哪里得到的力量 但你要是敢小看 诡异的规则 是会付出代价的 红面具小丑转身 直接从高楼上跳了下去 看到这里 肯定有很多人会疑问 鬼是会飞的 其实并不是 鬼是可以飘着 并不会飞 飞和飘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古川快速驻跑 直接踩着天台一跃而下 红面具小丑孙波 看到古川的动作 吓了一大跳 这里可是七层楼高啊 还不等孙波的嘴角 挂上开心的笑容 古川就已经一脚 踩在了孙波的背上 孙波左右摇摆 就是甩不了古川 重力加速度之下 古川和孙波快速地下降着 古川抬起了手中的斧头 用力地向着孙波的脑袋 剁去 助手 孙波恐惧地大叫着 他才刚体会 这种诡异的力量 不想又一次死去 古川的脸上露出笑意 这一次看你 还能不能活过来 古川一斧头挥下 孙波脸上的小丑面具破碎开来 再一斧头下去 孙波的脑袋直接掉了下去 一阵阴风吹袭而来 天空中一道巨手 向着孙波尸体一把捞去 古川没有阻止 现在让他和恶魔直播间的主宰者对决 他也没多少把握 古川也在等诡异打破规则的时候 那时候降临的 就不只是他的诡异之力了 从精神病院里出来 天也已经渐渐地亮了 恶魔直播间又到了停播的时候 一座繁华大都市的一个高层建筑中 一个不大的年轻人 拧着眉头揉了揉太阳穴 他叫赵兴 一个富家子弟 家族的势力在全国都排得上名号 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从小不如意 小小年纪就父母双亡 钱财大权被邪恶的叔叔婶婶拿捏着 赵兴从小就过着非打即骂的生活 长大后的赵兴发愤图强 之后凭借自己的努力 夺回了自己的一切 不仅如此 他还将当初对他不好的人全都给杀了 现在赵家除了他和几个狗腿子 就剩下几个当初对赵波还不错的堂姐堂妹了 真是头疼啊 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异类呢 赵兴用力地捶打着自己的脑袋 眼神中透露着一股疯狂 赵兴就是恶魔直播间的主宰者 也正是靠着这个恶魔直播间 他才有本事拿回自己的一切 不然他现在估计 还过着为一日三餐发愁的生活 嘟嘟嘟 赵兴突然起身打了几个电话 随后又坐在了椅子上 惬意地眯起眼睛 既然恶魔直播间里有规则限制 不能直接出手 那我就用现实的力量让你消失好了 还有这自称是造物主的傻貌 可真是太有趣了 离开恶魔直播间的第二日 一大早的古川就来到了早餐摊位上 吃起了早餐 今天早上的感觉有些不对 平时里早早起来锻炼的大爷大妈都不见了 就连街上的行人都换成了从没见过的陌生人 老板结账 古川叫了一句 老板擦着手跑了过来 笑呵呵地拿着二维码说道 一共六块钱 古川拿出手机准备扫码付款 低的一声 古川看见二维码的收款方 竟然弹出了一个叫做黑水杀手组织的公司 与此同时 本来还在笑嘻嘻的老板 突然从二维码处递来了一把刀 笔直地向着古川的心口刺去 然而古川的速度更快 还没等对方的手伸上来 古川直接一巴掌拍了过去 巴唧一声 店老板的脸上掉下来了一张脸皮 接着整个人飞了起来 千变失败了 动手 速战速决 一瞬间 四周本来都在闲逛的人都成了杀手 全都向着古川一冲而来 古川在恶魔直播间里的表现 所有人都有目共睹 没有人敢大意 古川低头躲过一发子弹 直接一把抓住一个 想要和古川近身肉搏的人 将他当成了武器和盾牌 第116章 纳摩加特林 不好 暴凶被抓住了 来不及了 继续开火 哒哒哒哒哒哒 一阵火花冒出 古川身前的人已经被打成一堆的烂肉 敌方火力太猛 古川默默地打开了系统 三万点 古川一边躲避着对方的攻击 一边查看了起来 他看到了那些被他遗忘在角落里的东西 一家热成像 自动追踪无线炮弹的加农炮 突然出现在了场中 那些杀手眼睛一瞪 这是什么鬼 有你这么玩的吗 撤撤撤 杀手们想要撤退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哄的一声 几个来不及逃跑的杀手 变成了一堆血肉 远处有狙击手想要救援 刚打出的子弹 直接被一颗手臂粗的炮弹打了回来 轰的一声 狙击手消失在了炮火之中 赵新得到消息的时候也不意外 一个能在恶魔直播间活下来的人 肯定少不了手段 不过马上就快了 夜晚今天的夜色格外的诡异 天空中笼罩着浓浓的雾气 久久不能散开 云层中还不时的电闪雷鸣 可不见有一丝下雨的迹象 古川正打算出去吃一顿夜宵 准备明天恶魔直播间的召唤 可他还没出门 门外就响起了咚咚咚的声音 古川疑惑地打开了门 好家伙差一点没惊掉下巴 只见门外 站着两个身披床单身影漂浮的家伙 一个手里拿着体温计 一个头上带着两个碟片 双手插腰 相见国伟同款 古川刚打开门 还听到这两家伙在嘀嘀咕咕着 黑魔仙 你确定夜宵住在这里吗 铠甲勇士我很确定 不信你看 古那拉黑暗之神 乌呼拉呼开门 啪嗒 古川正好疑惑地打开门看 是谁在敲门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古川头疼地看着这两个奇葩 这两个不是应该待在废弃的精神病院吗 怎么可以跑出来了 哼 夜宵难道你不欢迎我们吗 那我们走 铠甲勇士转身就想走 黑魔仙一把拉住 你不要走 铠甲勇士立马又回过身 既然你不想我走 那我就大发慈悲地留下来好了 没办法 古川在这个世界没什么朋友 说回来和这两个奇葩待在一起 还是挺有意思 就是脑回路有时候跟不上 古川带着两鬼 准备出去吃点夜宵 今天晚上很是诡异 古川也已经感觉到了 估计是恶魔直播间 已经冲破这个未免意志的守护了 因为这种诡异的情况 晚上根本没有人营业 就在铠甲勇士和黑魔仙 弯着身体哀嚎时运不济的时候 一家闪烁着昏黄灯光的饭店 出现在一人二鬼面前 这好吃饭店黑魔仙念出了饭店名字 笨 那不念智 念情 这家饭店叫情好吃 铠甲勇士及时纠正道 真好吃 古川看着大摇大摆进入里面的二鬼 果然自不认识的 都是只读半编的 这家店的装饰倒是没话说 不是富丽堂皇的那种 也不是挂着头皮灯笼的那种 有一种古典淡雅的感觉 服务员呢 服务员呢 赶快出来点菜点菜 二鬼不停嚷嚷着 来了来了 客人你们要吃点什么 服务员面无表情 一双诡异的眼睛看着三人 看什么看 不知道顾客就是上帝吗 快把菜单拿出来 这都什么鬼东西啊 红烧人手 蒸卯人骨 凉拌人头肉 这是一家卖人肉的黑店 我们快打110 看着这两个奇葩 一般变成鬼之后 不知为什么都喜欢以人为食 可怎么这两货不一样 还是他们认为自己根本就还没死 客人请不要乱说 我们这店是百年老店 如果不吃 就把座位费付了滚出去 服务员脸上开始争鸣起来 什么 我们霸王餐都还没吃 你们就想要收费 凯甲勇士不敢置信的大声说道 我们可是上帝 你们这家黑店竟然敢嗑我们 感情这两世准备来吃霸王餐的 服务员终于露出了本相 是一个轻面獠牙的小鬼 只听他发出刺耳的声音 阴森地说道 各位听说过诸神的黄昏吗 与此同时 饭店的后厨突然传来了 沙沙沙的磨刀声 紧接着一个浑身被缝合 带着厨师帽的大胖子走了出来 是谁要吃霸王餐 老子这就剁了他 厨师鬼剁的一声 把菜刀砍在了桌子上 铠甲勇士和黑魔仙 顿时就不乐意了 我可是铠甲勇士选中的人间体 你们竟然想图神 铠甲勇士严龙铠甲变身 妄想打败我黑魔仙 古那拉黑暗之神 乌呼拉呼 把他变成猪 二鬼一言不合就动手 一瞬间 三人就被整个饭店里的鬼给包围了 二楼处更是传来了一股威压 铠甲勇士 黑魔仙 怎么办 他们人多 黑魔仙 待会打起来 我们就先跑 古川 人多怎么了 先前在系统商城里 古川看到一把很有意思的东西 价值一万多积分 好像叫做什么纳摩加特灵菩萨 是一把能打鬼物的机枪 点击兑换 一瞬间 古川的手里出现了一架机枪 金黄色的枪身 八根枪管围成一个圈 古川拿在手上 还能听到一阵阵的呢喃声 铠甲勇士和黑魔仙 顿时双眼放光 伸手就要去拿 被古川一脚踹了出去 哒哒哒哒哒 古川二话不说直接出手 饭店中的一个个鬼物 瞬间都化成了飞灰 消失在空中 你敢 饭店二楼的那位 终于忍不住出手了 一道红色的雾气弥漫而出 却被古川的 纳摩加特灵菩萨给 直接打散了 一个巨大的红衣胖子 出现在了二楼 随着他的一个动作 整座饭店都要抖三抖 赶在我真好吃闹事 给我死 红衣胖子伸出巨手 抓向古川 古川 哒哒哒哒哒哒哒 纳摩加特灵菩萨的 每一颗子弹 都化作一个和尚 不停地在红衣胖子身上做法 在绝对火力之下 红衣胖子这个厉鬼 被打成筛子 与此同时 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一股诡异之力 席卷在整个夜空之中 第117章 陈王拜扣 欢迎来到恶魔直播间 一道诡异的声音 同时在所有人的脑海中响起 什么情况 我怎么被拉入恶魔直播间了 我怎么这么倒霉 不只是你 我们也被拉入恶魔直播间了 何止是你们 网络上已经炸开花了 全世界的人都进入恶魔直播间了 不 更应该说是恶魔直播间降临了 一处游乐园里 本来是晴空万里的天气 突然之间就阴沉了下来 一个小丑手里拿着气球 蹦蹦跳跳地走了过来 沿途中遇到的每一个人 他都开心地送给对方一个气球 等到气球只剩最后一个 小丑突然在他们面前 变了一个魔术 凭空从身上变出一只鸽子 鸽子停在了小丑手中的气球上 随后气球轰的一声爆炸 鸽子变成了一滩碎肉 所有拿着气球的人都惊恐地想要扔掉 可已经来不及了 小丑双手插兜 做了一个无奈的手势 最后轰轰轰 瞬间游乐场变成了一个人间炼狱 一个生产玩偶的小作坊里 也在这一天 其中一个被扔掉的残次品 突然活了过来 用他那诡异的手段 活生生地把作坊老板 做成了一个人偶 与此同时 当恶魔直播间降临世界 诡异规则战胜未免意志的时候 古川也突然感觉到了 像神力的降临 已经不受这个世界意志的阻挠了 是时候解决诡异的时候了 我还要急着 去下一个世界撸羊毛呢 古川大步踏出了家门 向着一个方向走去 与此同时 赵新也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四周围着他的诸多手下 戴面具的小丑 恐惧稻草人 金教木偶和邪灵等等 去吧 让全世界都感受你们的恐惧吧 所有的生物 都是你们恐惧的食量 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先把那个不确定因素给抹杀了 我们不需要英雄和救世主 赵新也似乎感受到了古川的到来 带着他的手下严阵以待 44层的高楼之上 四周的活人早就被清空 一股诡异的寂静 在这里流淌着 有稻草人挂在墙上 盯着古川一动不动 有小丑歪着脑袋 做着夸张的造型 还有许许多多各种的诡异 等待着古川 进入他们的修罗场 你来了 赵新坐在一张老板椅上 翘着脚 惬意地喝着手里的红酒 要不要来一杯 古川不为所动 上前就是一脚踹翻了办公桌 一手向着赵新抓去 此则则你这人的脾气 还真是暴躁呢 赵新嘲笑着古川 想要优雅地避开 不撒掉杯子中得一滴酒 可下一刻 他就悲剧了 喝你老了 古川一手快速地 抓住泥秋一样的赵新 在对方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 赵新的优雅全都不在了 那高高在上的表情 也变成猙獰 没有人 从小到大 还没有人敢这么打过我 赵新的眼眸低垂 身上的诡异之力 在不断地爆发着 想要冲破古川的封锁 但向祖神力 显然不是 这区区诡异能比 没人打过你 老子不是人吗 古川又是一拳 打在赵新的身上 赵新身体攻起 像是一只软脚虾一般 躺在地上 杀就杀了他 赵新愤怒了 他要用恶魔直播剑的力量 将古川撕碎 各种诡异咆哮着 一冲而上 古川不急不缓地 取出了纳摩加特灵菩萨 一阵火蛇咆哮 四周被清空了一大片 赵新的脸上露出了 一股不敢置信的表情 但仅仅凭借一把 纳摩加特灵菩萨 远远不够 四周的诡异 仿佛是杀布丸一般 一波又一波 像是潮水一般 古川知道 想要彻底地解决赵新 只有打破 恶魔直播间的规则 但恶魔直播间的规则 还不是古川现在能打败的 像族 这个鬼东西交给你了 古川大声说了一句 天空中寂静了一阵后 一头巨像挥舞长长的鼻子 死命地挤入了 这个未免之中 古小子 这个小东西 交给我们像族就可以 做你自己的事情吧 脑海里响着嗡嗡声 像族那粗厚的声音 经久不息 那一日 古川和这莫名其妙出现的像族 达成了一个交易 古川给予他进入这里的权限 像族派像族给古川做打手 代价 就是等到古川彻底收服这件宝物的时候 给予蛮荒巨像一族 一个栖息之地 听像族的语气 一开始是要抢夺的 可不知是什么原因 最后又放弃了 转而和古川做起了交易 诡异的天空之上 恶魔直播间显化出了一头巨魔和巨像战斗在了一起 巨魔虽然持久力和恢复力很强 但巨像也不是吃素的 巨大的象角直接就给巨魔开了条 赵星一脸的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 怎么会有这种力量存在 恶魔才是这世界本应该出现的力量 是你 这一切都是你弄出来的 你这该死一端 赵星双眼血红地看着古川 就是眼前这个人打破了他一手创造的诡异事件 赵星浑身布满了诡异的气息 他借助了恶魔的力量 想要将古川给撕了 古川驱手握拳 一拳轰出 向祖神力炸裂虚空 巨大的威压像是一头巨兽 向着赵星踩踏而去 赵星身后幻化出一对羽翼 想要飞上空中 古川直接跑到他的脚下一跃而起 又把赵星给拖了下来 四周的诡异完全接近不了这两人 两人攻击造成的余波都差点让这些诡异死亡 天空中的战斗落下了帷幕 巨像将巨魔重重地踩在脚下 发出了一声笨重的吼叫声 看了一眼古川后就消失在了天幕之中 与此同时 这个被压制已久的未免意志出手了 残破的恶魔直播间规则被他吞噬着 地上的赵星就更不是古川的对手了 在恶魔直播间失败的那一刻 他就彻底颓废了 他不是那种自强自立的人 从发家到现在 靠的都是恶魔直播间这个外力 赫尘王败寇 要杀要寡 咔嚓 赵星临死前还想说几句悲壮的话 可古川根本不给他机会 第118章 一家人 这个世界就这样完结了 古川得到了未免意志的垂青 给了古川一大波好处 如今破败的未免 肯定是会继续选择出一个未免之子 替他梳理未免秩序的 可古川等了好久 这个未免的意志 就是不理会他 就是不给他当未免之子的意思 古川朝着天空竖起一根中指 说了一句国学精粹 骂骂咧咧的 离开了这个讨人厌的未免 古川这次没有回大荒 而是选择了继续穿越 摄远县 大庸皇朝普普通通的一个县城 和摄远县一般的县城 在大庸皇朝多如牛毛 与其他县城不同的是 摄远县有一个名人 摄远县有一个捕块叫做古川 自入职以来兢兢业业 一年到头365天 从来没有迟到早退过 做事认真负责 一切都按照朝廷律法办事 他为人善良有勇气 对待他人 总是彬彬有礼 遇事先退一步 是别人口中的老好人 其实另一个意思 就是这人好欺负 古川本来也是摄远县的幸福之人 家庭美满 父母双亲健在 两年前更是娶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妻子 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正当古川意气风发 更加固执地坚守着自己的为人准则时 意外发生了 他的妻子 在一次上乡祈愿归来的途中 被一个顽固子弟看上 顽固子弟直接光天化日之下强抢名女 最后等古川赶到的时候 他的妻子已经被折辱致死 才刚满一岁的儿子 也被砸在地上摔死 古川为了给妻子 深渊他一纸诉状告到了衙门 衙门的人眼见对方得罪不起 直接打发了古川 古川不服 他又写了一纸诉状 准备上经告欲状 可还没等他走出社远县多远 那个顽固子弟就带着人把他打了半死 家里的老父老母也在这时被一伙土匪给杀了 钱财被洗劫一空 哎 为什么这个世界和我同名同姓的人都这么可怜 古川附身在这具已经死了三秒钟的尸体上 生前做尽好事 到死都没有人给你收尸 你那一套老好人的准则不行啊 真是可悲可叹啊 古川起身活动了一下受了重伤的身子骨 查看着前身的记忆 时不时的发出一声哀叹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一味的做好事不求回报 对方只会认为 你所做的是理所应当的 你不做 就是该天出地面了 不过古川在翻看前身的记忆时 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 前身的身份不简单 这个未免也不简单 从系统里兑换了一颗丹药 身上的伤势瞬间恢复 古川还不满足 又用积分兑换了一身凡俗界顶级的实力 五道宗师境 正当古川在适应这个周围的一切时 突然响起了轰轰轰的巨大敲门声 敲门的人丝毫不在意屋主人的感受 伴随着敲门声 还能听到骂骂咧咧的声音 这该死的古川 人都死光了 还不让人安生 说到最后 这人直接一脚踹进了院门 当看到坐在院子里的古川在活动时 这人顿时怒不可遏 古川你要死啊 还活着不来开门 这人穿着一身粗不短打 一脸的泼皮无赖样 身上挑着一袋水桶 看来是准备打水来了 哎 给你 把我这水桶打满了 真是不知道 为什么就你家的水井有水 老天真是瞎了眼 泼皮无赖水桶一扔 大赖赖的坐在了门框上 等着古川给他打水 古川斜眼看了他也没有理会 要是换做前身的烂好人性格 肯定会秉承着 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想法 给他打水去了 不只是打水 估计还要帮忙挑着到他家去 泼皮无赖 见古川不予理会的样子 顿时大怒 一脚将水桶揣到了古川面前 干嘛呢 不要以为死了几个人就你最大 这年头 谁家还不死几个人了 有本事就去报仇啊 哦对了 我们古捕快铁面无私 是大用皇朝最遵纪手法的人 不和我们这种小混混一样 偷鸡摸狗的 无赖对着古川嘲讽了一句 不过有一句话古川很认同 报仇肯定是要去的 不过现在社员先把利息都给收了 你说的对 有仇就应该报仇 有怨就抱怨 这几年 你在我们家连吃袋拿了多少东西 是不是该算一算了 古川盯着无赖 无赖好像听到了什么大笑话一般 哈哈大笑道 你想怎么样 你不会以为 你当捕头 就是社员先的正义了吧 我告诉你古川 不要以为鼻子上插根通 就把自己当大象了 眼见古川还不为所动 无赖突然一脚踹向了古川 脸上露出狠色 就你现在孤家寡人 还得罪了大人物 你以为你 还是以前的捕快吗 古川眼睛一瞪 本来还不想和这无赖一般见识 但对方竟然敢动手 古川一把掐住了无赖的脖子 无赖双腿离地而起 双手不停地扒拉着古川的手 古古川你你不能这样 我我是你邻居啊 你是社员先的捕头 不能杀人 无赖这是真的怕了 他没想到古川竟然会动手 这是无赖万万没想到的 咔嚓 无赖的脖子被古川利落地扭断 不一会 古川还没来得及收拾一下 大门又砰的一声 被一个壮瘦的女子 直接撞了进来 相公你怎么去这么久啊 水还没打完吗 你是不是想偷懒中午不做饭了 我告诉你 想要老娘做饭 不可能 一个眼睛迷成一条缝的肥婆 吃着苹果找上门来 当她看到地上躺着的无赖尸体时 顿时双眼一睁 瞪得跟绿豆差不多大 肥婆确认了一番后 顿时冲向古川咆哮起来 好啊古川 你竟然敢杀了我相公 你说你要赔我多少钱 肥婆咄咄逼人 撸起袖子就想掐古川的脖子 古川一脚踹出 肥婆两百多斤的体重飞了起来 额头磕在一块石头上死了 这无赖的婆娘也和无赖一样 以前嫉妒前身媳妇的相貌 天天在门口使坏 前身秉承着好男不跟女斗的态度 还被揍了好几次 古川随便收拾了一下 踢着刀刚出门 突然砰的一声 一块石头在弹弓之下飞了过来 哈哈 古傻子 略略略 来追我呀 这是一个年约七八岁的孩子 不要看他小 这孩子比他爹还无赖 好几次抢走了隔壁阿婆家存着的铜钱 这还不止 去年为了偷一只鸡 这毛孩子活生生的气死了一个追赶他的老头子 值得一提的是 这男孩还是里面那对夫妇的孩子 一家三口就应该整整齐齐的 古川一刀划过 毛孩子就已经失手分离的掉进了院子之中 第119章 我是主角 古川离开了家门 腰上别着衙门发的致式长刀 既然上了人家的身 就要替人家处理后事 出了门 刚走在长街上 就遇到所有人指指点点一样的眼光 几个这条街的乞丐 看到古川过来 顿时眼睛一亮 心想 今天终于能吃一顿好的了 古不头 古不头 我已经三天没吃过饭了 行行好 施舍点银子 给我吧 施舍点银子给我们吧 几个乞丐将古川围了起来 大有他不给钱 就不让他走的意思 这都是钱身给惯的 钱身每次遇到这种懒汉的乞求 都会不忍心 施舍点钱财 给他们 久而久之 古川在他们这里 就变成了冤大头 古川还能听到后方的乞丐 在低声的喃喃着 这家伙这么多天 都不出来 是想饿死我们吗 我还以为他真的死了 白白伤心了半天 就是就是 我看着身子古健朗得很 什么被人打成重伤 我看是那个大人物 根本没理会他 都是他自导自演的 滚开 今日我有事 不想和你们一般计较 古川没有直接动手 一群双手健全 身体健康的懒汉 不是生产 非要靠乞讨过生活的人 古川看不上 第120章 白良 让人把尸体都清理了一遍 他本来想一路 打到皇城的 可感觉那样太累了 主角不是一般 都等着别人来送死的吗 所以古川回到了摄远县 等着对方上门 到时候 自己只需要来一个杀一个 来一双杀一双就行了 离摄远县不远的 一座繁华城池中 一个下人 正在和一个衣着富贵的 年轻人说话 少爷 那人没死 而且不知道什么缘故 他实力大增 咱们请来的杀手死了 摄远县的县令 以及班头都被杀了 年轻人会抱着 年轻人神色难看了起来 手中的杯子 直接砸在下人头上 该死的 让你们办这点事 都办不好 养你们 还不如养条狗 下人低头不敢说话 任凭额头上的血滴落 去 你去跟上次的土匪帮说 只要杀了那人 我给他黄金千两 通知血沙门 他们的人失败了两次 不能只收钱不办事 不然他们的名胜 还有 最近皇朝不是出了一个 很有名的神部吗 你想到办法 把这通缉令给他 年轻人下达一个个指令 显然不是一般的 顽固子弟 在社远县的这几天来 没有人敢来惹古川 没有主心谷的社远县 在古川的威慑下 也没有混乱起来 反而那些整日无事的剖皮 出来主持公道了 让这些本来一事无成的剖皮 享受到了权力的好处 这一日 社远县外突然响起了一片 轰隆隆的马蹄声 一伙神色张狂 手持各种武器的土匪 骑着马冲来 社远县里的人顿时大乱 一个个神色惊恐地躲了起来 土匪直奔古川家而去 没有为难其他人 大当家的 就是这里了 上次我和二当家三当家 就是洗劫了这里 当时还有两老家伙 被二当家一刀就给剁了 嘿嘿嘿 一个有黑的土匪 向着领头的一个男人说道 男人叫做宋枪 是方圆百里最大的土匪势力 这次接了一个价值极大的单子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自己跟着来了 旁边的二当家不懈地哼了一声 大哥 就一个小小的捕块而已 用不着你亲自出马 我一只手就能解决了 说话间的功夫 二当家就已经一脚踹进了门里 咻 与此同时 一颗石头突然破风而来 直指二当家的咽喉 小心 宋枪实力高些 及时反应过来 一把向着二当家拉去 可是已经迟了 二当家捂着喉咙 发出呵呵呵的声音 满眼不甘地死去 宋枪眉头紧锁 看到里面的年轻人 突然感觉很是棘手 这千金估计不好赚了 虽然宋枪是土匪 但他有一颗处世为官之心 所以这些年 一直跟皇朝的某个大人物有联系 但再想当官 也没有自己的性命重要 宋枪能屈能伸 对这里面的年轻人 拱了拱手道 不好意思认错人了 打扰了 到此 宋枪后退两步 带着手下就要走 没认错人 你就是我的杀父仇人 我就是你斩草未除的梗 骨窗缓缓地拔出 已经有点卷刃的长刀 宋枪知道 今天不能好过 但他也不是怕事的人 自他入先天境界以来 大战小战无数 哪怕最危险的一次 面对一个老宗师 他都能把对方给反杀了 既然阁下不肯善罢甘休 那就别怪我宋枪不客气了 宋枪也是个狠角色 不然也当不上大当家的 上 谁要杀了他 赏千金 宋枪在寨子里 还是很有威信的 说出去的话 说一不二 再加上这些人 都是刀头填血的 没有见过真正厉害的人 只以为人多就能杀人 杀呀 为二当家的报仇 小子拿命来 你这千金人投我要了 一群土匪 杂杂呼呼地冲了进去 手中武器都闪动着嗜血的寒光 古川握刀 一道五米长的刀芒 破空而出 你们对强者的力量一无所知 只会欺负 比自己弱小的人 来体现自己的强大 古川一刀挥出 本来五米长的刀芒 又迸发至八米长 顿时 那些正在前冲的土匪 看到了自己的双腿 竟然没有跟上自己的身体 还没反应过来 众多土匪 都已经被一刀两断了 五道宗师静 怎么 怎么可能送枪的双眼 大争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 天魔术 摩天煞附体 宋枪一声怒吼 一道煞气 突然从他丹田涌出 一股强大的力量遍布全身 一瞬间 宋枪就有了匹敌宗师静的力量 给我死 宋枪浑身黑气缭绕 一掌带着呼啸的风声 朝着古川的胸口击打而去 古川横刀抵挡 暗道有趣 宋枪这功法 显然不是武侠层次本该有的 杀 宋枪黑气缭绕的身后 出现了一道恶鬼头像 对着古川张开锯口咆哮而来 古川刀芒横空 宋枪现在的实力是不错 但在古川眼里破绽百出 他已经被魔攻影响了神志 斩 凝聚着刀芒的长刀 被古川叙入了全部内力 灵力的刀芒 直接将恶魔的头颅斩下 古川的刀身 受不了内力的灌输 直接破碎开来 借着刀身碎片 古川内力如轰炉一般挣腾而出 漫天的碎片 化身成了一把把锋利的小刀 向着宋枪身上切割而去 转眼间 宋枪就变成了一个扎满刀片的刺猬 背后刀身碎片凌厉 宋枪不甘地想要说话 可话还没出口 就变成了一地的碎肉 看来 这里是不能再住了 古川看着一地的尸体 嫌弃地离开了 白梁是大雍皇朝这段时间 风头无俩的人物 长得帅气 年少有为 家世显赫 是大雍皇城所有戴字归中的 梦中情人白马王子 说他年少有为 是因为他刚刚破了 大雍皇朝的一件大案 有不轨之徒 想要离猫换太子 企图复辟前朝 被白梁及时发现 并找到了真太子 一时之间 白梁成为了大雍最年轻的金牌审补 拥有先斩后奏的权利 三天前 白梁接到了一个差事 捉拿摄远县的一位通缉犯 这名通缉犯 是个杀人魔头 白梁查过这人 知道了这人身世可怜 都是被这世道给逼的 但大雍皇朝的律法大过天 你杀人就要偿命 至于那位强强名女的大人物之子 却是被他自动掠过了 第121章 与老魔 摄远县一时之间风云聚会 许多人为了一睹 大雍金牌审补白梁的风采 早早地就到摄远县 更有些自诩正道的人 跑过来筑权 大雍皇朝到摄远县 最快也要半个多月 白梁还没到 摄远县就已经来了 许许多多带刀拿剑的狭义之事 他们在摄远县除暴安良 路见不平 白梁还没到 血沙门的人倒是先到一步了 血沙门是一个刺客杀手组织 只要你付得起价 就是刺杀当今皇上的活都敢接 当然敢不敢接是一回事 能不能杀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不过自血沙门成立以来 刺杀成功的人士不计其数 不成功的屈指可数 只有三人 一个是血沙门自己的门主 哪有人接任务去刺杀自己老板的 第二个是杀手还没到 人就已经死了 第三个就是当今大雍第一高手廖木涵 血沙门派去的三个杀手 直接被反杀 血沙门有个规矩 那就是事不过三 只要你能接住血沙门的三人刺杀 那这事就算了 先前在亭子里唯独古川的 算是第一个杀手 现在来了第二个 江湖中有名的嗜血魔头于老魔 于老魔一身魔宫攻参造化以至先天 论起魔宫 更有名的是他的手段 就在几年前 于老魔为了完成刺杀任务 他一人杀光任务之人 一加877口人 就是为了逼迫那人现身 于老魔没有像其他杀手一样 悄咪咪的来 他反而骑着马带着人 大摇大摆地进入了摄远县 那些本在除暴安良的人 突然之间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良民 路见不平的人突然变成了睁眼下 喝一群无胆鼠辈 于老魔神色不屑地 看着过到两旁持刀待剑的所谓侠客 他根本不屑一顾 于老魔接过手下递来的情报 看了古川的相关信息 按道有趣 这不正是他们魔道需要的人选吗 要不是接了任务 于老魔还真有打算将古川收入麾下 于老魔直接来到古川所住的客栈 一言不语开始大杀四方 也不管里面还有没有其他无辜之人 只要杀光了任务 肯定也就完成了 你就是古川 于老魔手上的刀早已沾满了鲜血 只有眼前的人能让他重视 你就是雪沙门的 古川好奇地问道 雪沙门的于老魔要来杀自己 早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 可自己好像并没有得罪这雪沙门吧 于老魔残忍地一笑 手中大刀高高举起 仿佛下一刻就要让古川人头落地 你爷爷我就是雪沙门的于老魔 到了地狱之后 记得提爷的名字 让爷在阎王爷面前尝尝脸面 于老魔正欲一刀麾下 古川直接一掌 拍出于老魔不敢置信地 看着自己到飞而去 武道宗师镜 这么年轻怎么可能 于老魔一掌之下就被重伤 还没等古川有所动作 他就已经跳窗而跑了 就这 古川有些疑惑 这雪沙门也太看不起自己了吧 就派一个先天静静的过来 不过这已经是第二个了 第三个是不是应该就派一个女杀手过来了 毕竟作为一个主角 自封的不都是这样的吗 与杀手美女从相杀到相爱 在一起掀翻了杀手组织 这杀手美女不仅实力高强年轻漂亮 肯定还和门派有仇 听说雪沙门的圣女很漂亮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邂逅 古川心里暗暗地想着 他感觉自己的人生即将要达到巅峰 于老魔见古川没有追来 心里输了一口气 这该死的雪沙门 竟然连情报都收集不对 告诉门中这次任务要加价 于老魔并没有因为古川是宗师镜 就放弃这次任务 对于他来说 对付古川这种人他有的是手段 来人去查查这小子的家人 只要是一点沾青带固的都给我带过来 还有从今天开始 摄远线只许进不许出 于老魔双眼中闪过嗜血的光芒 于老魔在杀手界是个奇葩 别的杀手是恨不得把自己隐藏在黑暗之中 不让自己暴露 而于老魔不仅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外人面前 而且还组建了雪沙门的外围势力 每次接任务他都是倾巢而出 什么情况 这于老魔怎么把整个县城围起来了 他要干什么 该死的 于老魔疯了吗 他敢对我们这么多人下手 肯定是古川那丝 于老魔没有解决 准备拿其他人下手了 我们这有古川的亲朋好友吗 赶快离开他们 以免殃及吃鱼 于老魔的手下速度很快 仅仅是一个晚上 就抓到了一个据说是古川堂兄弟的人 于老魔站在客栈之外 大马惊刀地横坐在一个太师椅上 古川你看看 这是谁 是不是你家兄弟 快出来认亲了 于老魔打开一个酒壶 往嘴里灌了好几口 虽然看着自意妄为 但那双眼睛却紧紧地盯着前方 全身绷紧着 一有不对 他就能扔掉手下 独自一人跑路了 古川打开窗门 看了看跪在地上的那人 脑子里不断地搜索着 关于这人的记忆 那人一见到古川 顿时哀嚎着说道 古川堂弟 救救我 求求你救救我呀 我的身家性命 全在你手上了 于老魔听到后 哈哈大笑着 古川 只要你自断一臂 我就放了他如何 我想你也不能看到你堂兄弟受罪吧 于老魔自得地看着古川 像古川这样的人 特别是他以前的为人处事风格 于老魔有八成的把握 能让古川自断一臂 可还没等于老魔嘚瑟多久 古川突然掰断了一根门窗架子 直接挥手一甩 羞的一声笔直地插进了那人的脖子中 当场毙命 真是墨剑 你不动手 我来帮你 说这话的功夫 古川就想继续动手 于老魔吓得连忙一蹦三米高地跑了 古川在前身的记忆里搜索到了 那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是以前前身村子里的一村霸 按照村霸的话来说 他祖宗是最早来到这个村子的那批人之一 所以村子里的都是他亲戚 村霸用这个身份 天天蹭吃蹭喝 鱼肉香里 欠钱不还 村民见他长得健壮 为人狠辣 一直敢怒不敢言 今天古川杀了他 也算是为村子里的人替天行道了 第122章 威逼 于老魔脸色铁青 他没想到古川竟然这么狠 说杀人就杀人 自己都没反应过来 老大 找到原因了 我们抓到的那人 根本不是古川的什么堂兄弟 不仅不是兄弟 还有仇 于老魔听到后 顿时恍然大悟 怪不得这古川一言不合就杀人 原来是仇人啊 既然这样 于老魔眼中闪过危险的光芒 第二日 于老魔的手下 突然冲进舍远县中 劫持了十多人 压到了古川面前 古川 这些都是和你一座县城的人 你想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人头落地吗 这次于老魔怕古川突然抱起伤人 他直接退到了五百米开外 吩咐手下上前喊话 古川依旧不为所动 于老魔手一挥 顿时十几个人头落地 一瞬间 射远县的人开始人人自危 都在质问着古川冷血无情 竟然见死不救 特别是那些自诩正道人事的人 一间客栈内 聚集着这段时间来的所有下事 这于老魔真是太欺负人了 各位我们去和他拼了 拼 你拿什么去拼 我们这里最厉害的 也才二流高手 去了不是送死吗 都怪那古川 古川有那么大的本事还不出手 要是我有那么大的本事 我早就收拾了于老魔 岂会让他嚣张这么久 对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这古川真不当人子 竟然看着那么多人头落地 都无动于衷 现在这里的侠士 似乎又忘记了他们来着的目的 反而责怪起了古川的不作为 哼 明日他要是再不出手 我们就去逼他 好 就这么办 必须的让他出手 这事是他惹出来的 他不处理谁处理 又过了一天 射远县的所有侠士 组建了一个同盟 有解决于老魔 古川 你快出来 不要当什么缩头乌龟 现在整个射远县的人命 都掌握在你一个人手里 你不能这么自私 没错 如果你再不出手 那整个射远县的人都是 死在你的手里 你想想其中的罪孽 阿弥陀佛 古施主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古施主不能见死不救 古川就奇怪了 这些人不是准备给那个什么 白粮金牌审补助权的吗 怎么现在逼到自己这来了 大师 你这话就不对了 魔头在你面前眼睁睁地杀人 你不去杀那魔头 反而求我出手 你这不是让我多造杀念吗 你们佛家之人 就是这么坑人 给你干苦力的 古施主 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对了 正所谓蛇小家为大家 牺牲施主一人 而成全所有人 这便是大碍 和尚继续着他的那一套大道理 既然这样 那为什么大师 不去主动牺牲自己 换取他人的性命呢 古川疑惑地问道 和尚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 古施主 正所谓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但如果我入了这地狱 又有谁能解着大拥百姓之结束 古川眼睛也不眨地回答道 我呀 只要和尚你自杀 那我就去杀了那余老魔 怎么样 这买买划算吧 正应了大师的那句话 牺牲一人 而成全所有人 和尚说不出话来了 要牺牲他成就其他人 凭什么 古川 废话少说 今天要么去杀了余老魔 要么就听余老魔的自断一臂 有人仗着人 多对着古川怒吼道 古川直接伸手一指 一道无形弃劲爆发而出 直接贯穿了说话之人的脑袋 你们有勇气和我对峙 怎么不敢和余老魔拼命呢 难道我看起来 真的那么好欺负吗 古川看了看 四周也没有什么将之光环在呀 古川你竟然敢杀人 所有人都不敢置信 自己人多势重 他竟然敢下死守 他就不怕 被江湖人一人一口唾沫喷死吗 这些人就是这样 没什么本事 却又是多 一遇到解决不了的事 就集合所有人 美其名曰 法不择重 古川残忍的一笑 我不仅敢杀人 我还敢全杀了你们 古川看到天边 有一股屎黄色的气韵蓬勃而来 知道是有一位气韵之子到了 到时候 这些人八成会成为 那气韵之子的助力 与其如此 还不如现在就直接杀光了 古川一步迈出数米远 直接夺过一人手中的金刚刀 金刚刀一挥 身前的一人直接被分尸 古川如入无人之境 深周之人没有一合之敌 本来在一侧看好戏的余老魔 也惊呆了 他妈的这小子比我还很辣啊 走 快走 所有人都撤退 这任务老子放弃了 与老魔知道 靠道得捆绑不了古川 直接下令撤退 不然等到古川杀出 他与老魔也要生死 场中 尸横遍地 蚕尸断壁 简直如一个人间地狱 不要杀我 求求你不要杀我 我错了 有人跪在地上祈求 古川直接一刀消首 古川 你这样做 不怕被天下人唾弃 被大庸皇朝通缉吗 古川感觉有点蛇躁 又是一刀灰出 血液高高喷尸出 像是喷泉一般 魔头 古川你是魔头 你不得好死 没一会场中就死了百多人 剩下的只恨自己不多长两条腿 只要跑得不是最慢的 死的就一定不是他 大胆狂徒 竟然敢光天化日之下行凶 看我今日不把你就地正法 养我大庸之威 一道身影 骑着快马飞奔来 快马十分的英俊雄壮 看那比碗口还粗的蹄子 要是踩他到人 还不胸骨都被踏断了 是白梁神捕 白梁神捕来了 太好了 我们有救了 白神捕救命 这魔头已经杀红了眼 这些人仿佛是看到了救星 此刻的白梁神捕在他们心中 是那么的神圣 魔头受死 白梁大喝一声 身下的骏马 发出稀绿绿的声音 扬起马蹄 重重的向着古川的胸口踏去 借着这古镜 在马上白梁身姿飘逸一箭刺出 正对着古川的眉心 看样子 这一人一马 已经十分默契 配合很多次了 第123章 放下屠刀立一地成佛 找死 古川双眼目光一鸣 一手用刀割挡住白梁大的必杀一击 另一手握拳狠狠地击打而出 庞大的气静 直接把骏马给先飞了出去 白梁借力一跃而起 继续向着古川攻去 古川一刀斩下 五米长的刀芒飞跃而出 白梁剑身上闪过一抹金光 金光如油龙一般向着刀芒席卷去 与此同时 那匹刚刚被轰飞的骏马 又斯明着冲了上来 看那星红的双眼显然也不是一般的兽来 另一边 本来准备撤走的余老魔剑有机可乘 直接发动了最强的一招 想要和白梁联手拿下古川 不止如此 刚刚那些杀跑的狭义之士 一个个都提着刀剑上来助威 古川一时之间四面楚歌 但他也没在怕的 除了这个白梁有宗师镜的实力之外 其他人都是乌合之重 古川脚下蓄力一跃而起 全身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接连出了三刀 一刀格挡开白梁 又一刀快速地斩过 与老魔痛苦地掉了一臂 最后一刀着重 放在那头骏马之上 古川已经看着玩意很不爽了 金刚刀从上而下骏马 直接被劈成了两半 肠子血肉掉了一地 不雄风 白梁一声哀嚎 双眼通红 愤怒地看向古川 这雄风已经陪了他五年了 是白梁看着他长大的 古川 给我死 仇恨蒙蔽了白梁的双眼 古川已经看到 白梁的破绽越来越大 最后一招击败白梁 正准备上去一刀 结果了白梁 一缕危险的契机 突然出现在古川的感知之中 一抹寒光闪现 古川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紧接着 一个穿黑色紧身衣 头发竖起 面容白皙的漂亮女子 突然迟见冲来 目标是古川的向上人头 远处的于老魔见状顿时大喜 圣女苏妹 我们雪沙门的圣女来了 看你小子 今天还死不死 于老魔也不跑了 简单包扎了伤口后准备看戏 他对自家圣女 那是有绝对的自信 那可是雪沙门第一杀手 来了吗 古川听到于老魔的话后 也是心里一喜 自己的人设 身份 加上现在的情况 哪一样不是气韵之子的待遇 而且 这雪沙门的圣女 来得正是时候 古川正在考虑 待会要怎么来个难忘的回忆好 是走高冷饭呢 还是逗逼饭 要不走忧郁饭也不错 古川满脑子的想着 该来个怎么样的相遇 白梁的一句话 却彻底的让他猛逼了 那儿 你小心 这魔头不好对付 白梁在后方担心地提醒道 那与其那深情的态度 让古川有点愤愤不平 敢在我面前撒狗粮 看老子不把你们的狗头给剁了 本来还想着怜香惜玉 体会一把气韵之子的待遇 可现实却给了他狠狠的一击 苏妹有些想不明白了 刚刚自己和这人还打得有来有回 怎么就这一回自己就直接落入下风了 妹儿 我来助你 白梁飞快地加入战局 想要力挽狂澜 可古川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秀恩爱 给老子下地狱 到阎王爷面前撒狗粮去吧 看孟婆他老人家 会不会给你们多喝几大碗孟婆烫 对方年少有为又怎么样 年纪轻轻 就是宗师性又怎么样 在我古川面前撒狗粮 就是不行 虽然在古川眼里 女人会影响拔刀的速度 但影响归影响 你在我面前撒狗粮 我就是难受 一刀横击而出 苏妹和白梁被一刀击飞 后面的于老魔眼见自家圣女 也不是对手 直接带着手下 杂杂呼呼地跑路了 在他这里 可没有救人这么一说 苏妹和白梁嘴角出血 双双躺在了地上 白梁紧紧抓着苏妹的小手 深情地凝望着 苏妹意识眼神复杂 两人好像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里 完全忘记了 还有古川这么一号人在 妹儿 你知道吗 我对你的真心日月可见 只恨这贼人 让我们没有时间更加地了解彼此 既然如此 妹儿我们生不能同床 那我们就死后同关 你愿意和我一起吗 白梁将苏妹搂在了怀里 苏妹复杂的眼神 变成了充满爱意的目光 意识紧紧抓住白梁的手说道 侄子之手 鱼子偕老 白狼我愿意 说完这两人就闭上了眼睛 也不反抗了 只想 现在就做一对亡命鸳鸯 我不同意 古川终于看不下去了 这里是玄幻世界 不是都市爱情 虐恋骗 麻烦你们能不能正视一点 快点起来拿刀砍我了 白梁和苏妹 错愕地看了古川一眼 这魔头什么意思 难道我们在一起 还能爱着他什么事 古川 虽然你杀人不眨眼 但你以前也是个善人 要不然你也不会为了你的妻子而入魔了 我想死后 你不会拆散我和苏妹的吧 白梁脸色难看地望着古川 这败气氛的人渣 苏妹好看的脸蛋 也是不愤地看向古川 魔头 我与白梁狼情惬意 你凭什么不同意 古川残忍的一笑 我不仅不同意 而且你们死后 我还要把你们一个葬到天涯 一个葬到海角 让你们生不同情 死不同息 古川正欲解决了这二人 前方又走来了一人 口中念着阿弥陀佛 手上转动着念珠 一步一步地向着这边走来 每进一步 便带动着周深的大士 向着古川疯狂几样来 施主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何必为难 这对苦命鸳鸯呢 又是一个和尚来了 大雍皇朝遇到崇佛 所以大雍的佛教势力很是发达 冷空大师 是冷空大师来了 我们有救了 和尚一来就引起了所有人的轰动 显然是威望极高 哎 果然是反派死于话多 古川空叹一句 冷空大师 你说得饶人处且饶人 那我的妻子 我的孩儿算什么 他们怎么没有想到 得饶人处且饶人 这血杀门的杀手要杀我 他们又有没有想过 得饶人处且饶人 我妻子孩儿被奸人所害时 你怎么不出现 他们要杀我时 你怎么不出来 说一句 得饶人处且饶人 让他们回头是岸 救人还要看人分阶级 这就是你们和尚的真理吗 古川的几句话 并没有引起了空的一丝波澜 冷空平静地说道 古施主 我们佛家讲究的是一个原字 平僧今日偶然路过 希望古施主不再造杀孽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望古施主回头是岸 照了空和尚的说法就是 与我有缘我就救你 与你无缘 那就不好意思了 有没有缘都是他们说了算 那我问一问了空大师 我已经杀了一百多人 现在放下屠刀 能立地成佛吗 古川嘲讽地看着了空 乐空 只要施主知错会改 我们佛教也能包容得下你 古川 你们听到了吗 只要我放下屠刀 就能立地成佛 所以我杀了你们 这是为了更快的成佛 第124章 血沙门 乐空大师期的眉毛都抖了 又说道 古施主 你误解平僧的意思了 平僧的意思是 只要施主现在认识到 自己的罪行 决心改过 那你以后 还是能成为一个好人的 古川继续和乐空辩论着 那一乐空大师所说 我为妻儿报仇是罪行 为了保命 杀了他人是罪行 我记得你们佛家 有这么一个典故吧 屠夫见小和尚 因为杀了一只青蛙就要自杀 一想到自己杀了一辈子的猪 更加罪面深重 那你有没有想过 这屠夫为什么杀猪 你不去劝那些吃猪肉的 反而劝一个杀猪的 吃猪肉的能上乡拜佛 而杀猪的就成了罪面深重 乐空眉头紧锁着 在他的观念里 是古川一直歪曲着他的意思 但他一时之间又反驳不了 佛家一直劝别人 放下屠刀放下仇怨 却从来没有劝过自己少管闲事 在他们看来 不管事情因果 只要我劝你放下仇怨了 那这就是我在积善行得 既然古施主名顽不灵 平僧只能先将你 镇压了带回院中 好日夜为施主念诵经文 来感化施主 乐空挥动着身上的袈裟 手中念珠甩动 直接下了死手 又是一个宗师镜的高手 古川感觉 怎么今天的宗师镜 就像大白菜一样多了 乐空大师 你听说过 佛门有一招从天而降的长法吗 在乐空不解的目光中 古川一跃而起 大胆妖孽 我第一眼就看你不爽了 雕虫小技 竟敢搬门弄斧 大威天龙 乐空气急 不说他在佛教的地位 就说在江湖之中 那也是地位和威望都很高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侮辱 从来都只有 他骂别人妖孽的份 乐空 古施主 你污蔑平僧 平僧 古川 妖孽住口 少说废话 大威天龙 般若诸佛 世尊地藏 般若巴马轰 看我大罗金波收 大威天龙 世尊地藏 古川双掌齐出 一个个巨大掌印 丝毫不留守地砸向乐空 苏妹和白梁 还没来得及插手 乐空就已经败下阵来 乐空毫无形象地 一屁股坐在地上 一脸吃惊地看着古川 你 你怎么会有佛家功夫 古川 法海教我的 乐空 法海是哪位大师 竟会教你这种 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古川 一个看不惯一人一妖 在他面前疯狂洒斗粮的和尚 乐空 废话少说 其实我也很赞同 你们佛家的那句话 我拿起屠刀我 便是恶人 我放下屠刀 我也可以做一个好人 好人与坏人 只对是不对人 古川直接上前 一掌向着乐空的天灵盖拍去 了空突然反扑归真一般 释放出了更加强大的力量 你们先走 平僧来拦住他 乐空爆发秘法 准备和古川生死一搏 其他人双眼含泪 十分感动 但脚下去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身怕晚了 自己也交代在了这里 于老魔也想跑 但乐空好死不死的 把古川拖延到了他所在的方向 于老魔哇哇大叫 死和尚 你要死别拖上我呀 我可是还想活的呀 阿弥陀佛 于施主罪孽深重 就和平僧一起下地狱赎罪吧 乐空临死前 还想拉着于老魔 为自己死后 留下一段除魔的佳话 可古川才不会如他所愿 直接在他之前 就一刀把他消首了 于老魔他留下还有用 现在还不能死 一刀架在于老魔的脖子上 于老魔瑟瑟瑟发抖 白梁和苏妹早已经跑远了 现在就算追上去 也是会发生许多变故 白费力气 饶饶命 于老魔脸色难看的 跪在了地面上 带我去血沙门 古川可没有放过血沙门的意思 既然你对我出手三次 那我就礼尚往来 于老魔一听 直接不可置信了 古川你不要妄想了 血沙门可是还有五位宗师境的高手 苏妹只是心境宗师实力 可是比不上血沙门那五位 而且血沙门的人都是疯子 你对他出手 他就会不择手段的 对和你有关系的所有人出手 你孤家寡人不怕我还怕嘞 古川听着于老魔的辩驳 有些不耐烦 一刀拉过于老魔的脖子 一刀血线扩大 于老魔 突然之间 我也不是很怕了 古川和一条手臂的于老魔 连夜出了射远线 直接向着血沙门的本部而去 五日后 于老魔把古川带到了一个村寨外 隔着还有十里地 于老魔就警告古川了 这里就是血沙门的大本营 古川直接化作一刀魅影 消失在于老魔面前 于老魔十分不屑 认为古川就是在送死 血沙门能屹立这么多年不到 于老魔还是对血沙门的实力 很有自信的 血沙门内 古川很轻松地就闯过了守卫 来到了村寨里东面的一处石屋处 这里是血沙门五大宗师之一的住处 血沙门五个宗师进高手 一人坐镇一个方向 实力最强的门主坐镇村寨中心 管理血沙门的一英事务 这些都是从于老魔那里逼问出来的 至于于老魔是不是骗人 是不不就知道了 古川也不管动静大不大 直接就破门而入 只见一个中年人正在里面练功 中年人睁开眼 以为是门中弟子不听话 无意碰撞到他的住处 可还没等他生气 一股同境界的力量扑面而来 眼中一把长刀不断地在放大 好胆 竟然敢在我血沙门闹事 中年人很是自信地双手一加 准备夹住古川杀来的长刀 中年人以前也是血沙门的一位金牌杀手 一双铁手在江湖之中 也是令人闻风散胆 所以他很有自信 能夹住这迎面来的大刀 而且他都已经想好了 夹住对方武器后 该怎么嘲笑对方几句不自量力 可中年人他万万没想到 这一夹纸夹到了一抹幻影 没等他在家 刀身已经没入了他的脖子 好好快地刀 中年人捂着脖子 不甘地倒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 本来安安静静的村寨之中 突然闹哄哄一片 古川好像是触动了什么机关一般 所有人都知道了 血沙门死了一位宗师镜高手 第125章 有情有义与老魔 什么人 敢在我血沙门闹事 无胆鼠背 有种就光明正大的出来 藏头鹿尾算什么本事 古川隐藏在暗中 觉得有些可笑 一群躲在暗处伺机杀人的刺客 竟然叫别人光明正大 古川身影晃动 如一阵风一般 刚刚被人发现 那人就已经捂着脖子倒下了 古川的声音 如红中大驴一般 从四面八方传出 我是谁 我是你们的金主啊 为了礼尚往来 我也在你这血沙门待个三天 三天后 你们要是还活着 这恩怨也就算了 金主是血沙门对刺杀目标的称呼 杀一个目标就有钱来 所以这些目标被血沙门称呼为金主 血沙门的门主宗无量契机 他堂堂血沙门江湖第一杀手组织 从来都只有他们制定规则的份 什么时候轮到其他人 给血沙门制定规则了 阁下 既然你已经躲过血沙门的三次刺杀 那我们血沙门以后 就不会再接你的任务了 你真的要由我血沙门不死不休吗 血沙门的办事能力还是强的 很快谷川的身份就被扒了出来 你们血沙门刺杀我三次 我赌你血沙门三天 这不是很合理吗 谷川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出 宗无量和剩下的三个宗师镜高手 不断地搜索着 可就是找不到谷川在何处 哼 他就一个人 难道我们这么多人 他还能赌得住 有血沙门弟子不姓邪 一伙人向着不同的方向同时突围 谷川也确实没有办法同时拦住这些人 他的目标从始至终都不是这些乌合之众 他要的是血沙门这几个宗师镜的人头 见谷川没有动静 一个血沙门的宗师镜 以为谷川在虚张声势 直接跟在一伙弟子后头大摇大摆地走了 谷川眼神一宁 翘无声息地摸到了这宗师镜高手的附近 五米长的刀芒全力斩下 虽然这宗师镜高手一直戒备着 但他根本不是谷川的对手 直接被谷川一刀穿长破堵 宗无量带着剩下两人赶到时 谷川就已经跑得没影了 该死的 宗无量神色气氛的一拳锤打在地上 往常这种手段都是血沙门用在目标身上 现在轮到自己后 终于知道有多憋屈了 谷川 我血沙门只不过是拿钱办事而已 真正的仇人是那位花钱找我们的人 你有本事就找他 何必来为难我们血沙门 宗无量现在仿佛自己成为了那个受害者 他只不过是拿钱办事 又不是他想杀人 要怪就怪那个要你死的人 关我们这种生意人什么事 那人是谁 谷川好奇地问道 前身老老实实地没得罪什么人 怎么会有人找杀手要他命呢 那人的身份地位很高 别说是你了 就是我们血沙门也不会轻易得罪 宗无量此时心中还有点嘚瑟 怎么样 都是一些你惹不起的势力 你只不过是个跳梁小丑罢了 谷川 那人竟然我惹不起 那我就惹你们好了 谷川干脆利落 一言不合就杀了出来 一番交战后 又带走一个宗师境的高手 血沙门的弟子 见谷川如此凶狠 除了一些对血沙门 还忠心耿耿地留着之外 其他弟子早就跑没影了 于老摩现在很忙 他手里拿着一个袋子 遇到一伙从血沙门出来的弟子 他就从袋子里 拿出一种黑色药丸 让他们服下 如果不服下 后果就是人头落地 哎 想我于老摩纵横半生 想不到栽在了一个老实人手里 果然老实人都是不能惹的 一惹到老实人 那老实人做起事来 就会不计后果 特别是那种有本事的老实人 于老摩一直在哀叹着 他又为自己肤浅的人生 增加了一份阅历 此时正在对那些吃下药丸的人 侃侃而谈 小子们 你们知道刚刚吃下的东西是什么吗 跟你们说 这叫十日断肠丸 如果十日以后没有解药 你们就等死吧 别拿这种眼神看我 本老摩也吃了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 这点算什么 与老摩又开始了他的侃侃而谈 续说着他的人生经验 宗无量现在很憋屈 就在刚刚谢沙门 又一位宗师靖高手 死在古川刀下 现在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 本来还想着保住血沙门的名誉 不告诉古川是谁顾血沙门杀他的 但在生命威胁下 这些还算得上什么 是丞相府 是丞相府的人要杀你 宗无量大喝出声 神色警戒四周 就怕古川突然杀出来 丞相府吗 那就说得过去了 古川出现在了宗无量面前 金刚刀拖在地上 发出吱吱吱的刺耳声音 古川妻儿的死 就是丞相府的那位公子造成的 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了 你现在可以放过我血沙门了吧 宗无量现在也是十分生气 古川这么强的实力 丞相府的人竟然只付出那么点东西 太亏了 宗无量说话间的功夫 见到只剩下一只胳膊的于老摩 带着一群弟子回来了 本来在血沙门不受待见的于老摩 顿时让宗无量眼前一亮 按道自己果然没看错人 这于老摩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宗无量身边本来已经绝望的几个弟子 也很是欣喜 看见于老摩一个个亲切地叫唤着 于老摩没有理会古川 竟直从另一侧走向宗无量面前 单手一握 对着宗无量说道 门主 我等回来助你了 宗无量高兴地拍了拍于老摩的肩膀 连到三声 好好好 既然来了这么多人 自己肯定能抽事退了 宗无量全然没有了刚刚憋屈的样子 转过身又恢复了他的门主气度 意气风发地说道 古川 看到了吗 我血沙门上下团结团结 宗无量话还没说完 突然看到了自己胸口出露出的刀身 转过身不敢置信地看着于老摩 说好的有情有义呢 古川顺利地收服了血沙门 古川是血沙门门主 于老摩成为了血沙门大长老 门下弟子的身家性命都在古川的控制之下 没有人敢不听话 第126章 十大宗师 血沙门正式成为一个门派 所有在外分部组织得到消息 以后不得接取刺杀任务 任务未完成地将钱财元素退回 期间有些势大的分部想要自立门户 结果于老摩直接带人上门 扒开他们嘴巴 强行喂药 于老摩的手臂已经被古川用天命点兑换 重新长了出来 古川也是个好面子的人 怎么能让一个残缺之人当自己手下 要是被别人看到了 他血沙门现在只有一群老弱病残好欺负呢 古川的这一手凭空再造之术 直接让与老摩佩服的五体投地 说什么也要跟着古川休息先家之术 古川为什么要费尽心思收服血沙门 还不是因为被白梁跑了 白梁可是个很会见识的人 简而言之就是他很会拉帮结派 下次来的不是江湖之人 就是大庸军队 所以古川要早做打算 防范于未然 小兵就应该让小兵对付 让他出手 那就太掉价了 白梁既然接了这通缉令 不管古川是何人 是否犯错 他都会想尽办法的抓住古川 白梁是依托大庸皇朝律法起家的主角 他越是秉公执法 刚正无私 修为境界就会突破的更快 所以 白梁在这次挫败后 回去整顿没两天 他就打出了朱邪魔的旗号 邀请江湖中的各大门派一起绞杀古川 为了保险起见 白梁又回到大庸皇朝 向朝廷申请调动了大雍锦衣卫 对古川不可谓不看重 一时间江湖中风起云涌 江湖六大派金刚四 降龙四 法相宗 花延安 九华派 铁手门 佛教势力独占其次 六大教带着自己的人手 响应白梁的号召 在龙渊之地会合 准备一鼓作气 打掉古川的血沙门 江湖就是个大染缸 这六大派这么积极 还不是剑血沙门死了五个宗世境高手 现在出手肯定能扩张自己的势力 想当初 虽然血沙门因为名声 没有被列入江湖大派的名额 但血沙门的实力 却是不可小觑 那翘无声息暗杀之术 排到江湖六大派前三 都没有问题 血沙门内 余老摩得到六大门派和锦衣卫 要攻打血沙门的消息 立马慌忙地跑了过来 门主 现在怎么办 我们要不要快跑 余老摩感觉再不跑就遭殃了 血沙门的位置 没有险峻的地势可以固守 要是打起来 余老摩都能想象到被围攻的样子了 古川 一帮乌合之众罢了 瞧你那样 怪不得一把年纪 还只是个先天境界 余老摩有些委屈地回答道 我今年才二十七 哪有一把年纪 只不过长得急了点而已 路上 白梁又成了那意气风发的模样 旁边跟着苏妹 身后是锦衣卫和六大派 为了对付古川 这次白梁可是下了血本 六大派每一派都出了一个宗师进高手 锦衣卫来了两个 加上他和苏妹 共计十大宗师 这次看到古川有何本事 这股势力 就算是朝廷看到 都会头疼不已 何况一个区区古川 门主不好了 六大派已经攻占北村口 门主不好了 东南西村口 也被六大派的人攻占了 门主不好了 六大派已经打上门来了 古川 你已经被包围了 今日江湖政道都在此 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 和我回皇城 接受大用律法的制裁吧 白梁神色俱傲地看向古川 以为打下一个血沙门 就是大势力了吗 让我来给你看看我白梁的势力 古川看智障一样的眼神 看向白梁 这家伙 哪里来的自信啊 阿弥陀佛 古施主杀念深重 还是让老那带回镇魔塔 好生看管吧 金刚寺的一个和尚 双眼圆睁 像是一个怒目金刚 在与老魔的介绍下 古川得知 这和尚是了空的同辈了刚 其他三个佛教势力 亦是和了空同个辈分 显然是来报仇的 废话真多 要打就来 古川拔出长刀 开始接引起了 冥冥之中的向祖之力 经过上一次的经验 好像系统也开始承认了 向祖之力的存在 只要你不打崩了未免 系统就当作没看见了 古川也感觉得出来 系统已经越来越虚弱了 好像有谁在不断剥夺着 他的规则之力一般 孽障 看我佛家金刚拳 勒刚直接出手 也不知会其他人一声 他目空一切 仿佛在场的所有人 都看不过他一拳之力 古川看着面前攻击而来的拳头 直接用手抓去 勒刚露出了嘲讽的面容 他这金刚拳 可是已经练了数十年 就是凝练了十次的金铁 他都能一拳打穿 给我死勒刚又是一声大喝 那满面的力气 谁敢说 他是一个得到高僧 啪 一声脆响 在勒刚不可思议的目光中 自己的金刚拳 竟然被对方一只手就接住了 而且不能寸进嘶吼 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 勒刚一脸的不可置信 可古川才不会灌着他 另一只手直接手起刀落 勒刚的一只胳膊掉落在地 上 大家一起上 这魔头厉害 单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白良带着两个锦衣卫宗师率先出手 其他人连忙跟上 特别是那几个了刚的师兄弟 更是脸带憎恨之色 杀 古川丝毫不拒 对方识人又如何 我一人横刀便可杀之 这不是盲目的自信 而是事实如此 古川向祖之力加深 仿佛大地战神一般 一拳打退三人 一刀没入化延安尼姑的胸口 又是赤手空拳间 打杀了九华派和铁手门的宗师 古川越战越勇 白良等人越打越是心惊 这古川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就算是那一位也没这个本事吧 特别是锦衣卫的两个宗师 本来以为是一件小事 顺便和白良结个善缘 但没想到 这次来的是龙坛虎穴 古川抽出化延安尼姑身上的长刀 又是全力一挥 降龙四和尚 满脸不甘地死去 啊你这魔头我和你拼了 勒刚的双眼血红 瞪着古川 直接一只手上去 就要拼命 古川一拳轰出 鹅当的脑袋 瞬间像是一个西瓜般炸开 最后一刀甩出 法相宗的和尚 也倒在了后退的路上 场面一度变得很尴尬 白良等人来的时候 轰轰烈烈 到现在被杀得只剩四人 两个锦衣卫宗师 更是兢兢战战的 第127章 请圣旨 白良 现在怎么办 赶紧请圣旨吧 一位锦衣卫 着急地向着白良说道 他在皇城 做锦衣卫统领 做得好好的 非要来趟这浑水 真是不知道犯了什么见 白良神色阴沉 并没有按照锦衣卫的话 不行 圣旨是我们的最后一道保障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请 古川可不想看着他们废话 直接一步踏出 空气中发出轰隆隆的声响 仿佛是发动机的轰鸣一般 两个锦衣卫转身就想跑 可白良和苏妹 早已经向后退出十米远了 两个锦衣卫脸色难看 这是拿他们荡荡剑牌啊 古川 我乃大雍皇朝锦衣卫大统领 都是误会 锦衣卫头皮发麻想要解释 古川却是不管不顾 让你那该死的误会 见鬼去吧 两个锦衣卫 一前一后被古川打倒在地 只剩下一口气 在苟延残喘着 慢 跑 白良拉着苏妹准备逃跑 但苏妹的速度 显然跟不上白良 被古川一把抓住了她的辫子 想走 问过我没有 上次你们不是要做一对亡命鸳鸯吗 我成全你们啊 古川一把拉过苏妹就要动手 白良急忙从腰间掏出一卷金黄色的卷轴 估计就是先前两个锦衣卫口中的圣旨了 白良将手中的圣旨往天空一抛 圣旨竟然在一道莫名的力量下自行张开 漂浮在半空之中 白良急忙跪地 高声说道 圣皇在上 今我等于恶徒扰乱大拥安定 然恶徒实力高强 请圣皇出手平定恶徒 还我大拥安定 白良化毕之后 漂浮着的圣旨金光闪耀 一道道蜘蛛网般的金光向着四面八方笼罩而去 仿佛在勾动着冥冥之中的大庸气域 一瞬间 古川就感觉到了自己内力运行不畅 仿佛有一张无形大网 不断地在束缚着他 躺在地上 还有一口气的锦衣卫 看着天空中的圣旨 直接一口气就过去了 是我们两个活着影响 你请圣旨 还是我们两个宗师 不如你一个小情人啊 魔头受死 有了圣旨加持 白良仿佛打了十斤鸡血一般 浑身充满了力量 他感觉就是现在 他对上十大宗师的围剿 他都能反杀他们 想法很美好 但现实却是十分残酷 古川虽然一身内力运行不畅 但他一身力量 却并没有丝毫影响 白良兴致勃勃地一拳打来 他好像已经看到了 古川被自己就地正法 废除修为押回皇朝受审的样子了 然而白良出手得快 倒飞而去的速度更快 一只手臂拉胯下来 显然已经被古川打断了 怎么可能 在大庸气运法网之下 你怎么可能还有这么强的手段 白良满脸的不敢置信 可白痴 要是你第一时间拿出这圣旨 凭借十大宗师的武力 还有可能拿得下我 哪怕在刚刚两个锦衣卫 还活着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拿出圣旨 也不会落到这种地步 要怪就怪你盲目自大 忘乎所以 白良错了吗 当然没错 他才不会承认自己错了 这道圣旨是何等的重要 怎么可能会浪费在这些 不重要的人身上 当然 苏妹在他心里是很重要的 但在古川看来 他就是爱显摆 想要最后凭借圣旨的力量 让自己一人解决古川 然后接受所有人的夸赞 只是古川根本搬他的套路来 哼 我白良一生抓捕无数犯人 没想到今天在你这里栽了跟头 我真是不甘心啊 让你这种魔头活着 大庸的天下就不会安定 百姓的生活就不会安稳 白良抓着自己的手臂 劈头散发 满脸的不甘 抓捕犯人 既然白捕头说到犯人 那我问问你 我家妻儿的死 是谁造成的 你去抓过这犯人了吗 别说你不知道 你要是早点将犯人绳之以法 会有今天这种事吗 古川直接访问的白良哑口无言 古川妻儿的死他当然知道 但是想扳倒成相府 凭他的能力还做不到 但你杀朝廷命官 杀害无辜百姓是事实 一马归一马 你妻儿被害的凶手 要绳之以法 但你杀害朝廷命官 也要接受大用律法的制裁 白良还在为自己狡辩着 不管怎么样 他心中的信仰不能崩塌 那是他一生为之修炼的准则 既然你们无法为我主持公道 我自己来拿回公道 又有什么错 放在几百年前 你大拥也不是个反叛前朝的势力吗 古川不再多说 白良身为朝廷命官 祭出圣旨 在大拥境内 想要杀了他古川 还要是付出一些代价的 古川认为不值得 至于苏妹 古川一点也没有怜香西域的想法 古川你干什么 有种的你冲我来 冲一个女人 去算什么本事 白良大叫的扑向古川 却被古川一拳打飞 血沙门圣女苏妹是吧 虽然现在我是血沙门门主了 但你刺杀我这笔账 我是不会忘记的 呸 魔头你杀我师父 灭我门派 早已经不共戴天 要杀药拔我苏妹眼睛绝对不眨一下 苏妹一副慷慨就义的样子 要是不知道她身份的人 还以为是一个贞洁猎女呢 古川感觉有些可笑 一个做刺客乱杀人的杀手 竟然叫别人魔头 还真以为自己只是个生意人 没有罪孽了 更可笑的是 那个自诩刚正不恶 是要抓遍犯法之人的神部身边 竟然可以跟着一个罪行累累的杀手 难道在她心里 杀手是一个正规职业 杀手也是不犯法的吗 古川直接一刀斩下了 苏妹那漂亮的脑袋 白凉剑是不可为 借着圣旨的威力 直接跑了 大雍皇朝丞相府 这里戒备森严 高手如云 作为大雍的二把守住的地方 当然是不可小觑的 端木星是当今丞相端木悔的儿子 端木悔老来得子 对这个儿子不可谓不宠溺 除了一些不能得罪的人 端木星可是在大雍境内为所欲为 可是今天 端木星收到了一个包裹 里面装着十几个死不明目的头颅 一旁的跟班一眼就认出来了 是他请的血沙门杀手 社员县土匪头子送枪等人 少少爷 是那人 我们怎么办 跟班神色有些惊慌 端木星一巴掌打了过去 瞧你那样 怕什么 这里可是皇城 他还敢在这里闹事 端木星的脸色也很难看 他虽然为人顽固 但也知道什么人能惹什么人不能惹 只是这次在一个小县城怎么就踢到铁板了呢 第128章 杀入皇城 这个世界有人道之力 古川如果想要凭借一个人的力量 对抗大雍皇朝 显然不现实 除非有远超这个卫免的力量 不然你就算拿出核弹 也会被这个卫免的规则之力给瓦解了 这也是古川不在这些武侠仙侠卫免用枪炮的原因 不是一个规则下的产物 很难发挥作用 除非这产物的威力大过规则 不过这些都不是事 古川可是在前身那 发现了一个了不得的身份 一个入截的天地 这个世界可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虽然这个世界的顶端战力 还没有古川在大荒时的神力进高 但这个卫免的规则十分完善 有人间有天庭有妖兽 虽然这个世界的天庭仙人 不能长生久世 但寿命也不短 古川把意识沉浸在脑海深处 那里有一片被神秘雾气笼罩之处 透过雾气可以看到 里面是一颗闪烁着金光的帝王命格 古川的意识 唤醒了那道在沉眠之中的命格 一瞬间一道身穿黄袍的高大虚影 在脑海中不断放大 无奈天地 一声震耳欲聋的声音 仿佛响彻天地 但又只在古川的脑海之中回荡 天地的意识逐渐的清晰 但却又被古川一点点的蚕食殆尽 记忆都被古川吞噬殆尽 在最后的一个关头 脑海里突然回荡着一句经久不息的话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我们以后走着瞧 古川睁开眼 不知道有一句麻烈批当不当讲 天地命格被点燃 但古川的修为却没有丝毫提升 这是因为古川目前的身份还是洁身 只有度过这一世 他天地才算是应节成功 才能恢复实力 回归天界 天界天庭 一位神官急急忙忙的冲入天宫殿之中 见到前方那雍容华跪庄严 不可侵犯的女子时 急忙跪下说道 天魔 大好事啊大好事啊 天地的命格觉醒了 想来过不了多久 天地就能回归了 女子是天庭的女主人 也是天地的女人天母 他听到这个消息时 突然身子一颤 不知道为什么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兴 天女挥了挥手 神色淡漠道 知道了 你退下吧 记住这件事 谁也不能说 古川这边 他带着与老魔一人一刀 准备直接杀入皇城 有了帝王命格 他就不会受人道契运法网的压制 毕竟这位面不是大雍皇朝一家独大 人道之力 被分散在十几个皇朝之中 大雍只是占据了一小部分而已 古川单刀直入皇城的消息 传遍了江湖 丞相府的端木慧也听说了 直接一巴掌甩在端木慧脸上 我告诉过你 有些人能惹 有些人不能惹 你非要给我惹是生非 端木慧也是最近刚知道自己儿子惹到了什么人 爹 怕什么 这皇城可是有陛下镇压的地方 谁敢放肆 端木慧不屑地说道 端木慧没有说话 在他心里也很赞同端木慧的这句话 想要他儿子的命 那就看他答不答应 江湖佛教四大派广妖有志之士 凑齐了二十三个宗师进高手 共同出谋味道 铁手门和九华派倒是没有丝毫动作 佛教却可以说是清朝而出了 二十三个宗师 这已经是江湖中大半的势力了 这边端木慧也没有闲着 直接动用自己的权限 调动了一支五万人的地方军队 前去阻杀古川 九灵崖 此处地势险峻 是通往皇朝的必经之路 一批五万人的大庸军队 悄无声息地驻扎在了这里 将军 目标距离此处还有三里地 我们要不要驱逐金刚四他们一把 一位副将拿着情报恭敬地向面前的将军说道 不需要 我们人多贸然加入 只会让那魔头更加便利 不管他们两败俱伤也好 还是谁赢谁输 我们只要做受于温之力便可 本会你自己雇自己 别想着我会救你 古川突然对着旁边的于老魔说了一句话 于老魔面色一僵 虽然这几天经过古川的指点进入了宗师境 但看到古川惹到的人一个比一个厉害 他心里也直犯怂 还没走出多远 前方出现了以和尚为首的一行人 一行人不多不少 正好二十三人 魔头 你杀我师兄弟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金刚四的和尚忍不住直接开口 手里的缠杖直接震碎了地面 废话真多 今天老子就全送你们去见阎王 古川不想废话 他们怎么就不知道呢 宗师境界就是再来一百个 那也是一样的下场 魔头拿命来 古川身影一动 直接杀入了二十三人中 刀随人走 一道五米长的刀芒纵横开合 根本就无人敢靠近 刚刚就你叫的最欢吧 古川刀一挥 和尚手里的缠杖一分为二 紧接着从肩口至下腰柱的半个身子 直接滑落在地上 鲜血四溅 古川一脚踹出 一个宗师境高手 直接凌空飞了出去 撞倒了好几个宗师境高手 古川的刀大开大合 根本没有什么精美的招式 在古川这里实力强大与否 只有三个方面 那就是速度力量和体质 只要这三个方面达到一定程度 那你就是无敌的 古川越打越是嫌手上的武器麻烦 直接一甩长刀 刀身没入了一个宗师的胸膛 双手一伸 古川直接抓住一人的脑袋 将他生生捏爆 这种蛮力的方式 他很喜欢 只是一会功夫 二三十个宗师死的 已经只剩下十人了 这是他们一点也不敢想的 古川住手 我们认栽了 有人终于忍不住认怂了 佛教的和尚也没有阻止 只是低头不语 他们也没想到 这魔头竟然如此厉害 古川残忍的一笑 扔掉手里的一只胳膊 想杀我的时候叫我魔头 打不过我的时候叫我古川 你说我像那种好说话的人吗 我可是魔头啊 古川浑身欲血地杀出 两招就活生生地轰杀了一个宗师 其他剩余的再也不敢停留 向四面八方逃去 九龄崖处的将军 脸色难看地看着这一边 这丞相府到底惹到了什么人 来人 给我集结忍手 给我杀将军再也忍不住了 他怕再不出手 等会就没机会了 第129章 坑杀 轰轰轰 一声声紧燃有序的脚步声传来 战马的四鸣声响彻九龄崖 一股铁血肃杀之气 弥漫在上空 久久无法散去 杀 谁若取下此人身上的一个部件 赏千金 谁若取下此人头颅 风关静绝 副将长见一指 调动着士兵们的情绪 实实在在地奖赏 是鼓动士兵情绪的最好之物 战鼓雷 东风吹 杀气和煞气 凝结成一把长矛 随着士兵不断地移动着 杀杀杀 古川看着前方的数万军队 心底有些凝重 哪怕是一百个宗师 面对这么多人都要退避三射 但是要古川跑是不可能的 既然对方人多势众 一个个杀 肯定会把自己杀到利捷 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坑杀了 九龄崖 是个一手难攻的地方 一面是悬崖 一面是高山石壁 古川不断地打量着四周 寻找着石壁上的薄弱点 找到了 古川眼睛一亮 在身后百米远的上方 是一处滑坡 只要将那几颗支撑的石头击碎 上方的土石肯定倾斜而下 此时 大庸军队也已经杀到 上空中的血色长矛 在士兵的全力挥动下 笔直地向着古川刺来 风起云涌 古川不断地接引着象祖之力 一头蛮荒巨像在古川体内觉醒着 一拳炸裂般轰出 一头巨像踩着笨重 却又灵活的脚步向着长矛冲去 哄 空气震动嗡鸣声不断 长矛和巨像双双消失在虚空之中 杀 前排的士兵已经接触到古川 直接挥动长矛刺去 那狠辣的表情 一看就是杀过不少人 古川一把抢过长矛 全力扔出 顿时上百的大拥士兵被窜起了葫芦 但这并没有让这些士兵害怕 反而更激起了他们的凶性 古川且战且退 一百米的距离 他生生攻杀了上千人才到达 后方的将军和副将 淡然地指挥着军队 管你什么实力 只要你 还是属于人的范畴 就有机会用人命堆死你 不对 以这魔头的实力 想要脱离应该不难 他为什么要和这些普通士兵打杀 将军的目光中 一缕金光不断地闪动 思考着原因 副将心有不屑 肯定是这魔头心高气傲 没有见过大雍军阵的厉害 眼看四周围过来的士兵差不多了 古川一脚踩碎几个士兵的脑袋 凌空一跃而起 将军目光一凝 他要干嘛 难道 不好 撤退 全部撤退 给我跑 将军大声地咆哮着 这古川简直是恶魔 怎么能想出这种办法来 要是换做其他人 将军肯定会不屑 因为那上方的几块巨石 就是让一个宗师 全力轰个一天一夜都掉不下来 但古川他不敢赌 只见古川直接在系统中 兑换了一把法器 法器削铁如泥 更不用说这种普通石头了 下边的士兵 此时也回过神来了 这恶魔竟然桑尽天良的 要坑杀他们 跑啊 快跑 这是魔鬼 这是真正的魔鬼 他们虽然是战场上 打起来不要命的人 但对于这种大自然的威力 不是只要杀了对方就能活得战场 而是只能单方面自救的情况 轰隆隆 一阵阵土石翻滚着 从上方落下 仿佛是勾起了蝴蝶效应一般 土石塌方 一直延伸出了几千米 都未停歇 将军目次欲裂 抓着剑柄的手拽的通红 想不到跟他征战数年的兄弟 没有死在战场上 反而死在了一个魔头手上 大自然的威力不可预测 短短时间内 大拥的五万士兵 只剩下五千不到侥幸地活了下来 其他人不是被掩埋 就是被土石冲下悬崖 生死不明 将军看着缓缓走来的古川 拔出佩剑疯狂的吼道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可是大拥身经百战的战士 你知道他们身后 还有多少家庭盼望着他们回去吗 古川有点莫名其妙 难道现在又成为我的不是了 难道我该死 古川疑惑地问道 副将双眼流泪 拔剑而出 冲向了古川 对 该死的人是你 不是这千千万万的战士 古川一把掐住副将的脖子提了起来 我告诉你 杀人者人横杀志 别跟我打什么苦情牌 难道我的家人就不重要了吗 要怪就怪让你们送死的人 他插古川直接扭断了副将的脖子 此时的将军也回过神来 是他失态了 他只是不甘心 和他同吃同处这么多年的战士 就这么死了 成王败寇 将军劈头散发 想要说些什么感人肺腑的话 古川直接拿过副将的配件 给他来了一个透心粮 傻缺 你以为这世界都围着你转啊 只能你们杀别人 不能别人杀你们 古川骂骂咧咧的越过了九龄崖 向着皇城方向而去 身后的于老摩战战兢兢的跟上 太狠了 于老摩准备以后再也不叫老摩了 在这位面前 他提携都不配 大拥皇城之中 将近五万士兵死去 一位将军被杀的消息传回来 顿时在朝堂上闹得沸沸扬扬 大拥皇朝的皇帝脸色十分的难看 竟然有人敢挑衅他的威严 虽然知道军队是他人指使的 但这也是在打他的脸面 皇上 古川此人已经入魔 还请皇上派人尽快镇压了此人 端木慧也是脸色阴沉得十分难看 他万万没想到 古川竟然敢坑杀五万将士 还不是你家那不争气的二世祖惹出来的 子不教父之过 杀人妻儿这种事都做得出来 我看丞相最应该反省的是自己吧 顿时 有和端木慧不对付的官员直接开队了 这就是朝廷的日常 也是皇上乐意见到的 他们不和才能互相制衡对方 端木慧脸色难看 我儿子有错 我自会教训 哪轮得到你来议论 那官员也不示弱 也不怕端木慧 还教训 人家都打上门来了 你说怎么办 就是因为你那儿子 让我大拥五万将士白白奉命 你说你担待得起吗 而且我听说 那五万将士 还是承向你老人家指使的呀 第130章 入皇城 古川大摇大摆地进了皇城 没有遇到阻拦 皇城里的二世祖们 在今天都缩在家里不敢出来 生怕一不小心 就惹到了这个杀星 刑部主是刘和 早已经严阵以待 他是被所有人推出来的 谁叫他掌管大拥律法刑罚 他不出来谁出来 刘和一脸的威严 身后跟着白良 以及皇城的护卫队 四周还埋伏着大量的人手 只要古川一友不对 他就要下令拿下 站住 前方何人 所来何事 刘和打着官枪 装作不认识的样子 古川亮刀 直接问道 丞相府怎么走 我来举端木慶狗头 刘和头大 这杀星怎么不按套路来 不是应该先回答自己的问题吗 白良越重而出 古川 这位乃是掌管大拥律法刑罚的 刘和刘大人 你的事情与他详说 他自会给你主持公道 端木慶杀我妻儿你说 这是怎么处理刘大人 古川刀已出窍 刘和的头更大了 昨日众人早已商量好 急于古川赔偿 看现在这个样子 好像有点行不通 但他又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端木丞相 自知教子无方 愿意赔偿黄金万两 你看如何 好啊 那我杀你全家 陪你黄金万两成不成 杀了这大庸皇帝的狗头 陪他黄金万两成不成 刘和听到第一句话 本来还是高兴的 可他听到古川下面一句话的时候 瞬间就脸色沉了下去 大胆狂徒竟敢亵渎圣上 来人 给我拿下他 生死勿论 刘和直接开口 说完后 就想迅速退入护卫之中 但已经来不及了 跟你说了这么多废话 你又解决不了 刘你何用 古川一步踏出 直接越过十米远 大胆 竟敢在皇城对朝廷命关出手 刘和一声大喝 头顶出现一本大拥绿点 和皇城中的人道法网不断交织着 我说 你有罪 刘和一脸威严正气 仿佛是化身成了铁面无私的判官 头上的大拥绿点不停地翻动着 组成一道枷锁 向着古川套去 古川脚步不停 头也不抬 直接回道 我无罪 瞬间 枷锁破碎开来 人道法网竟然对古川毫无作用 怎么可能 刘和目录惊骇 身边的白梁响也没想直接掉转码头 根本不理会刘和的死活 刘和被古川一把抓住 他心里的坚持有些崩塌了 怎么会这样 这古川明明杀了那么多人 为什么他无罪 古川好似看出了他的疑惑 为人不正 心思不纯 端木星作恶多端 不将其就地正法 你这大拥绿点能有多强 古川一刀划过 又是一颗死不瞑目的大好头颅 杀呀 皇城护卫队 冲出为向古川 古川不予理会 既然找不到丞相府的路 那他就直接上皇庭 找大拥皇帝好了 站住 前方乃当今圣上 禁卫军头领出来 还没说两句话 就被古川一刀放倒 东场西场齐出 还是抵不过古川 皇城的人道之力 好像根本就没有限制到古川 皇帝也看出来了 直接让人放古川进来 丞相府在哪 古川毫不客气地 向着皇座之上的人问道 大拥皇帝拥皇满脸无奈 你找丞相府到我这来干嘛 不过他作为一个帝皇 自然不会轻易 蹦出自己的下属 拥皇的手边有一个墓盒 墓盒里装着玉玺 黄色的人道之力 在不断汇聚着 他要称一称古川的精良 你若敢动手 你那狗头我也收了 古川深入虹中 天地命格转动 拥皇手中刚刚汇聚起来的人道之力 突然间溃散开来 说到底 古川也是人族 他现在的身份 是天地的应结之身 就是投胎转世 未打破胎中之谜 古川作为天地 自然也会得到人道之力的垂青 不是这个小小雍皇能比的 雍皇身体一抖 双眼惊骇地看着古川 来人 马上带他去成相府 通知所有人 不得参与两人恩怨 古川走了 雍皇还看着那背影 久久不能平息自己的情绪 他好像遇到了一个惹不起的人 成相府 端木慧一身颓废地坐在凳子上 他已经得到消息 这是陛下不管了 还直接罢免了他的职位 就在刚刚大内太监 已经先古川一步来了 爹 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 端木心慌张地走来走去 爹 要不我们跑吧 端木慧目光阴沉地看了端木心一眼 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家业 就这么败在这臭小子手里 他不甘心啊 跑 往哪里跑 你爹我在官场中纵横半生 没想到会栽在你小子手里 不过想要我端木家灭亡 哪有这么容易 端木慧眼中闪过一丝绿色 他还有底牌 古川静置入了成相府 没人敢拦 端木慧老神在在地喝着茶 他要拖延时间 古少侠真是年少有为啊 端木慧没话找话 端木心呢 古川直接说道 来人把端木心压出来 让古川随意处置 端木慧只骨捏得发白 牙龈都快咬出血来了 端木心一脸惊恐地跪在古川面前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是他自己咬舌自尽的 孩子也是 他抢夺的时候掉在地上的 不关我的事啊 古川正要一刀宰了端木心 端木慧突然出声道 且慢 能否让我和我这不是东西的小子 再说最后一句话 端木慧一脸联系爱子的样子 一般人看了都会可怜这老人吧 好啊 你说吧 端木慧一脸感激地转过身 神色却是立马又阴沉了下去 昔二 为父对不起你 你你你 端木慧还想在古川面前 演一出轰轰烈烈的苦情戏 来拖延时间 可没想到 古川竟然直接对他下手了 一抹血亮的刀尖 已经穿透了他的胸口 古川看着端木慧 老东西 在我面前演戏 演技还差了点 怎么样 我也给你 尝尝这失去亲人的苦痛 古川本想看看端木心 一脸悲痛欲绝的样子 没想到根本就没机会 端木心见端木慧一死 一点伤心的情绪都没有 连忙对着古川说道 我爹已经赔命了 我爹已经带我死了 你不能杀我 古川 端木慧一个大拥堂堂成像 怎么会生出这种人来呢 古川 正想一刀送端木心 去和他老子团聚 一道声音随着快马而来 住手 第131章 解满 住手 白梁骑着黑色骏马 直接跃入了院内 手中拿着一块玉织令牌 令牌上雕刻着一个水字 白梁一甩令牌 令牌好像是一把利剑一般 笔直地向着古川面门而去 古川横刀抵挡 刀身破碎 浑身内力组成一道屏障 依旧被冻川 附着向祖之力的右手 向前一抓 令牌终于止住 但其不断颤抖的样子 依旧想置古川于死地 大胆古川 竟然敢杀害朝廷命官 该当何罪 白梁神色正气 想要引动朝廷法网 来对付古川 可让他没想到的事 根本没有反应 古川用力 手里的令牌 发出颤抖的哀嚎 直接被古川捏碎 你家皇帝老子都不管了 就你会多管闲事 白梁有些猛逼 先前他听端木悔说 皇城中有贵客 他去找那贵客了 之后的事 他还真不知道 白梁摇头叹气 痛心疾首地说道 皇上 你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 这种威祸人间的魔头 都不管了吗 白梁的脑子里 不知道装的什么 就是想要将古川 给绳之以法 好像全天下的人犯错都没错 就他古川犯的错是错一样 既然如此 那就让威臣为这大雍斩妖除魔 维护大雍的正道 还大雍天下一个太平 古川仿佛已经成为了 十恶不赦的罪人一般 脑子有坑吧 这么中二 古川是真没想到 这白梁是这么一个迂腐之人 你迂腐也就算了 还对着古川一个人迂腐 这端木星杀人害命 也不见你迂腐的 将其就地正法呀 接下来 白梁的一句话 更让古川无语了 郑兄 作杀了这妖魔 打不过就忽然 一人从远处踏步而来 身后还跟着一男一女 三人看似走得缓慢 但几个呼吸间 就到达了古川的面前 白兄 就是这人让你修为不得寸进的吗 郑规好奇地问道 并没有拿正眼瞧古川一眼 白梁急忙下马 站在三人一侧 让郑兄笑话了 就是这妖魔厉害 我实力低下 不能斩妖除魔 还请郑兄为这大雍天下主持公道 白梁言辞诚恳 古川倒是听出来什么意思了 自己没死阻碍了他的修行进度 表面正义的人呢 到了郑规这里又不一样了 郑规最看重的 就是白梁的有情有义 不知道为什么 一看到这白梁 就感觉一见如故 仿佛天生的知己一般 白兄放心 这魔头交给我了 眼见二人叽叽我我 古川受不了了 地上的端木星也不管了 直接出手 你两个有完没完 老子可没时间看你们瞎比比 古川直接杀出 脚下的地面 因为巨大的力量 而出现了军炼 哼 莽夫而已 郑规宽大的衣袍一挥 身前出现一道水龙卷 古川呼啸而去 要是换作旁人 肯定会躲开 但古川却直接双手伸进其中 生生地将水龙卷撕裂开来 倒是有点意思 郑规后退 身前又出现 一把寒光四射的宝剑 郑规双手一指 宝剑直接向着古川飞速刺去 真是痴心妄想 郑师兄的法剑 在我们黑水上宗 也是数一数二的 竟然赤手空拳去剑 郑规身后的一男一女 仿佛已经看到 古川两根胳膊不保的样子了 然而 现实却给了他们狠狠的一击 古川直接抓住了法剑 不顾上面传来的寒意 哪怕双手已经布满冰霜 古川双手发力 向祖之力 直接震碎了手上的冰霜 接着郑规的法剑 慢慢地出现了一丝裂痕 郑规惊骇 助手 啪 一声脆响 法剑直接断裂开来 心神相连的郑规 直接挖出了一口血 不敢置信地看着古川 走 郑规也不是无脑之人 眼看古川凶残 直接吩咐身后的师弟师妹 开始逃命 然而 一道身影比他们更快 只见白梁 一见古川发威 就知道不妙 话也不说一声 直接就舍弃了郑规三人 逃之夭夭 郑规气急 往自己还对此人赞赏 有加十分看重 没想到 竟然是这么一个人 想走 走的了吗 你们 好好的 非要被别人当枪使 好好的活着不好吗 古川已经到了境前 郑规艰难地抵抗着 这位兄台 我们乃黑水上宗的弟子 还请手下留情 是我等识人不明 中了白梁这贼子的奸计 另一边早已跑出很远的白梁 听到这句话顿时不乐意了 郑兄 你不能污蔑我的为人 这除魔可是你自己答应的 我只不过是想借用一下 郑兄的实力罢了 没想到 白梁没有一点 丢下伙伴跑走的羞愧 反而怪起了郑规实力不济 他白梁可是正义的化身 怎么可能死在魔头手下 只能让郑规断后 来日再为他报仇了 古川一把抓住 郑规施地次来的剑身 在对方惊恐的目光中 直接打碎了他半个脑袋 郑规师妹想要逃走 古川一把揪住对方头发 拽倒在地 一脚踩爆 别怪我残忍 要怪就怪你们多事 古川抬手解决了后悔的郑规 郑规的黑水上宗 显然不是这些江湖势力 应该是一个行走在人间的修士门派 古川有些疑惑 按理来说 这个世界的规则虽然健全 但却又十分薄弱 修士和武者 被划分在了两个不同的空间 简而言之 一个就是人间 一个就是天庭 天庭天条明文规定 超过宗师境的修士 没有允许不得踏入人间界 这也是天庭存在的目的 就是为了约束修士 让两个空间更好的发展 这也是这个世界意志的意识主导的 古川看着地上吓尿了的端木星 这就是天地这一世的人节 只要杀了他这一节 就算度过了 前身历劫三十六世 结束七十二节整 这一世正好是最后一世 最后一节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我知道错了 我愿意去给你妻儿磕头赔罪 古川 赔罪有用的话 那还要 我手里的刀干嘛呢 古川一刀 结果了端木星 还没等他休息一下 身后又突然传来了一股巨大的气势 气势磅礴压的四周空间 都有些不稳 第132章 天地归来 谁敢害我黑水上宗弟子 真水上人怒气冲冲而来 几个月前 他在天界听人说 人间界的大庸皇朝 出现黑泉胜水 当即就悄悄带着弟子下界而来 可是找了几个月 竟然没有丝毫的线索 黑泉胜水 可是修炼黑水上宗功法的好东西 找了几个月 真水上人是真的不甘心 但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正当他准备回天界的时候 白梁找上了门 眼见自己的弟子和对方投缘 也就没多家里会 他看得出来 这白梁绝非耻中之物 可没想到 刚过没一会 这白梁就哀嚎地扑在了自己面前 正规等三人就这么一会功夫没了 真水上人本来就心中不舒服 顿时大怒了 也不管自己的实力 会对人间界造成什么破坏 直接就冲出了皇庭 来到丞相府 反正天地不在 天后现在整天打情骂靠忙得很 根本就不管事 只要不是太过分 根本就没人管 小子拿命来 竟然敢对我黑水上宗的弟子出手 你就下去给他们陪葬吧 真水上人直接一掌拍出 巨大的黑色水墓 组成了一只巨大的手掌 哗啦啦间流动 向着谷川一拍而下 哗 巨大手掌 直接将谷川拍入了地下生死不知 四周的空间 出现一道道细小的裂缝 不断地吞噬着四周的建筑物和活物 谷川其实能挡得住这一掌 但他并没有出手 另一个身份也应该出来了 只见谷川的天地命格低溜溜地转动着 一股辟逆四野的帝王之气 渐渐地散发而出 一抹金黄色的流光不断在转动着 天地间的灵气 好像是找到了一个泄红口 绝地了一般向着谷川奔涌而去 真水上人面带不解 这又是怎么回事 白凉看着前方流光一彩的光芒 一脸的阴沉 好像是什么事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一般 一见地袍突然从九天而来 真水上人双目一瞪 声音有些颤抖 喃喃自语道 难道是 难道是 仙月齐名 白鹤亮翅 天女洒花 紫气东来 各种各样的异象占据着天空 久久无法停歇 无奈天地 一声大鹤从谷川的位置传出 这不是他的本意 是命格印证天地而发出的声音 可以说是一种身份象征 真水上人腿一抖 满头大汗的贵府在了地上 天地饶命 天地饶命啊 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惊扰了天地 看在黑水上宗的面子上 饶过小人一次吧 对天地动手 还是一个阴劫 圆满归来的天地 真水上人现在想把白梁 灰灰烟灭的心都有了 要不是这小子 自己犯得着得罪天地吗 黑水上宗吗 谷川搜索着天地的记忆 发现黑水上宗 并不是和天庭关系好的势力 而是时常虚与尾仪的那种 既然这样子 那就灭了吧 谷川一抬手 直接就抓住了真水上人 不顾对方的求饶 谷川直接将对方化为了鸡粉 天空中的异象散去 几个从天而降之人 来到谷川面前 宫生说道 恭迎天地归来 谷川皱眉 怎么只有这么几个过来迎接自己 堂堂天庭主宰归来 竟然没有人来迎接 不说别人 天后总该是要来的吧 仿佛是看出了谷川的疑惑 当先一人小声地说道 天地 天后今日正在开盘桃宴 宴请众仙家 婆娘在闹什么妖 前身和天后 可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办公室同事关系 而是真真实实的夫妻 已经是八百多年的老夫老妻了 不过在此之前 还有一个爬虫要解决 以前不知道 现在天地命格觉醒 这白梁是谁 谷川已经猜到了 谷川还没出手 白梁就已经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抨击谷川了 谷川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难道你是天地 就可以为所欲为杀害人族了吗 哪怕你是天地杀人 也要偿命 白梁的声音很响 整个皇城的人都能听到 他了解天地的性格 是那种顾忌他人眼光 爱惜名声的人 只有让他心生 愧疚自己才能逃的一命 但白梁今天肯定不能如愿了 谷川一指点出 白梁躲无可躲 直接脑袋上多了一个血洞 你以为你用一丝魂魄转世 我就认不出你了吗 谷川头也不回 带着几个迎接他的人走了 天庭宴会之中 一个面貌娇好 风姿俊朗 一举一动 都透露着一股洒脱之意的年轻人 突然皱了皱眉头 他的一缕魂魄消失了 被覆灭了 再加上先前出现的异象 铁定是天地应节归来了 他的心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脸色很不好 甚至有一丝猙獰 让他娇好的面孔扭曲了起来 他知道不能久呆了 果断地站了起来 向着和他不远的一位雍容华贵 美丽不可芳物的女子说道 天后 我突然有点事先走了 两人对视了一眼 都是心照不宣 白狼帝君 今日可是你的生辰啊 你怎么能走 你走了 我们怎么办 这宴会可是可是天后专门为你举办的啊 一个已经喝得醉醺醺的老翁 拦住了白狼帝君 一会看看天后 一会又看看白狼 露出了嬉笑 陆老翁 你喝多了 白狼帝君一把推开陆老翁 静止朝外走去 带着一杆手下 直接离开了天庭 陆老翁看着白狼帝君有些不快 要不是他当初牵的因缘线 这白狼帝君能成长得这么快 能发展出现在这种势力吗 白狼帝君前脚刚走 古川带人后脚就到了 所有人看到古川归来都是一愣 但都只是起身礼貌性的问候 之后又各干各的吃喝了起来 虽然已经挺久没见天地了 但在他们印象中 天地就是个很随和的人 不会和他们一般计较的 喝醉的陆老翁 更是拿着酒凑上前去 哎呦 这不是天地吗 天地应节归来 可喜可贺 来 老翁敬你一杯 陆老翁自顾自的喝了一杯酒 他在其他人眼里 就是个无拘无束 散漫惯了的性格 想到什么就干什么的老顽童 天地我跟你说啊 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 天后他一个人可是孤单了 第133章 天亭狗血事件 天地我跟你说啊 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 天后他一个人可是孤单了 陆老翁满脸通红 摇摇晃晃的跟古川嬉皮笑脸 喝醉酒的他 把自己的本性暴露出来了 当初天后应节转世的时候 就是他去给天后牵线搭桥 让白狼遇到了天后 他就是看不惯天地 那高高在上的样子 凭什么你能坐在天亭之主的位置 而我就只能坐在末位 陆老翁就是那种实力不高 不想努力修炼 但又幻想着身居高位 所有人都围绕着他 而他又把自己的所作所为 标榜为性子跳脱的老顽童 后来眼界事情发展 越来越无法控制 他又趴在天地面前哭诉 说他本来好心好意 让天后应节的时候 能过得好点 但没想到 竟然会发生这种事 应节的天后和白狼 结了阴阳所 阴阳所一旦结成 那就表示着阴缘天成 前身也是大方 以为陆老翁 真是那种跳脱的老顽童 也没追究他的过错 可是他没想到 那白狼竟然狼子野心 企图推翻天庭的统治 打出了王侯将相 宁有种呼的口号 想让自己坐上 天界贡主的位置 那时候 天庭兵抢马壮 白狼身边跟着的 都是些匪流 自然不是天庭的对手 直接被天地杀得人养马翻 最后 要不是天后求情 白狼早就被错骨扬灰了 但天帝没想到的是 天后应节归来之后 竟然还会斩断成员 经常躲开天地去见白狼 更是拿天庭的东西 去资助白狼 现在兵抢马壮的白狼帝君 有一大半功劳 是天后送的 这还不止 等天帝发现不对 想要对付白狼的时候 天后突然找上门来 不知从哪里得来的一丝节气 让天帝转世应节去了 应节可不是嘴上说说那么简单 这里面天时地利人和一个都不能少 不然一个不小心 就会永远迷失在无尽轮回之中 当初天后应节天帝 可是安排了几乎所有事情 陆老翁正是天后的看护之人 没想到这老东西竟然使这种手段 前身在轮回之中 应节那可是真的在应节 七十二那是真 但这三十六世 却不知道是第几个了 在白狼的干预下 有时候短短一年就要轮回十次 最后 要不是轮回次数多了 前身几乎彻底地迷失在了轮回之中 他人已经无法准确找到具体位置 不然前身还在被折磨之中 可就是这样 白狼也撕裂出自己的一丝魂魄 转生到前身转世的大概位置 而天后 竟然假装不知情 不管不问也就罢了 还阻止天帝的死中帮助天帝 就这样 天庭中的势力快速分化 一帮向着天后 一帮向着白狼 向着天帝的势力 反而成了最少的 古川不断地翻开着天帝的记忆 心中越来越无语 这软骨头 是怎么当上天帝的 古川一把推开陆老翁 台步就要上前 陆老翁一愣 自己可是天庭元老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怎么敢 当即陆老翁就借着酒精 开始发挥他的老顽童性子了 哎呦 天帝打人了 天帝看不上我这老东西 嫌弃我陆老翁了 我陆老翁为天庭兢兢业业 陆老翁絮絮叨叨的 古川有些不耐烦了 宴会中的人都在调笑着陆老翁 却没一个人说他不知尊卑 古川抬出去的一只脚方向一转 直接踩在了陆老翁胸口 不要把你的无理取闹 当成性格洒脱散漫 我没工夫搭理你 你要是再敢说一句话 死 死字一出 陆老翁直接不吭声了 酒也醒了大半 他能感觉到天帝不是在说笑 他能感觉到杀气 感觉到天帝好像变了 所有人都突然安静了下来 终于想起那位可是天帝啊 即使不在位这么多年 那股气质还是一如当年 古川继续向前方走去 来到天后面前 天帝不在这几年 都是天后代理执政 自然而然的就坐了他的位置 起来 这不是你应该坐的位置 古川目光盯着天后 天后心头一颤 本以为天帝归来 会关切自己一番 不管怎么样 自己都替他执政了这么久的天庭 不敢谢自己也就算了 竟然还凶自己 天界有天帝和天后两个至高之位 天帝不用说 就是同管天界各势力的 而天后的主要职责 是梳理天帝灵气 让天界和凡间顺风顺水 没有大灾 古川坐到了天帝的位置上 天后不敢不让 从古川的眼神中 他感觉 他他好像什么都做得出来 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温瓦尔雅的天帝了 不就是去应节了吗 自己还不是为了他好 想当初自己应节的时候 就一个不靠谱的陆老翁 想着想着 天后又想到了白狼 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可看到面色不好的古川 又急忙收敛了起来 本帝不在的这些年 天界的事可都靠众仙家操劳了 古川一句话 直接打破了安静的气氛 所有人又恢复了之前的嬉笑 果然天帝还是之前的天帝 陛下 为天界操劳 是我等的职责 本不应该恃宠而骄 但我白狼部落真的贫瘫啊 还望陛下 看在陈这么多年 为天界操劳的份上 赏赐我白狼部落灵雾宝气吧 一个身穿铠甲 妖别武器的将士 直接来到古川身前 态度随意 完全没将古川看在眼里 这是白狼帝君的人 白狼部落 那是白狼帝君起家的地方 现在竟然都已经 把人光明正大的 安插在天庭之中了 这边古川还没说话 旁边的天后就已经开口了 白狼部落镇守天界有功 来人呐 赏灵雾万珠 宝气千剑 铠甲将士听后 直接越过古川 向着天后扶手说道 天后英明 天后身边的侍者 也是连忙动身 准备去宝库拿东西 这种事情 显然他们已经细以为常了 慢着 古川一句话直接打断 天后是不是愉悦了 宝库是本地的东西 不是你的东西 天后脸色难看 都说夫妻一体 你的东西不就是我的东西吗 我的东西 还不是都拿去给你培养大将了吗 铠甲将士不乐意了 陛下你什么意思 难道是 看不起我白狼部落吗 是啊是啊 难道我们为天界的付出 都是假的吗 陛下真是太让我们寒心了 第134章 慢慢收拾 白狼部落的几个人 一直喋喋不休 完全一副 不将古川放在眼里的样子 古川眉毛一挑 那你说说 你们白狼部落为天界做了些什么 有功就赏 无功那就是欺君之罪 台甲将士有些说不上话来了 他只是最近几年 在天庭拿东西 拿习惯了 平常只要一有苗头 他就会直接逃赏 天后每一次都会满足 哪像这次天地不按套路来 哼 我白狼部落这些年 蒸伐了好几个势力 其中就有你身旁几人的 他们不服天后管教 我白狼部落直接带天庭出手了 铠甲将士嘚瑟地看着天地 他是白狼帝君的人 现在天地几乎成了一个光感司令 今天他逼迫天地封赏的是要是传回去 肯定十分的长脸 古川抬手阻止了想要和自己哭诉的几人 继续说道 这么说是你白狼部落灭了本地的势力 古川故意加重了语气 但铠甲将士仿佛根本没听出来 还十分自得地说道 我这是为天后出手 谁叫他们不服天后的管教 古川看了天后一眼 天后低头没有言语 好像是是默认了这件事 既然你承认了 那就去死吧 谁也没想到 古川一言不合就动手 天地的威压 直接让铠甲将士动弹不得 不过他还是倔强地开口说道 我这是为天后办事 我是白狼帝君的人 你不能动我 天后也在一边开口了 天地 那几个势力确实不服管教 古川头也不抬 直接喝道 住口 我的人凭什么要听令于你们 天后你不要忘了自己的职责 不要愉悦了 既然他们不服管教要处理 那你们白狼部落的人 不服管教 是不是也该处理了 天地之气缭绕而出 狠狠地向着铠甲将士等几人压去 几人竟然还不知道怕 还敢还嘴道 昏君 你要是敢杀我 白狼帝君肯定会带人来踏平天庭的 我就怕他不敢来 古川直接灭了这几个刺头 宴会中的人出奇的安静 就连陆老翁都缩在了角落里 不敢再耍性子了 天地这么肆无忌惮地杀人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天后的脸上也很不好看 这不是明摆着在打他的脸面吗 天后想走 古川却是不肯 他仗还没算清楚呢 有些人的嘴脸是什么样的 还没撕开呢 来人 把天策拿来 天策可以说是天界的一个记事本 记录者是天地意志 天地和天后的权责 本来就是天地意志所赋予的 古川要看天策 脸色最不好看的就是天后了 这些年来他忙于和白狼帝君的感情处理 根本没有多少时间来梳理天地灵气 很多地方天灾人祸他也没有理会 古川越翻脸色越是难看 天历六百元年 天界以息出现死气动荡 波及天界生灵百万 天亭为及时梳理 天历六百三十九年 凡间壁垒出现破损 修饰进入凡间破坏 导致生灵涂炭 天亭为及时阻止 这样的事不是一剑两剑 而是成百上千剑 可以说现在歌舞生平的天界都是花架子 内里早已千疮百孔 古川一百将天策扔在天后面前 不说其他事情 这些年你替我执政干了什么 连自己的分内之事都不做 你还有和颜面坐着天后位置 面对古川的贺问 天后没有理会古川话里的内容 反而脸色委屈地说了一声 你变了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古川对这个天后有些无语 你和他说道理 他竟然跟你说感情 这是一码事吗 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你要是自己的分内之事都做不好 你这权兵我就替天界收回了 古川丝毫没有顾及天后的脸面 但不要怀疑 天帝就是有这么大的权限 接着古川又继续下令道 玉冥天尊 紫阳兴军你二人领头 负责天界巡查 查落不缺 要是有不开眼的先掌后奏 玉冥天尊和紫阳兴军 正是迎接古川归来的几人之一 也是实力最强的两个 虽然在天界的势力被各方蚕食 但这几人的实力也是无庸置疑 不然早就被白狼帝君所灭了 哪还等得到天帝归来 几人听到天帝的话后 都是一喜 他们不怕争端 怕他人的打压了 古川刚下令 这边就有人不干了 这是属于清静天后的势力 陛下 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了 天后已经把天界巡查的职务 交给我们崔家 怎么可以又交给他们 巡查天界可是个肥差 崔家不愿意就这么简单的交出去 古川 交给你们崔家 你们崔家有用吗 还有 这天界谁做主 你们是不是忘了 真正做主的人是我古川 不是天后 也不是那白狼帝君 古川又提到了白狼帝君 这让天后又是一阵脸色难看 他以为古川就是为了故意恶心他的 有些是看破不说破 没必要拿到明面来 古燕然听令 古川又从前身记忆里 搜索出了一个可靠之人 是前身的妹妹 他肯定是不会背叛古川的 可等了半晌 就是不见动静 紫阳心君小声地说道 陛下 燕然先子下戒去了 而且 而且嫁给了一个凡人 生了一个儿子 古川 神他妈的 好像又是一个狗血巨来了 天后也在这时开口 燕然他完心大 我本来想要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 可没想到最后他竟然嫁给了一个凡人 不过你放心 我已经命人把他关押在囚山脚下 已是罪行了 古川扯了扯嘴角 他儿子现在是不是修为有成 等着推翻我天庭统治 准备披山救母啊 天后一脸的诧异 你怎么知道 燕然这儿子虽然是人仙混血 但天赋真的很好 现在正在白狼帝君手下效力呢 天后讨论起白狼帝君来 没有丝毫的回避 反而有种与有容颜的感觉 根本就不顾古川的感受 唉 任重而道远啊 来人去把古燕然压上来 古川倒要看看是谁在作妖 根据前身的记忆 这古燕然可是个安安分分 从来不做这种事的人 至于天后和这般白眼狼 一个一个慢慢收拾 以后有的是机会 第135章 你傻还是我傻 古燕然已经被关押在囚山快一百年了 刚开始他是绝望的 不明白自己的天后嫂子 一面鼓励自己下凡游玩 另一面就又告知自己触犯天条了 前脚还在鼓励追求自己的爱情 后脚就告诉自己 先凡有别 派天界大将来捉拿自己 将自己关押在囚山之下 还将自己的儿子 送到与天庭敌对的白狼帝君那里 美其名曰是为了你好 起初古燕然还想不明白 可被关得越久他就想得越明白了 自己这天后 嫂子可没有表面这样的性格纯良 内地里阴暗的招数 一套接着一套的 与其说是阴暗 更不如说是一个自以为是的白痴 这么多年古燕然把什么事都想明白了 当初他兄长应杰是天后搞的鬼 这应杰功法 当初只有天后会 他不顾天地的劝阻非要修炼着应杰天公 至于为什么 那就是因为天后在转世应杰的时候 遇到了白狼 在陆老翁的推波助澜之下 天后的转世之身直接遇到了真爱 最后白狼攻打天庭失败 天后更是直接打破胎中之谜归来 也不顾应杰天公没完成的后果会如何 古川是天后的丈夫 天后知道自己做了对不起他的事 所以在和白狼的主意下 直接将一缕节气打入古川体内 让古川也来一次转世应杰 这样两人不就都公平了 而古燕燃作为天帝的妹妹也跑不了 天后为了平衡自己的内心 直接诱骗古燕燃下凡触犯天条 这样一家子都犯了错 在天后心里就会认为大家都扯平了 你也不能老拿我一步小心犯的错说我了 大家不是都犯了一样的错吗 天后的想法虽然好 但他却又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天帝应杰而去之后 他就再无顾忌了 经常和白狼帝君私会 拿天庭的东西不断地撞打白狼帝君的势力 上次天帝归来天后不知道吗 他当然知道 只不过他不在乎 他只想给眼前的男人过个完美的生辰 因为他知道天帝对自己的宠爱 天帝是不会计较自己这些小事的 所以他有恃无恐 恨啊 古燕燃每日都恨不得亲手灭了天后这个女人 是他害得自己过这样的日子 这一天 囚山的牢房突然被打开了 一对天兵天将向他走来 解了他身上的束缚 他知道天帝回来了 虽然欣喜 但又怕天帝不相信他等会说的话 古燕燃趁着虚弱的身体乘风而上 可还没到天庭 突然又出现了一伙人 这伙人直接拦住了天庭兵将的去路 燕燃仙子 我们帝君有请 这伙人直接说明了来意 呵 古燕燃嘲讽地笑了一声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是这个时候来 是怕我捅出你们帝君和天后的好事吗 古燕燃心知肚明 自己被困在囚山 本来就是这两人做的 现在又想过来装好人了 仙子误会了 是帝君见江顺大人日夜司母 帝君于心不忍 想要请仙子回去母子团聚 团聚 他早干嘛去了 白狼不是个好东西 总有一天我哥哥会杀了他的 古燕燃满面仇恨 他能有今天这白狼的 在里面的功劳也不小 见古燕燃骂白狼 来着脸色瞬间就不好了 既然仙子不愿意 那就别怪我们了 说完两伙人就动手了 白狼的人有备而来 直接杀得天界之人溃不成军 带着古燕燃朝着白狼的地盘而去 天庭中的古川左等右等 就是不见古燕燃回来 最后一看天后的表情 就知道事情不妙 古川直接出了天庭 天后伸手想要拦截 只要一会 古燕燃就会被带到白狼那里 到时候就没人说他的不是了 可天后没想到的是 一直疼他爱他几百年的古川 竟然直接一巴掌扇了过来 让他久久无法回过神来 古川去了囚山 得知古燕燃被白狼的人带走 直接化作一道 红光冲了出去 天地的实力无庸置疑 直接在古燕燃被带入白狼地盘的前一刻赶道 白狼的人想要扯大意 古川毫不留守 直接全杀光了他们 白狼面色阴沉的出来 他没想到古川竟然会亲自赶来 这放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 天地 这是我白狼的地盘 你是不是愉悦了 白狼的脸色很不好看 在自己的面前下手就这么死了 古川 笑话 我乃天地 这天界哪里不是我的地盘 不要以为自己封了一个帝君 就是天界之主了 告诉你 这天界只有一个天地 那就是我 白狼无法忍受 直接向着古川出手 一时间狂风俱雨 天崩地裂 两人举手台足间 都能造成末大的声势 但古川修炼了几百年 这次应节归来 更是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这白狼自然不是对手 最后直接被古川一掌拍在了地上 要不是他的部下赶来得及时 都已经被古川活活打死了 白狼看着眼前高高在上的男人 心中的怒气更加的大了 今日之耻 来日必定加倍还之 白狼最后还是忍不住放狠话了 古川一掏耳朵 不懈地看着白狼说道 我好像记得一百多年前 有人说过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吧 怎么现在过去几个三十年 又变成了今日明日了 白狼愤怒地没有开口 一旁的部下却忍不住了 天帝 不要仗着自己修为高就欺负人 有本事 就用和我一样的修为 和我打上一场 看看谁才有真本事 这个是白狼为起家时的狐朋狗友 以前是一个土狗的 后来跟了白狼 正好有几分天赋 又有白狼罩着 为人处事就十分的目中无人 古川还记得 前身夸着土狗大户仗义来着 好啊 如你所愿 古川刚说完 土狗大户就拎着一把斧头 兴冲冲地跑了上来 古川直接开大招 用最强的手段 解决了这土狗大户 土狗大户 你堂堂一个天帝 怎么能不讲信用呢 在土狗大户不解的目光中 古川缓缓说道 我费尽千辛万苦修炼来的实力 为什么要因为你而压制呢 到底是你傻 还是我傻 第136章 一个月后 土狗大户死去 白狼的人都来谴责古川 天帝你言而无信 你不配统一天界 我不配 难道你们白狼帝君就配 一个我的手下败将而已 我能打败你一次 就能打败你第二次 古川回怼 大家一起上 给土狗将军报仇 他不能就这么死了 有几个不怕死的 直接拿着武器冲了出来 古川直接一掌拍死 走 我们回去 白狼憋屈地带着人 回到了大本营 古川倒是想直接杀进去 结果了白狼等人 但作为大本营 肯定有杀招 就像天界 有天之大镇一般 古川带着古燕燃回转天庭 路上遇到赶来 想要增援的玉明天尊等人 古川现在可是他们的大靠山 古川要是到了 他们全部都得玩玩 天庭之中 古川刚进大门 天后就气愤地冲了出来 直接对着古川喝道 你杀了土狗将军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要杀白狼的人 古川眼神冰冷地看着天后 他要劫走燕燃 你说我该不该杀 劫走燕燃怎么了 白狼又不会杀他 只是请他去母子团聚 救你铁石心肠 还不想让他们母子团聚 天后还在为白狼打抱不平 不知道消息 怎么会知道的这么快 一口一个白狼叫的 倒是挺亲热的 要不要晚上 再去安慰白狼死了大将啊 古川一句话 就让无理取闹的天后 停歇了下来 天地到底怎么了 他现在很是疑惑 应劫之前他 可是从来不讲白狼的事啊 哼 古川一把推开天后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燕燃 说说吧怎么回事 古燕燃直接在古川面前 一跪而下 个你要给我做主啊 都是这个女人 是他和白狼的陷害 让我在凡间中了情毒 还有这陆老翁 是他在中间从中作梗 让我沉沦在凡间 无法自拔 古燕燃一指天后 神情悲愤 要不是这个女人 自己何至于此 天后眉头紧锁 他就知道 这古燕燃回来会乱说话 所以白狼才会出手 想要把古燕燃带走 不让自己难堪 燕燃你可不要乱说 是你自己迷恋凡间 怎么又怪在我头上了 我那也是 一片好心让你下界 谁能想到 你会触犯天条 天后理直气壮地 为自己辩解着 古川倒是双眼一亮 本来以为又是一出 爱来爱去的狗血剧 没想到这古燕燃的脑子 也不笨了 古燕燃 为了我好 为了我好 你会让陆老翁给我下情毒 把那个男人 整天待到我面前 我古燕燃身为天地的妹妹 天界有多少人追我 你说 我会看上那种 一无是处的男人 他功不成名不就 除了一身好皮囊 什么都没有的凡人 我凭什么看得上他 古燕燃越说越气 要不是现在身子虚弱 他直接上手四天后去了 我那还不是为了你好吗 你说 你都几百岁了还没嫁人 我也是好心 让你体会一把爱情的味道 现在孩子也有了 也不至于让你孤独终老 天后一副我为你好 你不谢谢 我还不领情的样子 真是伤透了 我这座嫂子的心了 那你又为何囚禁于我 那 你那不是触犯了天条吗 我也是没办法呀 哪怕你是天地的妹妹 触犯了天条 也要受罚 天后开始双标了 他恼怒自己 这小姑子 不懂自己的一番好意 让出来的怎么会有错呢 古嫣然冷笑了一声 没有再说话 跟这种人说话 他永远不会和你在一个频道上 说的再多 人家也听不进去 人家白狼欺君犯上触犯天条都没事 我古嫣然触犯的天条 比他还少就要罚 这是什么道理 陆老翁 出来 天后现在还有天地权柄在 他动不得 带着陆老翁 陆老翁瑟瑟缩缩地站了出来 没想到这把火又烧到了自己身上 陛下 我 我也是一片好心 没想到 没想到好心办坏事 陆老翁拿出了他一贯的借口 我本来是想帮助别人的 可没想到 既然好心办坏事 我的本意是没有错的 只是我没办法控制后面的事情 那我又有什么办法 错了就是错了 错了就要付出代价 古川没有理会陆老翁的狡辩 目光看向了古嫣然 嫣然 你说怎么处置 古嫣然 将他囚禁在囚山之中 给他种下情毒 体会一下我的痛苦 古嫣然没有选择杀陆老翁 杀一个人很简单 但让他活在自己曾经的痛苦之中 那才是报复 陆老翁被押走 又有人开口了 天庭不能成为天帝的一言堂 他们已经习惯了 天帝不在的散漫日子 不能让天帝树立威严 陛下 虽然嫣然仙子 是被有心人利用陷害的 但他毕竟触犯了天条 于情于理都该罚呀 不然如何服众 是啊是啊 有错就罚 不可能因为他是天帝的妹妹 就能逃脱天条的处罚 下面的议论声越来越大 古川解释都懒得解释 直接留下了一句话就走了 我是天帝我说了算 一句话 直接让很多人哑口无言 天帝转世归来 竟然变得这么霸道了 古川给了天后一个月的时间 来梳理天帝灵气 虽然一个月的时间有点短 但只要辛苦一点时间 肯定是够的 起初几天天后 还是带着人勤勤恳恳的 在梳理天帝灵气 有异动的地方 这些都是今年累月留下来的 处理起来自然麻烦 本来天后以为自己 做个几日古川就会来帮自己 可左等右等 就是不见古川到来 他一气之下 直接跑到了白狼帝军那里 哭诉自己的委屈去了 留下自己的手下一脸猛逼的在那 白狼帝军看着眼前的女人 他喜欢她吗 说实话曾经喜欢过 可当他知道她的身份后 更多的是利用了 白狼利用天后 知道了天庭的兵力部署 知道了天之大阵的一些秘密 更是在天庭之中 安插了自己的人手 得到了天庭宝库中的许多宝物 只等他大骑一挥 打入天庭 那天地宝座 最后铁定是他的 白狼不断地安慰着眼前的女人 这个女人在他这里还有大用 回来后的天后 也没有继续梳理天地灵气 而是直接把自己关在了宫中 白狼和他说过了 天地灵气异动都是正常现象 没必要去梳理 一个月后 古川拿着天策 第137章 批出了个陆老翁 一个月后 古川看着手上的天策 他早就料到事情的结果了 天后本来就是那种 不喜欢做这种繁琐之事的人 以前梳理天地灵气 都是前身帮衬着的 天后只是在最后关键时刻录一下面 让人知道 这功绩都是他天后做出来的 此时 天后还在宫中打扮着自己 现在天地回来了 他终于可以不用像以前那样操劳了 天庭之中 古川双手一握天侧 没见到天后 他也不在意 直接以天地命格 对着天地意志开口书说道 天后玩乎只手消极代弓 无法尽到自己的职责 今日我以天地之名 拿回天后权柄 天地是天地意志的代理人 天地一开口便是言出法随 天后体内的权柄 直接被剥夺 再也无法指挥天地间的灵气 与河流山川 宫中的天后 顿时来到古川面前 向着他质问道 古川你干什么 你凭什么拿走我的权柄 你知不知道你 拿走我的权柄 我实力就会下降 修炼速度也会变慢 你让我以后怎么办 古川直接将天侧扔在了天后面前 我说过 给你一个月时间 瞧瞧你都干了什么 不干事 就不要站着毛坑不拉屎 天后一脸的委屈 白狼都说过了 天地一动 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我们不能横加干预 天后又搬出了白狼 现在在他心里 白狼说的话都是对的 古川 那白狼的地盘怎么说 我可是听说他们 那封条雨顺无灾无祸 你说是人为的 还是怎么的 天后脸色难看 这古川哪壶不开提哪壶 索性天后耍起了性子 以往这样子古川 都会依着他 我不管 总之这天地权柄就是我的 你就得给我 天后脸一转 等着古川去安慰他 不然他才不会原谅古川 古嫣然 这权柄现在交于你 限你一个月之内 把天界一动都梳理完毕 能不能做到 古川里都没理天后 直接把刚剥夺的权柄 给了古嫣然 古嫣然领命而去 临走时还不忘得意地 看了天后一眼 看吧 恶毒嫂子 怎么逗得过机智小姑子呢 古川你什么意思 把权柄交给这个 触犯天调的女人也不给我 果然像白狼帝君说的一样 你不配坐在这个位置 天后咬牙切齿 但又无可奈何 他只有天后之名 却没有古川一样的天地实力 古川头也不抬 看都懒得看天后一眼 既然你这么喜欢白狼 就去他那好了 别以为你们做了什么 我都不知道 天后恼怒地看着古川 这古川怎么这么斤斤计较 不是说过 那不是自己的本意吗 一点也不知道体谅自己 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 这些都是陈年旧事 你应节之时 也不是娶七生子了 我们半斤八两 你又能好得到哪里去 天后现在很是庆幸 庆幸自己也让古川应了一次节 这样大家都公平了 谁也说不了谁 就算不计较这事 但你应节归来 我不在天界的日子呢 我可是听说你三天两头的 和白狼私会 古川直接撕开了这层遮羞布 天后仿佛是被抓住了把柄一般 跳着脚就离开了 古川没有阻拦 这种奇葩女人 还是留给白狼面对吧 天后一气之下 就跑到了白狼帝君这 他发誓 天后也不当了 他要和古川划开界限 准备一心一意地 在白狼帝君这里生活 为白狼好好打理内务 然而 生活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幸福 天后刚到的第一天 白狼宠着他 白狼部落的人敬爱着他 可当他们得知 天后已经脱离天庭之后 一个个就没有那么积极了 特别是白狼的后宫们 本来天后还以为 白狼只爱他一个人 没想到这次待的时间一久 白狼的八个老婆三个孩子都出来了 特别是正宫 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 要天后向他敬茶 天后哪里受过这种气 他转身又去找白狼哭泣了 白狼一阵花言巧语 许诺他只要打下天庭 他就还是天后 天地权柄到时候还给他 就这样 天后在白狼的洗脑下 把天庭的所有机密 都跟白狼说了 白狼得了消息后 积极备战 准备到时候 一把掀了谷川自己 做那天地之位 天后走后的这段时间里 谷川也在整顿朝纲 不听话的势力全部剔除 冥顽不灵地全部灭族 最后天庭之中 就剩下了一个生意 江顺修炼有成 加上自己的一些小机遇 他认为自己现在 已经有本事救母了 于是 江顺带着一把斧头 直接孤身一人闯去求山 打败天兵天将之后 一斧头劈开了求山 娘 孩儿不笑 这么多年 孩儿让你受苦了 江顺眼泪哇哇的 本来是一幅团圆的完美场面 可求山脚下 突然出来了一个老头 江顺猛逼了 自己娘亲 怎么变成了一个猥琐老头 江顺威逼陆老翁 陆老翁说出了实情 江顺却以为是他那天地舅舅 迷惑了娘亲 让娘亲给天庭效力 所以 江顺拿着一把斧头 直接一路冲杀进了天庭 他要求自己娘亲 让娘亲脱离苦海 可没想到 第一个出来的 就是他的母亲谷燕燃 直接毫不留守 就把他镇压了 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 江顺跪在大殿之中 面露迷茫之色 这都是怎么了 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啊 娘亲 你为什么打我 我是事儿 是你最疼爱的事儿啊 江顺脸上委屈 不知道谷燕燃为什么揍他 是不是这男人威胁你的 娘亲放心 我这就为你讨回公道 江顺看着谷川满眼的怒火 想要声色谷川 可下一刻 啪一个响亮的巴掌声 那是你舅舅 谷燕燃神色复杂 他不知道如何面对江顺 但这毕竟是他的儿子 他又不能不管 他怕谷川本会一巴掌 就把他拍死了 娘亲 这种人不配当我舅舅 娘亲我们 啪 我们 啪啪啪 舅舅 啪 不好意思打上瘾了 谷燕燃有些不好意思的 看着江顺 江顺 他的脸肿得像是猪头 他终于怕了 不敢再说话了 第138章 大战 白狼已经针对天庭 部署了所有兵力 以前天帝不在 各方势力拉扯 让白狼无法称帝 现在天帝归来的铁鞋手段 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很多被谷川打压的势力 都转身投向了白狼 让白狼的势力愈发强大 白狼修炼的功法很是特殊 自身的实力和他的势力有关 他手下的势力越多 自身的实力就越强 现在他已经感觉到 自己有和天帝势均力敌的实力了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白狼直接起兵攻打天庭 天庭无道 罔顾众生生死 经我白狼接杆而起 定要为这天剑讨回这个公道 白狼打出了天庭无道的旗帜 直接带人打上了天门 白狼人多势众 天庭之人根本抵挡不住 陛下 白狼人多势众 叛逆太多 我们挡不住了 先离开这里 等来日整装旗鼓再杀回来 玉冥天尊和紫阳兴君 浑身浴血地站在古川前面 古川没有丝毫要跑的打算 一群土鸡娃狗罢了 说完古川直接起身 来到了天门之处 此时天门已经沦陷 白狼的人肆无忌惮地打杂 抢夺着天庭之中的东西 古川受死吧 前方的白狼突然杀出 他已经败在古川面前两次了 绝不允许败第三次 一击交错 这白狼的实力 竟然和古川旗鼓相当 这直接让刚刚投靠他的势力 更加有底气了 眼看天庭天兵快要崩溃 古川手一挥一道道光芒 从天庭之中射出 天之大阵起 光芒闪耀 一个个静置从阵法之中显现而出 一股星光从九天之上 被接引下来 星光进入天兵体内 天兵浑身的伤势迅速恢复 星光进入叛逆势力体内 叛逆直接暴体而亡 天之大阵运转 直接化为一个超级杀阵 只要进入大阵范围 都会被无情地绞杀 白狼见此 眼底露出一抹冷笑 这种情况他早就预料到了 也已经做好手段了 天后 我知道你于心不忍 但天地手段残暴 麻烦你了 白狼说得情真意切 又说了一堆空口无凭的承诺 让天后直接感动得稀里哗啦 天后就像是一个脑残女配一般 直接出手了 他指着古川大声说道 古川我真的看错你了 你怎么如此冷血 这么多条人命 你怎么下得去手 天后义正言辞 把古川弄得莫名其妙 感情白狼杀我天兵 就不是冷血 不是残暴 而是匡扶正义了 天后从身上拿出一个阵盘 神色庆幸地说道 幸好我在走的时候 把天之大阵的阵盘拿走了 阵盘扭动 一瞬间 场中刚刚才有所好转的形势 又开始恶化了 古川满头黑线 前身到底是怎么找的婆娘 这种奇葩还相处了几百年 拿来 古川寒怒而去 本来想留条命给他 谁知道他竟然这么做死 古川你的对手是我 和一介女流之辈 都算什么本事 白狼踏着金色云朵 一动之间都带着天地大势 古川调动天地之力迎敌 古川幻化出天界虚影 向着白狼狠狠镇压而去 白狼双手托顶 一拳打碎了虚影 白狼身边的人渐渐多了 他们要联手杀了天地 这天界做主的 只能是他们 都来得差不多了是吧 古川挥了灰衣袖 那今天就全都不要走了 古川双眼猛的一针 相组之力从天而降 随之而来的 还有一头面目猙獰的蛮荒巨像 所有人都看呆了 这是什么操作 蛮荒巨像是相组送进来的 别怀疑 得到古川允许的相组 有这等本事 阁下 需要我帮你解决这些人吗 蛮荒巨像 一身红色的长毛 两根巨大的象牙 蹭光发亮 说话嗡声嗡气的 像个老实巴交的汉子 古川嘿嘿一笑 上吧 把这些叛逆都给我碾碎了 话还没说完 古川就向着白狼一冲而去 白狼虽然不知道 这是什么情况 但还是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 白狼奔跑而起 身上浮现出一道白色的巨狼身影 巨狼仰天长笑 眼中的冷意 好似要冻结周围的一切 巨狼迈动剑状的四肢 向着古川的脖子咬去 他要给眼前的猎物致命一击 然而下一秒 古川一拳击出 又快又狠又准 拳头落在了巨狼的下巴上 巨狼直接就被先飞 化作了虚影消失 白狼一脸的不敢置信 怎么可能 你这是哪里来的力量 你怎么比我还要强大 不对你这力量不是你的 古川你好卑鄙 自己力量比人家强大 那叫理所应当 人家力量比你强大 叫做卑鄙 古川不屑于和这种人解释 一拳击溃白狼的幻想 白狼已经成为瓮中之鳖 逃无可逃 另一边 蛮荒巨像甩动着鼻子打杀四方 他皮操落后 基本上没人能伤得了他 来的时候 向祖还让他小心点 没想到这里的人都这么猜 形势转变太快 让人一时间无法适应 前一刻 他们威风凛凛的白狼帝君 下一刻就被直接击溃 这让他们一时之间无法接受 帝君你可以的 站起来啊 帝君 王侯将相您有种乎 帝君你是我们所有人的希望 你不能倒下 一杯杯的鸡血 灌入白狼口中 一瞬间 白狼好像感觉自己又行了 心中充满了莫名的自信 对 我可以的 白狼暴怒的离地而起 可下一刻 古川的拳头给了他狠狠的一击 白狼就像是个炮弹一般又砸落在地上 跳梁小丑 本地没功夫陪你表演 去死吧 古川直接冲到地面 准备给予白狼狠狠的一击 住手 天后哀求颤抖的声音传来 直接挡在了古川面前 饶了他吧 他知道错了 天后也没想到 白狼竟然又一次失败了 可没办法他和白狼羁绊太深 所以一定要保住他的性命 滚开 古川一把推开天后 天后不依不饶 直接向着古川发起攻击 企图拦截古川 古川被这么一拦 也不惯着天后 直接一拳给天后来了个透心凉 真当我好欺负的是吗 我已经忍你很多次了 天后的眼睛里 游子不敢置信 他怎么下得了手 他们可是几百年的夫妻啊 天后的眼睛里满是失落 他又把目光看向白狼 那个突然闯进他生命中的男人 可哪里还有白狼的影子 早就不知道逃哪里去了 第139章 狠水的背景介绍 白狼带着残兵败将 逃回了白狼部落 他不甘心啊 谋划了这么久 竟然还是失败了 凭什么他们高高在上 什么要看他们的脸色 白狼不服气啊 白狼生在天界的一个修士家族中 家中父母疼爱 亲戚和睦 按理来说 白狼应该比很多人幸福了 可他还是不知足 白狼每次看到实力比自己强 家族势力比自己强的人时 他都是愤愤不平的 他恨那些人 凭什么比自己厉害 凭什么比自己家里有钱 不是应该人人平等吗 所以 每当他有所成就的时候 他就会把目光 放到另一个比他更强的人身上 就这样莫名的嫉妒变成了仇恨 按照白狼的道理来讲的话 他天生就应该和这世界地位最高的人对等 当他第一次看到天地的时候 他就知道自己要成为那样的人 那才是真正的人人平等 白狼开始收缩势力 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知道现在最迫切的 就是保证自己的安全 有命在才能东山再起 古川这边就摆起了庆功宴 蛮荒巨像被古川封为四项神官 负责镇压天地四级 没有人敢反对 反对的都已经被蛮荒巨像 给一脚踢烂了脑袋 休整得差不多了 是时候将白狼给连根拔起了 古川亲自挂帅 骑着巨像声势浩大的向着白狼部落而去 另一边 白狼部落因为收缩势力 让许多曾经被打压的势力看到了希望 陈家和几个家族更是直接揭竿而起 打着和白狼一般的名号王侯将相宁有种呼 白狼见了脸色铁青 急忙派人镇压 这旗号是别人能乱打的吗 那可是独属于他白狼的旗号 他白狼打着旗号是正义 其他人打着旗号就是叛逆 古川到时 双方正打得难分难解 天界士兵一加入 白狼部落就节节败退 最后归缩在一处不敢出来 白狼站在大军前方 他的实力随着自身势力的减少 已经衰退了许多 古川 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 白狼愤恨地看着古川 这家伙明明已经打败自己了 为什么就不能放了自己 古川没有多废话 向着身后的天兵天将挥了挥手 杀 白狼部落气势早已不在 没多会就被天兵给打扮 白狼想要逃跑 古川直接跟上 废话也不说 天地之力全力一挥 一道道掌印向着白狼攻击而去 白狼已经没有本事应付了 没一会就被按在地上使劲摩擦了 古川抓住白狼的脖子 一把提了起来 白狼愤恨不甘地眼神看着古川 这位置应该是我的 你凭什么要天生高人一等 古川手上一用力咔嚓一声 白狼的脖子断了 身体无力地软了下来 未免再次出现意外 古川又对着白狼的尸体 挫骨扬灰了 凭什么 我整整修炼了八百多年 你才不过三百来岁 你说我凭什么 天界又恢复了往日的祥和 人间也风调雨顺 古川在这里又待了一段时间 考察良久之后 选出了一个他的接班人 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 直接化红飞升了 古川回到了大荒看了一下 见没什么大意外 就又选择去下一个世界了 当务之急 是将这件宝物修复 将来才能提供给自己助力 江龙城这一片地域最强大的一个城池 不仅统治地域辽阔 城下居民也是生活富足 江龙城城主年少有为 二十多岁就继承了城主之位 更是远近闻名的高手 是很多少女寡妇的爱慕对象 但江龙城城主看不上任何女人 唯独看上了另一个城池 公粮城的城主女儿孟雪 公粮城城主一见江龙城城主 亲自提亲了 直接高兴的就答应了这门婚事 但没想到 孟雪却对这门婚事十分不满意 和许多小说里一样 孟雪早不跑晚不跑 偏偏要到结婚当天逃跑 江龙城城主气急 直接派人前去捉拿 拿了聘礼 还想不嫁人想得美 可还没等他找到孟雪 江龙城被敌对势力进攻 一时之间 江龙城城主也顾不上孟雪了 等他回过神的时候 发现黄花菜都凉了 孟雪在逃婚之后 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小村落生活了下来 作为一个在繁华城池长大的人 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 不久后 他就和村子里的一个男人恋爱了结婚了 男人是村里唯一的一个读书人 四肢不勤 五股不分 全靠家里人和村里人帮衬着 就连结婚也是东拼西凑 才凑够一些必须品 更不用说什么下聘礼了 但孟雪却不以为意 在他心里 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落难的公主 如果想要好生活 直接回去找他父亲就行了 婚后 孟雪生了一个男孩 还没等他二人高兴多久 江龙城的人到了 为了不让孩子和丈夫受到伤害 孟雪跟着江龙城的人回去了 原本孟雪想要实话实说的 但看到自己父亲拿了人家的聘礼 已经用掉还不上了 孟雪又瞒着所有人 嫁给了江龙城城主 之后 孟雪又和江龙城城主生了一个儿子 只是他对这个儿子没有丝毫爱护 整天冷眼相待 自己还每日欲欲寡欢 一副哀愁的样子 作为一城之主 哪能看不出来事情不对 直接一查就查到了孟雪 还有一个丈夫和孩子 一城之主 哪里受过这样的气啊 直接就要下令抹杀这两人 孟雪苦苦哀求 以命威胁 江龙城城主妥协了 孟雪嫁给江龙城城主的第六年 突然莫名其妙地得了一种病死了 孟雪死后 江龙城城主也变得每日欲欲寡欢起来 随后过了几年 他也死了 江龙城城主之子 年纪轻轻就继位了 消化完系统给的信息后 古川有点无语 怎么每次都是这种狗血剧情 就不能来点别的吗 古川现在的身份不是其他人 正是江龙城城主那年纪轻轻 就继位的儿子古川 也是孟雪的第二个儿子 这么说来 我还有一个哥哥了 古川想到了以前看过的一个电影 好像和里面的剧情很像了 第140章 一群老鼠 江龙城城主府里 古川不断地感受着体内的力量 这个卫面的力量很特殊 是和地盘与名声挂钩的 简而言之 你的地盘越大 碗里的百姓生活越好 那你的实力就越强 江龙城的地盘是很大 前任城主在位期间 不停地发动战争 扩大自己的地盘 但还没来得及发展起来就挂了 匆匆继位的前身 以他父亲为榜样 江龙城城主在其他人眼里就是个暴君 这不 前身就是被刺杀死亡的 刺杀她的是一个被江龙城打败的小城池公主 她要为父报仇 为她那个城池的百姓报仇 本来以前身的实力 她是没机会的 但前身十分好色 这个公主被作为战利品送来 没想到却着了她的道 牢房里 杜丹满脸的可惜 只差一点 只要再给自己一点时间 那古川的人头就被自己割下来了 不过受了那么重的伤 加上自己的匕首下了毒 她应该活不了吧 不过 随后打开的牢门打破了她最后一丝念想 怎么 我还活着你很意外 手下搬来一把椅子 古川坐下 看着前面的女子 不得不说 虽然这杜丹现在蓬头垢面 但那面容还是很有几分姿色的 特别是常年都有锻炼的身材 更是有傲人的曲线 古川来这并不是因为看上了杜丹的姿色 而是杜丹有团伙 她联合起了几个被前身灭掉的城池后裔 在江龙城不断地挑拨是非制造混乱 加上城中许多人对她这个城主阴奉扬为 所以很难抓住这伙人 哼 暴君 算你命大 这样都死不了 杜丹的眼中满是不甘心 既然落在你手里了 要杀药寡随你便 杜丹眼睛一闭 仿佛已经认命般地 等着古川去凌辱她了 来人 把她严加看管 不要让她死了 把三日后五门斩首的消息放出去 我要把她的同伙都引出来 知道严刑逼供没什么用 古川直接拿杜丹做耳 准备钓鱼上钩 第一晚 杜丹听到古川的话后 很是着急 不过她并没有什么动作 到了第二晚 她终于忍不住了 她从浓密的头发里面 翻出了一把刀片 本来这把刀片 是准备就给那个暴君的 但现在显然不行 趁着狱卒不在的间隙 杜丹不断地刨着墙面 那刀片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十分锋利 没一会墙上 就出现了一个洞口 杜丹深吸了一口气 尽量让自己身上该小的地方小 一下子就钻了出去 杜丹逃走了 过程出奇地顺利 她也没有多想 现在她只想快速地通知自己的同伴们 让他们不要上当 可在她不知道的身后 已经有一拨人悄悄地跟着了 古川正在其中 身后跟着的是江龙城的陈卫君 杜丹还是很警觉的 她绕了一圈又一圈 实在是没发现有人跟踪后 进入了一个狭小的胡同里 穿过胡同 里面是一间破旧的房子 他们一群人躲在这里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 能取了古川的狗命 咚咚咚咚咚 杜丹一边敲门 一边学猫叫 这应该是暗号了 没一会 一人打开门 看到是杜丹后一脸的惊喜 杜丹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被程主府抓住了吗 此时说来话长 快 让大家集合 我已经回来了 不要上了程主府的当 两人看了一眼身后的胡同 见没什么人后 就急急忙忙地进去了 古川带着人从胡同里走出 身边的陈卫君 手里还抓着两个人 这二人是负责放哨的 古川手一挥 陈卫君就像是鬼影一般 悄无声息地向着前方走去 杜丹喝了一口水 正想和自己的同伴 述说自己惊险刺激的越狱过程 然而下一刻 本来紧闭的大门 突然砰的一声 被人踹了进来 一个个手持弯刀的人 面色冷漠地走了进来 是陈卫君快跑 有人惊慌失措地大叫 杜丹你是不是和程主府 同流合污了 竟然带着他们到来 有人怀疑 是杜丹把人带来的 不是我 我没有 杜丹不断地解释着 陈卫君进来后 一句话也不说 直接开始杀戮 这陈卫君是古川手里 最精锐的一支军队 是前身父亲留下来的死忠 前身也正是靠着这一支军队 才压得住城内的财狼 不然前身早就被划分 吃干抹尽了 没一会功夫 本来还人多是中 热热闹闹的一屋子人 现在都差不多成为刀下亡魂 只有几个运气好的被逃走 杜丹看古川进来 顿时满眼的愤怒 都是你 都是你对不对 你故意利用我 杜丹拿着匕首冲向古川 被古川一把抓住下巴提了起来 你猜得不错 我就是利用你了 你们这伙老鼠 我早就看得很难受了 古川一把将杜丹扔在了地上 说三日后取他性命 就三日后取他性命 三日时间一到 蓬头垢面 眼神空洞的杜丹 被压上了行星台 柜子手一刀落下 在江龙城许多男人的惋惜中 杜丹人头落地 期间也没遇到什么解法场的事 这一群人的死 没有引起江龙城丝毫的波澜 不过随后古川的一番话 却是引起了江龙城权贵的惊涛骇浪 这一日 古川纠集了江龙城所有的权贵 这些人掌握着江龙城近乎七成的命脉 都是江龙城的统治阶级 江龙城的税收得太高了 我要把税调到原来的两成 一句话直接引起了轩然大波 本来是六成的税 现在调到两成 这让一直在搜刮明知明高的那些权贵怎么想 第一个站出来不同意的就是董家 董家可是江龙城建立之初就存在的势力 前身父亲走后 董家越发的嚣张 最严重的是董家养私兵 这是任何一个城池绝对不被允许的 我不同意 城主你不要儿戏了 这不是过家家 你年龄也不小了 应该有自己的主见 要是税收调到两成 江龙城的兵谁养啊 到时候该怎么开疆阔土 董家家主以为是有人给古川出谋划策 当即就第一个站了出来 语气随意 根本就不给古川面子